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昔日高高低低 造型各异的民房 已成了满地的瓦砾 其中有一间房间 墙体还算完整 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石荒男人正在大地铺睡觉 突然 石荒男听到 外面有一个女人在尖叫 那声音极其凄惨恐怖 就像是见到了鬼 拼了命地扯着嗓子大喊 这声喊叫让石荒男头皮发麻 一下就醒了 她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那女人在淒厉的哭喊 一声比一声淒厉 她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摸黑爬了起来 在门口摸了半拉船头 寻着女人的扑海声摸了过去 当她看清眼前的一幕后 心脏几乎都停跳了 女 女鬼 一个女鬼 红衣厉鬼 她披头散发 正把一个女人按在地上撕咬着 没错 那是一个鬼 她脸色惨白惨白 根本不是人的脸 她的手仿佛是利爪 粗暴地撕开了女孩的衣服 轻松地划破了她的皮肤 甚至扯断了血管 不仅女孩的衣服被染红了 附近的地面也被染红了 空气里也弥漫着让人心悸的血腥味 石荒男看到这一幕被吓了个半死 乖乖地趴在了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红衣厉鬼撕扯着女孩 而女孩也停止尖叫 过了一会儿 更让她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红衣女鬼杀死女孩后 在她面前飞走了 时光难下的差点没背过气 过了好久 她才挪动着僵硬的身体过去看看 女孩的脸已经被完全毁了 就像是被黑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 半张脸没有脸皮 血肉模糊 女孩大概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 不过现在已经成了红白相间的条纹色了 看得人心惊肉跳 女孩已经完全没救了 石荒男这才想到报警 罚医宋瑞和几名警察赶到了现场 石荒男把案发经过蒋了一遍 是女鬼 红衣李鬼 女鬼杀人了 我今眼看见她 女警蒋依依刚入职不久 这是她第一次到命案现场 有点害怕 也有点小心奋 她控制不住的尸体好奇 又不敢靠近 跟另一位男警察孟男拉起了警戒线后远远地看着 宋瑞看蒋依依依一副受惊的模样 就让她协助自己勘察了死者周围的地面 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 然而四周都是粗糙的瓦砾 很难提取到有效的压痕 再加上这里白天有很多石荒者活动 即使有压痕 很可能也是他们留下的 接着 宋瑞开始初步尸检 先用直肠温度计给死者量体温 又结合湿浆 湿斑 眼磨浑浊程度等特征 判断死亡时间在三到四小时之前 这与石荒男所说的基本吻合 同时 死者并没有被性侵的迹象 也与石荒男所说的吻合 死者的脖子侧边缺了一块肉 看窗口是被利器切下来的 但死者身上多处划伤 伤口并不深 但那里的肉外翻斩 显得触目惊心 从伤口形状来看 是刺伤 但伤口的形状有些奇怪 并不是水果刀之类的薄刃力气造成的 是圆形的手指粗细的凶器刺伤的 好像是粗力的棍子刺伤的 不 那是用手直接抓出来的 这个想法让宋瑞吓了一跳 他不禁想到了石荒男的话 难道凶手真的是红衣力鬼 他用爪子杀死而受害者吗 宋瑞从多个角度拍下了伤口的特写 在法医外伤的数据库里搜索着 竟然没有找到匹配的凶器 这让他大感意外 凶器到底是什么 宋瑞把尸体转移到了法医解剖室 在那里 他将用专业的工具 对死者进一步地检查分析 宋瑞发现 死者身上的外伤 有很多是在没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造成的 也就是说 受害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 又受到了多次的损伤 在解剖之前 惨不忍睹的尸体 仿佛在诉说着 凶手是一个没有人性 残忍至极的家伙 但现在 尸体仿佛又在说 凶手根本就是一个变态 在受害者死亡后继续损坏着尸体 宋瑞眼前一亮 这些人死之后形成的新伤口出血量很小 而且伤口会保持着原状 不正是做凶器倒膜的好材料吗 宋瑞拿出一些制作凶器倒膜的必备材料 凡士林 鬼胶 石膏等 马上开始制作凶器倒膜 三个小时后 凶器的石膏模型出来了 那是一根手指 但手指的前端是锋利的鹰爪状指甲 宋瑞马上想到了一种东西 鬼指甲 万圣节化妆舞会上 吸血鬼带的那种长长的指甲 但那是玩具啊 是塑料的 不可能伤人的 难道真的是厉鬼杀人 宋瑞满脑疑惑 心事重重地前往洗手间 楼道里有一个人突然拉住了他 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 哎 你相信真的有红衣厉鬼吗 宋瑞一惊 扭头一看是蒋依依 这个红衣厉鬼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之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过 是有人拍到了发在网上 我给你找找啊 蒋依依把手机递给了宋瑞 宋瑞愣住了 她看到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视频 视频的标题也耸人听闻 惊 江海市街头飘过红衣女鬼 那是一段不足两分钟的视频 浏览量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 视频里有一个红衣的人影 正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移动着 视频里的他一直是背景 长长的头发在风中凌乱着 诡异的是完全看不到他的腿在动 掩人就是在飘 在飞 宋瑞觉得呼吸困难起来 真的有女鬼 会飞的女鬼 但宋瑞并不相信 世上真的有女鬼 视频是可以做假的 眼睛也可以被欺骗 一个女鬼的视频说明不了什么 各大视频网站里的鬼片多了去了 至于识荒难说的厉鬼 虽然凶手很残忍 很变态 但死者身上的这些伤口 人类还是可以做到 并没有出现科学无法解释的伤口 刚刚宋瑞太过紧张 看到鬼指甲装的凶器 本能反应把凶器跟女鬼 画上了等号 其实 凶手完全可以戴上金属制成的鬼指甲商人 宋瑞再次站到了尸体前 把目光投向了死者的脖子侧边 那里缺了一块肉 形成了一个开放性创口 明显是被刀子之类的力气切下的 之前太过关注死者身上 形状怪异的伤口 并没有深入思考这处伤口 这伤口并没有伤及动脉 并不是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原因 但凶手为什么要把这块肉割去了 是在收集战内品 还是在掩盖上 哼 你不是厉鬼吗 怎么还需要用刀 宋瑞的眼中闪动着寒光 狠狠地说道 哪怕你是一个鬼 我一定要用这双手 把你给揪出来 天亮了 工作了一夜的宋瑞 准备重返案发现场 再搜索一番 宋瑞开车离开警局的时候 在门口看到了蒋依依 她摇下车窗 是不是回家 我送你吧 你送我 无神路吧 我不回家 我去现场 啊 现在 宋哥 你可是一夜没合眼了 夜里光线不好 很可能有什么线索被忽略了 看查完现场再休息吧 多耽误一分钟 证据就多一份流失的危险 那我也去 蒋依依说着 拉开车门上了车 宋瑞有点惊讶 这丫头一夜没合眼 还是生龙活虎的 她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有红色的连衣裙吧 戴上 戴裙子干嘛 那地方 穿裙子走不了路呀 到时你就知道了 宋瑞笑而不语 宋瑞 蒋依依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警方昨晚拉起了警戒线 虽然没有人敢闯进警戒线 但外围被吃瓜群众 围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兴奋地议论着 宋瑞皱起了眉头 她竟然听到了一个词 红衣厉鬼 蒋依依找到了 昨晚报案的石黄南 让她再重述一下 昨晚的经过 当时你就是在这里 看到女鬼飞走的 是 是的 石黄南点头 宋瑞把石黄南 拉到昨晚她看到 女鬼飞走的地方 问道 女鬼是在哪里 石黄南 抬手指了一个地方 那 地面上 有个红色斑点的垃圾袋 依依 麻烦你站在那 宋瑞顿了下 皮笑肉不笑地说 对了 穿上红裙子 感情 是让我扮演厉鬼啊 蒋依依白了宋瑞一眼 但她还是听话地 到车上换了衣服 站到了石黄南指的地方 到了这里 她才发现 石黄南所说的 垃圾袋上的红色斑点 其实是受害人的血 女鬼是往哪里飞的 石黄南指着蒋依依左边 喊道 那里 蒋依依看到 那里有一个 拆了一半的二层小楼 上层拆了一半 下层还是完好的 走过去 不要太快 宋瑞吩咐道 一身红裙的蒋依依 缓缓走向二层小楼 石黄南的瞳孔张大了 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显然 这一幕勾起了她的记忆 宋瑞也看呆了 蒋依依前方的位置正是一个缓坡 她的长裙盖住了腿 缓缓走上去 就像是在飞 如果是在晚上 那就更逼真了 看到了吗 不是厉鬼 一样可以飞起来 宋瑞看了眼石黄南 后者依然在目瞪口呆 以后不要跟人说厉鬼了 石黄南呆呆地点头 蒋依依扮女鬼 不仅破解了女鬼飞行的秘密 还让宋瑞弄清了 凶手逃逃的方向 宋瑞便沿着这个方向 继续搜索 果然有了收获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集 在一片布满废沙的地上 宋瑞发现了 清晰而完整的脚印 脚印很新鲜 很可能是昨晚留下的 是运动鞋血印 看印痕 应该是新鞋 这里现在主要是 拾荒者在活动 从昨晚到现在 警方已经详细调查过 在拆迁区活动的拾荒者 宋瑞了解到 拾荒者大多没有 这么新的运动鞋 很可能是凶手 为了作案方便 特意准备的运动鞋 不过 鞋印实在算不上 值得兴奋的证据 从鞋印来看 这是一款普通的慢跑鞋 全网数十万的销量 虽然线索很少 而且拆迁区没有监控 但警方的工作不可能停 他们就从这些少得可怜的线索入手 展开了调查 警方排查拆迁区附近的监控 重点排查 穿着运动鞋背包 或拉行李箱的人 凶手很可能把另一位套装塞进了箱包里 同时排查监控里出现的车辆 不能排除凶手开车作案的可能 但拆迁区附近的监控数量实在有限 有多个方向并没有监控 凶手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监控里 所以 警方更是把希望寄托于确定死者身份后 找到跟他有矛盾的人 从而找到凶手的线索 让宋瑞意外的是 警方的认识通告发出已经三天了 都没有人前来认领 因为死者的脸被滑滑 他身上又没有证件 一直无法确定死者身份 而与此同时 警方对拆迁区附近监控的调查 也毫无进展 案子没有进展 网上的留言却满天飞 拆迁区红衣厉鬼杀人的消息 铺天盖地 有人说 女鬼有恐怖的獠牙 才把路过的女孩咬得遍体鳞伤 还有人说 女鬼根本就是吸血鬼 吸完血后 像蝙蝠一样飞走了 这些留言被网友们转发着 越转越离谱 越转越荒诞 足足过了十天 才有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 到警局认识 接待他们的正是蒋依依 因为时间有点久了 冰柜里的尸体上 结了一层白花花的霜 蒋依依便把死者 刚被收进来时的照片给他们看 两人紧张地看着照片 女人只看了一眼 便昏死了过去 男人告诉蒋依依 这是他们的女儿 顾梦秋 顾梦秋的父亲说 她和梦秋妈妈都住在镇上 梦秋在江海市读完了大学 就留在了这座城市 因为孩子工作很忙 他们为了不打扰孩子 平时联系也不多 直到前天联系不上女儿 他们才觉得不对劲 看到了警方发布的消息 他们这才到警局来认人 没想到真的是他们的女儿 确定了死者身份 案子总算有点进展了 蒋依依和梦南 马上去调查顾梦秋的社会关系 顾梦秋在一家培训机构上班 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写宣传文案的 同时做一些客户服务的工作 经常加班到很晚回家 还好 她就住在公司附近 走回去也不到20分钟 而那个拆迁区就在她从公司回家的路上 她也正是加班回家的时候 遇到了厉鬼 顾梦秋毕业不久 还没有男朋友 从事的又是办公室工作 认识的人也不多 顾梦秋的同事都说 她是个开朗活泼的女孩 心胸开阔 平时从没有跟人挤过眼 听蒋依依问起顾梦秋的仇人 大家纷纷摇头 还好 蒋依依并非一无所获 她得到了顾梦秋的手机 真是个粗心的女孩 那天下班时 把手机忘在了单位 蒋依依叹了口气 如果她身上带着手机 没准还能及时报警 蒋依依把顾梦秋的手机 带回警局 请技术组专家 破解了手机的锁评密码 并登录了顾梦秋的微信 这让蒋依依发现了 顾梦秋的另一面 这个平时忙得 没有时间谈恋爱的女孩 每天都会跟一个男孩 亲亲我我 可是一个时常用手机 跟男友聊得火热的女孩 怎么会把手机忘在公司呢 这又让蒋依依想不通 蒋依依翻看顾梦秋的微信 突然在黑名单里 看到了一个名字 厉鬼 厉鬼的头像是一个背景 一个长发飘飘 身穿红裙的女孩 蒋依依心里一惊 这不正是红衣厉鬼吗 厉鬼怎么会在顾梦秋的黑名单里 是被她拉黑了吗 她们之间聊过什么呢 通过技术手段 蒋依依终于看到了 厉鬼跟顾梦秋的聊天记录 与其说是聊天记录 倒不如说是厉鬼单方面的留言 而且这留言就像是 无限重复的魔咒 蒋依依把这些留言发给宋锐看 她怀疑 发这些留言的厉鬼 就是杀人凶手 可宋锐却认为 从凶手的方案手法看 她是一个谨小甚微 几乎不留一丝破绽的人 怎么可能在社交软件上留下这么一个大破绽 正当两人讨论案件时 蒋依依的手机响了 她接起电话后 脸色骤变 怎么了 又有命案了 走 一个半小时后 宋锐 蒋依依和另外一名男警察梦然 驱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市郊一处偏僻的乡岛上 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烟 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 车门大开 车前有一个倒在地上的黄色塑料路障 车边站着一个发胖的中年妇女 戴着头巾 穿着花里胡哨的廉价衣裙 中年妇女一看到警车连忙招手 这就是报警人 警车停稳后 蒋依依和孟南前去给报警人做笔录 宋锐直奔那辆停在路旁的汽车 受害者的尸体横沉在车内 跟顾孟秋一样 她全身屎伤 面目全非 宋锐仔细地查看了受害者身上的伤口 也是鬼指甲造成的 跟顾孟秋案相同 此次死者的脖子上 同样缺失了一大块肉 凶手很谨慎 宋锐没有提取到指纹 及其他有效证据 宋锐微微有点失望 她突然看到了车内悬挂的行车记录仪 她按动了行车记录仪的开关 从尸般状态推算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四点左右 宋锐把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调到了凌晨四点钟 开始仔细观看起来 画面中受害者开着车来到了这条香道上 香道狭窄 不仅路况很差 还没有路灯 受害者把车前灯打开 她开车的速度不算慢 似乎在赶时间 忽然 前方出现了一道强光 受害者发出了一声尖叫 她应该是被强光刺激到了眼睛 小车撞上了一个东西 受害者赶紧接下车 按理设大便 不好 撞到人了 受害者下车查看 她走到车前时 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她的脸 宋锐暂停 看到了一张鹅蛋脸 眉心偏左的地方 有一颗黑质 她穿着一线真丝连衣裙 满脸焦虑 宋锐继续播放着视频 受害者蹲了下去 似乎在跟什么人说话 你怎么样了 喂 醒醒啊 地上应该躺了个人 可是因为角度问题 行车记录仪并不能拍到那人 忽然 一个人影从地上一跃而起 用什么东西 披在了受害者脖子上 受害者甚至来不及 发出一声尖叫声 就轰然倒地 他手中的手机 落在地上 那个人影 有着长长的头发 身穿红色的裙子 如同前不久 石黄南所见到的 红衣厉鬼 行车记录已短暂地 拍到了行凶者的脸 雪白的脸 跟厉鬼一样 红衣厉鬼 红衣厉鬼又出现了 一个哆哆嗦嗦的声音出现了 一只颤抖的手 拉住了宋瑞的胳膊 那是蒋依依 蒋依依做完了笔录 过来看看 没想到 刚好看到了 这诡异的一幕 大概眨眼间 女鬼就蹲了下去 把受害者抱进了车厢里 他关了车灯 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因为角度问题 行车记录仪 没有拍到 女鬼行凶的画面 却清晰地 记录了受害者的惨叫声 这声音在寂静的黑夜里 尤为甚忍 慢慢地 惨叫声越来越微弱 消失了 而那恐怖的利刃 割破皮肤的声音 还在继续 鲜血从受害者身上流下 滴在了车厢内 行车记录仪里 隐约传出来 血液滴落的滴答声 宋瑞来到车的右前方 行车记录仪受害者 被女鬼摁住的地方 他仔细搜索着 在倒地的路障上 找到了一根黑色的头发 头发 死者的头发是短发 还涨黄了 这根黑发 难道是凶手留下的 是的 宋瑞的嘴角微微上跳 凶手没留下任何指纹和其他痕迹 可他却留下了这根长发 也算百密疏了 江依依告诉宋瑞 报案的是附近梨花村的人 他本来想去市里 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走到半路发现了这辆车 车旁边的地上有一个手机 他想见 又怕被车上的人发现 所以往车里看了看 竟然看到了有个女人死在了车里 宋瑞推断 路障应该是被凶手故意放置在这里的 受害者推倒路障后 凶手假装受伤倒地 之后受害者下车查看 他在趁机杀人 孟南找到了受害者的驾驶证 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 张小红 35岁 本事人 并已经联系上了他的家属 孟南说 一夜 宋法医 我们应该回去了 等会儿 拖车会来这儿 把这辆小车带走 你们先走吧 我想再勘查一番 等拖车来 好吧 孟南和蒋依依离开了 现场只剩下了宋瑞 他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觉得心里发虚 凶手很自信 连行车记录仪这样的证据 都敢留下来 难道自己真的 能通过一根头发锁定他 不 他得再勘查一番 宋瑞再打开行车记录仪 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 女鬼伤人的过程 连续播放了十来次 他深吸了一口气 坐在驾驶废 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集 那一刻 宋瑞仿佛成了受害者 正开车走在这段偏僻的路上 突然 一道亮光打过来 刚好打在他的眼睛上 一下子 什么都看不清了 车子撞上了什么 宋瑞连忙 把开车门 下车走到了车前 有个人正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宋瑞有点惊慌 俯协身子 推了推那人 地上那人忽然一跃起 将宋瑞扑倒 压在了他的身上 并用右手抵住了他的脖子 宋瑞突然昏死了过去 失去了反抗能力 宋瑞猛地睁开眼睛 自己还在驾驶位上 背上全是汗 衣服都湿透了 他明白了 凶手是先用某个东西 攻击受害者的脖子 让他昏迷 之后 再用类似利爪的武器 疯狂攻击 让受害者遍体鳞伤 最后 他切下受害者脖子处的肉 目的是为了带走 第一次攻击时 留下的痕迹 只可惜 案发事后是夜里 行车记录因因为角度 灯光等关系 并没有拍到凶手所使用的凶器 不仅仅是凶器 凶手的脸虽然也拍到了一瞬间 但也不清晰 监控里 长发掩盖住了凶手的脸 他还化了妆 脸上涂了很厚的白粉 涂了口红 这样厚的妆容 五官早已是真 恐怕他妈都认不出来了 两次凶杀案 凶手的犯案手法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很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宋瑞心想 根据第一个受害者的尸检结果看 死者并没有中毒 也没有吸入迷药 再结合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可以排除凶手往受害者脖子注射毒物 或者捂受害者口鼻 让其昏迷的可能性 那到底是什么呢 宋瑞的脑子里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 对了 是电击枪 他兴奋地攥紧了拳头 只有电击枪 才会轻易地放倒一个人 电击后 被电击部位的肌肉会收紧 所以凶手他会割掉那个地方的肉 并带走 第二个受害者张小红的老公 赶到了警局 据他交代 张小红是个女强人 为了谈生意 总天南地北地跑 他这个男人 反而安心待在家里 当起了家庭富难 照顾起了一双子女 案发前一天 张小红正在外地谈生意 本师的一个生意伙伴 有一个紧急的生意 要他赶紧回来详谈 张小红只能趁着半夜 匆匆开车赶回本地 为了赶时间 他抄近路 谁料 却在人际罕至的香道上 被人暗害 都怪我 都怪我 我该去接他的 他却说让我留在家里 照看子女 张小红的老公 哭得歇斯底里 蒋依依问 你先冷静一下 你老婆生前 会有什么仇家 做生意的 总有几个仇人 我老婆生意做得到 肯定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 可是 那也不至于通了杀性啊 第二天 蒋依依坐在办公室里 对比着两位受害者 生前的照片 他们有共同的外观特征 都是鹅蛋脸 眉心有颗质 这两位受害者生前 并未有任何交集 这一桩连环杀人案 却把二人串在了一起 孟南说 很明显 凶手并不是跟受害者有仇 他只是根据鹅蛋脸 美心有志这个特征 来选择受害者 而且 这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名受害者 蒋依依点点头 极有可能 凶手两次作案 选取的受害者 有同样的外貌特征 且两次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 凶手应该是一个偏执狂 不被逮到的话 他不会停止犯案的 孟南提出了一个假设 这个人是不是被鹅蛋脸 美心有志的女人伤害过呀 所以 他才会对这样的女人怀恨在心 也许吧 想起两名受害者死时的惨状 蒋依依不寒而离 砰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一脸阴沉的宋瑞走了进来 蒋依依看宋瑞情绪不对 宋法医 你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宋瑞把手机给蒋依依和孟南看 这事怎么捅到网上 蒋依依和孟南一惊 他们赫然看到 女鬼复仇记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这是一篇帖子 帖子的名字是 女鬼复仇记 红衣厉鬼的前世今生 帖子里 作者用一本正经 煞有其事的口吻 说自己是个民间侦探 根据多方调查 推理出了女鬼的身份 她名叫张丽 是本事人 大半年前 也就是去年冬天 张丽的老公出轨 另结新欢 死活要跟张丽离婚 张丽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穿着一身红裙 跳桥自杀 而当时 张丽老公的出轨对象 就是一个鹅蛋脸 没心有志的女人 张丽死后化为厉鬼 专杀跟小三长得相似的女人 孟南火冒三丈 这谁发布的 妖言护重 我这就把她抓起来 别急 先把帖子看完 蒋依依已经完全被帖子吸引了 滑拉着屏幕 帖子很快看完了 在帖子的最后 作者还附上了一个网址链接 说是张丽生琴 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 蒋依依点开了那个链接 那也是一篇帖子 杨凯 赵玲 你们这对狗男女 还我女儿 这篇帖子 是大半年前发布的 帖子的作者 称自己是张丽的妈妈 张丽的男人 杨凯 出轨小三赵玲 导致自己的女儿 跳桥自杀 她扬言 不仅要曝光杨凯和赵玲 这对狗男女 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篇帖子不长 通篇都充满了绝望和愤恨 而在帖子末尾 张丽的妈妈 贴出了女儿张丽跳桥前 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 蒋依依点开了那个链接 那是张丽跳桥前 留下的最后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张丽的自拍 初冬的清晨 天色还未大亮 桥上几乎没有行人 只有几辆车匆匆而去 张丽穿着一件 特别单薄的红裙子 长发在寒风中飘摇 她的脸很憔悴 眼皮浮肿 眼白中有很多红血丝 她对着镜头 一张开嘴 白色的雾气弥漫开来 因为冷 她的声音嘟嘟缩缩 杨开 张丽 你们这些狗男女 减速阴防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少铃 这个前人睡 万人气的消散 你不得好死 杨开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一举二板 我没有嫌弃你 我们的婚礼 没有华丽的婚纱 只有已经离家的红裙子 现在 你有几个出现了 你只要跟我离婚 杨开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妈妈 对不起 你还如果把我拥有大 我先要先走了 对不起 妈妈 说完 张丽举起另一只手 那只手里握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对亲密无见的男女 男人三十多岁的模样 长得高高帅帅的 穿着精致的西装 女人很年轻 大概才二十出头 穿着一身吊带裙 身材火辣 她有一张美丽的鹅蛋脸 眉心还有一颗细小的黑纸 这黑纸 给她增添了不少风情 老男女 张丽收紧双手 把那张照片给揉变形了 照片上的人也跟着扭曲起来 看来 这照片上的人就是杨凯和赵玲 照片被撕碎了 张丽把照片丢在地上 她那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我要变成厉鬼 把你们都撕碎 紧接着 手机屏幕一晃 对准了蓝天 看来 是张丽把手机放到了地上 大概半分钟后 只听哗一声响 有人冲了过来 大喊道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有人跳河了 视频到这里 戛然而止 看了这段视频 蒋依依心里一正 她想到了这两起厉鬼杀人案的现场 受害者都是圆润的鹅蛋脸 眉心还有一颗细小的黑质 而且每个人都被厉鬼 用不明的凶器撕扯的面目全非 她下意识地说道 难道 真的是张丽变成了厉鬼出来作案 现在 看似有嫌疑的人又多了一个 一个是顾梦秋的微信里恐吓她的厉鬼 另一个就是张丽的母亲 这个痛失爱女的母亲不是嚷嚷着 要给女儿报仇吗 可仔细一想 这两个人应该都不是凶手 顾梦秋微信上的那个厉鬼 要对付的只是顾梦秋 她干嘛要杀张小红 而张丽的母亲应该是对赵灵下手 干嘛要伤及无辜 也许 他们是因为受到太大刺激 变成了变态杀人魔呢 孟南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调查一下这两个人 嗯 我赞同师兄说的 孟南得到了蒋依依的支持 似乎受到了鼓舞 立即起身 依依走 我们去调查 孟南和蒋依依忙活了一天 顾梦秋微信上的厉鬼 依然没有找到 不过找到了张丽母亲的联系方式 正准备联系张丽母亲时 又出事了 一个自称是小区物业管理员的人报警 说一个业主在地下车库被杀害了 电话里 这名物业管理员 用惊恐到战力的声音说道 监控 我们看了监控 是红衣尼鬼杀人的 是鬼 是尼鬼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集 宋瑞梦南和蒋依依三人随即赶赴现场 东风里小区 这个小区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住的都是富人 宋瑞他们赶到的时候 地下车库已经被物业封闭了起来 车库门口站着一堆看热闹的人 他们应该都是本小区的住户 个个一桌精致 几个保安脸色凝重地守着门口 保安旁边是一个瘦巴巴的年轻人 他一身西装 看到警察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个穿西服的年轻人正是报警的物业管理员 他说下午交班时 发现地下车库的监控画面里 出现了一个女鬼的身影 管理员开始战战兢兢 他 他身后躺了一个心弦灵力的人 我吓坏了 那个女鬼杀了人 跑到一个拐角处不见了 我赶紧叫上保安 赶往车库 可是 人已经死了 是 是女鬼杀人 网上的穿衣 是真的 在物业经理的带领下 宋瑞三人步入了地下车库 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森冷的气息 浓浓的血腥气越来越近 物业经理用一种惊慌的声音说 哎呦 我们封锁了车库 还进行了搜查 这 这女鬼没在车库里边 她凭空消失了呀 天哪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我这个经理的位置 怕是抱不住了呀 终于 宋瑞三人看到了死者 一个成年男性 阳躺在血铺中 他穿着一件 被血染红的白衬衣 和黑色西裤 手腕上戴着一只价值不菲的金表 她的胸部 腹部 有十几道肠而深的伤口 脸上也被划了几道 就像是愤怒的女鬼 用力爪 在她的身上疯狂地抓着 死者的面目扭曲 显然在死前 遭遇了极大的痛苦 蒋一一开始拍照 录像 而宋瑞打开法医箱 拿出一次性的皮手套袋上 蹲在地上 开始做初步的尸检 宋瑞指着死者胸口处的 一个狭长的血窟窿说 致命伤在这里 心脏被力气刺破 失血过多而死 孟南在一旁做着记录 宋瑞查看着伤口 觉得不对劲 这次的伤口是力气刺伤 是刀伤 并不是鬼指甲 难道这起案子的凶手 另有其人 孟南愣了一下说 喂 这个人的脸 我好像在那儿看到过 杨凯 这个男人是杨凯 那个父亲的男人 蒋一一大叫起来 孟南目瞪口呆 难道张力真的化成了厉鬼 死者的脸被划伤 但五官未毁 仍可以让人依稀辨认出 他的面容来 此人正是杨凯 宋瑞摸了摸死者的裤子口袋 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真皮钱包 他打开钱包 里面有身份证 银行卡 还有一张小照片 身份证上赫然写着杨凯二字 而那张照片竟然是一张结婚照 是杨凯和张力两人的 照片上 两人都还很年轻 杨凯穿着简单的白衬衫 而张力 穿着他跳河时的那件红裙子 杨凯还留着张力照片 宋瑞有些吃惊 宋瑞继续在现场看眼 蒋依依和孟楠 走到监控室 看监控视频 杨凯从一辆豪车上走下来 准备乘坐电梯回家 电梯门还未开 一个红衣女鬼 从一旁飘了出来 用银色的利兆 刺中了她的心脏 鲜血飙出 杨凯惨叫一声 倒地不起 身体抽搐 女鬼并没有停手 她把倒地的杨凯 拖到了一个僻静的位置 借着一辆车的掩护 蹲下身子 继续疯狂攻击 因为监控镜头隔得较远 光线也不好 又隔着一辆车 大家看不清 女鬼用的什么武器 也看不清她的动作 不到两分钟 杨凯停止了抽搐 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女鬼飘到了一个拐角处 不见了 物业管理员说 那个拐角是监控盲区 我查过事发后 到地下车库被物业封闭的这段时间里 地下车库所有出入口的监控视频 却没发现女鬼出去 只有一些小区的夜处进出 而女鬼似乎凭空消失了 梦南嘀咕哭道 难道真的是张力画上厉鬼 杀死了父亲汉杨凯 师兄 你怎么也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哪有鬼 你仔细看视频 红衣女鬼有影子的 梦南尴尬 她本是想说个笑话 缓解一下紧张气氛 没想到 笑话实在太冷 这时候 物业经理把一对白发苍苍 满脸泪痕的老夫妻带了过来 这是杨凯的父母 现在跟杨凯一起 住在我们的小区 这两个老人家 才得知了儿子的死穴 两人一张口就哭个不停 蒋依依安慰了半天 好歹让他们稍微平静了一些 杨凯父亲情绪稳定了后 断断续续地说 是阿丽 他来复仇了 以前我们家特别穷 阿丽不嫌弃 跟凯子裸昏 我跟他妈妈都很喜欢阿丽 可凯子呢 有了钱就变了心呢 逼死了阿丽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凯子会遭报应的 这不 报应就来了吗不是 张力化作厉鬼 杀死了凯子 杨凯妈妈声泪俱下 我苦命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出轨 要找赵灵那个贱女人 你就这么死了 我给你爸爸怎么办 蒋依依依问 叔叔阿姨 赵灵呢 张力死后 他和杨凯结婚了吗 杨凯爸爸愤恨不已 那个女人 找了一个更有钱的外国人 就抛弃凯子去国外了 凯子后来后悔了 总对着张力的照片哭 可人死不能复生呀 阿丽啊 爸爸知道你心里恨 可凯子还年轻啊 你就算是做了厉鬼 想索命 也该找我和你妈妈呀 你该放过凯子呀 或者啊 你去找那个赵灵啊 是不是他去了国外 你够不着 两夫妻又抱头痛哭 原来杨凯是后悔了 凡然醒悟了 才把自己和张力的结婚照 随身携带 可怜的杨凯 她被女鬼刺中的一刻 该是多么绝望啊 她大概也以为 是张力化作了厉鬼 会来报复她了 送走了老两口 蒋依依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恨恨地说 这女鬼 这越来越疯狂了 还不到十天 又一次犯案了 并不是 杀死杨凯的凶手 根本就不是那个 之前伪装成女鬼的人 梦难不解 不是吗 可是监控里边 明明就是那个女鬼啊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吧 这次的监控 女鬼的身材 可比上次行车 旧的仪里拍到的 要高大一些 身材比例更像是男人 这很可能是 男扮女装的女鬼 蒋依依一愣 他联盟再次查看监控 惊叹道 真的呀 这次的女鬼 更像是男人 宋瑞点点头说 而且 之前的两庄案子 凶手都是在夜晚 僻静处杀人 这次 杨凯却是在大白天 再有人进出的地下车库 被人杀死 还有啊 之前的两名被害者 是被类似 鬼支架的凶器杀死 而杨凯身上的伤 应该是类似于 水果刀的凶器 蒋依依和孟南 都出神地望着宋瑞 大概没想到 短短时间内 他竟然有这么多发现 宋瑞继续说道 还有 凶手似乎深知 杨凯的作息习惯 赶在他进入电梯前 将他拦下 而且 熟知小区监控探头的位置 他把杨凯拖到了一辆车后 隐藏了起来 就算有业主进出 也不容易发现他和杨凯 我估计 凶手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溜到监控盲区 换了装 大摇大摆地 随着一些出入的业主 在车库被物业部门封闭前 离开了案发现场 凶手大摇大摆地 离开现场 会有这种事 那咱们要不要挨个排查一下 案发之后出入车库的人 孟南说 显然 他也认可宋瑞的推断 宋瑞眉头微皱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会不会是张力的母亲怀恨在心 杀了杨凯 宋瑞摇摇头 他想杀杨凯 为女儿报仇 早下手了 毕竟 张力在大半年前就死了 宋瑞看了看表说 现在我们编分两路 孟南 你在小区内和附近垃圾桶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假发 红裙子 手套 匕首等物品 我猜 凶手换装后 应该会把这些伪装物给处理掉 现在距离案发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你赶紧 别让垃圾被还问部门清理了 就知道是坏人 孟南嘴上不满 却几乎是飞奔着离开 蒋依依说 那我呢 我们去验诗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集 再回警局的路上 网络再一次炸锅了 张力化作女鬼杀死负心害杨凯的消息 已经传播到了网络上 相关话题被疯狂点击并转载 蒋依依 蒋依依翻了翻网友的评论 天哪 竟然有不少人为女鬼张力点赞 杀得好 狗男人就该死 这小三呢 女鬼也该把小三杀死啊 在所有的有关帖子中 最早被炮制出来 并获得了最高点击量的 是一篇名为 冤有头 债有主 红衣厉鬼 杀死了负心汉的帖子 这篇帖子 发布于一个小时前 也就是说 杨凯死后一个小时 尸骨未寒 这篇帖子的作者 就得知了消息 并将其发布到了网上 蒋依依大叫起来 这篇帖子的作者 名叫一根琴弦 就是之前发布 女鬼复仇记那篇帖子的人 宋瑞冷笑道 她呀 看来她也在现场 到了警局门口 宋瑞却停下了 让蒋依依去买东西 她甚至给蒋依依列了一个清单 大桶的醋 油纸 二环路二十八号的川椒饼 要十张 你饿了吗 要吃醋沾饼子 十张 你吃得完吗 你快去买 别忘了告诉做川椒饼的人 饼子是松瑞要的 知道了 半个小时后 蒋依依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来到了法医解剖室 那个饼店的老板好奇怪 听说是你要的饼子 就在原本的馅料里加了料 该不会 是毒药吧 蒋依依调笑了一句 宋瑞把杨凯的尸体搬到了一个大桶里 然后 她拧开一大瓶采买的醋 全倒在装尸体的桶里 然后用一块纱布 蘸取醋叶 给尸体洗了个澡 蒋依依大感惊奇 解剖室 弥漫着浓浓的醋酸味 宋瑞又取了干纱布 把尸体表面擦干净 依依 来 必须把尸体搬到验尸台上 杨凯的尸体被放置在验尸台上了 宋瑞拿出了一张巨大的油纸 覆盖在尸体的胸口位置 再拿出一盏酒精灯 点燃 将酒精灯的火焰靠近了油纸 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看 看完了尸体的正面 宋瑞又取下油纸 将尸体翻面 再覆盖上油纸 用同样的办法用火光砍 但想 他熄灭了酒精灯 取下了油纸 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你这是在干嘛 蒋依依瞪大了眼睛 宋瑞没说话 打开了一个塑料袋 拿出了一张大川胶饼 因为是夏天气温高 饼子还温热着 闻着又香又辣 宋瑞先咬了一口 扎拌了下嘴巴 嗯 不错 是这个味 依依 你要不要吃 蒋依依摇摇头 不要 味道怪怪的 肯定是黑暗料理 宋瑞点燃了酒精灯 他用手捏着饼子 在火苗上烤 只烤得饼子滚烫了 才移开火焰 他把一张白纸 放在了受害者的胸口 再把饼子放在白纸上 用手摁了一下 把饼子拿起来 再放下去 再摁一摁 你在干嘛 蒋依依又看蒙了 宋瑞把已经变得温热的饼子拿起来 又取下了白纸 再拿起一个新的饼子 炙烤到发烫的程度 先在受害者尸体的腹部 贴上白纸 再把饼子放上去 摁一下 如此反复 我知道了 你在验尸 蒋依依恍然大呼 这种方法真特别 我从未见过 找到了 宋瑞忽然开口 他揭开了杨凯脖颈一张 浸润了饼子油纸的纸 尸体清白的脖颈皮肤上 经赫然出现了一个淡淡的掌印 准确地说是半个掌印 就是几根手指留下的痕迹 蒋依依惊叹一声 走过去查看着那几根手指印 哇 这应该是凶手留下来的淤血伤痕 一 二 三 六根手指 凶手是六指 杀死杨凯的凶手并不是女鬼 不过 这个凶手的思维也很缜密 没在杨凯身上留下任何指纹 他应该是戴了手套 在袭击杨凯的时候 抓握过他的脖子 这个饼子 怎么能咽出淤血伤痕来 穿胶饼里加了干的梅花 我祖上是武座 这是我祖上传下的一种咽尸法子 武座 你祖上居然是武座 蒋依依大感讶异 宋瑞从未在局里提及过他的家庭背景 这几天 宋瑞展示出来的记忆让人惊叹 不论是凶器倒魔 还是现在的穿胶梅花饼也时 都是常人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宋瑞不知可否 这时 蒋依依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孟楠打来的 她接通了电话 那边说了几句什么 蒋依依几乎兴奋地跳了起来 宋哥 师兄找到东西了 半个小时后 双方在警察局碰头 孟楠不无得意地 将几个证物袋 放在了蒋依依面前 这是我在小区垃圾箱找到的 一顶长假发 一件劣质的红裙子 一双皮手套 一个黑色塑料袋 孟楠分析道 这是行凶者扔掉的伪装 他恢复了本来面目 顺利逃脱 只不过 凶器并不在这儿 凶手是六指 刚才我们在验尸房验出来的 孟楠洗上眉梢 六指 嗯 这个线索很重要 这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体貌特征 东风里小区是高档小区 闲杂人等可无法介入 宋瑞伸出手 小指在桌上轻轻地 有规律地扣其着 凶手应该是小区的业主 或者租客 正因为如此 他才有条件事先跟踪杨凯 摸清他的作息习惯 死即下手 这么着 凶手的范围 又进一步缩小了 蒋依依灵机一动 哎 我们可以再查查 案发时间段 地下车库 几个出入口的监控视频 他心里对宋瑞更加佩服 果然正如他所料 凶手行凶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 嗯 宋瑞拿起装手套的证物袋 这个手套里应该留凶手的皮肤碎屑 验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 孟南和蒋依依 开始反复查看监控视频 终于 到深夜的时候 他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案发后两分钟 离开地下车库的一个男子 他长得高大 带着棒球冒个太阳镜 手里拿着一个 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 只是视频清晰度有限 并不能看到 此人是不是六指 孟南指着那个黑色塑料袋说 正屋里的黑色塑料袋 我找到的时候 那些手套假发都在里边 两人又调出了当时 小区出入口的监控画面 他们再次 发现了那个棒球帽男人 只是出小区的时候 他的手上 早已空空如也 显然 从案发现场逃离后 他把女鬼套装 扔在了小区垃圾桶 再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孟南和蒋依依 再次来到了东风里小学 找到了物业部门 孟南问物业经理 这个业主你们认识吗 物业经理一张脸十分愁苦 小区里出了命案 人心惶惶 业主们不满 怪他们物业部门监管不当 他的顶头上司也不满 怪女鬼的事传得沸沸扬扬 影响了小区的行情 和公司的形象 虽然他经理的位置 勉强保住了 但却被抠了三个月工资 经理摇摇头 看向了他手下的几个人 不认识 过来过来 都来看看你们认识吧 一个管理员说 这个人 我认识 他是一个租客 上个月刚搬来的 这个月月初 他在我这儿缴纳了物业费 他是六指 所以我对他印象深刻 警察同志 你要找他 难道他 他 六指 蒋依依和孟南都眼睛一亮 他是杀死杨凯的凶手吗 人杀人总比鬼杀人要好吧 我这几天都吓得要死 以为真是鬼呢 孟南说 这世上哪来什么鬼 你们什么都别说 好好配合我们抓捕就是 这个人 今天可有出入小区 我去看看监控 物业经理积极地说 太好了 杀人的人不是鬼 而是人 若他能积极协助警方破案的话 也算戴罪立功了 根据监控 昨晚棒球帽男人回到小区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宋瑞三人分开来 分别把守住了小区的三个出入口 守住带兔 挨到快中午时分 棒球帽男人终于出现了 今天他依然戴着棒球帽 背着个包 大摇大摆地走向了二号门 守在这里的人是孟南 当棒球帽男人通过二号门的时候 孟南一个箭步从门卫室里冲了出去 恶虎不适将嫌疑人扑倒在地 对方猝不及防跌倒在地 手和脚都被摁住了 他表情大变想要挣扎 竟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分毫 而且他一旦尝试着用力 手和脚就酸酸麻麻地疼 内滋味别体都酸爽了 散罪嫌疑人被孟南靠了起来 几个目睹了抓捕现场的物业人员 崇拜不已 臣不愧是刑警啊 这么轻易就抓住了凶手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六集 蒋依依也赶不过来了 棒球帽男人看起来很年轻 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他生得高大 皮肤白皙 浓眉大眼 阴气侧漏 他的左手正是六指 放开我 放开我 警察就可以乱抓人吗 我要告你们 乱抓人 你杀了杨凯 还想下摇法外吗 棒球帽男人愣了下 眼里闪过几抹慌张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 他用更大的声音吼道 杨凯不是被女鬼杀死的吗 全小区人都知道 我只是个租客 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还要狡辩 我们已经找到你丢弃的脏物 手套 假发和裙子 你以为你戴着手套 我们找不到指纹 就拿你没办法了 我们在手套里找到了你的皮肤碎屑 只要对比一下DNA 就可以定你的罪了 棒球帽男人的瞳孔骤然收缩 身子哆嗦了一下 颓然地跌向了头 警察局的审讯室里 蒋依依和孟男在审讯棒球帽男人 犯罪嫌疑人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 铁证如山 容不得他抵赖 最后 他还是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径 他叫孙树培 23岁 因为杨凯害死了他的爱人 所以他要报仇 蒋依依有些震惊 什么 怎么说 如果不是他 张力不会变成女鬼 我的爱人也不会死 孙树培闭上眼 脸上全是怀念和悲伤 我的孟蒙 孟男问 孟蒙 孟蒙秋吗 你是孟蒙秋的爱人 就是那个和他网恋的人 是的 我跟孟蒙网恋两年了 期间也见过祭司面 我深爱着孟蒙 他被女鬼杀害之前 我还跟他说 我下个月就离职 到这个城市来 跟他一起生活 我们计划着明年结婚 你觉得 顾孟蒙秋 是被张力化作的女鬼杀害的 蒋依依觉得好笑又好气 孙树培恶狠狠地说 是的 可是 张力也是个可怜人 一切的罪魁祸首 是杨凯这个复兴汉 我找不到女鬼 可我能找到杨凯 我打听到他住的小区 成了那里的租客 我跟踪他 摸清他的习惯 再买了假发裙子等物 伪装成女鬼 杀了他 你是不是以为 你的作案手法天衣无缝 你把杨凯的死 推到女鬼身上 自己就能效应法外了 我们警方可不相信 这世上有鬼 怎么没有 就是女鬼杀死了孟孟 女鬼还杀死了另外一个女人 可怜我的孟孟 就因为长得像那个小三赵林 被女鬼盯上了 孙树培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所谓的女鬼 其实也是人 我们警方已经掌握一些证据 什么 是人 不是鬼 孙树培震惊了 马上又失魂落魄起来 那我做的岂不是无用功 我还把自己搭进来了 我 我 孙树培悔恨不已 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 蒋一一用复杂的神情打量着孙树培 看得出 孙树培并不是天生的坏人 却被仇恨蒙蔽了理智 铤而走险 伪装成女鬼杀人 顾孙树培 顾梦像生前 曾受到一个网民像厉鬼的人的恐吓和威胁 我们怀疑过 那个人 就是杀害他的凶手 不 不是他 怎么 你知道这个厉鬼 他 他是我前女友 也是我的初恋 可是 他嫌我穷 出轨了一个有家式的富商 后来 我跟孟蒙好上了 他却被富商抛弃了 想转头回来找我 我怎么可能同意吗 他就对孟蒙怀恨在心 认为是孟蒙抢走了我 还在微信上注册了一个小号 恐吓孟蒙 我让孟蒙把他拉到了黑名单 而我 则跟他大吵一架 我警告他 再骚扰孟蒙 我跟他没完 那后来呢 两个月前 他又帮上了一个富商 就没搭理我和孟蒙了 我听说 他跟富商去了广州 他人在外地 怎么伤害杀害孟蒙 孟蒙那么单纯 那么善良的人 为什么 老天要这么残忍地对我 孙树培再次失声痛哭 后来 据孙树培交代 他杀死杨凯的凶器 是一把弹簧刀 并在他所说的下水道里 找到了凶器 孟蒙暗暗吃惊 果真正是宋瑞所料 这次凶手使用的 正是普通的刀具 现在 孙树培伏法 可案子 再次陷入了死胡同 宋瑞之前 在张小红被害的现场 找到的头发 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但只是普通的假发 没有任何追踪价值 而真正害死顾孟蒙秋 张小红两人的厉鬼 还逍遥法外 宋瑞说 我早说过 不可能是微信上的女鬼 杀了顾孟蒙秋 那还有一个有嫌疑的人 张力的母亲 也许她痛失爱女 心里失常 开始憎恨和小三赵林 长得很像的女人 这不可能 张力的母亲 今年至少五六十岁了吧 虽然她有作案的动机 可是 她有作案的条件嘛 从张小红案的 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 凶手伸手不凡 出手快中狠 你觉得 一个老太婆能做到这些 那她可以买凶杀人啊 买凶杀人 哪有这么容易 就算有人会为了潜艇而走险 张力的母亲恰好能联系上她 我坚信 凶手跟两个死者 没有任何仇敌关系 她只是选取了鹅蛋脸 没心有志的女人下手而已 又是直觉吗 直觉 和经验 蒋依依在心中付费 你才多大点 有多少经验呢 孟男没有接话 直接离开了 蒋依依追上了孟男 啊 等等 孟男有些意外 依依 你 你怎么来了 师兄 我跟你一起去查 虽然宋瑞的话 的确有几分道理 可是办案嘛 要事无巨细 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可能性 宋瑞这个人怎么说呢 真的太狂了 对了 你干嘛老帮着她呀 跟她的小跟班一样 她的确有过人之处 孤男寡女的 也不注意一下 你说什么 声音太小了 没 没什么 孟男的脸 忽然微微红了 之前孟男和蒋依依两人 查到了张力母亲的联系方式 可电话打过去 号码已经注销了 他们根据公安系统里的相关信息 找到了张力母亲 所住的小区 却被小区的管理人员告知 三个月前 张母不小心摔了一跤 脚脱了 行动不便 她早年死了老公 去年又死了女儿 一个人孤苦无依 只能进了疗养院 两人又去了疗养院 那里住的 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两人便找到了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 张力的妈妈 工作人员翻找着记录 你们是说王春然阿姨吗 孟男和蒋依依连忙点头 她是三个月前来的 我们这儿住的大多是老人 老人家嘛 很容易摔跤 这儿骨折 那儿断的 怕他们出事 更怕他们出事后无人发觉 我们这儿 几乎到处都是实时监控 看监控的工作人员有十几名 这是无死角 全天候的监控 也许是职业使然 这位工作人员 无缝地切成了广告模式 孟男有些不耐烦地打断她 王阿姨这段时间一直在这儿 嗯 是的 这三个月 她都待在疗养所 哪儿都没去 孟男失落地低下头 又一条线索断了 这一次 又被宋瑞那个家伙 给说中了 蒋依依不死心 追问道 那她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我听说 贵院采取的是收费值 她不是无依无靠吗 哪来的钱缴费 她有一栋房子 政府征求了她的意见后 帮她卖了 再加上相关部门的补贴 也是一大笔钱 自从她女儿死后 她就整天闷闷不乐 精神也大不如情 有时还会出现 类似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的钱呢 一部分交给了我们疗养院 余下的 被政府部门监管着 这下孟南彻底死心了 王春然的钱几乎是透明的 这绝对不可能买凶杀人 孟南冲工作人员点点头 谢谢你 依依我们回去吧 等一下 我可以去看看王春然阿姨吗 可以的 我带你们过去 王春然住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 房间向阳打扫得很干净 夏日阳光正好 她坐在床边呆呆地不发一言 看到她的一瞬间 蒋依依鼻子一酸 她头发花白 脸上沟壑纵横 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老人 可根据公安系统录入的信息 她今年不过六十出头而已 这是个可怜的女人 中年丧夫 晚年丧女 她气不过 也只能把女婿和小三的丑事 发布到网上去 除此之外 她什么都做不了 王阿姨 蒋依依蹲下来 抬头看着王春然 工作人员说 春然阿姨 这是警局的人 来看你了 王春然呆滞的脸上 忽然有了生机 就像是一张木讷的假面具 裂开了一道缝隙 她忽然用力 抓住了蒋依依的手 警察 你们是警察 你们来得好呀 抓杨凯和赵灵 他们是狗男女 联合起来 逼死了我的女儿 老人家老泪总衡 大颗的泪珠 不断从她衰弱 而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 阿姨 阿姨 您冷静一下 不要动气 我们来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 杨凯已经死了 死了 王春然一愣 而后追问道 真的吗 怎么死的 蒋依依想了想 撒了个小谎 她和小三赵灵一起 出了车祸 两人当场死亡 王春然疯狂地大笑起来 报应 这就是报应啊 老天有眼呀 这两个人就该死 我的女儿偿命 为我的女儿偿命了 我曾想过找这对狗男女报仇 可我不敢啊 好在老天开恨了 看着王春然那有些癫狂的样子 蒋依依心里很不是滋味 《质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七集 蒋依依和孟南离开了疗养院 依依 你干嘛骗人呢 这可不像你 王阿姨太可怜了 她现在就是风中残竹 过一天 少一天 我撒谎 是为了让她余下的日子 能过得开心一点 杨凯确实是个渣男 她抛弃了糟糠之息 这才有了一连串的悲剧 被人杀死也许真的是她的报应 不过 我要是张力的话 我才不会投合自杀 我会收集渣男出轨的证据 让他净身出户 我再拿着钱 好好生活 让渣男后悔去 这么可怕 谁敢去你啊 要你管 当地检察院将在数日后 对孙树培提起公诉 然而 女鬼报复杀人的传闻 却在网络上愈演愈烈 警察局发布了辟谣的帖子 也收效甚微 没办法 网络爆炸的时代 像女鬼杀人这种强刺激的信息 远比官方发布的辟谣帖子 来得更为吸引人 连环杀人案迟迟没有进展 队长杨辉愁眉不染 蒋依依和孟楠也急 这一天 三人在研究连魂杀人案的暗宗时 阶线室的一个小女警 跑进了办公室 气喘吁吁地说 蒋姐 我受不了了 这个小女警名叫圆圆 长得朱圆玉润 十足可爱 她是实习生 刚进局里没多久 是个阶线员 怎么了 这几天 每天都有好几个女孩打电话来 说自己是鹅蛋脸 没心有志 说女鬼要杀她们 我跟她们解释 说世界上没有鬼 说得口干舌燥 嗓子都快哑了 她们却不信 哭哭啼啼的 有的女孩子 非让我们警方派出警力保护她们 我说警力不足 她们就对我破口大骂 说要投诉我 蒋姐 我太难了 这些女生咋这么不讲道理呢 圆圆都快哭了 蒋依依拍拍圆圆的肩膀 没事 没事啊 我给你泡点泡大海喝 还有呢 还有更可气的 有一个女孩子 几次三番打电话来哭诉 说女鬼在跟踪她 我好心让王景去保护她了 结果没多久 王景气呼呼的回来了 她告诉我 那个女生是鹅蛋脸不假 没心也有志 可是那颗痣特别特别小 得用放大镜看 哎哟 你说犯罪嫌疑人 怎么会找上她呢 就在刚才 我又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他是个男的 男的怕什么 我们早就屁过窑 杨凯的案子呢 不属于之前的莲花杀人案 而凶手已经被抓获 男人根本就不是 被下手的目标好吗 这个男人并不是为自己寻找庇护 他说他的女儿是鹅蛋脸 没心有志 人在本地 这几天他女儿被女鬼跟踪了 报警警方却不搭理 这个父亲气坏了 狂打我们的电话 他大骂我一同 还威胁说 圆圆看了杨队长一眼 语言又致 杨辉问 说什么 他 他说 他说 要是我们不派人保护他女儿 他就把事情闹大 在网络上揭露我们本地警方 玩忽职守 不把百姓当人看 梦难皱眉 这么大一顶帽子 不是这父亲不是疯了吧 要真那么爱女儿 怎么不全天24小时守着他呢 嗯 不知道 圆圆怂怂间 杨辉说 李依 你去保护一下他的女儿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顺便了解一下这位父亲是什么人 行吧 江依依答应的 有些不情愿 半个小时后 江依依到了一家名为蜜雪微甜的奶茶店 见到了孔雪儿 正是那个所言要曝光警方玩忽职守男人的女儿 大概245岁 长着一张漂亮的鹅蛋脸 眉心偏左的地方有一颗小痣 她是这家奶茶店的服务生 江依依亮凶手也不敢在人来人往的店里下手 跟孔雪儿打了声招呼后 就要了杯奶茶 坐在窗户边 百无聊赖地打发起漫长的下午时光 从蒋依依到奶茶店开始到孔雪儿下班 这之间的七个多小时里 蒋依依看了两部网络小说 一部电影 手机都快没电了 期间 她还打发了三个跟她搭讪的男人 孔雪儿说 抱歉啊 江警官 让你就等了 饿了吧 我请你吃东西吧 你想吃什么 她的脸上带着歉意的笑 语气温和 跟她那个暴脾气的父亲 完全是两个极端 都快九点了 早过了饭点 蒋依依随意指了指接对面 说道 那边有一家小吃店 走吧 哦 对了 你叫我依依就可以了 我是变状出行 你也别叫我什么警官 免得惊到了 可能在跟踪你的人 孔雪儿重重地点头 嗯 真的有人跟踪我 我能感觉到 特别是在我下班的途中 我特别害怕 报警 后来警察说警力不够 我没办法再跟我爸爸抱怨了一下 没想到他竟然打电话骂你们 实在特别抱歉 你爸爸怎么不贴身保护你 他在外地打工 老板不给他放假 我自幼丧母 是爸爸寒险如苦把我带大的 那你家里就没有别的亲人了吗 我 我有一个老公 可我婆婆最近生病了 我老公回老家去照顾婆婆了 十点 蒋依依跟随孔雪儿 到了一个名叫幸福人家的小区 这是一个老小区 急脏乱差语一身 孔雪儿的家在四栋六零二 顶楼 因为是老师住房 没有电梯 他们只能爬楼梯 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 蒋依依差点踩到一滩狗屎 抱歉 我和老公都是外地人 好小区的房子太贵了 只能买下这套老破小的二手房 蒋依依礼貌地回忆微小 表示理解 孔雪儿的家是小两套 老旧 却被她布置得很温馨 晚上 蒋依依睡在客房 第二天 蒋依依又贴身保护了孔雪儿一天 可这一整天都是风平浪静 连朵小浪花都没有 蒋依依有些受不了了 这个孔雪儿应该也是个被害妄想症吧 她躲在卫生间 悄悄给孟楠打电话 一整天 屁事都没有 无聊死了 我可待不下去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没有啊 可她坚持说前两天有人跟踪她 只有人跟踪的话 我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的直觉还敏锐的 行 这样吧 你先回警局 这儿我来跟踪 蒋依依解放了 孔雪儿却有些别扭起来 孟楠再怎么说也是难的 孟楠天身保护她 相当于两人24小时 同吃同住 尽管孟楠把她送回家就会离开 可她还是觉得别扭 晚上快十点了 孔雪儿下班了 孟楠跟在她身后 两人走向附近的公交车站 夜间起了风 孟楠的脚步忽然一致 孔雪儿转身问她 怎么了 怎么不走了 没什么 你先去公交站台等我一下 我去买包烟 哦 好 孟楠去了路边的便利店 买了一包烟 又慢吞吞地走向公交站台 夜深了 站台处几乎没人 孔雪儿蹲在站台下 双手环抱住身子 小脸煞白 看到孟楠 她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 站起身冲到孟楠面前 你可回来了 我刚才你走过 有人跟踪我 我能感觉到 我加快了脚步 她也走快了 我不敢回头看 她的声音发颤 带着哭腔 孟楠看了看周围 这父亲哪有人啊 你别一声一管 她抽出一支烟 叼在嘴里 孔雪儿委屈地说 是真的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拿起手机一看 眉眼间掠过几分喜色 我老公给我打电话了 她赶紧按下了接通键 喂老公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集 不知电话那端的人说了什么 孔雪儿的语气忽然变了 朝电话那边吼道 你说什么 谁跟你那么说的 我可是清清白白的 什么 她疯了吗 人是 反正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需要你的手 你在哪 你现在打电话来质疑我 她满脸上红挂断了电话 孟南问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能让一个棉花团一样的人 炸锚 还不是一个烂邻居 跟我老公高壮 说带一个陌生男人回家 我老公质疑我出轨 打电话骂 什么呀 明明你家门我都没进去 孟南一脸委屈 你老公有毛病吧 对不起啊 孟南拉成了脸 不满地说 不是要我说你啊 你这个老公当的可真称职啊 你有事他不见人影不说 还疑神疑鬼的 这太差劲了 不是 他没那么差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 我不想听你们的破烂家事 我们保护你三天了 也不见什么一样 我呢 还被你老公怀疑 我看你也不需要谁的保护 我们撤了 孟南说完 怂怂肩 冲孔雪儿做了个再见的手势 而后扬长而去 别啊 孟 孟警官 孟雪儿 是夏日 他却觉得身体有些冷 他用发颤的声音唱着歌 用手 取摸包里的钥匙 就在这时 一个黑影 从天而降 走到了他身后 听到脚步声 孟雪儿下意识地转身 而就在这一刹那 黑影闪电般地出手 用一根麻绳 勒住了他的脖子 孟雪儿的瞳孔 骤然收紧 他伸出手 许命地去抓那绳索 身后的黑影 却不断用力 勒紧绳索 烂以生存的空气消失了 孟雪儿的胸腔和喉咙 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他要窒息了 好难受啊 住手 一个女生忽然抱贺道 伴随着一束手电的强光 蒋依依冲上了六楼 他穿着便衣 腰间却别着一把枪 那个黑影忽然死了手 顺着楼梯往天台跑 孟雪儿软软地瘫倒在地 蒋依依赶紧扶住了他 孟雪儿 孟雪儿 他大喊着对方的名字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孟雪儿张着嘴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悠悠地睁开眼 眼泪抑制不住地掉下来 老公 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了 像破铜锣一般 蒋依依说 没事了 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那跟踪你的家伙 插翅也难飞了 孟雪儿微微一点头 眼睛又闭上了 陷入了昏迷之中 已经到后半夜了 喧嚣的城市沉寂了下来 宋瑞 孟楠 蒋依依三人 黑沉着脸 正在幸福人家小区的监控室里 看监控 这里坐着的还有其他几名警员 找了半天 什么都没找到 一个警员打着哈欠 问宋瑞 宋当法医啊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们几个先回去休息吧 我留下再勘验一下 那我也不走 孟楠看了蒋依依一眼 我 我也留下来 其余警员陆续离开 蒋依依问 孟师兄 我跟了孔雪儿一天 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 你是怎么察觉到不对的 嫌疑人很狡猾 非常擅长伪装和隐藏 我有时候隐约感觉到被跟踪 之后呢 就故意放松警惕 让孔雪儿落单 给他出了机会 果然 之后呢 他胆子变大了 跟踪孔雪儿到了公交车站 我又找到个借口 故意扔下孔雪儿 说不保护他了 私底下 然后联络你们 一起在孔雪儿身边 布下天罗地网 等嫌疑人上门 他杀人不成 明明上了天台 可我找遍了天台 也没见到人 或许 他从什么地方爬了下去 溜了 这个小区就两个出入口 我们都有人守着 可是案发之后呢 出入口 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亲属 附近的监控我们也看了 没发现任何线索 哦对了 小区里边 和小区附近的垃圾桶 我也翻遍了 没找到假发 红衣之类的东西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什么 这时 孟楠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接起了电话 孔雪儿已经醒了 身体还好吗 没大碍吧 太好了 孟楠挂断电话 问宋芮 对了 刚才你说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宋芮淡淡一笑说道 我们一起到医院吧 答案就在那里 蒋依依嘟囊道 不够意思啊 宋哥 每次都神神秘秘的 说话只说一半 宋芮他们一行三人 见到孔雪儿的时候 他正抱着一个 风尘仆仆的男人 时声痛哭 宋哥 我小点都不找你了 知道吗 对不起 雪儿 是老公没用 是我 对不起你 我还怀疑你出轨 对不起 他捧着孔雪儿的脸 心疼地 看着他脖子上的勒痕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不跟我解释 我们一直在愣着 我以为你不害我了 而且 警方说要保密 孟 孟警官 他忽然看到了孟男 赶紧擦擦眼泪 这就是孟警官吗 被我误会的 年轻男人 扫红了脸 跟孟男打招呼 孟警官 我叫钱德昌 是雪儿的老公 谢谢你们救了雪儿 孟男打去孟雪儿道 哎呀 原来你真有老公啊 我看你整天一个人 还以为你老公是编出来的呢 孟雪儿有些不好意思 钱德昌呢 惭愧地挠着后脑勺 前段时间 我跟雪儿在冷战 再加上我妈妈她生病了 我就回了老家 可是我还是爱雪儿的 这不 一接到医院的电话就赶回来了 她抱着孟雪儿心有余悸 雪儿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孟雪儿迟疑地问 真的吗 那我说 那如果我还是生不出孩子呢 也没关系 我差一点就失去你了 我也想明白了 没孩子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俩好好的 那婆婆 我妈那边 我去说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爱你 原来 孟雪儿 生育困难呢 也许 这就是这对小夫妻之前冷战 闹分居的原因 嗨 这一次 孟雪儿差点丧命 钱德昌却回心转意了 这谋杀未遂 对孟雪儿而言 竟然是因祸得福 宋瑞说 那个 秦先生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问孟雪儿几个问题 好 好的 钱德昌走出了病房 宋瑞先向孟雪儿 说明了孟楠之前 抛弃她的原因 孟雪儿说 我明白的 如果你们不是假装放弃我 那个凶手也不会马痹大意 嫌漏出来 我肯定是你们救的 我问你 你看到凶手的模样没 我只用眼角的余光 瞄了了她的裙脚 是大红色的 想来 她的装扮应该跟之前的杀人时一样 是红云女鬼装扮 可是她不是女人 她是男的 她假大立即想要累死我的时候 我听到了她的喘气声 分明是男生 你仔细回忆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线索 对了 她是在我逃钥匙的时候出现的 袭击我的 我听到她的脚步声 我刚想转身 她就下手了 我除了看到她的裙脚 我还撇到了她的下巴 很短的时间 她的下巴应该是很白 应该是抹了脂粉 可是我还是瞧见 她的下巴上有伤痕的痕迹 大概 大概支下盖那么大 也是白白的 有些凸起 那是增生性伤疤 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她扭头对孟南和蒋依依说 回幸福人家小区 回那干嘛 抓凶手 抓凶手 孟南一头雾睡 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可能的答案 凶手是本小区的人 或许是业主 或许是租客 男性 下巴上有伤疤 蒋依依眼前一亮 我明白了 我们翻遍了整个小区 都没有找到 伪装成红衣女鬼的衣服和作案工具 这说明 凶手一直在关注着红衣女鬼杀人案件 知道杨凯正是因为丢弃了这红裙子被锁定的 他就暂时没有丢掉作案工具 而我们 已经把小区翻了个遍 依然没有找到这些 这只有一种解释 这个人 本来就住在小区里 逃走后 就回家了 对啊 孟男也反应过来 他激动地说 整个小区我们没找的地方 就只有业主的家了 蒋依依呼得起身 我们马上会幸福人家 让那里的物业人员都动起来 要对每家每户都进行排查 天快亮了 宋瑞 孟男 蒋依依三人 已经整整熬了一个通宵了 在物业人员的带领下 他们封锁了整个小区 并分成三组 对本小区十几个楼洞的住户 进行了地毯式的摸查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投射到大地上时 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人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九集 当孟男和物业人员敲门后 他半天才把门开了一条缝 但孟男眼光很毒 他只看了一眼 就看到屋里的是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 三十来岁 下巴上有指甲盖大小的增生性疤痕 物业人员让他开门 他反而要把门关上 孟男当机立断 直接踹 而男人大叫着要冲出门去 孟男一伸腿 一人便摔了个狗吃屎 之后文讯赶来的宋瑞和蒋依依 还在男人家的衣柜里 搜出了一段麻绳 宋瑞马上掉出孔雪儿的照片 已对他脖子上的伤痕 确定这根麻绳与他脖子的伤痕吻合 而且马上把麻绳放进正物袋 回去检验 宋瑞小心地提取了麻绳上的皮屑残留 做了DNA分析 结果发现 麻绳上的残留皮屑正是孔雪儿的 铁证如山 宋瑞这才松了口气 疲惫地瘫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而蒋依依不顾疲劳 一个人去了医院 在路上买了两个包子 一杯豆浆 算是早餐 这个人你认识吗 蒋依依把嫌疑人的照片 展示给孔雪儿看 他是我们在你家小区里 抓到的犯罪嫌疑人 孔雪儿大吃一惊 王东强 你认识他 他就是王东强 钱德昌惊讶极了 雪儿 竟是他要杀你啊 原来是他 孔雪儿心惊胆战地 看着王东强的照片 眼缺一红 他毁了我一辈子 我都还没找到算账呢 他竟然奋哑我一口 要杀我 这个有意 他是个医生吗 孔雪儿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 我之所以会舍不住小孩 和前半这个用意所赐 我恨死他 我恨死他了 孔雪儿激动起来 身子发颤 脸上的肉都在抖 这是恨一个人到了极点 情绪到了极致的表现 蒋依依说 孔雪儿 你还在养病 别这么激动 钱德昌 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来说 钱德昌一面拍着孔雪儿的背 给他顺气 一面说 我没见过王东强 可他的名字 我可是如雷贯耳 我是雪儿的老公 也是他的第二任男友 在认识我之前 他和他的初恋谈了三年 说到这里 钱德昌看了孔雪儿一眼 后者冲他点点头 他才继续说下去 雪儿欲人不输 他的初恋是个渣男 搞大了他的肚子后 跟他分了手 那个时候 雪儿才21岁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他只能去一家小医院 做流产手术 当时 给他做手术的 便是王东强 那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流产手术本来只是个小手术 可王东强学艺不精 他伤了雪儿的子宫 差点导致穿孔 我差点打出血 这是医疗事故 我能抢救自己 要找到我 给了我几万块 说是要死了 我没同意 一直在跟那家医院申诉 可一直没什么结果 后来 我的身体恢复了 还要工作 也不想跟他们纠缠下去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再后来 我遇到了老公 跟他恋爱 结婚 可婚后两年多 我一直怀不了孕 我知道 这一定是上次流产手术的后遗症 这事 我也是几个月前才知道的 我怪雪儿瞒着我 再加上我妈妈一直在一旁煽风点火 说雪儿是不下蛋的母鸡 我变得不理智 跟雪儿大吵一架 回了老家 这一冷战 就是几个月 我恨死忘冬墙了 我又找到了那家医院 投诉的 是他剥夺了我当妈妈的群力 还差点害得我离婚 我告到医院 他们不管的话 我就去告他们 朝媒体报告 后来 他们迫于压力 赔了我点钱 又把王冬将解雇了 真是大怪人心 他是不是因为丢了工作 对雪儿怀恨在心 所以才对雪儿下手 真是恶人先告状 倒打一趴 他害得我和雪儿只能丁克 我们只是让他丢了工作 算便宜他了 应该是这样吧 只是 他的目标既然是恐雪儿 那之前 他又为何会对其他人下手呢 谁知道呢 蒋依依回到警局时 孟南才刚醒 蒋依依跟他讲了恐雪儿和王冬墙的事 孟南目瞪口呆 这个蒋依依是铁人吗 蒋依依再次展现出了铁人风范 跟孟南一起提审王冬墙 宋瑞也参与了提审 他要从现有证据 确认王冬墙是不是在说谎 王冬墙长得比一般男人高大 却勾搂着尖辈 无精打采的 他今年不过三十出头 长得也算帅气 却精神萎靡 跟老头一样 蒋依依问 你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奇怪 我叫王冬墙 三十四岁 本地的 王冬墙低着头 声音嘀嘀的 带着一种萎靡之感 你为什么要杀害孔雪儿 我杀害孔雪儿 王冬墙先用低沉的声音 重复了一遍 忽而抬起头 略显浑浊的眼珠子 等得老大 人也站起来了 我杀害孔雪儿 我没有啊 你说什么呢 这是哪儿 王冬墙打量着四周 又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手上冰冷的 泛着荧光的手铐 似乎是刚刚从噩梦中惊醒 他用惊慌的语气说 这是景局吗 我怎么被抓起来了 你装什么傻 冲什么了 坐好 王冬墙搭了着脑袋 坐了回去 三年前 你替孔雪儿做了一个 人工流产手术 你学医不经 手术出现了意外 孔雪儿的子宫差点穿空 之后 他一时怀不上孩子 他多次投诉你 导致你丢了工作 所以 你怀恨在心 想要杀了他泄愤 蒋依依越说越生气 你不仅对孔雪儿起了杀心 你还假扮成厉鬼 杀害了另外两名无辜的女子 而他们都跟孔雪儿一样 是鹅蛋脸 美心有志 什么 王冬墙又是一惊 哼 装得可真像 蒋依依把一份DNA鉴定报告甩了出来 我们在你家 发现了你用来勒孔雪儿脖子的麻绳 法医鉴定过麻绳上的脾气 其DNA正是来源于孔雪儿 这可是铁证 你休想狡辩 我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他似乎有些烦躁 皱着眉 双手握紧成全 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着 蒋依依又甩出了几张尸体照片 是之前两位受害者 顾梦秋 张小红两人的尸体照片 照片上的尸体浑身屎伤 血肉模糊 脖子上一大块肉不翼而飞 蒋依依立声道 你用铁指甲杀了这两名女性受害者 并用手术刀割掉了他们脖子上的肉 铁指甲无法干净利落地割掉皮肉 可手术刀能做到 王东强微微张着嘴 拧巴着脸 看着那些猙獰的照片 忽然 他闭上眼痛苦地说 拿开 拿开 我不要看 怎么 你心虚了吗 这些人都是你害死的 王东强把手插在了自己的头发里 不断地摇头 身体颤抖得越发厉害 没什么血色的嘴唇都跟着在哆嗦 他从牙齿里挤出了直离破碎的声音 不 不 王东强 王东强表情扭曲 似乎正在承受什么极端的痛苦 蒋依依正义凛然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王东强 人正物正俱全 我劝你 别再跟我们耍新眼子了 王东强没再开口 他抱着自己的脑袋 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他闭着眼睛 肩背弯曲 整个人有一种往下垮的趋势 像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 蒋依依喝了几口水 借此平复激动和愤恨的心情 而一直没怎么开口的宋锐 则死死地盯着王东强看 梁九 就在蒋依依失去耐心 在此审问的时候 王东强忽然毫无预兆地睁开了眼 他的眼白中有一些血红丝 嘴唇哆嗦着 脸上写满了绝望 是 是我干的 他用一种奇异的 带着惊悚的声音说 人是我杀的 我的目标是孔雪儿 可是 为了掩盖我的真实动机 我先假扮成了女鬼 挑到另外两名鹅蛋脸 美心有志的女人下手 这样 警方就会误以为 这是一心女鬼复仇的案子 不会怀疑到我头上 蒋依依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不容易啊 终于把这个人的嘴给敲开了 宋瑞问 你伤害顾梦秋和张小红 都用的体指甲 为何杀孔雪儿 却用的麻绳 蒋依依愣了下 而后扭过脑袋 看了宋瑞一眼 哎呀 他只顾着高兴 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孔雪儿不一样 她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自然要给她一个不一样的司法 王东强说着 舔了舔嘴唇 这个动作十分邪性 再配合上她毫无血色的脸 直让人不寒而栗 那这一次犯案 你假扮女鬼用的假发 红裙子呢 还有手套 麻绳上并未留下你的指纹或皮屑 你肯定是戴了手套的 这些东西去哪了 他们把王东强家翻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这些东西 王东强不耐烦地说 扔了 扔哪了 忘了 我他妈都承认是我杀的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他暴躁地站起身 表情凶狠 拳头攥在一起 手臂上青筋抱起 蒋依依喝倒 你转什么转啊 怎么 想打人 还是想杀人了 我都说了 我忘了 别问我了 我不知道 烦死了 烦死了 王东强嘶吼着蹲下身子 又把手插入了头发里 他异常烦闷 用拳头捶着脑袋 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蒋依依撇撇嘴 你 够了 宋瑞拉了拉他 他现在不好过 先让他回看守所吧 现在知道害怕和后悔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整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集 王东强被关在了看守所 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几天后 蒋依依整理好了王东强的卷宗 并将相关资料移送至了市检察院 卷宗的副表提示 红衣女鬼连环杀人案始末 按照流程 不久后 市检察院将对王东强这个杀人狂母提起公诉 从检察院回来后 蒋依依心情大好 哼着小曲儿 宋瑞文 你把东西送到检察院去了 是啊 王东强活不了多久了 他作恶多端 法院一定会判他死刑的 这正是大快人心 其实这个案子还有诸多疑点 除了那段麻省外 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王东强最后一次犯案时的作案工具 还有啊 他为什么在最后一次犯案的时候 忽然改变了作案手法和作案习惯 一般情况下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强迫症 他们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按照一定的手法和习惯 像是执行程序一样完成杀人过程 王东强不是说了 孔雪儿不一样 宋瑞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多了 一开始 王东强不是石口否认自己杀人吗 他还异常的烦躁焦虑 后来他沉默了好久 又突然认罪 我咋觉得 他的精神状况有问题 他本来就有问题 正常人哪里会因为丢了工作就杀人呢 还连续杀人 要不是我们暗中保护着孔雪儿 孔雪儿也会成为他的神下冤魂 好了 这个案子让我筋疲力尽 现在终于结案了 我得跟头儿请个假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蒋依依哈欠连天地离开了 宋瑞却坐在办公桌前一脸沉思 他伸出手 食指在桌上不断地有规律地敲击着 不对 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 喂 是我 宋瑞 我需要你帮一个忙 一天后 刑警队队长杨辉黑着脸走进了办公室 宋瑞 蒋依依 孟楠三人刚好都在 怎么回事 他晃了晃自己的手机屏幕 王东强的事怎么被曝光了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声讨他的人 什么 孟楠接过手机 见屏幕上是一个帖子 作者正是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 一根琴弦 标题是 红衣女鬼竟然是报复患者的医生 在帖子里 一根琴弦讲述了王东强和孔雪儿之间的纠葛 还有王东强假扮成女鬼 散下连魂杀人案的事 三个受害者用的是化名 可是凶手王东强的名字 年龄 包括他之前所待的医院等真实信息 却被曝光了 这篇发布于一天前的帖子 又在网络上掀起了血雨行风 不少人评论并转发 杨辉说 王东强的社交账号 电话等信息已经被人绕出来了 属于万界的网民 到他的微博下去留言 咒骂他 虽然王东强是犯罪嫌疑人 他也是有人权的 我们警方必须保护好他的隐私 目前咱们举字里知道 这个案子真相的人不多 那泄露消息的人 一定就在你们这些办案的人员之中 不是我 我是专业警察 我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也没泄密啊 也不能是宋瑞吧 他出了办案的时候 平时跟巨嘴葫芦一样 话出奇的少 这个一根琴弦 到底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之前也是 他似乎总能在第一时间 得到这个连环杀人案的消息 再编转成帖子 发布到网络上去吸人眼球 真不是你们泄露的吗 真的不是 杨队 我可以发誓 也许 是幸福人家小区的人 甚至是孔雪儿 或者 是认识王东强的人 这些可都是知情者 王东强 虽然被收押在看守所 可警方并未剥夺他的基本人权 他每天都能跟家人通话 他的家人 大概已经知晓了 他是杀人恶魔的事 蒋一一心想 王东强的父母该怎么面对一个杀人犯儿子呢 这时候杨辉的手机响了 是看守所的人打来 杨辉接起了电话 那边的人说了几句什么 语气又急又快 近乎尖叫 宋瑞只隐约听到对方说了什么 死 血 杨辉整个人 骤然绷紧 呼吸也有点沉重起来 他挂断电话 语气低哑 而暗沉 王东强自杀了 宋瑞三人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看守所 王东强住的是一个小单间 不算宽敞 他的尸体躺在床上 姿势拧巴 身体蜷缩 手包着脑袋 双腿凳直 鲜血从他心口处的一个血窟窿 一点点往外流 他的衣服 身体和身下的床单 都被鲜血染红了 床边的地上 有一根异端被磨得十足尖锐的筷子 筷子肩上的鲜血已经凝固 变成了铁锈色 墙上有几个歪歪斜斜的血字 别再骂我了 我死了 给他们偿命 王东强的右手食指上也有血迹 应该是他临死前 占取了自己的血 在墙上血旧的 他怎么会自杀 浓重的血腥气息 让蒋依依想吐 他强忍着那股不适 问道 谁在骂他 看守所的一个工作人员 呆呆地望着王东强的尸体 是网络上的人 早晨 他跟他父母通了电话 在电话里 他父母骂他是畜生 说网上的人都在咒骂他 质问他怎么还不去死 之后 王东强一直神情恍惚 情绪低落 还跟我抱怨 说父母也不爱他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藏了一只筷子 把戏头摸肩 杀死了自己 应该是在吃饭的时候 趁我们没注意藏的 宋瑞戴上手套 摸了摸王东强的尸体 因为才断气没多久 尸体还是软的 工作人员别开脸去 不愿意再看王东强 我听到了他的惨叫声 进来看的时候 鲜血从他的心口不断地飙出来 他全身痛得发颤 嘴里不断地惨叫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下了死手 我进来后不到一分钟 他就死了 王东强应该是用筷子 插入自己的心脏 再猛地抽出 他是医生 知道如何利用身边有限的 近乎贫乏的资源 筷子 快速而精准地将自己杀死 三人成虎 他死于山一般沉重的网络舆论 死于父母亲人 对于他的失望和数落 抱怨 孟南难以置信地 看着满床的鲜血 这个装神弄鬼 搅得本是人心惶惶的杀人狂魔 就这么死了 王东强的尸体被送到了停尸房 那里本是安置受害者尸体 或者残骸的地方 而他是其中唯一的凶手 蒋依依闭上眼 看到的全是血 顾孟秋 张小红两人的 还有王东强的 血债血长 王东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最终以近乎残暴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血债血长 他忽然弯下腰 哇的一声呕吐不止 孟南吓了一跳 爷爷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 我没事 人只将死 吉言野善 我只是后悔 我跟王东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对他很凶 还在心里咒骂他 我是个女人 而这次的受害者 却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人 我做不到冷眼旁观 做不到完全公事公办 理性地对待王东强这个杀人凶手 师兄 我不是一个好警察 不 你是 的确不是 宋瑞冷冷地说 他刚才似乎在看手机上的什么东西 线下 他关闭了手机屏幕 盯着蒋一一 重复道 你的确不是一个好警察 我们只审讯了王东强一次 你就草率地给他定罪了 在我还存有疑虑的时候 你就把相关资料递送到了检察院 蒋一一 这一次你太一气用事了 我说宋瑞你什么意思 什么疑虑 人证物证都是缺凿的 王东强自己也承认了 王东强最大恶极 法官不会让他活下去的 我说就难听的话 他就是不自杀 也顶多多活一段时间罢了 一一 你没错 没必要内疚 孟南为蒋一一抱不平 宋瑞的嘴边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 是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案子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难道不是吗 一一 咱别理他 他跟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那你们要不要看看这个 宋瑞打开手机屏幕 调出了一张电子照片 蒋一一擦擦眼泪 从他手里接过手机 那是一张长照片 照片上是一份纸质档的文件 像是一份调查问卷 一周前的今天 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你还记得吗 请选择 记得 不记得 蒋一一读了其中一道题 不知是谁 在试选项后的括号里 打了一个小小的对号 这份调查很长 有上百道题目构成 其中很多题目 看起来莫名其妙 比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花 小学时 你有没有暗恋过班上什么人 这什么东西 宋瑞 你别卖官司了 上次的审讯中 我察觉到 王东强很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 我请我认识的一位心理专家 给他出了这份问卷 让他做 刚才 结果出来了 怎么 他有精神病 所以 就算是杀人 他也不用负责 宋瑞 你难道不知道 一些犯了事的人 为了躲避刑罚 会假装自己是精神病吗 若是假装的 我那位专家朋友 自然也能鉴定出来 你以为 专家是那么好糊弄的 而且 王东强的情况 比普通的精神病更为复杂 我朋友看了我们 审讯王东强的视频 并结合这份调查问卷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是 是什么 蒋依依的心 狂跳不止 不会吧 难道真的被宋瑞 给说中了 这个案子还有一点 而王东强他 很有可能不是 真正的元凶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自己亲口承认的 没有人逼他 王东强得了一种 很罕见的精神疾病 诱导性失忆症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一集 王东强得了一种 很罕见的精神疾病 诱导性失忆症 什么失忆症 面对这个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专业名词 猛男懵了 患有诱导性失忆症的人 长期记忆没问题 可他们的短期记忆 却会出现偏差 他们近期经历过的事情 会很快被遗忘 只剩下一些模糊 零散的记忆碎片 这样的人 一旦被人诱导 被灌入一些 原本不属于他们记忆的 别的诱导信息 他就很可能会把 这些诱导信息 当作自己的记忆 而我早说过 这个案子还有诸多疑点 你的意思是 王东强很可能不是凶手 他只是得了病 再加上被人故意诱导 所以认为 自己是杀人凶手 蒋依依的脸刷的一下 变得雪白 若真是这样 那他岂不是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 那凶手是谁 是诱导王东强的人吗 此外 还有一个疑点 王东强和孔雪儿 住在同一个小区 孟南 底气不足地说 是王东强为了方便下手 故意搬到同个小区区的吧 那先前杨凯那个案子 不也这样吗 可我查过了 王东强从小就住在那个小区 而孔雪儿呢 是两年前 才和他老公买下了 幸福人家的二手房 搬进去的 什么 孟南大害 难道 他们真的 冤枉王东强了 蒋依依更是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 他瞪着眼 两颗大大的眼泪滚落下来 这是宋瑞第一次 见蒋依依流泪 作为一名女警 蒋依依向来有女侠风范 行事风风火火的 大家何曾见过他哭 宋瑞有些不忍心了 他缓和了语气 依依 这些只是一些疑点罢了 或许王东强正是元凶 而他的病也干扰不了他犯案 不 其实 我心里也是有几分疑惑的 我只是 被破了这桩大案的信息给迷惑了 疑惑的念头 就在我脑子里转了个弯 却一闪而过了 我没有去深思 连换杀人案的凶手 行事缜密 心狠手辣 这样的人 就算被我们警方给呆住了 怕也很难敲开他的嘴 可是 王东强却在我们审讯的第一次 就认罪伏法了 也许 他真的是个无辜的人 却被我们认定是凶手 怎么办 怎么办 我错了 我错了呀 事已至此 哭也没用 我们还是尽快查出事情的真相吧 姨姨 别哭了 这事真的不怨你 姜依依哭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平复下来 宋瑞说 这个案子 我们还是得从王东强的病下手 我那个朋友说了 诱导性失忆症 有很强的家族遗传性 这也就是说 患这种病的人 大部分是从小就得病的 还有少部分 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强刺激 或者接触到了有害的物质 大脑神经紊乱 才会患上此病 我想 王东强属于后者 毕竟 他以前可是妇产科医生 那个时候 他肯定还是个正常人 也许是他丢了工作 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才得病了呢 也许吧 不过他还年轻 以后未尝没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也许 这个工作对他而言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 这样 我们缤分两路 你和依依去查查 王东强的详细资料 向他名下有多少资产 家庭背景 朋友圈子等等 越详细越好 而我会给他的尸体 做一个详细的尸检 好 蒋依依面色沉沉地点点头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 此时天尽黄昏 蒋依依和孟南 从王东强生前就职的 那家私人医院走了出来 两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 王东强家境小康 父母是退休干部 他是独生子 名下有几套房子 其中三套位于市中心 是新小区 而幸福小区那套老房子 是他父母买的 他从小就住着 极有感情了 这才放着其他更好的房子不住 他的确是个事业心很重的人 院长是这样评价他的 他几乎可以算是个天才 年纪轻轻就学完了博士学科程 当初我也是花高价钱 聘请他来我们医院的 可是几年前 他在做手术的时候出了意外 我有些怕了 不敢再让他做那些复杂的大型手术 只让他做一些人工流产之类的小手术 这怎料啊 后来又出了孔雪那事 孔雪这人也不厚道 一开始分明收了我们的补偿金 说好不再追究 时隔两三年了又来闹道 逼得我不得不开了东强 可是我了解东强这个人 他虽然骄傲 子孙心强 可是他履历好 经验丰富 就算离开我们医院 以后也有别的出路 他不至于会对孔雪儿怀恨在心 甚至会对和孔雪儿长得很像的人下手 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什么诱导性失忆症啊 不可能的 东强这人不可能和失忆症受伤关系 我说了 他是天才 他几乎是过目不忘的人 我印象很深的 他通常只用扫一眼病历 便能复述的八九不离十 这次的离职 我们双方都很平和 走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 他想休息一段时间 再重新开始 其实之前出了意外 还有孔雪这事 他也挺内疚的 我还想安慰他来着 唉 他父母呀 唉 老一辈的干部 思想正统 守旧 最后面子 我听他说过 他父母从小就对他极为严厉 前几年 他父母逼婚逼得挺厉害的 他这人哪 什么都好 就一点比较苦惯 几乎没见过他喜欢什么女孩子 也没谈过恋爱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单着呢 不仅仅是院长 王东强以前的同事 对他的评价也很不错 这样的王东强 和蒋依依心中的王东强 简直是南辕北辙 他回忆着他和王东强为数不多的几次面对面 被抓时 他的挣扎 审讯时 他奇异的态度和暴躁的无处安放的手 还有最后一次见面 他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血把地面都染红了 难道 他真的是在离职后 才得的诱导性失忆症 可院长说了 他离职时 情绪平和 还说会重新开始 并不是离职导致他生了病 那又会是什么 他对孔雪儿抱有愧疚之情 又怎么会怀恨在心 走上杀人的不归路呢 真凶 真的另有其人 蒋依依的脑袋嗡一声炸开了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了满身嗜血的王东强活了过来 伸着一双鲜血淋淋的手 不断地对他说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我不是凶手 我不是凶手 蒋依依捂住自己的嘴 眼泪又淌了下来 无辜的王东强自杀了 固然逃不开网友的口诛笔伐 还有他父母的严格 可他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帮凶 蒋依依身形一晃 差点站立不稳 依依 孟南赶紧扶住了他 蒋依依能想到的 孟南自然也能想到 我们就算再后悔 也于事无补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真凶 为几位受害者报仇 也能为王东强洗刷冤屈 还他一个清白 好 蒋依依闭上了眼 这时 宋瑞打来了一个电话 王东强的体内残留着一种抗抑郁的药物 而王东强并没有得抑郁症的记录 这种抗抑郁药物会损伤记忆 让正常人精神紊乱 难道是有人暗中给王东强下药 是的 而且下药的时间累计有半年了 正是这些药物日积月累 王东强才会患上诱导性失忆症 之后 应该是真凶给了他诱导信息 让他以为假扮成女鬼杀人的人 正是他自己 而他之所以会自杀 大概也是因为接受不了 自己是个杀人犯的事实吧 你们呢 查到什么没有 我们查到的 跟你这个推论不谋而合 王东强 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他没有理由杀人 那我们就在王东强家集合吧 我们得弄清楚 是谁在给他瞎咬 一个小时后 宋瑞三人在幸福人家小区会合 他们拆开了王东强家门上的封条 进入其中 这里还维持王东强被抓时的模样 因为要搜索作案工具 屋子里的陈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这是一个两室三厅的大房子 布置得十分简单 整洁 电视柜上还摆放着王东强 一家三口的照片 他的父母头发花白了 表情很严肃 而王东强看上去 二者出头 朝气蓬勃 眼里有光 蒋依依还记得王东强被审讯时 那种萎靡不振的模样 难道 那也是药物所知 王东强的父母 在南方一家私人疗养院养老 平时王东强一个人住这里 他的父亲以前是军人 作风铁血 知道他杀人的消息后 他父母竟然不愿意回来见他 而是在电话里对他破口大骂 现在王东强刺杀了 两位老人才知道后悔 可以晚了 他说着 推开了刺卧的门 两位老人大受刺激 病倒了 我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哭得几乎差了气 王东强毕竟是他们的独生子 从小就优秀 白发人送黑发人 怎能不让人悲痛 孟南问 这是王东强的房间吗 宋瑞点点头 这个房间只有黑白灰三色 家具几乎一尘不染 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 只有衣柜门敞开着 数日前 孟南他们正是在这个衣柜里 找到了那段 带有孔雪而皮屑的麻绳 三人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 这次的重点是食物 王东强势医生 不可能自己主动 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宋瑞怀疑是有人悄悄地 从食物里下药 他决定全面排查王东强的食物 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药物 王东强生前是医生 常常加班 他家的厨房只是个摆设而已 几乎不开火 他平时都是吃饭馆 或者点外卖 客厅的垃圾桶里 翻到了一个只吃了一半的 饭菜已经发霉的饭盒 冰箱里只有几瓶水 几桶泡面 还有几个粘掉的苹果 都被孟南翻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装入证物袋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宋瑞和孟南进了次卧 蒋依依正站在王东强的电脑桌前 桌上的台式电脑打开着 屏幕上是一个文档 这是王东强的私密日志 我知道 他一直单身的原因了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十二集 蒋依依说 我知道 她一直单身的原因了 她是妇产科医生 见多了来医院打胎生娃的女性 久而久之 她就对女生失去了兴趣 六年前 她出柜了 交往了一个同性男友 这个男友在外上 她每隔一个月 就飞去外省 跟男友团聚 两人之间的感情很稳定 甚至约定 明年就去国外注册结婚 日志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吗 比如说 关于她之前出的医疗事故 还有孔雪人的事 没有 我草草翻了一下 这个私密日志 主要记录她的感情生活 蒋依依说完 拿起了一边的手机 这是王东强的手机 待机了几天 已经没电了 她找得下 最终在电脑桌的抽屉里 找到了充电器 也许 这个手机里 会有更多有用的讯息 在手机充电的时候 宋芮浏览了一下日志的内容 充了几分钟的电后 手机开机了 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开机 宋芮略意沉吟 输入了一个六位数字 锁屏竟然解开了 梦南大惊 你知道密码 日志里说了 王东强的手机锁屏 银行卡 所有的密码都是她男友的生日 也是一个痴情种子了 几十声嘟嘟声传来 是十几条信息和系统发来的提醒 根据系统显示 8月5号开始 一个158开头的手机号 就不停拨打王东强的电话 这些都被来电提醒记录下来 宋芮点开微信 也是一大堆未读信息 除了几条垃圾信息外 别的信息都是一个 被注名为宝贝的人发来的 点开宝贝的资料 显示她的电话号码 正是158 亲爱的 你怎么不接电话 你在干嘛 你怎么关机了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快联系我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改啊 我求你 快联系我 你出什么事了 要跟我分手吗 你不是说 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吗 你在哪啊 该死是我错了 我太忙了 每次都是你来找我 我竟然不知道你家住在哪 我想去找你 求求你 千万不要有事啊 隔着屏幕 宋瑞仿佛看到了一个 因为爱人失踪 而焦头烂额的男人 专属于宝贝的手机铃声响起 宋瑞接通了电话 亲爱的 你终于开机了 担心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呢 你为什么关机啊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边霹里啪啦说了一大通 喂 你不是我亲爱的 你是谁 王东强 你是不是一行别恋了 有的别的狗男人 蒋依依和孟南乐不可知 宋瑞赶紧打断了对方的话 你好 我是警察 王东强出事了 深夜 本地机场 孟南三人 见到了王东强的猎人 他踩下飞机 风尘仆仆的 眼圈红肿不堪 应该是在飞机上哭过 这是一个英俊而高大的男人 穿着考究 手腕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红丝带 他一见宋瑞 就拉着他哽咽道 不会的 我的宝贝 不会杀人的 不会的 一定是你们逼迫了他 他才会凶分自杀 他那么好 每年都会给孤儿院 养老院捐钱 怎么可能杀人 他大哭起来 三十来岁的人了 哭得跟个孩童一样 蒋依依安抚了一下 对方的情绪 孟南则向他简单讲述了一下 红衣女鬼连环杀人案的经过 以及王东强 认罪伏法一事 王东强被下了药 才会得诱导性失忆症 这位先生 之前他有没有跟你提及过 身体不舒服什么的 我笑饭了呀 一定是凶手 凶手给他下药 让他当替罪羊的 是个该死的狗崽子 我也杀了他 为强子报仇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追查真凶 还王东强一个清白 范先生 我们请你来 就是想多了解王东强被下药一事 只有获取更多的线索 我们才能顺头摸瓜 追查到谁在给他下药 可爱 一个月前 他本来该来看我 他不是被辞退了吗 就有大把的时间了 我让他这次多被我一段时间 可是那天他却告诉我 身体不太舒服 脑袋昏昏的 很疲乏 我以为 是他之前工作时太拼命了 所以一旦闲下来 身体就不适应了 我都没在意 或许 如果当时多提醒他一去 让他去看看医生 检查检查 之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范良的手机忽然响了 是谁打来了电话 他烦躁地掐断了 刚要说话 手机铃声又响了 他皱着眉 接通了电话 我有事 这几天应该都不会在公司了 业务 也要你让王总去办 这几天 天塌下来 都别来找我了 烦死了 他挂断电话 干脆直接关了机 原来 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怪不得忙得要命呢 而王东强生前 总是趁着假期 去外地见范良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虽然不为世俗所允许 可以足够打动人了 这次 他没来看我 我呢 直到一周前才忙完 我给他打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懒懒的 再后来他就不接我电话 甚至关机了 我胡思乱想了起来 我以为他不爱我了 一心别恋了什么 我都现在还无法相信 他怎么会自杀呢 我们说好了 明年去国外注册 结婚的 范良再也说不下去了 捂着脸 痛哭不已 这天晚上 宋瑞几人 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 他们先去了实验室 对昨天在王东强家找到的东西进行化验 矿泉水无异常 几个粘掉的苹果 无异常 外卖 有问题 虽然饭菜已经变质 但宋瑞还是从臭烘烘的饭菜中 检测到了抗抑郁药物的存在 有人在王东强的外卖饭菜里下了药 让他得了诱导性失忆症 之后再刻意诱导他 让他成了无辜的替罪羔羊 三人开始在王东强的手机上搜索外卖平台 范良说 王东强有轻微洁癖 他很少在外面就餐 一般是点外卖 在家里吃 不过 他对饭菜的味道不挑 一般是给啥吃啥 这一点不难看出 王东强家里的厨房几乎弃之不用 但也毫无脏乱的迹象 王东强手机上只有一个外卖平台 他果然是外卖达人 每天至少会点一次外卖 大家重点查看 他这两个月的外卖订单 这两个月 他常点餐的商家倒有不少 什么川菜 香菜 小吃 烧烤 炉煮 本城的餐饮小店几乎被他点了个遍 其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一家深夜烧烤 这也契合了范良所说的 王东强是医生 常常加夜班 久而久之 他便习惯了晚睡 而在睡前他喜欢吃夜宵 大部分时候是烧烤加啤酒 孟男说 不可能是商家给他下毒吧 当然不是 商家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而且如果真是商家下药 那这家店还不被往死里投诉 那么 谁能下药呢 对了 棋手 外卖棋手 从外卖的整个流程来看 除了商家和买家外 他们是唯一能接触到外卖的人 正是 而且 外卖棋手可以自行在平台上选择接单的 他们可以看到买家的具体信息 虽然用户是可以隐私保护 但是平台隐藏的只是用户的电话 至于用户的地址 姓名 都要向棋手公开 他们才能把外卖精准地送到用户手中 所以 棋手可能主动选择接王东强的胆 并在派送过程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药物放在饭里边 那种药物无色无味 这个棋手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从王东强体内的药物残留来看 他至少连续服用该药物半年以上 那时 第一起红衣女鬼杀人案还没出现 宋瑞的语气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真是处心积虑啊 这家伙在犯案前就已经找好了替罪者 找得还刚刚好 他下手的目标是孔雪儿这样的鹅蛋脸 没心有志的女人 而王东强呢 刚好跟孔雪儿有过节 被害者脖子上的一块肉会被割掉 而王东强呢 又是医生 善于用手术刀 袭击孔雪儿的 也是幕后真凶吧 之后 他再嫁祸给王东强 而王东强呢 被药物折磨成了诱导性失忆症 又被刻意诱导 真的认为是自己杀了人 所以认罪 凶手真是一个心狠手辣 无所不用其极的疯子 那我们就从这半年内 接王东强外卖订单的骑手入手吧 重点排查那些多次接单 又是新手骑手的人 他应该是为了陷害王东强 才临时加入外卖骑手这个行业的 这样的排查并不很费功夫 很快 三人便锁定了一个名叫雷宇的骑手 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曾多次给王东强送餐 而且检测出药物的那个饭盒 也是他送来的 吃了内餐晚饭后的第二天 王东强就被孟男给抓了 不过这个雷宇不是新手骑手 五年前他就开始送外卖了 他还是金手骑手 顾客满意率近百分之百 常年维持着零投诉率的傲人记录 蒋依依联系了骑手平台 获得了雷宇的具体位置 他现在就在三环线送餐 宋瑞三人离开了王东强的家 走楼梯到了一楼 王东强住在五洞 距离孔雪而住的三洞不远 中间只隔着一个绿化带 宋瑞往三洞望了一眼 忽然停住了脚步 你在看什么 走 我们过去一下 蒋依依和孟男不明所以 只能跟着宋瑞走 三人走到了三洞前 这里的一楼开了一个小卖部 还有一个东风快递点 几个小区居民正在翻找着自己的快递包裹 宋瑞直接走到一个东风快递员前 晾出了自己的证件 警察 那个快递员吓了一跳 宋瑞说 别怕 我只想让你配合一下我们办案 蒋依依和孟男两人更觉得奇怪了 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警察同志 你说你说 我们一定配合 一定配合 你们这儿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这儿是全天营业的 这就对了 我要查一下 本月四号那天 晚上十点后 从你们这儿寄出去的快递 好的 我马上查 本月四号 晚上 那不是孔雪儿被害的时间段吗 而第二天的上午 大家就逮住了王东强 蒋依依仿佛明白了什么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三集 为什么要查快递啊 我怀疑 袭击孔雪儿的真凶逃走后 把作案用的假发 红裙等东西 以快递的形式寄出去了 这些东西上 很可能沾上了他的DNA 如果把这些丢在王东强家里 嫁祸给他 只怕会弄巧成桌 所以他只能寄回给自己 哦 我明白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那个快递的电话号码 应该就是他本人 果然 在老板的协助下 宋芮他们很快 便锁定了五号凌晨 接近十二点时的一个快递包裹 那个包裹 收件人名叫赵天翰 收件人号码 却跟雷宇的号码一模一样 凌晨十二点 那个时候 距离孔雪儿被害不到十分钟 这个雷雨胆子真大 逃离现场后 就大摇大摆的 把作案工具寄回家中 孟楠和蒋依依吃惊地看着宋芮 没想到 真被他猜中了 凶手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现场 而且只花了几块钱 就让快递小哥 把凶器给送了回来 接下来 三人又调取了小区两个出入口 在五号凌晨的监控 结合外卖平台提供的雷雨的证件照 他们锁定了雷雨 五号凌晨 零点十分 他穿着外败服 戴着印有外卖平台标志的骑行头盔 骑着电单车离开了小区 监控视频中的雷雨 身材高大 偏瘦 连有些不自然的白 像是抹了粉 这些外貌特征和孔雪儿 关于凶手的描述一一吻合 只是监控镜头的位置所限 并不能看到雷雨的下巴 也没法确定 她的下巴是不是有疤 不过 雷雨脸上有没有疤 已经不重要了 她在这个时间点寄出快递 又离开小区 已经有足够的嫌疑了 孟南逮住雷雨的时候 她刚停好摩托车 开了摩托车后座上的保温箱 拿出了一份外卖来 孟南一个剑步冲到了她面前 她先是一愣 而后下意识拔腿就跑 这本身就是心虚的表现 孟南反手 就把她摁倒在地 她手中的外卖掉落在地 饭菜全都散落开来 热气和香气弥漫开来 放开我 放开我 雷雨挣扎起来 她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 身上的肌肉疙瘩 异常醒悟 孟南看着比她瘦 可她被孟南压制着 竟然动弹不得分毫 孟南立声道 别动 警察 听到警察两个字 雷雨竟然哆嗦了一下 已经过了午饭时分 孟南将几个盒饭送入了审讯室 雷雨狼吞虎咽地吃着盒饭 手铐似乎并没有影响她的食欲 蒋依依三口两口拔完了盒饭 板着脸看着雷雨 她的下巴很光滑 没有疤 但这并不能让她排出嫌疑 她既然能化妆成女鬼 当然也可以给自己化条巴 雷雨是犯罪嫌疑人 可警方也不能不给她饭吃 她还是没开口吗 嗯 进来一个多小时了 一声不吭 无论我说什么 她都不出声 孟南看了看手表 宋芮怎么还不回来 真是说曹操 曹操到 宋芮叼着一块葱油饼走了进来 查到什么没 宋芮三口两口解决掉葱油饼 坐在椅子上 直视着雷雨的脸 雷雨也吃完了饭 粗鲁地一擦嘴 把背靠在椅子上 她微微抿着嘴唇 双手还胸 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姿势 她什么都不说 宋芮轻飘飘地说 你跟王东强有过节 所以你怀恨在心 嫁祸于她 雷雨身子一僵 双手放下了 背也挺了起来 你查到了 选替罪羔羊嘛 肯定会选自己的仇家 而且 这个仇家跟自己身形差不多 这简直是老天爷都在帮忙 是吧 雷雨 雷雨咬紧了嘴唇 还是不说话 你不开口 那我帮你说 当初王东强手术失误 让孔雪儿差点子宫穿苦 他自己拿出了近十万块 补偿给孔雪儿 这样的人 几乎不会跟什么人接仇 只除了两次职业生涯中的失误 一次是得罪了孔雪儿 还有一次是更早的时候 他在做一次大手术的时候 出了意外 我们已经询问过 王东强生前就职 那家私立医院的院长 雷雨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努力地 想控制自己的表情 却因为太过用力 嘴角抽搐了一下 勾出了一个 近乎害人的弧度来 那次的大手术 是一个剖腹产手术 手术的主角 是一名出现早产迹象的女性 名叫欧兰 三十五岁 他本身是高龄产妇 有高血压 又是胎盘前置 怀胎不过八个月 就见红了 王东强是他的主治医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给欧兰做了剖宫禅叔叔 谁知出现意外 母子双亡 雷雨瞪大了眼 身子一动不动 他微微昂着脑袋 眼圈通红 忽然 两行热泪 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 一滴又一滴的泪水 汇聚成了明亮而滚烫的线 而欧兰的老公 正是你 雷雨 这件事 医院的所有人都记忆忧心 我去调查的时候 他们甚至不需要查阅 往年的病踪 就回忆起了当年的往事 你欺而不幸去世后 你把王冬强打了一顿 他下巴上的疤就是那样来的 你还曾扬言要杀了王冬强 他和医院赔了你不少钱 王冬强还下跪给你道歉 你才善罢甘休 怎么 收了钱也接受了道歉 现在却又按捺不住了 又对王冬强下手了 为了嫁祸给他 你甚至还不惜伤害别的无辜职 他该死 王冬强该死 我的老婆 孩子 都死在他手上 我是收了他的钱 那又怎样 钱能买回我老婆孩子的命吗 就因为这个冗疫 我家破人亡 我早就想杀死他了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雷宇再次放松身体 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不说是吧 我们如果不掌握足够的证据 会抓你吗 你以为悄悄地在外卖里投放抗疫药物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 你以为把你的女鬼套装通过快递寄出去 就能瞒天过海 宋瑞说着 把一个黑色垃圾袋拍在了桌子上 袋子没有合拢 也约能看到里面的红色和黑色 雷宇 你认得这个吧 雷宇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呼吸明显急促起来 他知道 那红色的裙子 黑色的假发 你 你什么时候进我家了 你也承认这是你的东西了 这就够了 只要对比下DNA就可以定罪了 接下来 你可以一句话也不说了 宋瑞说着 拿出彩样盒 取出一根采集室 私下外包装对雷宇说 张嘴 雷宇本能地把身体往后躲了一下 他突然叫起来 我为什么要一句话不说 我偏要说 王东强 王东强 这五年来 我每一天都在咒骂王东强 我要杀了他 可是 死也太便宜他 我不仅要他死 我还要让他身败名裂 我每一天都在想着怎么复仇 可我不敢直接对他出手 免得把自己也搭进去 蒋依依和孟南对视了一眼 没想到宋瑞这一出现 雷宇似乎生怕自己没有机会说了 竟主动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直到三年前 机会终于来了 他竟然又出了个医疗事故 得罪了孔雪儿那个女人 真是天助我耶 前段时间 王东强离职了 事迹成熟了 我开始频繁地借他的外卖单 定时在他的外卖里下药 损害他的记忆力 他记忆力受损后 经常忘了带钥匙 后来他就配了一把备用钥匙 并藏在了消防柜里 我发现他这个秘密后 就悄悄地配了一把他家的钥匙 雷宇越说越兴奋 那是一种把人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兴奋 果然 王东强最终得了诱导性失忆症 于是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打开门悄悄地进他家里 在他半睡半醒之间 给他灌输一些诱导信息 什么信息 我让他跟我重复 重复什么 我恨孔雪儿 他害我丢了工作 我要杀了他 雷宇似乎又回到了当初 催眠王东强的时候 他面带强烈的恨意和杀气 慢慢地 他的情绪又变成得意 王东强吃了抗抑郁药物后 精神恍惚起来 极容易被诱导 多诱导几次 他就把这些想法当成自己的了 再后来 我先装作红衣女鬼 杀了两个女人 在袭击孔雪儿 就算你们警方不来 我也不打算真的杀死孔雪儿 他跟我老婆有同样的经历 都被王东强那个拥衣害了 我才不会杀他呢 我的目的 本就是假意杀他 再嫁祸给王东强 这一招果然应验了 袭击孔雪儿的时候 我可是算准了时间的 那个时间段 王东强一般刚吃了烟消 下楼散布消食 我丢下孔雪儿 直接用钥匙进了王东强的家 把麻绳丢在他的衣柜里 哈哈哈哈 我离开的时候 他刚好上楼回家 我们俩还擦肩而过来着 疯了 你简直是疯了 你恨王东强 你要杀他可以理解 干嘛伤害其他无辜的人 死 太便宜了 我不仅要他死 还要让他身败名裂 至于那两个女人 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 我只有先弄死他们 搞出女鬼连环杀人案 再袭击孔雪儿 嫁祸给王东强 才不会让人怀疑到我头上 哼 不会让人怀疑到你头上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 雷宇的兴致 并没有被蒋依依打断 他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我成功了 那些诱导信息 成功的植入了 王东强的大脑 他竟然真的以为 自己就是凶手 他还承受不住打击 在看守所自杀 哈哈哈哈 好爽 一想到这一点 我就爽翻天 老婆 孩子 我给你们报仇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四集 宋瑞冷冷地说 你老婆的怀象本就凶险 高磷 高血压 胎盘前置 这样的病症 就算换成别的医生 也很容易出事 你老婆孩子出事 并不是王东强学艺不精 这是命 去他妈的命 他王东强不是号称妇产科身手吗 我老婆进手术室前 护士还跟我说 王东强以前救过 比我老婆情况更严重的孕妇 我也相信他一定能保母子平安 再不计 不要孩子也成 大人不能出事啊 可他呢 他害死了我的孩子 还害死了我的老婆 他算什么身手 狗屁 就算你处心积虑 害死了王东强 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能复活呀 他做手术出了意外 是无心之事 而你 却是故意图谋不轨 你害死了三条人命 你还有一丁点良心吗 雷宇 你做监犯科 害死了三个人 这也是害了你自己 你作恶多端 又被我们救中的狐狸尾巴 你以为你还能活命吗 我会怕死啊 雷宇咧嘴一笑 他的嘴唇干裂 血丝渗了出来 我父母早亡 老婆和孩子就是我的天 我的地 我的一切 我的世界都被王东强给摧毁了 我宁愿和他同归一尽 他死了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们现在就可以杀死我 我无怨无悔 我知道你现在一心求死 你如此处心积虑 不就是想王东强身败名裂吗 现在真相大白了 被人唾骂的人成了你 按照流程 我们接了案之后 要包送给检察院 检察院对你呢 还得提出公诉 一段时间之后 才对你进行开庭省理 这一套程序下来 至少要半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雷宇愣了一下 眼睛暗淡了下来 宋瑞忽然又问 雷宇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选择鹅蛋脸 没心有志的女人 作为下手目标 我要杀人 我想选什么人 就选什么人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雷宇咬了咬嘴唇 血丝又伸了出来 她的眼珠子往左一瞥 声调拔高了几个度 还要我说几遍 红雪儿不就是鹅蛋脸 没心有志吗 我选择这种特征的女人下手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这一点你们警察 不知很清楚吗 还要问我 这些东西得你自己亲口承认 对了 你之前作案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是怎么模仿女鬼杀人的 雷宇呆呆地坐着 没有说话 似乎根本没听到宋瑞的话 不见棺材不掉泪 宋瑞又拿出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正物袋 他从中取出一把电击枪 雷宇竟然笑起来 这都被你找到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你所说跟事实吻合 起案就会快一些 你受煎熬的时间就会短一些 所以 有些话还是要你来说 雷宇颓然 谈坐在椅子里 有气无力地说 我要说的 你大概早已经想到了 根本没什么厉鬼杀人 我先用电击枪 击晕受害者 再用贴纸架杀人 制造出厉鬼爪子 伤人的假象 最后 用刀子割掉 受害者脖子上 被电击出的肉吧 消除电击的痕迹 果然如宋瑞所料 蒋依依和孟南 再次震惊了 虽然他们接受了 宋瑞这个推断 但当他轻而听到 凶手说出来 还是被震撼了 或许 你最大的败笔 就是太自信了 这句话 不仅让雷宇呆住了 也让孟南和蒋依依愣住了 雷宇呆呆地望着宋瑞 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自信自己的犯罪手段很高明 警方不会这么快找到你头上 所以你没有急于处理作案工具 或许 你是担心过早丢弃作案工具 会让你暴露 雷宇咬了咬嘴唇 并没有说话 后来 宋瑞到雷宇的住处 进行了仔细检查 找到了一双运动鞋 这款鞋子 跟顾蒙秋案现场发现的可疑脚印 完全吻合 又比对第二起女鬼杀人案 即张小红案现场找到的那根假发 检测后发现 这根假发 跟在雷宇家里发现的假发 成分高度接近 也就是说 张小红案发现场遗留的假发 正是雷宇的 两起红衣女鬼杀人案 雷宇都在现场留下了证据 这下 她难逃罚网了 蒋依依将审讯雷宇的视频 整理了一下 并在内网做了备份 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笑声说 黄东强 陷害你的真凶已经找到 我们终于还你清白了 而她到宫位上后 看到宋瑞却眉头微皱 一眼不发 用食指在桌上 轻轻地敲击着 一下 两下 三下 宋瑞的这个动作 让她微微不安 同样的动作 宋瑞在之前审讯过 王东强后也做过 而且很快就发现 此次连环杀人案 另有真凶 难道她又发现了什么疑点 这起红衣女鬼杀人案 另有真凶 这怎么可能 这次可是有充足的证据支持 第一起案件中 凶手在拆迁区杀害顾梦秋 在现场留下了脚印 第二起案卷中 凶手在偏僻地成交 杀害张晓洪 在现场留下了假发 这都跟凶手家里 找到的物证吻合 在孔雪儿案件中 更是从监控录像 确认了她的刑具 而且在她家里 找到了她通过快递 寄回去的作案道具 宋瑞还在假发 找到了头皮屑 经对比正是雷宇的 在家雷宇的口供 她承认的杀人细节 都跟现场吻合 这样确凿的证据 难道还有方案的可能 但看宋瑞这个样子 蒋依依还是有点不安 她说 宋哥 你在想什么 宋瑞忽然开口 不一定 什么不一定 雷宇 不一定是真雄 我还有几点疑虑 蒋依依并没有太吃惊 她微微顿了一下说 你这是紧张过头了吧 雷宇作案的证据确凿 而且她讲述的现场细节 都对得上 她不可能不是凶手 宋瑞没有跟蒋依依争辩 起身说道 我得出去一趟 三天后我给你答案 去哪儿 到时你就知道了 这个雷宇不老实哦 嘴里的话真真假假 倒也能唬人 蒋依依明白 比起百分之百的谎言 更能唬人的话 往往是真假参半的话 这种谎言 反而让人防不胜防 无法分辨 孟南刚走出看守所 又折返了回去 看守所的一名员工说 孟静 你早就回来了 她叫蒋依依 跟孟南是大学校友 很熟 你们得仔细盯上雷宇 我都有心里阴影了 就怕她跟王东强一样 横死在这儿 想起王东强此时的惨状 蒋依依也心有余悸 恩孟静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了她 两天后的清晨 宋瑞进了警局 先去食堂 买了一碟灌汤包 一碗粥 他磁溜磁溜的喝完了粥 叼着一个小灌汤包 在公安系统的内网里 搜索了什么 他咧开嘴 无声的笑了 突然 孟南心急火燎的 冲进了办公室 苏瑞 依依出事了 雷宇出事了 什么 蒋依依正喝水呢 闻言悚然一惊 把嘴里的水喷了出来 看守所的人给我打电话 说雷宇晕倒在地 嘴里全是血 完了 蒋依依手中的杯子 落了下去 咕噜咕噜 在地上滚了几圈 他不会也自杀了吧 满嘴血 难道是用什么戳上了喉咙 莫非 跟王东强一样 把筷子磨尖 别胡思乱想 孟南 雷宇先生在哪 被姐姐送我医院了 走 先去医院 雷宇居然住在ICU里 他上处在昏迷之中 全身插满了管子 脸色灰白 奄奄一息 ICU外 蒋依依拉着医生问 他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自杀 什么自杀 这个病人 是胃癌晚期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和肝脏 所以才会吐血 这个消息 让宋瑞三人大惊 胃癌晚期 扩散 吐血 这是不是表示 雷宇本身 救命不久已了 我听说 他是个犯罪嫌疑人 在我们医生眼里 什么人的生命 都是值得被尊重和挽救的 我查过他的资料了 几个月前 他曾经在别的医院 就诊过 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得了胃癌 可他却不治 只开了些止疼药 他这样 无异于是加重病情的恶化 如果从几个月前 开始积极治疗 化疗再切除病灶的话 也许 他还能存活下去 至少 也可以多活几年 他为什么不治 我咋知道 不过 我也接触过不少别的癌症患者 我猜 雷宇不治的原因 很可能是缺钱 的确 癌症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样的大病 足以拖垮一个小坑之家 更不用说 雷宇只是个送外卖的 无父无母 他能有多少钱 怪不得呢 被审讯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早死晚死都得死 或许 他是知道自己要死了 所以 才最终走向辅助这条路 医生 请你全力救治雷雨 这是自然 说起来 你们也算人之一尽了 这样一个犯罪嫌疑人 又没有买保险 他住一天ICU 可是上万的费用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 你们也都给颠覆了 我们还没给他定罪结案 很多事 得等他苏醒后再说 从医院出来后 蒋依依心有余悸地 捂了把脸 我真的怕雷雨 也跟王东强一样 死在宫审前 你们先回警局吧 我要出一趟柴 什么 去哪 干什么 回来再告诉你 宋芮神秘一笑 他看了看手表 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整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致 第十五集 两个小时后 宋芮坐在高速行驶的动车上 在微信上 看着蒋依依刚才发来的消息 上次你说 关于雷宇的招供 你还有几点疑虑 宋芮微微一笑 回复道 不错嘛 这次这么沉得住气 隔了两三天才问我 这几天 我把我们审讯雷宇的视频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 也发现了问题 哦 说来听听 雷宇的招供 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一开始 他说他筹划多年 又想替妻儿报仇 又想把自己摘干净 可后来 他又说 他报了仇 死也无憾了 他到底是想偷生呢 还是想跟王东强 同归于尽呢 几个月前 他知道自己患了胃癌 命不久矣 或许 这件事刺激到了他 让他不怕死了呢 人怎么可能不怕死呢 还有啊 当你问他 为何会选择鹅蛋脸 没心有志的女性 作为下手目标时 一开始 他说他想选什么人 就选什么人 后来 你追问 他才说 孔雪儿是鹅蛋脸 没心有志 而他杀顾孟秋和张小红 是为了混淆视听 可他第一次回答你的时候 语气自然 第二次回答你的时候 眼睛往左撇 这是撒谎的标志 没错 不过 还有两个最大的一点 雷宇是个初中生 没什么文化 干的也是卖力气的活 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能想出如此复杂的杀人手法吗 给王冬墙下抗疫欲类药物 让他患上诱导性失忆症 再对他进行诱导暗示 杀人后嫁祸给他 让他身败名裂 确实 以他的知识储备 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杀人计划的 而且 这也不符合雷宇的性格 我问过他的同事了 他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说他真想报仇 早在五年前 他就该直接杀了王冬墙了事 而不是等五年 以他的性格 五年前不会杀人 五年后更不会去杀人了 呀 真的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而且 说实话 现在的雷宇 其实犯不着 为五年前的事作茧反壳 什么意思啊 这个 回去再告诉你 我要下车了 告诉我呀 还有一个疑点呢 喂 宋芮 太阳很毒 宋芮满头大汗 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 堂屋里 一家三口正在用午饭 一对头发花白的父母 还有一个身怀六甲 染了黄头发的女人 这个女人长得黑黄 看起来有三十好几了 她的肚子高高隆起 看起来至少有八个多月的身孕了 宋芮静止走了进去 老父亲问 哎哟 你是谁啊 警察 宋芮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老父老母懵了 怀孕的女人却豁然起身 又拉着脸坐了回去 老母淒淒哀哀的说 我们 我们鹰子 现在已经不干那事了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不能抓我们鹰子呀 她早改好了 还结了婚 要生孩子了 妈 怀孕的女人喊了一声 你是马鹰吧 雷宇是你老公吧 他怎么了 你是不是已经预感到 他出事了 还是 你什么都知道 鹰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雷子怎么了 妈 没什么事 这位警官 我们 能不能出去说话 农家小院里 有一口井 旁边种了几棵樱桃 马鹰站在樱桃树的树荫下 汗水一滴滴落下 宋瑞给他端了一把椅子 扶他坐下 马鹰扶着肚子问 雷宇 他咋了 他杀人了 你知道他以前是有妻儿的吧 可他妻子生产的时候 除了意外 一失两命 他恨透了给他妻子做破腹伤手术的医生 就对对方下手了 什么 马鹰惊得浑身一颤 宋瑞直直地看着马鹰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有真有假 雷宇的确是出手了 可他的直接出手对象 却不是王东强 而是孔雪儿 他在试探 看马鹰知道多少内情 或许眼前这个身怀六甲的女人 也是同谋 他被我们警方给拘留了 杀人可是重罪 不 雷子是好人 他不会杀人的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马鹰浑身哆嗦 眼泪都流了下来 他脸上的焦急和不敢置信 不像是假的 宋瑞想 或许他是真的不知情 你跟雷宇 我去了他租住的地方 问了周围的邻居 才知道你这个人 审讯的时候 雷宇可一句都没提到你 邻居说 你跟雷宇同居已经快两年了 年初你怀孕了 而大概十天前 你离开了江海市 这是怎么回事 马鹰咬着嘴唇 身体微微发抖 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还是恐惧 宋瑞眉头微皱 你们这是 分手了 不像啊 我看你还是很关心他 我还调查出 你以前是一名姓工作者 跟了雷宇后才不干的 看来你父母也知道你的过去 他们还以为我是来抓你的 不堪的过往被揭开 马鹰痛苦地闭上了眼 是的 我以前 我以前是做过那些事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家里穷 我又没什么文化 还要供弟弟 给他攒钱娶媳妇 三年前我认识了雷宇 她是我的客人之一 我长得丑 收费便宜 一来二往的 我们就混熟了 说到雷宇 马鹰的脸上 竟然浮现出了 少女初恋时的那种羞涩 雷宇并不嫌弃我 我也觉得她是好人 就那么相爱了 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的妻子生小孩时 出了意外 死了 医院赔了钱给她 那笔钱她一直没动 我们确定关系后 她把那笔钱给了我弟弟 让我弟弟在城里买房 娶了媳妇 说到这里 马鹰脸上的羞涩消失了 表情开始僵硬起来 今年我怀孕了 她欣喜若狂 更加卖力地工作 我们还挑了日子 说去领证 可到了那一天 她却不愿意去了 什么好日子 哪一天 六月六号 我怀疑她嫌弃我 可她对我愈发好了 赚的钱一分不胜都给了我 我追问她为什么不领证 她说她客气 怕我跟她之前的妻子一样 有一天 她还让我去堕胎 她怕我生产时也一时两命 因为我也不年轻了 比她还大几岁 她从小穷困 她的前妻也比她大 但我们都不嫌弃她穷啊 这个时候 你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吧 怎么可能去堕胎 是啊 她没什么文化 什么都不懂 而且 我以前当小姐时 流产过好几次 医生说 如果这个孩子也不要 以后 我很可能再也做不了妈妈 马英抚摸着肚子 表情有些憧憬 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宋芮观察着马英 她眼中满满的爱意 说的应该是真话 雷子呢 比以前更卖力地工作了 十天前她说她工作很忙 我眼看着 就要生产了 她没办法时时刻刻照顾我 所以她把我送回了家里 让我父母照顾我 她还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说上面的钱是她攒下来的 给我和孩子 难道 难道 她是要去杀人 所以才送走了我们母子 雷子太傻了 太傻了 为什么非要去报仇呢 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 还是说 我们始终还是比不上她之前的心儿 她之前还跟我说 会忘掉痛苦的过去 跟我好好生活 你别那么激动 对孩子不好 马英又摸了摸肚子 神色黯然地擦了擦眼泪 你知道那张银行卡上有多少钱吗 我没去查过 雷子赚钱不容易 我在家里吃猪又不怎么花钱 等我生产的时候我才会取一点钱 她说了 密码是我的生日 五十万 五十万 什么 我查过了 两个月前 有人秘密给雷雨转了五十万 她重新开了一张银行卡 把这五十万都转到了卡里 那么多钱 不 不可能 是啊 你也知道 按照雷雨的赚钱能力 她怎么也不可能攒下五十万 而她之前唯一的财产 医院赔给她的钱 也被你弟弟给花光了 实话告诉你吧 雷雨被卷入的 是一场连环杀人案 现在 因为这个案子而死的人已经有三名了 她亲口向我们承认 这案子是她干的 马英不敢置信 语气哆嗦 三个人 不 不可能 她是好人 她 她不会的 不会 我也相信 真凶不是她 可她非得把所有罪名 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想着 这来路不明的五十万 或许正是幕后真凶给她的 所以 她才会顶纲 不要了 我不要这五十万了 把这钱还回去 雷子疯了吗 她做骑手赚的钱 也够我们花了呀 她怎么可以为了几十万 就把自己打进去 三条人命了 肯定要爱强子的 因为雷宇快死了 宋瑞的话 对于马英而言 就像是晴天霹雳 一个接一个 在她心里炸开 让她应接不暇 什么 大约四个月前 雷宇因为不舒服 去医院看病 却发现自己得了胃癌 当时已经是中晚期了 她没钱治疗 只开了些止疼药 或许这才是 她不跟你连结婚证 还让你堕胎的原因 她不想连累你 可她同时又舍不得 你和孩子 不然 她大可以跟你吵架 分手 她更加卖力地干活 是为了在死前 多给你们母子留点钱 所以后来 有人用五十万诱惑她 她才会铤而走险 因为她本就快死了 雷宇你好傻 好傻 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她忽然尖叫一声 软软地倒了下去 宋芮吓了一跳 去扶她 却发现她的裙子如湿一片 羊水破了 马英的父母 本来是躲在门边偷听的 见到这场景 哪里还坐得住 赶紧跑了出来 老母亲推了宋芮一把 会警察 会警察 我女儿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们没完 妈 不能怪她 马英死死地抓着宋芮的手 她能告诉我真相 我很感激 孩子 孩子不会有事 已经 已经三十几周了 孩子 已经发育成熟了 我不算 不算糟糕 啊 宋芮本来是计划 第二天就会江海试的 却被绊住了脚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宋芮芮 这才回了江海市 一回来 她就直奔医院 昨天 雷宇的主任医生 打来了电话 说雷宇 已经脱离了危险 被送入了普通病房 雷宇身份特殊 被安置在VIP单人间 并有警察守着 宋芮到的时候 蒋依依和孟南二人都在 雷宇并不需要两名警察看守 现在刚好是两人交接班 宋芮进了病房 依依 孟南 宋芮 蒋依依愣 宋芮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人 现在回来了 却是三个人 她小心翼翼地 扶着一个浑身裹着 严严实实的女人 那女人怀里还有一个墙宝 包着一个红彤彤的 小小的婴儿 女人用虚弱的声音叫了一声 雷子 雷宇目瞪口呆地 看着女人和婴儿 婴子 你 你不是在老家吗 这个孩子 她想起身 却被孟南按住了 别动 你还竖着夜呢 宋芮把马鹰 扶到了陪护床上 马鹰把婴儿 放到雷宇旁边 自己气喘吁吁地 半躺在陪护床上 我生了 是个女儿 雷子 你当爸爸了 雷宇不敢置信 伸出手指 轻轻碰了碰婴儿的脸 婴儿很乖巧 睁着黑漆漆的眼睛 咧开嘴笑了 她的笑容 干净美好 像天使一样 雷宇也傻傻地笑 嘴角都要咧到脑后根去了 孟南惊异地问 这是雷宇的妻儿 蒋依依点点头 昨天宋芮跟她通电话时 已经说明了一切 孟南有些郁闷 所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吗 雷宇 我早就怀疑 这起连环杀人案幕后 还有黑手 你文化程度不高 怎么可能会想到 给人下药 让人生病 再假扮女鬼杀人 嫁祸给他人呢 更别提什么催眠诱导了 这些都是有人教你的吧 或者说 有人给了你五十万 让你成为他的帮凶 给王东强下药 最后还让你顶罪 而他则可以逍遥法外 对吧 宋芮的语气十分肯定 我不懂你在说我什么 宋芮低下了头 他在ICU里待了好几天 瘦得脸颊都凹陷下去了 下药的人是我 诱导王东强的人也是我 所有的人都是我杀的 雷子 你怎么还执迷不服务啊 你不要我和孩子了吗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你得了癌症 要死了 可你也不能为了钱 去当杀人凶手啊 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 看我们的孩子 别人会说 他有一个杀人犯的爹 我以前干那样 受够了别人的白眼 还整天担心被警察抓 担心受怕的 我好不容易才重新做人 难道 你要我们的孩子 别管那样 去让他生活吗 婴儿似乎心有感应 也开始提哭起来 雷雨艰难地抱起了女儿 笨拙地哄着 眼泪也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落到了女儿的脸上 蒋依依递上了一张纸巾 马英 你才生产完 身子虚弱 别哭 老人们说 月子里哭 会落下病症的 雷瑟 说实话 就算你只能过几个月 我也想要我们一家三宫 开开心心 过完这盛夏的日子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跟你去把结婚证补了 我还想跟你 跟女儿 终于全家福 马英气不成声 雷雨一把搂过她 一家三口哭成一团 宋芮做了一个手势 让蒋依依和孟楠跟她一起 暂时离开了病房 雷雨竟然只是个顶纲的 南部后真凶到底是谁啊 你们是不是还忽略了一个人 什么人 宋芮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上 伸着手 食指在椅子扶手上 有规律地轻轻敲击着 姨 你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的两大疑点 我记得 可你当时只说了一点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网络 你们还记得一根琴弦吗 女鬼连环杀人案这个案子 每当有什么进展时 她仿佛总能第一个知道 并在网上发布帖子吸睛 可是雷雨被捕后 这个人却像是销声匿迹般 没有对雷雨的事进行跟踪报道 这个一根琴弦也有问题 她要么是主谋 要么就是帮凶 这个人总能在案子出现 转折的第二天 就上双相关帖子 我们警方的嘴可是很严实的 不会轻易泄露案情 所以 只有案子的参与者和知情者 才能迅速做出反应 唯恐天下不乱地编辑 并发布相关帖子 她就不怕我们查她吗 是的 她知道雷雨只是被人雇佣犯罪 所以案子到了这里 她反而不敢再在网络上 大张气鼓地倒腾了 因为她心虚 她想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 别再节外生枝 而之前 她之所以会发布那些 蛊惑人心的帖子 应该是为了扰乱民众 和我们警方的视线吧 这应该是个极为自负的人 她想操纵舆论 把民众警方 都玩弄于股掌之中 可现在 我们已经顺藤摸瓜 抓到了雷雨 她知道我们警方 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就不敢再在网上冒头了 这反而录了破绽 分析得不赖 好 那我马上联系 一根今天发布帖子那个论坛 获取她信息 行 依依 我们守在这里 等会再进去 半个小时后 宋瑞和蒋依依依 再次进入了病房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雷雨肿着一双眼 将怀中的女儿交给了马英 她的话虽然是像宋瑞说的 但她的眼却扎根在了妻儿身上 舍不得移开一点 依依 医院有母婴休息室的 你先送马英母女去休息一下 马英灭无血色 疲惫不堪 但表情却很坚韧 似乎天塌下来了 也能撑着 这就是女子本弱 唯母则刚 雷雨恋恋不舍地 目送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离去 这才收回了目光 她忽然拔掉了手背上的书页插头 下了床 扑通一声跪在了宋瑞面前 宋警官 我错了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知道我只有几个月后活了 我不想坐牢 剩下的日子 我想陪在妻儿身边 可以吗 我知道我的行为是报凶 报凶要坐多久的老啊 她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 宋瑞在心里叹了口气 她把雷雨拉起来 说道 你得了晚期胃癌 就算有罪 也可以保外就医 放心吧 只要你好好交代 戴罪立功 余下的日子 你们一家仓口 并能团聚 雷雨面上一席 你先休息一下 等会再说 等蒋一回来 我把摄像机架设好 再开录音笔 这可是我们审讯的铁规 省略不得 她按了床头的呼叫器 让护士来 重新给雷雨输上夜 夜深了 宋瑞 蒋一一和孟南三人 却还待在警局 分析着今天获取的 第一手资料 孟南看着笔录说 这个幕后主使 真的是比邱卫护 还要狡猾 雷雨竟然没见过他 两人一直以来 都是用电话 沟通而联系的 要是雷雨 按照真凶的吩咐买的 下药也是他做的 袭袭孔雪儿 把麻绳丢到 王东墙家里边 也是雷雨干的 幕后真凶 直接做的事 只有一桩 潜入王东墙家 催眠他 给他的大脑 置入一档信心 可他的的确确是主谋 雷雨所做的一切 都是他的授意 雷雨在面对 我们第一次审讯时 说的那些话 也是他教的 这个人真是可怕 要不是宋哥厉害 我们肯定会被他骗过去 宋瑞一本正经地说 过奖 这人究竟跟王东墙 有什么深仇大恨呀 害得人家身败名裂 惨死在看守所 而他自己 却能置身事外 一想到王东墙惨死的画面 蒋依依就禁不住 攥起了拳头 王东墙的死 他也有错 这将成为他警察 职业生涯上的污点 一辈子洗刷不去 可惜了 他每次跟雷雨通话 都用到边生气 王东墙死后 他还注销了 那个电话号码 就是不知道技术人员 能不能恢复这些信息 孟南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满脸期待地 接起了电话 但脸上的期待 很快变成了沮丧和失望 挂断了电话 孟南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在论均里边查一根琴弦 一无所获 这个家伙 警提心特别紧 留的信息都是假的 刚才的电话 是论坛技术部门打来的 他们从后台 也没有查到这个人信息 这家伙老奸俱华 称呼极深 当然不会被我们 这么容易抓到 对于这个结果 蒋依依倒没觉得什么奇怪 也没有太失望 宋瑞没有摇头 也没有叹息 而是坐在了电脑前 打开了一根琴弦发帖的论坛 你又不是搞网络的 你只是法医 你看这些有什么用啊 这就是浪费时间 是的 我只是个法医 但是我了解他犯案的痕迹 从案发现场来 推断犯案者的行为 是我最擅长的 但是雷宇的犯罪证据确凿 你所说的这个幕后黑手 很可能没有直接法案 即使这些案子 并不一定是他亲手犯下的 但依然保留着他的痕迹 而且 作为一个擅长在网上 制造话题的人 他一定沉浸于网络 必然会在网上 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 只要有心查找 一定可以找到 可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已经反复查看过 一根琴弦留下的帖子 并没有找到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 有可能是被他隐藏了起来 宋芮开了一下手表说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们先回去吧 你一个外行都不休息 我们当然也不能休息了 蒋依依这句话 把孟南和宋芮都逗乐了 至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至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七集 按宋芮的想法 一根琴弦总是能够帮舆论造起来 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是一个引导网友言论的高手 让网友跟着他的思路走 要想达到这种效果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在留言区悄悄影响网友 一般说来 人类对所有言论 都会本能地抱有怀疑和警惕 但网友的回复 通常会让人信服 因为大家觉得 回复者是自己人 但他们不会想到 这些回复者 很可能就是发帖者本人 只不过是换了个马甲而已 因此大家重点查看着 一根琴弦帖子里的回复 希望从中找到他的马甲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了 大家都在帖子里 埋头找线索 蒋依依打破了沉默 这个人有点可疑 但是个女的 女的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这个暗色的主谋 不可能是女的 等一下 谁说主谋不可能是女人 宋芮起身 走到蒋依依这边 而且 这可是在论坛里 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是男是女 蒋依依点开的是杨凯被杀后 论坛上出现的一篇帖子 冤有头 债有主 红衣立贵杀死了傅心汉 他指着一条回复说 看这个 帖子的内容是 真是大快人心 这种贱男人就应该去死 我害怕立贵 但我不怕张力变得立贵 因为他只杀渣男 这个帖子被赞了9831次 是最热的回帖之一 孟男不解 这帖子有什么特别的 乍看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异常 也没有泄露什么 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秘密 所以才会被我们忽略 但这个帖子 很巧妙地引导了人们的情绪 蒋依依和孟男 都有些惊诧地看着宋芮 他们可没有想到这一层 先看前面这句 真是大快人心 这种贱男人就应该去死 这是给凶手的动机定性 是女鬼报复不忠不义的男友 后面那句话 则是用来消除网友的恐惧 我害怕立贵 但我不怕张力变得立贵 因为他只杀渣男 因为每个人还是会害怕女鬼 大家赞这个帖子 也是给自己心里面增加安全感 所以这个帖子很热 就更容易被大家看到 就在前一幕话中影响了网友的判断 真是一个引导舆论的高手 可惜啊 把财华全用到鞋处了 发帖人的ID名字 是过客 真是个不起眼的名字 他会是幕后真凶的马甲吗 不 这可不是不起眼的名字 这是个热门论坛 几乎大家能想到的名字都被注册了 他能注册成功这个名字 就说明他是一个资深用户 至少是五年前注册的 蒋依依点看用户资料 果然看到注册时间是六年前 这个人在六年前就注册了过客的ID 而一根琴弦是前年才注册的 他在六年前注册了过客 就是在为今天做准备吗 好 我马上和论坛技术部门联系 让他们查一查这个过客 孟南说着拿起了手机 等一下 我再看看 宋瑞拦住了孟南 宋瑞点开了过客的资料 查看着他的浏览记录 发现他每天都在论坛里看帖 社会新闻 悬疑推理 心理学研究 设立的范围很广 宋瑞注意到 这个过客回复了一根琴弦的每一个回帖 而几乎每一个回帖都是热门回帖 网上翻看过客的浏览记录时 他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他在一年前沉浸于诱导性失忆症的板块 没错 就是他了 大家的心狂跳起来 孟南拿起手机 给论坛技术部门打电话 让他们仔细查一下这个过客 不过 技术部门回馈的消息让他们失望 这个过客的注册信息是虚假的 对于这个回馈 宋瑞并没有太失望 反而有一次兴奋 他更加确定 这个过客正是一根琴弦的马甲 而他大概早知道该论坛无法清理浏览记录 所以才用虚假信息注册 技术部门还给他们提供了论坛后台的登录密码 他们可以登录论坛后台 查看过客和一根琴弦删除过的帖子 这个论坛的帖子都会长期保留 用户可以自主删除帖子 但该帖子依然在论坛的数据库里 只是普通用户无法访问 他们查看了论坛的后台 惊讶地发现 一根琴弦居然没有删过帖子 而且发过的帖子偏偏热门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 在论坛发帖也必须要经历默默无闻到爆红的过程 即使是第一次发帖去爆红 那也不能偏偏都爆 而这个一根琴弦就是偏偏爆红 而且都是跟厉鬼杀人案有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个账号几乎就是为了这起案件而准备的 这也说明 这个一根琴弦是个泡论坛的老手 他很了解论坛的规则和网友喜好 所以才能操纵网友舆论 放大自己的声音 跟一根琴弦比起来 这个过客就有点混乱 他在六年前注册后就开始发帖 但这些帖子都被他自己删除了 通过管理员的权限 宋瑞他们看到了这些删帖的内容 在这些帖子里 过客是一位生活精致的女白领 他不时地发布自己的生活照 难道这个过客真的是个女人 一听你说这话 就是不了解女人 他指着一条帖子念叨 好帅 他的眼睛仿佛会说话 好想他深情拥着我的腰 把温暖的舌头放进我嘴里 孟南的脸微微一红 这是 这是男人才会有的想法 男人对女人往往是先有生理冲动 再有情感需求 但女人不是 如果一个女人根本不了解一个男人 还没爱上他 是不会对他有情欲的 宋瑞则仔细查看着过客的帖子 对他而言 对方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通过帖子把它揪出来才重要 宋瑞浏览着过客最近发的帖子 其中一条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拿起手机点外卖 异口同声不送菜 这是清明的时候突然下了大雪 为了骑手的安全 外卖平台停止配送 过客在这个帖子里还附了一张图 那是从窗外看到的雪景 在雪景中能看到醒目的沃尔玛超市 这说明 过客所在的位置能看到沃尔玛 但那家沃尔玛对面的小序淋漓 仅凭这一张照片 很难锁定过客的位置 宋瑞又翻了一条帖子 今天懒的一天 下楼买饭就当运动了 这么算起来也算走了一公里了 楼下新开了家炸了个鸡 就吃顿炸鸡犒劳自己一下吧 下楼买饭走了一公里 等于说那家炸鸡店 离他的住处只有五百米 再结合能看到沃尔玛的角度 基本就锁定了过客所在的小区 月亭小区 蒋依依吐吐舌头 看来不能随便发朋友圈了 如果我的微信里有个宋哥这样的人 那什么隐私都没有了 让大家欣喜的是 过客这个账号最近又开始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 一根琴弦的账号倒没什么动静了 或许对于他来说 女鬼杀人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 他不想再兴起什么风浪 但作为一个经常炮论坛的家伙 他控制不住的想在网上发些什么 于是就用自己的小号发些帖子 过客最近发的一篇生活画的日志是在遛狗 他这么写道 一件大事尘埃落定 正在重启新的人生 今天跟我亲爱的白客一起洗日光玉 接下来是白色小狗在小区西西的照片 照片里没有出现过客本人 但根据照片的场景 让宋芮更加确定 过客就生活在月亭小区 一件大事尘埃落定 大概就是这起女鬼杀人案吧 唉 可怜的白客 大概是天天被主人关在家里 看起来有点呆头呆脑的 孟楠起身 那我现在就去月亭小区抓人 等等 宋芮拉住了孟楠 指着照片里的狗狗说 确实有点呆头呆脑 狗狗精神不太好 动作也不是很协调 但这不是被关久了 而是服用了药物 什么 服用了抗抑郁药物 过客这是拿自己的狗当试验品的 这个过客真是没有人性 孟哥 我们走 把这个混蛋给抓回来吧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嫌疑人具体住几号楼 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 以嫌疑人这种性格 稍有风水草动 它就会销毁证据 到时 这只可怜的狗狗 恐怕连全尸都没有了 宋芮事宜两人坐下 蒋依依焦急地说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个办法 可以不伤害白客 并提取到证据 宋芮说起了自己的计划 月亭小区的物业监控室里 保安正目无转睛地盯着监控屏幕 通过白客锁定了主人过客 当过客出现时 他们马上通知了警方 并把监控视频通过网络分享给了蒋依依 现在蒋依依已经知道了 这个过客正是月亭小区的住户 名叫袁天贤 家住月亭小区三栋2023 未婚35岁 曾经是本市一家小包的记者 现在在做自媒体 当他看到袁天贤出现在监控里时 马上跟孟楠宋芮一起赶赴月亭小区 小包记者 蒋依依在心里冷笑了一下 快不得呢 能写出那么多煽动人心的帖子 宋芮他们并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把车开进了小区另一栋的停车位 继续监视着袁天贤 袁天贤依然在小区篮球场遛狗 他面带微笑的 跟有点呆的白客在玩飞盘 他每次丢出去 白客都接不着 他只好自己把飞盘捡回来 再丢给白客 一次又一次丢得尽 任何人看到这一幕 大概都会觉得 他是个有爱又有耐心的男人吧 白客的体力不行 很快就跑动了 他有气无力地站在主人面前 任凭主人怎么招呼他接飞盘 他都不跑了 袁天贤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只好带着他回去了 白客跟在主人身后 边走边拉下了两坨爸爸 蒋依依马上通知保安 给我把那两坨爸爸保护起来 千万不要让清洁工给处理了 宋瑞连忙下车到现场 把狗狗粪便采集起来 放在物证袋里 宋瑞马上返回检验室 把狗狗粪便送去检测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十八集 孟南和蒋依依 并没有立即抓捕袁天贤 而是继续监视他 孟南说 袁天贤 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 在哪呢 他微微皱着眉 思考起来 对了 王东强的私密之志里 提过这个名字 孟南豁然起身 拿出手机 给范良打电话 孟警官 你们是不是查到了什么了 范良语气激动 王东强含冤自杀 范良到本事后 停下了手头所有工作 他在一家酒店住下 并告诉警方 什么时候 警方抓到真凶 还了王东强清白 他再离开 肉头血了 王东强生前 有没有向你提及过一个 叫做袁天贤的人 我怀疑 这个袁天贤 跟王东强有过节 才主导了红衣女鬼杀人案 并嫁户给王东强 袁天贤 你们查说他有嫌疑吗 这个该死的混账东西 以前就害得 墙子丢了工作 现在居然 一个小时后 孟南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酒店 找到了范良 你看 这是王东强生前写的感情日志 这里 他提及过袁天贤 原话是 孟南指电脑屏幕上的文档 范良看着那几句话 忽然泪流满面 原来 王东强写着 我何德何能 能找到阿良这样的伴侣 跟他比起来 那个可憎的袁天贤 给阿良提携都不配 孟南问 他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应该知道 五年前 强那个人做泡腹产手术 出了意外吧 当然 那个一尸两命的人 是雷宇的妻子 而三年之前 王东强又给孔雪儿做的流传手术 又出了一个纰漏 什么 那个雷宇居然是 我推测 袁天贤是想让王东强身败名裂 才会杀人 并且操纵雷宇 给王东强下药 诱导他 让他揽下 本不属于自己的罪名 而孔雪儿呢 作为曾经跟王东强有过节的人 也被算计其中 我和强子确认关系贤 他才和一个同性交友聚会上认识了云天贤 云天贤对强子一见钟情 可强子不喜欢他 后来我和强子心爱了 云天贤以爱生恨 为些强子跟我分手 不然 就把强子是同性恋的事情发布到网上去 让他的父母看看 强子的父母很传统 孟楠挑了挑眉 这样的事情 他还真没有预料到 他每天都会给强子打电话威胁 强子烦不胜烦 所以 在手术时候出了意外 他恨袁天贤 而袁天贤也知道了 来与老婆一时两面的事情 竟然销声匿迹了 范良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 声音里也充满了愤怒 可是三年前 他又鬼魅一般的出现了 他又开始纠缠强子 他说他还爱着强子 要强子给他机会 那个时候 强子跟我的感情已经很稳固了 他怎么可能答应袁天贤呢 可他整天缠着强子 我看不下去了 花钱找人修理了袁天贤一顿 他在消停 可是 范良哽咽了 无法再说下去了 孟南给范良倒了杯水 范良喝了一口水 稳了稳情绪 这才继续说道 可是 强子一再受到影响 在给空血做流传手术的时候 他手抖了 孟南震惊 原来王东强 职业生涯中的两次事故 其实都是袁天贤造成的 而袁天贤不仅不知悔改 还利用这两次事故中的受害者 巧射诡计 毁了王东强 爱而不得 鼓声恨意 得不到 就要毁掉吗 这样变态的爱 谁都销手不起啊 强子不喜欢袁天贤 他曾经跟我说过 袁天贤虽然一官楚楚 但眼神却很邪美 说话前 总带着几分 唯我独尊的味道 早知道 有朝一日 他有害死的强子 我就该亲手把他给杀了 邪恶 自负 变态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范先生 以报之报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 法律可以制裁他 这是 宋瑞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在白客粪便里 检测出了抗抑郁药物的残留 现在证据确凿 可以对过客实施抓捕了 月亭小区三栋2023门口 一个穿着白衬衣 西装裤 喷了男士香水的男人 从真皮包里逃出钥匙 开了2023的门 进了门 他愣住了 客厅的灯亮着 一个漂亮的短发女人 坐在沙发上 家里乱糟糟的 四处都是被翻动的痕迹 袁天贤 你可算回来了 女人站起身 她的腰间别着枪 行动间 胳膊上的肌肉微微隆起 一看就是个恋家子 袁天贤骂了一声 掉头就跑 才跑了几步 就停了下来 一个高大的男子 站在大门外 一手拿着警察证 一手举了枪 而黑漆漆的枪口 正对转了他 警察 举一手来 不要乱动 不让我开枪了 袁天贤脸上的肌肉 抽出了几下 瞪着眼 同人里 闪着极度不甘心的光 他又看了眼身后的女人 他也举起了枪 这前有狼 后有虎的 饶使他像狐狸一样狡诈 也不得不乖乖举起了双手 束手就擒 孟南和蒋依依 带着袁天贤回到警局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这夜 天上半刻星子也无 只挂着一钩发红的彩月 袁天贤被带到了审讯室 面对蒋依依和孟南的审认 他早从被带上警车时的 无措中恢复了过来 甚至在警察开口前 先发制人 警察就可以随意闯入别人家中 随意抓人吗 他端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握 语气里充满了愤懑 蒋依依有些错愕 他早也预料到 袁天贤是个难缠的狠角色 可他没想到 他竟然恶人先告状 孟南也微微吃惊 他审讯过不少犯罪嫌疑人 可像袁天贤这么镇定的 还真不多见 但他稳了稳情绪 轻轻地扣了一下桌子 你到底是谁 或者 我该怎么称呼你 此言已出 蒋依依和袁天贤都吃了一惊 他们诧异地望着孟南 袁天贤 或者 我该叫你一根琴弦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抓你吧 一根琴弦 就因为我在网上发了几篇帖子 就要抓我 你们警方这么闲的 哼 仅凭一根琴弦是无法找到你的 之所以找到你 是因为你的另一个分身 过客 袁天贤愣住了 他大概没料到 连过客这个身份也被挖出来 你知道吗 论坛上的所有帖子都被保存了 都被保存起来 虽然你删了 用户也无法访问 但依然保存在论坛的数据库里 女白领 我可是把你这六年来的帖子都看了一遍呢 袁天贤的脸微微涨红 仿佛自己的衣服瞬间消失了 完全被人看透了 蒋依依提告了音调 事到如今 你还在装傻冲冷 你才是红衣女鬼连环杀人案的幕后主使 你才是主谋 什么乱七八糟的 袁天贤很快恢复了 他把背靠在了椅子上 红衣女鬼 不是那个什么医生假扮的吗 蒋依依直视着袁天贤的眼睛说 黄东强 你求而不得的人 怎么 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袁天贤的瞳孔 突地收缩了一下 我是追求过他 可那又如何 那都是几年前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早知道他是个杀人狂魔 我才不会喜欢他呢 他的语气里满是嘲弄 孟南冷冷地说 他变成杀人狂魔 不是败你所赐吗 我知道你是狐狸变的 巧花得很 我们怎么盘文 你也不会坦白 所以我也没想和你耍嘴皮子 孟南拿出了一个手机 知道这谁手机吗 袁天贤没有开口 这是雷宇的手机 一直以来 你都是通过电话和信息 跟他联络 知道他如何下药 如何对孔雪儿下手 再嫁祸给王冬青 孟南说话的时候 一直注视着袁天贤 他眼中的嘲弄 早已消失了 目光呆滞 面若死灰 你还让雷宇删除了通讯信息 不过 我们的技术人员 已经复原了部分信息 虽然你把和雷宇联系时的 电话号码都注销了 但是我们联络的通讯公司 查到了那个号码的原始数据 现在可不比以前 一个号码的生肖 注销等办理 可都是需要 本人身份证信息的 雷宇招供的一切 你以为 让雷宇当你的替死鬼 我们就查不到你了 袁天贤还是没说话 冷汗却从他的脑门上渗了出来 蒋依依起身开了门 两个人走了进来 是雷宇和孔雪儿 是你 雷宇又瘦了些 看到袁天贤 他气愤的满脸涨红 你就是给我五十万 要我做事的那个人 孟警官都告诉我了 当初 是你缠着王东强 而威胁他 王东强才会出现失误 害死了我的妻儿 他只是无心 而你 你 你才是罪魁祸首 你还利用我 害死了王东强 你真是阴险 孔雪儿用手指着袁天贤的鼻子骂道 我也是被你害的 三年前 你拆上了王东强 他在给我做流传手术的时候 才会收抖 害得我差点子宫窗口 你还只是雷宇吸气我 你这个混蛋 没有人性的家伙 面对两位受害者的责骂 袁天贤终于绷不住了 他下意识地往后仰 似乎不想看雷宇和孔雪儿 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不认识你们 然后不论雷宇和孔雪儿说什么 他都保持沉默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众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十九集 雷宇和孔雪儿是宋瑞叫来的 袁天贤再怎么狡猾 他也是个人 也有七情六欲 再冷血的杀手 在面对受害者时 心底也会产生 邪威的愧疚之情 虽然袁天贤 拒不承认认识两人 但他脸色的微表情 已经泄露了他心底的波动 蒋依依对雷宇和孔雪儿说 你们俩都别激动 一个是病人 一个是孕妇 都得注意点 孔雪儿怀孕了 孟南看了孔雪儿一眼 孔雪儿满脸飞红 欢喜地摸了摸平坦的腹部 猜怀长大 险霸 我还能有孩子 袁天贤也暗暗吃惊 蒋依依说 你们先走吧 把他叫进来 他 还有人 还有谁 范良走了进来 他在本市待了数日 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瘦了下去 苍白而憔悴 看到袁天贤 他的眼睛明亮的吓人 而后者也豁然起身 身上的肌肉一条条绷紧 力气外露 怎么 你们见过 范良说 没有 可是我找人修理他的时候 让人拍下了他 鼻子脸肿的照片 范良拿出了一张彩色照片 照片上 袁天贤躺在地上 脸上有几处伤 不算重 他睁着眼 表情隐忍而怨愤 你就是范良 袁天贤捏紧了拳头 手铐发出了清脆的金属声 我在王东强的家里 见过你们俩的合照 我真不知道 我哪里比你差 他什么眼光 竟然看上了你 袁天贤 刺压咧嘴 满脸嫉妒和愤慨 好看的五官因此扭曲 变得丑陋 充满了邪气 你果然进过王东强家里 之前我还一直纳闷呢 诱导别人失忆 可是一件极其专业的事 蓝鱼怎么可能完成 原来是你 袁天贤沉默结舌 呆呆地站着 满脸地懊恼 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一巴掌 范良咧开嘴 吃小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墙子为我写下了一份感情日志 在日志里他曾说 你 袁天贤 给我提鞋都不配 闭嘴 闭嘴 你给我闭嘴 袁天贤竟然冲到了范良面前 两只被靠在一起的手 抡成拳头 往他脸上砸 孟南和蒋依依依措手不及 范良怒急 一拳砸在了袁天贤脸上 你这个丧心天良的小伙 你害死我的强子 我又跟你拼命 你有什么好的范良 当老板了不起啊 我就是比你好 你这个变态 得不到就要毁掉 我就是变态 怎么了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 王东强是被你害死的 只要你肯放手 成全我 我就不会对他起杀心 你还派人打我 你打我 那天起 我就发誓 我要拆散你们 我要让你后悔 我还要让你们俩都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哈哈 我做到了 王东强死了 你是不是比死了还难受啊 你这个可怜宠武 变态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得不到他 你也休想 袁天贤和范良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都像是要杀人一般 脸红脖子粗 孟南和蒋依依 费了好大劲 才把如野兽一般撕扯在一起的两人分开 两人被分开后 还骂骂咧咧 孟南大吼一声 够了 范良 我说过 以报之报是不行的 你也想当杀人犯吗 你这样 对得起王东强吗 范良耿着脖子 眼泪就下来了 小子 小子 他捂着脸 痛哭流涕 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模样 袁天贤的脸上满是快意 孟南嫌恶地看着袁天贤 而你 刚才已经坦白了 袁天贤正住了 蒋依依指了指桌边架着的摄行仪 冲他笑道 都被录下来了 袁天贤跳起来 要去抓那个摄行仪 孟南一脚 把他踹分在地 你如今已经是困兽 插齿难逃 你害死了三个无辜的性命 毁了四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你罪大恶极 袁天贤 多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吧 因为 你很快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为什么 我杀人了吗 我动手了吗 审讯室的门开了 宋瑞走了进来 他居高临下地 看着贪坐在地的袁天贤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记者 仅靠自学就能让别人得诱导性失忆症 这个人是何等聪明 没想到 却是个法盟 袁天贤的笑 僵在了脸上 你这是教唆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中 教唆他人实施什么犯罪 就以什么罪名论处 教唆雷雨害死三条无辜性命 就是故意杀人罪 你就等着吃子弹吧 袁天贤耿着脖子说 证据呢 证据呢 你们有证据吗 宋瑞微微一笑 递给了袁天贤一份鉴定报告 这是从你的爱犬白克分辨里 检测到的药物残留 跟王东强体内检测到的药物残留一致 什么 白克分辨 你怎么怎么得到的 还有 你跟雷雨的通话 也被技术部门还原了 虽然你用的变声器 但人的声调和断句习惯 一时是不会改变的 今天你可是说了不少话 只要比对一下 做一份声音鉴定 纵使你拒不承认和雷雨认识 一样可以定你的罪 袁天贤目瞪口呆 颓然地摊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红衣厉鬼杀人案 终于尘埃落定 雷雨和袁天贤被判故意杀人罪 袁天贤还多一条教唆罪 但雷雨注定无法看到正义的子弹 终结掉自己的生命 在行刑之前 并魔会抢先化身为死神 收割掉他的生命 不过 雷雨并不畏惧 而是坦然面对着这一切 他本想退回袁天贤的五十万 但警方说 买凶杀人本身就是犯罪 这钱要没收上缴国库 他就把钱上缴了 雷雨找到了马英 要他改嫁 不要因为他而葬送自己的人生 但马英说 不论以后多艰难 他都会把女儿养大 还会告诉他 爸爸爱他 袁天贤万念俱灰 但自从看守所里多了位朋友后 他再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 那是他的白客 在被他下药变成吃傻后 白客一人把他当成了主人 当成了自己最爱的人 每天 白客都会蹭着他的裤腿 跟他玩 袁天贤望着看守所的窗户 外面是浮动的白云 和自由飞过的小鸟 怅然若时 晚上 宋瑞梦南和蒋依依依 在外面撸烤串庆祝 肉串还在烤的时候 蒋依依突然惊叫起来 原来这个视频也是过客发的 宋瑞和梦南同时看向他的手机 蒋依依的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视频 视频的标题也耸人听闻 经江海市街头飘过红衣女鬼 宋瑞记的那个视频 那还是红衣厉鬼第一次犯案时 蒋依依给他看的视频 那晚 石荒南报案 红衣厉鬼杀害顾梦秋 他们赶到了现场 在勘察现场的间隙 蒋依依给他看了这段 时长不足两分钟的视频 视频里 一个红衣女鬼 正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移动着 她一直背对着镜头 完全看不到她的腿在动 俨然就是在飘 在飞 现在 视频的浏览量 已经达到了三十万 宋瑞拿过蒋依依的手机 反复地看 一个不足两分钟的视频 看了足足十几分钟 还没有放下 不时地暂停 播放 哎 宋瑞 口车上来了 先撸起来 孟南招呼宋瑞 宋瑞却依然盯着手机看 蒋依依开玩笑 宋哥 这么认真 你不会是把这个女鬼 从手机里揪出来吧 这不是女鬼 而是一个人 你看 宋瑞把手机展示给蒋依依看 上面是暂停的视频 然后她把视频往后拖了一点 再给蒋依依看 看出来问题没有 蒋依依咬了一口羊肉说 就是女鬼 飘移到了另外的地方 没啥异常呀 你看路边的这根广告杆 看它的影子 别看影子了 宋哥 喝起来 蒋依依举杯 宋瑞却没有反应 孟南苦笑了一下 依依 你就看一下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的宋大法医 一旦着了魔 是不会吃饭呢 蒋依依放下啤酒杯 影子 影子不太清晰 应该不是路灯照出来的 对 是月光照出来的 你先看看视频开头 再看看视频快结束时 广告杆的影子有什么变化 蒋依依有点疑惑 她接过手机 认真查看起来 惊叫道 影子的角度不一样了 对 从影子的角度变化推算 时间应该过去了半个小时左右 但这个视频呢 只有两分钟 什么 蒋依依大吃一惊 孟南也被震惊了 她放下酒杯 胡乱地擦了擦手 也凑过来看 一段明明是两分钟的视频 路边的影像 却变化了半个小时 结果太明显了 这视频是伪造的 为了拍这段两分钟的视频 这人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因为这是深夜 街道上没一个人 路边的景物几乎都是静态的照片 还没有人意识到 从视频开头到结束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我怀疑拍摄者 很可能就是视频里的女鬼 自拍视频可不是容易的事 女鬼自拍视频 听在网上发布 发布者是过客 很可能就是袁天贤 真要是有女鬼 就不用花半小时 拍条两分钟的视频了 我怀疑 这段视频是用照片合成的 拍下一个人 在路上的不同位置 再用视频软件 把图片处理成视频 就出现了女鬼飘移的视频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上上个月小侄女生日 我就学着给她做电子相册 其中有一个滤镜 就是这样的功能 可以把一张照片 在三秒内 平滑地变成另一张照片 你看 视频里 除了女人位置有所改变 其他景物几乎完全不变 所以 大概也是用到了 类似的技术 蒋依依举起了酒杯 来 为宋法医的小侄女干一杯 来干了 孟南也拿起酒杯起哄 他看了一脸郁闷的宋瑞 宋大法医 你还等什么呢 宋瑞无奈地 举起了酒杯 智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智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智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集 蒋依依本以为 解决了红衣厉鬼杀人的案子 让死者安息 让被冤枉的人沉冤昭雪 自己就能睡个好觉了 然而并没有 这几天 蒋依依每晚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 半夜从噩梦中醒来后 她就再也无法入睡了 噩梦里的镜头 就像是强制循环播放的电影 在她脑海里一遍遍地播放着 怎么也关不掉 噩梦里 蒋依依每次都莫名其妙地 到了一个荒山野岭 而且每次都是阴天 满天的乌云 天空阴沉地 仿佛能拧出水来 她孤零零地站在山上 四周都是山 光线不好 她只能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山头 蒋依依站的位置是一条两米来宽的山路 路面崎岖不平 两边是茂密的树林 显得有些阴森 突然 一阵急促的敲击声从背后传来 蒋依依一惊 回头看到远处有一团白色的影子 正在缓缓地移动着 慢慢地向她靠近 那是什么 蒋依依连忙躲进了路边的树林 屏住了呼吸 随着白色影子的移动 那阵急促的敲击声也越来越清晰 蒋依依看清了 那是一群人 一群穿着白色衣服的人 但奇怪的是 这些人各个身体僵硬 不自呆滞 完全感觉不到活人的气息 仿佛是一具具行尸走肉 再看他们的脸 也怪怪的 面目猙獰 带他们走近 蒋依依这才看到 他们每人都戴着面具 那可不是普通的面具 而是猙獰的鬼面具 黑骨隆隆的眼睛 鲜血淋漓的嘴巴 没有血色的皮肤 每个人的手里 还拿着各种各样的古怪物件 有人肩扛着 大的吓人的黑色镰刀 有人肩扛着 宽而吓人的巨服 还有人托着一根 粗的吓人的木棍 围手的两个人 并肩而行 他们左手拿着 一个吓人的头颅 边走边用棒子敲击着 那头颅的样子 像是长着獠牙的野猪 大概是金属做的 敲在上面 发出清脆的声音 刚才蒋依依听到的声音 正来源于此 这些是什么人 他们在干嘛 蒋依依正在纳闷之际 只听到一声怪叫 一个黑色的身影 蹭得从路边的密林里窜出来 一下子窜到了半空 恶狠狠地朝白衣人群 俯冲而下 天哪 那东西 分明是一个恶鬼 虽然那东西 是人的身形 但那绝不是人类 它有一对硕大的黑色翅膀 翅膀张开后 遮天蔽日 它嗷嗷地叫着 亮出了森森利扰 恶狠狠地向白衣人群扑去 想到刚刚这个恶鬼 有可能就待在自己身边 蒋依依依就觉得头皮发麻 但白衣人并没有乱了阵脚 依然保持着队形缓缓前进 每个人都舞动着手里的武器 把镰刀巨斧 舞得呼呼作响 黑衣恶鬼 仿佛被白衣人这种群魔乱舞的气势震出了 竟然开始缓缓后退 这更是让蒋依依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恶鬼每后退一步 就跟他更近一步 他想逃 却腿脚发软 根本无法挪动步子 只能小心地躲在树后 祈祷自己不被他们发现 恶鬼不再后退 嚎叫着朝一个白衣人挥动了力招 啊的一声惨叫 那个戴着恐怖面具的白衣人被划破了脖子 而恶鬼似乎还不满足 他突然张开巨大的翅膀 拖着白衣人飞到了半空中 地面上的白衣人都被震住了 他们不再挥舞手里的武器 而是抬头呆呆地望着空中的恶鬼 虽然有面具遮挡着 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但蒋依依仿佛依然能看到他们脸上的惊恐 恶鬼用粗糙的声音狂笑着 松开了爪子 白衣人惨叫着从空中掉下来 冬的一声闷响 白衣人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他脸上的面具裂开 露出一张惨白惊恐的脸 蹊跷出血惨不忍睹 哎呀哎呀 山鬼发怒了 大家快跑啊 不知道谁嚷了一句 白衣人们便溃不成军 丢盔弃甲的四散奔逃 蒋依依这才知道 这个怪物叫山鬼 躲在树后的他目睹这一切后 害怕得全身发抖 这时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山鬼好像知道了他的存在 竟然宁笑着向他这边走来 蒋依依惊恐地站了起来 拼命地逃跑 粗大的树枝 把他的胳膊刮得火辣辣的疼 但山鬼就像是他的影子 不紧不慢地紧跟起后 怎么也甩不掉 扑通一声 蒋依依一大块石头半倒在地 石头上似乎有三个血红的大字 但他顾不得红字的内容 连滚带爬地跑着 但山鬼已经追到了前面 正等着他自投罗网 蒋依依刚一抬起头 就看到了一双 带着血丝的绿色眼睛 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眼睁睁地 看着那双可怕的青色魔爪 直逼胸口 不要 蒋依依惊恐地大叫着 从噩梦中惊醒 他已经连续三个晚上 做这个噩梦了 每次醒来都是一身的冷汗 衣服黏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十分难受 被惊醒后 蒋依依再也睡不着了 只好打开灯 哭坐到天亮 还不到八点 他就已经到了警局 晚上没睡好 蒋依依的精神有点恍惚 上洗手间的时候 竟然撞在了松锐的怀里 这让他尴尬不已 松锐看着蒋依依的熊猫眼 打趣道 早还生国宝了 蒋依依有气无力地苦笑一下 逃难似的离开了 继续忙自己手头的工作 他要把红衣厉鬼杀人案的结案报告整理出来 但坐在电脑前 脑海里满是猙獰的山鬼 突然 一只手突然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蒋依依一惊 这手怎么毛茸茸的 他扭头一看 天哪 一只青涩的爪子正搭在他的肩膀上 这不正是噩梦中的山鬼爪子吗 蒋依依大叫一声 抓着那爪子就往地上摔 一声闷响 再看地上 梦男正躺在地上 揉着肩膀 唉呦唉呦地叫着 他不敢置信地望着蒋依依 唉呦你这是想杀人吗 蒋依依这才注意到 梦男正戴着一只毛茸茸的手套 原来刚才使他在跟自己开玩笑 蒋依依脸上一热 马上把梦男拉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唉呦我的屁股 梦男揉着屁股 小心地坐在椅子上 唉呦万圣节不是要到了吗 想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差点把我小命搭进去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蒋依依脸一红 连忙道歉 梦男看了蒋依依一眼 你没事吧 唉呦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嗯 没事 没事 蒋依依马上开始整理结案报告 噼里啪啦地打了一行字 但马上又一个一个地删掉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蒋依依再次出了状况 她端着餐盘再次撞上了松锐 这一撞 把松锐刚打的饭给打洒了 弄了她一身 看着松锐这副狼狈想 蒋依依竟然没心没肺地笑了 她帮松锐擦 反而又弄得松锐满身都湿 这让她更加手忙脚乱了 松锐没生气 只是把被弄脏的外套脱下来 搭在椅子上淡淡地说 吃饭 边吃边说 松锐找一个空位置坐下 蒋依依识去地打了两份饭 一手一个托盘端了来 并给松锐夹了个鸡腿 这个给你赔罪 你到底怎么了 松锐也没客气 夹起鸡腿就吃 蒋依依没有在隐瞒 讲了自己的梦 然后自嘲地笑笑 你一定想笑我 居然会因为一个梦 精神恍惚 这还算是警察吗 下班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不用了不用了 今天你已经撞我两次了 我可不想被你撞散架 就这么说定了 蒋依依也没有再坚持 也没有多问 下班后跟松锐一起出去了 两人进入了江海大学的一幅楼 到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 一位大约五十岁的男人正在看书 萧教授你好 这是我的同事蒋依依 坐 萧教授放下书 让两人坐下 来 让我来给你解解梦 蒋依依这才明白 宋瑞正是带她来解梦了 解梦 解梦 就能让我摆成噩梦 蒋依依表示深度怀疑 但她不想扫了宋瑞的信 还是配合地坐下 按萧教授的吩咐 把自己的梦又详细地讲了一遍 萧教授一直面带微笑的蜻蜓 时不时还会问她一下梦里的细节 奇怪的是 之前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在萧教授的提醒下 她慢慢地回忆起来了 她记起自己早就看到了山鬼 但那时的山鬼躲在树后 她只看到了山鬼的翅膀 并不知道那是山鬼 蒋依依讲述着 噩梦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 山鬼从树林里冲出来 冲向身穿白衣的驱鬼师 嗯 大概是驱鬼师吧 萧教授并没有给蒋依依快进了机会 不断地提问 让她回忆起更多的细节 奇怪的是 当蒋依依被迫地回顾自己的梦境 看清梦每一帧的恐怖画面时 噩梦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 所以 当她被一块大石头绊倒在地 山鬼再次扑向她时 并没有马上惊醒 而是在萧教授的提醒下 看清了这块石头上的红色大字 叶山村 回忆结束 萧教授跟蒋依依解梦 梦见现这一面烟的山 这样的梦 有强烈的男性意味 表示你对性 保有深厚的兴趣 或 真被某种男性阳刚气质所吸引 蒋依依看了宋瑞一眼 脸红了 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而宋瑞 根本没有往这边看一眼 而是在专心致志的 在手机上滑了着 这让蒋依依微微有些失望 依依 我们走吧 宋瑞起身 向蒋依依依伸手 蒋依依微微一愣 这么就走了 萧教授还没有解完梦呢 但他还是把手递给了宋瑞 宋瑞带着蒋依依 离开了萧教授这里 依依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什么 萧教授不是在给你解梦了 他是催眠师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众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21集 宋瑞看着目瞪口呆的蒋依依 继续说道 通过催眠 我们知道了你噩梦里的地方 是夜山村 催眠 我睡着了 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感觉 催眠并不是让你睡 而是让你沉入你的潜意识 所以你才能回忆起噩梦中的细节 打个比方 在催眠状态下 你可以完全进入梦境世界 可以多角度观察 还可以按下暂停键 蒋依依回想起刚才的经历 确实如此 所以 她才能回忆起细节 她爽朗笑笑 你这是想帮我吗 不用道歉 宋瑞的脸上却没有笑意 夜山村这个地方 真的有山鬼 蒋依依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她这才知道 宋瑞刚才一直划手机 是在查夜山村的信息 宋瑞把手机递给蒋依依 是一篇新闻 耸动的标题 夜山鬼惊陷黑翅膀的山鬼 难道真的有山鬼 蒋依依惊 她拿过手机 瞪大眼睛仔细浏览 看了一会儿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脸色也像纸一样白 怎么了 宋瑞觉得不对劲 蒋依依面带恐惧 把手机给宋瑞 宋瑞的脸色也变了 上面说 山鬼还可以进入人的梦里 彻底摧毁人的灵魂和身体 如果在梦里被山鬼杀死 人的灵魂就会被杀死 如果多次被山鬼梦杀 人的身体也就死亡 宋瑞关了手机 我急着谈 依依 你别信这些 可是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 怎么会连续梦到这里呢 这不是被山鬼追杀 又是什么 蒋依依只觉得 头晕目悬 天旋地转 她一个亮枪 宋瑞联盟扶住了她 恐怕 只有亲自到叶山村去一趟 才能解开这个谜了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谜 晚上 蒋依依在手机上 查着 叶山村山鬼的信息 可网上关于叶山村的信息很少 只有这条 山鬼会梦杀人的恐怖传说 这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 她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蒋依依依不想再被山鬼梦杀 她一口咖啡 一口红牛强撑着 但没有人能战胜睡魔 越跟她抗争 她就越强大 终于 蒋依依趴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刚刚入睡 山鬼就再次入梦来 再次让她梦杀 蒋依依从噩梦中醒来 大口地喘着粗气 本来连续被同样的梦惊醒 她已经有了免疫力 不再那么恐惧 但自从知道了山鬼 能梦杀人的恐怖传说 她就无法再把它 仅仅当成是一个噩梦了 或许 正如宋瑞所说的那样 只有到叶山村走一趟 自己才能摆脱噩梦 第二天 蒋依依马上跟自己的上司 刑警队长杨辉请假 梦兰了解到情况后 马上撸起袖子 在杨辉面前拍胸脯 杨队 这个叶山村很偏远 依依一个人去不安全 而且还可能面对 很多可怕的山鬼 我为她去吧 有我在 保证安全 杨辉摆摆手 我可不能把自己的精兵强 将全部派出去 维护江海市的安全 也很重要 没事 我一个人可以的 杨辉队长也不太放心 让蒋依依一个人过去 孟南是派不出去了 但宋瑞倒是可以 这倒不是说法医不重要 而是因为法医更重要 为了尽快勘察现场 各刑警大队之间 戒掉法医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如果把宋瑞派出去 一旦自己的辖区里出现了状况 也可以向兄弟单位戒掉法医 虽然兄弟单位的法医 没宋瑞这么厉害 普通的案发现场 还是能够应付的 于是 杨队就让宋瑞 陪蒋依依依一起去叶山村了 对这个安排 蒋依依很感动 她表示会尽快回来 而最不满意的 似乎是孟楠 她一直阴沉着脸 还总是莫名其妙地发邪火 宋瑞和蒋依依 马上动身前往叶山村 他们先乘坐高铁 到叶山村最近的高铁站 在高铁上 宋瑞下了个租车的订单 下了高铁 就在高铁站附近提了车 前往叶山村 导航上显示 从高铁站到叶山村 有两百公里 宋瑞心想 两百公里车程 即使是不太好走的路 四个小时也足够了 尽管现在天已经擦黑了 她还是决定 驱车前往叶山村 他们想尽早赶到叶山村 终止一一的噩梦 乡村的路 比想象中的难开 足足开了五个小时 宋瑞他们踩到了叶山村外围 这时 天已经全黑了 汽车行驶在荒凉的山路上 这里早已经不是水泥路 百油路了 而是用小石子铺的小路 只有两米来宽 弯弯曲曲的 宋瑞突然停的车 并熄了火 车内外瞬间一片漆黑 宋哥 你要干什么 怎么停车了 车熄火了 宋瑞说 他尝试着再次启动 却打不着火 他松开了安全带 下车 下车打开了引擎盖查看 蒋依依并没有下车 他慢慢适应了黑暗 这才觉得 外面没那么黑了 在偏僻的乡村 月光显得更加皎洁 外面的一切 都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之中 看起来别有一番实情话意 蒋依依并没有闲情雅致欣赏 她突然发觉 眼前的一切 竟然是如此熟悉 一条两米来宽的山路 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天哪 她捂住了嘴巴 控制自己不惊叫起来 这不正是噩梦里 遭遇山鬼的那条路吗 奇怪 车子没什么问题啊 提车前我还看了一下 这是台新车 只跑了一万多公里 不应该故障 宋瑞合上引擎盖 上车准备再启动下试试 蒋依依突然拉住了宋瑞 先不要发动 宋瑞疑惑地 看了蒋依依一眼 怎么了 蒋依依哆嗦了一下 这就是我噩梦里的地方 我就是在这里 遇到山鬼的 不要怕 我们先进村 宋瑞说着就要发动车子 等一下 有声音 蒋依依把宋瑞的手腕 抓得更紧了 宋瑞也警觉起来 他屏住呼吸 仔细地聆听 果然 路边的树林里 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 那声音闷闷的 像是有个什么东西 轻轻地踩在满地的落叶上 那会是什么东西 宋瑞和蒋依依都紧张起来 车内响起了两人粗重的喘息声 蒋依依的身体开始发抖 怎么都停不下来 宋瑞伸出胳膊 缓慢而有力地把蒋依依揽在怀里 不要怕 有我呢 蒋依依爱到宋瑞的胸膛后 不再发抖了 月光洒在树林上 让树林显得更加幽暗诡异 那个诡异的沙沙声越来越大 似乎有东西嗅到了汽车的味道 朝这边靠过来 看到了 蒋依依用手使劲堵住嘴 他看到真的有团黑影 从树林里钻出来 那东西个头不高 两只眼睛正悠悠地放着绿光 就像是一头随时会扑过来的恶狼 蒋依依知道 那东西比恶狼更可怕 那是山鬼 他噩梦里的山鬼就是这种眼睛 他不由地往宋瑞的怀里 更使劲地钻了一下 不能害怕 我听老一辈的人说 野外的这些动物可有灵性的 它能感觉到你的恐惧 你越是害怕 它越是会攻击你 宋瑞稍稍用力地抓着蒋依依的肩膀 给他力量 蒋依依还是在瑟瑟发抖 可是 那可是山鬼啊 车外的黑影仿佛感受到了蒋依依的恐惧 他又往前走了一步 蒋依依听到响声 硬着头皮 向外面看了一眼 那双绿莹莹的眼睛更近了 他马上缩回头 钻进了宋瑞的怀里 他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猫 钻得更深了 身体也颤抖得更厉害了 但车外的黑影 最终并没有攻击他们 他在车外 待了大约三分钟后离开了 似乎只是对这个来历不明的铁家伙 好奇而已 黑影离开了 宋瑞松了口气 蒋依依也从宋瑞的怀里出来 他似乎很不好意思 脸上烫烫的 不自觉地往车窗那边靠 似乎离宋瑞远一点 就能化解尴尬 宋瑞再次尝试打火 车子依然无法启动 他拿出手机 这里却没有一线的信号 宋瑞指了指后排 要不就在这休息吧 明天再找救援 你躺着好好睡一觉吧 宋哥 你躺一会儿吧 我 睡不着 你是不敢睡吧 先是怪梦 我们找到了这个 有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的地方 后是怪事 车子刚好到这里熄了火 而这里 正好就是我噩梦里 一次又一次看到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我看到噩梦里的山鬼 别多想 这只是巧合 宋瑞摇摇头 往车窗外看了看 你看 刚才出现的疑似山鬼的生物 已经不见了 车子会在这里熄火 一定是有原因的 江依依依依掩呐地说 片刻她眼睛睁大了 我明白了 说着 江依依突然拉开车门 跳下车 冲进了幽暗的山林 依 宋瑞大吃以惊 蒋依依这是怎么了 他明明刚刚看到了山鬼 怎么还要去送死呢 他这是中了什么邪吗 宋瑞咬咬牙也跳下车 冲进了山林去追蒋依依依依 宋瑞边跑边喊 但蒋依依就是一个劲的前面跑 仿佛后面的宋瑞才是可怕的山鬼 突然眼前的动静消失了 宋瑞一下没有了方向 他定定地站在树林里 月光透过树叶洒下来 地面上一片斑驳 一阵夜风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仿佛可怕的山鬼就隐藏在树上 这更让宋瑞觉得不安 蒋依依呢 宋瑞连忙呼喊 他又害怕山鬼听到 只得压低了声音呼喊 依依依 宋哥 我没事 不远处 传来了蒋依依的声音 宋瑞松了口气 循着声音走过去 借着月光 看到蒋依依正摊坐在地上 他走过去 把手伸给他 起来 蒋依依依并没有把手递给宋瑞 而是依然呆呆地摊坐着 没有看宋瑞 满眼恐惧地盯着一个地方 宋瑞心里一惊 循着蒋依依的目光望去 天哪 宋瑞只觉得心脏 咒人停止了跳动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众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二集 指尖树上 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绿色的眼睛 黑色的翅膀 锋利森森的獠牙 这不是山鬼是什么 宋瑞这才反应过来 他猛地冲过去 想带蒋依依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不知是自己腿软 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 宋瑞栽倒在地 刚好摔倒在蒋依依旁边 完了 自己也将成为山鬼的食物了 宋瑞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他似乎听到身后一阵风声 树上的山鬼跳下来 用锋利的獠牙轻轻地 咬穿他和蒋依依的脖子 然而身后却迟迟没有动静 宋瑞觉得奇怪 他悄悄地回头看 山鬼依然呆在树上 再看身边的蒋依依 依然是那副木染的状态 他觉得诡异 周围的时间仿佛凝固了 不过 宋瑞马上就明白过来 树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山鬼 而是一个模型 大概是塑胶做得非常逼真 宋瑞推了推蒋依依依 依依 你醒醒 这是假的 是模型 什么 蒋依依似乎这才清醒过来 他使劲眨巴下眼睛 再盯着树上的山鬼看 他的脸上这才恢复了血色 气愤地说 这是谁的恶作剧 真是太缺德了 恐怕不是恶作剧这么简单 这种造型的山鬼 我曾经在网上找过 并没有看到有人在卖 然而 他却出现了 宋瑞眉头微皱 蒋依依依疑地看着宋瑞 不明白他的意思 而且他还是塑胶的 这就是说 有人专门为这种造型的山鬼 剑了魔 批量生产 这可得花不少钱 你觉得 仅仅是为了吓人 犯得着下这么大血本吗 这跟我噩梦里的山鬼 简直是一模一样 蒋依依也觉得奇怪 她直起身子 打开手机的手电 罩在树上的山鬼 这又把她吓了一跳 她这才看到 山鬼并不是被直接放在树上的 而是被钉在树上的 有一根巨大的铁钉 从他胸口处钉入 把他的身体牢牢地钉在树上 而他的胸口 正有星红的血 鼓鼓地流出来 当然 这并不是真正的山鬼 正如宋瑞所说 这只是塑胶模型 所谓的血也是事先做好的 但真的很逼真 尤其是光线不好的晚上 看到这一幕 还是让蒋依依头皮发麻 宋瑞心有余悸 你刚才怎么突然下车了 像中了血 吓死人了 我想去抓山鬼 什么 宋瑞再次怀疑 蒋依依依中了血 蒋依依一脸认真地说 我几次三番梦到山鬼 刚才到这里 车子又莫名地坏了 马上又遇到了山鬼 所有这一切 都跟山鬼有关 所以 我觉得 这有可能是老天给我的提示 只要我抓住山鬼 噩梦就结束了 蒋依依又恢复成了一个 惹人恋爱的小女生 我好怕 宋瑞把她揽在怀里 感受到怀里的她 在颤抖不止 刚才 我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根本没有山鬼 我就是神经兮兮地下了车 不是幻觉 我也看到了 宋瑞突然把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压低了声音说 别说话 有动静 蒋依依马上用手捂着嘴 小心地扭头四下打量 果然 他们再次听到了 树林里响起的沙沙声 那应该是脚步声 但有些古怪 不像是人类的 是山鬼 两人的神经再次绷级了起来 宋瑞侧耳倾听 声音越来越远 看来 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远离他们 过去看看 宋瑞不禁抓紧了 蒋依依的手 害怕他再次头脑一热 冲出去 蒋依依点点头 两人小心地 寻着那沙沙声追了过去 他们走的时候 尽量收着脚步 尽量让声音小点 两人穿过树林 来到一处山坡 这里的视野开阔起来 他们站在山坡上 山下是一片平地 他们的视野也开阔起来 他们看到一个身影 正在山坡下的平地上奔跑着 他的身体像是人 但动作完全不像人 而像是野狗 只见他四肢着地 跳跃着往前跑 更诡异的是 他的背上长着黑色的翅膀 哎呦 你干嘛 疼吗 废话 你下手这么重 怎么会不疼 那就对了 看来 我不是在做梦 那你怎么不掐自己 我怕疼 宋瑞简直无语 他再度把目光 转向山下的山坡 而眼前山坡的举动 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只见山坡 来到一个土堆前 他用前爪疯狂地刨着土 土被扬得到处都是 路他一会儿 土堆就被刨出了一个大坑 那是坟堆 蒋依依目瞪口呆 宋瑞这才反应过来 那里的地面上 有多个土堆 还有的土堆上长着树 没错 那一块就是坟地 或许是风水不错 很多人都葬在那里 山鬼在刨坟 他这是要干什么 宋瑞的心悬了起来 蒋依依面色惨白如指 他不会 要吃尸体吧 别怕 有我在呢 宋瑞握紧了蒋依依的手 两人躲在树后 继续看着山下恐怖而诡异的一幕 山鬼似乎是嗅到了美食的味道 他疯狂地刨着土 土堆很快被刨平了 他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应该是到棺材了 这下山鬼也没办法了 蒋依依放松了一点 宋瑞没有说话 他并不这么认为 果然 蒋依依的话音刚落 山鬼就抓起石头砸着棺材 黑暗中 响起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门声 很快 棺材被砸开了 山鬼跳进了棺材 把一个白色的东西拖了上来 蒋依依再次浑身颤抖 依靠在宋瑞身上 别怕 看起来山鬼只喜欢吃尸体 不喜欢吃活人 宋瑞轻轻地 拍拍蒋依依的肩膀 宋瑞的话音还没有落地 他和蒋依依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山鬼三两下 就扯碎了尸体身上的白色兽衣 把尸体就这么赤条条地 横在他面前 惨白的月光下 尸体 白得可怕 山鬼怪叫一声 扑到了尸体上 但他并没有撕咬尸体 而是使劲地 往尸体的两腿中间顶去 寂静的夜里 响起了肌肉的碰撞声 山鬼 在尖尸 蒋依依脸色惨白 他满脸惊恐和业务 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滚 有股东西直冲喉咙 他实在忍不住了 蒋依依吐了一地 山下的山鬼停止了抽动 他扭头朝蒋依依这边看 蒋依依看到了他眼中的绿光 腿一软 差点瘫倒在地 宋瑞连忙扶住了他 其实 宋瑞的小腿也在颤抖着 这让他根本寸步难行 但奇怪的是 山鬼并没有马上冲过来 而是继续跟尸体 进行着肌肉的碰撞 碰撞的节奏更快了 声音也更大了 听得蒋依依和宋瑞 头皮发麻 依依 我们到车上躲躲吧 宋瑞拉扯了一下目光呆滞的蒋依依 蒋依依似乎这才反应过来 躲 我可是警察 看到有人监视 怎么能躲起来 那东西是什么 宋瑞看了一眼 还在撞击尸体的山鬼 他那黑色的翅膀 随着撞击一抖一抖的 蒋依依没说话 他本能地往腰间摸了一下 这才想到自己是变装出行 没带枪 要不我们先回车里躲一会儿吧 我们现在这样单枪匹马 还没有带武器 蒋依依也冷静了下来 是啊 如果现在贸然行动 不仅没法抓到山鬼 还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冷静下来后 不仅没有了前去抓捕山鬼的冲动 甚至担心山鬼会过来袭击他们 他说 可 可山鬼连棺材都能掀开 车窗怎么能挡得住他 宋瑞似乎早就想好了 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利说 车后备箱里有修车工具 我们躲在车里 如果山鬼敢把爪子伸进来 我就用扳手打断他爪子 宋瑞想拉依依离开 而依依的腿还在不住颤抖 走不了路 起初 宋瑞把他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 驾着他走 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走不了路 宋瑞索性不容非说的 背起蒋依依 踩着崎岖不平的山路 伸一脚浅一脚地 往车那边走 就这 还说要去抓山鬼 蒋依依脸上发烫 他扶在宋瑞肩膀上 在宋瑞耳边呢喃 宋哥 谢谢你啊 蒋依依 扶在宋瑞背上 宋瑞的手 脱着他的臀部 他觉得宋瑞的手 有点发热 似乎还在颤抖 奇怪 这种热乎乎的感觉 为什么 还觉得挺舒服的 自己这是在想什么呢 他脸上一阵燥热 没打招呼 就从宋瑞背上跳了下来 宋瑞吓了一跳 你干嘛 我好了 蒋依依依然想证明自己腿脚好了 他跳了跳 结果一个猎欠差点摔倒 宋瑞连忙拉住了他 宋瑞还要背他 但蒋依依说什么也不同意 宋瑞只得拉着他往前走 两人来到车边 宋瑞打开后背箱 拿出扳手 跟蒋依依一起 钻进了车里 宋瑞紧握着扳手 严阵以待着 蒋依依以高度戒备 他直直地盯着窗外 不放过任何一丝风吹草动 然而 山鬼迟迟没有出现 两人紧绷的神经 也稍稍松弛了一些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山鬼也没有出现 外面死一般的劲 宋瑞 我们去现场吧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三集 蒋依依又恢复成了果敢干领的女警 宋瑞点点头 半个小时了 山鬼作案大概已经结束了 而且很可能已经离开了现场 他们现在过去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而且可以获取到重要的物证 即使现在不能抓到山鬼 也会帮他们以后抓获山鬼 他们两人一人拿了个手电筒 一人拿了个扳手 离开了车 摸进了阴森的树林 为了避免引起山鬼的注意 他们没有开灯 借着月光在树林中小心前进 他们再次经过钉死山鬼的树下 来到看到山鬼兼尸的地方 隐约还能看到那里一片惨白 那大概是被山鬼糟蹋过的尸体 宋瑞只觉得嗓子发干 每往前走一步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似乎可怕的山鬼就在前面等着他 趁他不注意时跳出来 一口咬断他的脖子 本来宋瑞想像往常出现场那样 先勘察现场的外围 比如可疑的脚印 印痕 再仔细查验尸体 尽可能多地提取作案者的物证 可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也不能容忍蒋依依陷入危险 再加上这一代人际罕至 他打算现在只提取最直接的物证 也就是山鬼的体验 如果他有的话 他打算明天白天的时候重返现场 提取脚印等印痕 终于 宋瑞两人到了尸体旁边 他们警惕地四下张望 四周一片寂静 甚至连山村常见的虫鸣也没有 似乎所有的生物都被一种诡异的气场给压制住了 依依 开灯 宋瑞下了决心 他可以不管现场外围的印痕 但要想仔细查验尸体 必须要开灯 好 蒋依依打开了手电 手电的白光照在尸体上 他的手抖了一下 白色的光柱也跟着晃动了一下 尽管早就想过 尸体会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但宋瑞和蒋依依亲眼看到尸体时 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白色的手衣被撕烂 像垃圾一样丢在旁边 而尸体的身上出现了多处触目惊心的伤口 这些伤口像是被巨大的爪子直接抓出来的 这些伤口处并没有流血 很显然这是死亡之后留下的 而且伤口多集中在死者胸部及靠下的位置 这是山鬼在监尸的过程中能抓到的地方 宋瑞推测 这些都是山鬼发泄的过程中留下的 或许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蒋依依打了个哆嗦 如果刚刚被山鬼压在身下的不是一具尸体 而是一个活人 那该会是一副什么景象呢 宋瑞不禁想起了之前遇到过的红衣厉鬼案 死者身上的伤也是被厉招抓出来的 但最终查明是凶手戴着铁质的鬼指甲所为 但这次他亲眼目睹了山鬼犯案的过程 他并没有戴什么鬼指甲手套 而是原本就长着这样的利兆 而且宋瑞看了一眼旁边被推开的棺材 更是心里一惊 这棺材板很厚实 而且是丁合在一起的 这个山鬼竟然硬生生的把棺材给撕开了 如果他现在突然冲出来 将会像撕豆腐一样 把他和蒋依依给撕开 谁 蒋依依突然大吼一声 将手电筒猛地转向了后方 白色的光柱扫向了后方 宋瑞也一惊 他停止查验尸体 紧张地顺着光柱看过去 然而 那里静悄悄地空无一物 不好意思啊 我紧张过头了 蒋依依尴尬地笑笑 又把手电重新打回到了尸体上 宋瑞苦笑了一下 活都差点被你给弄掉了 这次 两人是便服出行 宋瑞并没有带法医工具箱 没法用湿温剂 通过湿温判断死亡时间 也没法用专业工具 开炉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对冲伤确定死亡原因 初次观察 尸体没有流血痕迹的外伤 说明并非是戾气致死 宋瑞又仔细查看了石斑 通过勘察尸体的经验 判断出死亡时间 应该是三天前 一般来说 人死亡后 不会马上下葬 或有守三天灵 宋瑞不禁叹了口气 这个女孩还真够倒霉的 刚刚入土 就被山鬼刨出来 给糟蹋了 人人常说 入土为安 这个可怜的女孩 是入土不安 尸体没有半生 死因有可能是疾病 或是中毒 宋瑞再仔细地 查验了死者的眼睛 鼻孔和耳朵 也没有发现剧毒 所导致的 微出血现象 那死因 究竟是什么呢 宋瑞陷入了沉思之中 宋哥 好了吗 我 冷 蒋依依的声音 有点颤抖 宋瑞想笑 她知道 蒋依依其实 是想说我怕 马上就好 我这有取证 蒋依依看着宋瑞 不停地摆弄着尸体 有用吗 宋瑞哑然失笑 这时 她完成了取样工作 把瓶子盖好 起身 我们走吧 蒋依依看着一个 赤条条的女孩 这么躺在地上 有些于心不忍 就 就这么放着 宋瑞把被山鬼撕破的兽衣 给尸体盖上 白天我们再来 尽量不动现场 蒋依依点点头 跟宋瑞一起离开 他们两人没有想到 返回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来的时候 有尸体给他们做灯塔 他们能准确地抵达目标 但返回的时候 灯塔没有了 而且现在 他们站的位置是山谷 视野范围更小 再加上夜里事前不好 四周都是树林 他们一时 无法判断出 车子的方向 宋瑞走了两步后 停下了脚步 他不知该往哪里走了 走在后面的蒋依依 猝不及防 撑了宋瑞 一下就把宋瑞给压倒在地 宋瑞给摔了个狗啃泥 而蒋依依因为有了 宋瑞的肉垫 安然无恙 蒋依依手里的手垫 也摔在地上 手垫没关 白亮的光柱 把地上照得一片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蒋依依连忙爬起来 把宋瑞拉起来 宋瑞却呆呆地 望着手电光照亮的地方 一眼不发 宋哥 你没事吧 蒋依依紧张了 在这荒山野岭 宋瑞可不能出什么状况 宋瑞却突然笑了 这让蒋依依已经 本能地后退了两步 宋瑞指着被手垫 照亮的地方说 你看 这是什么 蒋依依定静一看 那里的草动了 似乎是被锋利的刀子裁断的 在这荒郊野外 会有人这么无聊地 切断野草吗 他突然意识到 这是山鬼留下的 是山鬼的爪子 在走路时切断了杂草 但一想到 山鬼这锋利的爪子 他又不禁担心起来 看到蒋依依脸色的变化 宋瑞微笑着说 看来你已经想到了 蒋依依点点头 我们只要寻找山鬼的脚印 就能走出去了 宋瑞说着 捡起了手电 仔细地搜索起来 果然又找到了脚印 于是 宋瑞边搜索着 山鬼的脚印边前进 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脚印 或许是他们的运动鞋压力小 无法压倒野草 而形成醒目的压痕 但即使是山鬼的爪痕 也不是连续的 不是每个地方 都能留下痕迹 还好每次 当脚印中断后 宋瑞就扩大了搜索范围 就会再次发现山鬼的爪痕 他们两人 就这样跟着山鬼的爪痕前进着 终于 两人回到了山坡上的树林 这就是他们当时 看到山鬼监尸的地方 蒋依依回头望了一眼 那白色的尸体 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但他总觉得 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 刚走进树林 突然听到一阵嘎的声音 一个黑色的东西 突然从宋瑞面前掠过 张开翅膀 扑隆隆地飞了起来 山鬼 山鬼 蒋依依惊叫 一头扎进了宋瑞的怀里 宋瑞轻轻拍拍蒋依依的头 别怕 别怕 那只是乌鸦 没事了 乌鸦飞走了 蒋依依这才从宋瑞的怀里 弹出头来 一脸的尴尬 宋瑞把手电 往空中照了一下 似乎是在给蒋依依吃定心丸 你看 乌鸦已经飞走了 没事了 蒋依依再次尖叫起来 宋瑞心头一紧 他连忙抬头看 这才看到自己刚才这一照 竟然照到了山鬼 那个面目猙獰的山鬼 正藏在树上 宋瑞本能地向前一步 护在了蒋依依身前 等候着山鬼 从空中俯冲攻击 然而 山鬼却迟迟没有攻过来 宋瑞心头的紧张 也慢慢成了疑惑 他连忙拿手电 往山鬼身上照 这才松了口气 这是一只塑胶山鬼 被牢牢地盯在树上 正是他们之前看到过的山鬼 蒋依依也松了口气 他们已经到了这里 那离车子就不远了 两人都轻松起来 蒋依依甚至哼起了歌来 但宋瑞往前走了一步后 收住了脚步 这让蒋依依再次追尾 她不满地说 你不要动不动去急刹车吗 不对 宋瑞回头 望着这棵盯着山鬼的山树 眉头紧锁 怎么不对了 回车上再说 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树 宋瑞把手电往下移 我清楚地记得 上次看到的那棵山树上 山鬼的位置下方 有一团树流 什么 蒋依依也大惊失色 宋瑞阴沉着脸说 我明白了 为什么一路上只看到了山鬼 断断续续的转痕 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脚印 我们根本就是走错路了 我们并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走到了更深处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四集 蒋依依突然发起抖来 你说 这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树 怎么也会有山鬼 难道是山鬼 跑到了这里 这是塑胶山鬼 既然是塑胶的 那就说明不可能只做了一个 树林里看到多只山鬼 有什么好奇怪的 蒋依依这才稍稍把心放昏了肚里 但她马上又担心起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回到车上 我飞起来看看 宋瑞 宋瑞笑笑 但这个笑话 似乎一点也不好笑 蒋依依惊恐地看着宋瑞 仿佛她变成了山鬼 宋瑞抱着一棵山树 就蹭蹭地往上爬 速度快的 就像是飞起来了 蒋依依惊呆了 这个宋瑞 没想到还有爬树这项隐秘技能 这一手可能连孟南师兄也比不上 过了一会儿 宋瑞从树上下来 手里拿着一段又长又迟的树枝 在蒋依依疑惑的目光中 她俯下身子 解开鞋带 用鞋带把手机绑在了树枝上 然后咬着树枝 就再次爬树 蒋依依连忙给宋瑞 打手电照明 只见宋瑞很快 就爬到了高处的树枝处 她坐在了树枝上 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 举起了树枝 把手机越举越高 手机升高到了树梢处 宋瑞稳住胳膊 缓缓地转动树枝 手机就把四周的一切 都录制了下来 录制完成后 宋瑞小心地收回了手机 查看着刚才录的视频 她似乎对这次拍摄效果 不太满意 又调整了手机的角度 再录了一次 之后 宋瑞从树枪下来 面带微笑地说 看到车了 我们走 说着 宋瑞就坚定地 朝一个方向走去 蒋依依也不再惊慌 就踏实地 跟在了宋瑞的身后 为了确保方向不错 走了一会儿 宋瑞就会再次爬上树 用同样的方法 确定一下车的位置 终于 宋瑞和蒋依依两人 走出了幽深的树林 看到了白色的车子 他们拉开车门 坐进了车子里 突然觉得 哪怕是坐在 发动不着的车子里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蒋依依刚刚坐下来 就听到车内 突然出现一声异响 是山鬼来了吗 她大吃一惊 本能地站起来 东 蒋依依的脑袋 撞在车顶旁上 看着一脸愕然的宋瑞 她捂着被撞腾的地方 尴尬地笑起来 原来 刚才车里的响声 并不是山鬼闯了进来 而是 宋瑞发动了汽车 之前突然莫名熄火的汽车 就这么莫名地好了 似乎老天 就是安排他们在这里停下 跟山鬼来了一次邂逅 我们还是先到叶山村吧 明天再回来看茶 蒋依依 一个劲地点头 这个鬼地方 她是一秒 也不想在这待了 手机没有信号 导航无法使用 但根据之前下载下来的离线地图 叶山村应该就在前面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 缓缓地开了半个小时 到了一个村子 这大概就是叶山村了吧 只是村子仿佛已经沉睡了 没有路灯 没有一户人家屋里有灯光 到处都是一片黑乎乎的 宋芮并不觉得奇怪 山村的人一般睡得都早 而且这里连路灯都没有 大概率是不会有旅馆了 我们应该是到了 不过这里没有旅馆 就在车上凑合一下吧 宋芮说着脱下了外套递给蒋依依 你在后排躺一下吧 我不困 蒋依依把外套推还给宋芮 宋哥 你穿好 别受凉了 我也不困 咱们聊天吧 宋芮知道 蒋依依受了这番惊吓 肯定是睡不着了 而她也不能丢下它 自己去睡 好啊 蒋依依似乎来了精神 宋哥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有你这样的吗 一上来就把天聊死了 快说 聊了一会儿 宋芮只觉得蒋依依 回应得越来越慢 后来久久没有回应 看到后排的蒋依依 已经闭上了眼睛 她把蒋依依放好 让她以一种 更舒服的姿势躺下 并把自己的外套 盖在了她身上 宋芮并没有睡 她知道 蒋依依随时 会被噩梦惊醒 她不想蒋依依被惊醒时 自己还在睡着 天亮了 宋芮听到后排 传来啪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她扭头一看 是自己的外套 掉在地上 我这是在哪儿 她呼地坐起来 看到前排的宋芮 她有点意外 宋哥 看来是睡了个好觉 对啊 蒋依依这才反应过来 她昨晚跟宋芮 在车上过了一夜 而自己并没有再被噩梦惊醒 她正想高兴 看到了掉在地上的外套 又看到宋芮眼中的血丝 她这才意识到 宋芮一夜没睡 你一直没睡 我睡觉有点沉 我不想你被噩梦惊醒时 我还在睡着 宋哥 蒋依依依感动地想哭 宋芮安慰着蒋依依 没事 只要你不做噩梦 我今晚就可以好好睡一觉 就缓过来了 蒋依依也觉得奇怪 怎么自己一到夜山村 就不再做噩梦了 难道那个噩梦 真的是召唤她来到这里 咱们再进村子看看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山鬼的线索 宋芮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蒋依依连忙把地上的外套捡起来 递给宋芮 对不起啊 宋芮接过外套笑着说 打喷嚏提神 宋芮开着车 进入了夜山村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间的小村落 村子里到处都是树林 房子五花八门 有老式的青袜房 还有新盖的小楼房 天亮了 村子也醒过来了 外面也有了一些行人 或许是因为常年劳作 这里的人大多显得幽黑 那是一种健康的颜色 宋芮看着他们 觉得他们不光肤色 跟城里的人不一样 眼神也不一样 他们的眼睛里干干净净 没有城市里的人 那种贪婪和欲望 但俗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里可是传说中闹山鬼的地方 宋芮思索着 这些人的心 真的如同他们的眼睛 这样纯净吗 蒋依依兴奋地指着路边的一条小溪说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 你看这水多清澈 一点污染都没有 的确 小溪潺潺地流着 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 绿生生的水草 小溪边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洗衣服 她把衣服放在小溪边的青石板上 用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棍不停地敲打着 清澈的小溪用原始方式洗衣的女孩 组合成了一幅天然的香存花卷 颇有湿情画意 还可以这样洗衣服啊 连洗衣液都不用 真是天然无污染 说话间 那个洗衣服的女孩已经将衣服收好 朝宋瑞他们的车走了过来 女孩的皮肤跟当地人一样 微微有点黑 眉清目秀 目光很清澈 她走到车边后停住了 呆呆地望着宋瑞 宋瑞降下了车窗 女孩主动问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蒋依依一愣 宋瑞也是一脸疑惑 女孩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说道 啊 是这样的 你们有地方住吗 我们家开有小旅馆 就在那边 良人这才明白 她这是在给自己的旅馆 拉生意呢 她脸上泛起淡淡的潮红 似乎是在害羞 看来还是个做生意的新手 看着这个自立的姑娘 蒋依依忍不住心软了 就说 宋哥 反正我们也没有找到住的地方 就去看看吧 适合的话 就住下吧 女孩的眼中 马上就有了欣喜的光 她连忙说 适合的适合的 我们家很干净 舒适 还有呢 我们家不光能住 还能吃饭呢 宋瑞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还是没有信号 她问女孩 你家可以打电话吗 打电话 打不了电话的 我们想 想打电话 宋瑞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我们想报案 给验进了肚里 哪里可以打 村长家里能打 我可以带你去 可是 女孩似乎欲言又止 蒋依依看出了 女孩的小心思 好的 谢谢你啊 那今晚 我们就住你家吧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女孩说着上了车 给宋瑞他们指路 一路上 他们看到的 大多是老旧的房子 甚至有的房子 还是泥沸雷起来的 可能常年无人打理 房子的顶都塌了 蒋依依和女孩 都坐后排 两个女孩 很快聊了起来 女孩说 她叫白倩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蒋依依问她 为什么这么多房子 看起来很破旧 白倩说 因为村子里闹山鬼 所以好多人都搬走了 蒋依依大惊 她再次追问山鬼的事 白倩却闭口不谈山鬼的事 她有点惊恐 似乎不该提到山鬼这个话题 村长家到了 白倩只给他们看 之后逃也时的下车了 蒋依依苦笑 白倩 你就在车上等我们一下 我不会再逼问你山鬼的事了 对不起 山鬼的事 我不能乱说 请见谅 我有个朋友在旁边 我到她家晚一会儿 你们忙完了可以打下喇叭 我就过来 好吧 宋瑞把车停在了村长家门口 跟蒋依依一起下了车 敲下了大门 尽管他们一路走来 看到的尽是些破败的房子 但村长家的房子很气派 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房 大门也很气派 蒋依依小声嘀咕道 越穷的地方 当官的就越富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五集 蒋依依敲了一会儿 门后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谁啊 我们要打个电话 大门上有一扇小门打开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 从小门处露出一张脸来 他打量了蒋依依和宋瑞 警惕地说 你们是外地人哪 要打什么电话呀 我们要报警 报什么警 我们看到了山鬼 请回吧 男人语气冰冷 之后就要把小门关上 我们是警察 你让我们进去 蒋依依晾出了警员证 男人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 这才打开谜 待宋瑞和蒋依依进了屋 他家里的设施 还真不赖 华丽的吊灯 大大的取平电视 只是信号不行 低劣的画质 被放大后更粗糙了 您是村长吗 是 男人满眼的警惕 蒋依依挥动了一下警员证 电话借我们用下 我们要报警 电话可以借你们用 但山鬼的事 报了警也没用啊 什么 警察不管 嘘 你小声一点 怎么了 马子正在给我媳妇看病 不能被打扰 马子 马子是什么 是医生 马子是 村长有点为难 他一时不知道怎么说 吴依 会去给他神婆 他给一脸愕然的蒋依依使了个眼色 蒋依依明白 宋瑞是让他不要大惊小怪 千万不要对吴依表现出不敬 越是贫穷落后的村子 吴依的地位就越高 胆敢表现出对他不敬 那就会成为全村人的功底 我们想看看 可以吗 蒋依依满脸好奇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吴依看病 他看了宋瑞一眼 宋瑞连忙配合的点头 可以 村长倒没拒绝 他把蒋依依和宋瑞带进了李屋 在推开门之前 他再次叮嘱他 你们只能看着 千万不能出声啊 蒋依依两人忙不迭地点头 村长把蒋依依和宋瑞两人带进李屋 李屋是卧室 比起客厅卧室就显得狭小简陋多了 看来这村长挺好面子的 把钱都花在了别人能看得见的地方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坐在床上 她精神很差 只能勉强地靠着床头 不过看得出来 她养尊处优 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 皮肤很白 脸上也没什么皱纹 而另一个坐在地上的女人又黑又瘦 就像是一只猴子 她应该就是村长口中的马子 那个黑瘦女人正拿着一根筷子 把筷子笔直地立在地板砖上 她用手扶着筷子念叨 马歪子 然后缓缓地移开了手 筷子趴得倒地 村长夫人想了想说 有可能是我大舅吧 你再给我问问 我大舅叫三江 黑瘦女人把筷子重新扶起来 用右手的食指压着 让筷子保持直立状态 她冲筷子喊道 三江 黑瘦女人松开了手 筷子再次一歪 趴得倒地 蒋依依差点笑出声来 难道这个马子还想让筷子站起来不成 不过她想到了村长的叮嘱 连忙自己堵住了嘴 黑瘦女人厌恶地看了蒋依依一眼 这让蒋依依有点郁闷 没想到自己在这些人眼里成了没教养 没素质的人 黑瘦女人再问村长夫人 你再好好想想 如果找不到说住你的人 你这病啊 是无论如何也好不了的 村长夫人脸上闪光一丝恐慌 房间里静了下来 每个人都不敢出声 生怕打扰到了村长夫人思考 这个 板桥 村长夫人吐出了一个名字 她看丈夫和黑瘦女人都是一脸茫然 解释道 是我小时候隔壁的何老太 黑瘦女人依然用一根食指压着筷子 筷子稳稳地站着 她冲筷子吼道 何本桥 也许是错觉 蒋依依似乎觉得 屋里突然起风了 空气正在流动着 从她的身边掠过 她觉得身上凉嗖嗖的 最后 风似乎到了筷子这里 正围着筷子打转 黑瘦女人松了手 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 筷子居然依然直直地站着 并没有倒下 宋瑞和蒋依依两人都目瞪口呆 尤其是蒋依依 嘴张得老大 几乎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黑瘦女人脸色微扁 她对着站立不倒的筷子大骂 你这个死鬼 不好好在阴间待着 干嘛跑来招惹肃平啊 你这个死鬼 原来村长夫人名叫肃平啊 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黑瘦女人竟然变了腔调 仿佛一下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 那个苍老的声音 呜呜啦啦的说着什么 但内容却无法听行 接着 黑瘦女人恢复成了自己原来的强调 继续对着筷子 喋喋不休的骂着 筷子微微颤抖起来 过了一会儿 筷子似乎扛不住 黑瘦女人的火力 晃了一下 趴得倒地 再看黑瘦女人 她的额头竟然渗出了痘大的汗出 似乎在进行了一场 极其耗费体力的战斗 而她刚才那样子 确实像与一个人进行口舌论剑 黑瘦女人擦了把汗 对村长夫人肃平说 没错 是何老太 别怕啊 何老太没有恶意 她只是关心你 才会来看你的 只是她死了多年 身上的阴气太重 陪她这么一招呼啊 你的身体就治不消了 不过 只要你喝了这碗酒龙汤 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肃平点点头 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黑瘦女人把筷子 从地上捡起来 啪啪啪地折断 一共折成了酒段 哗啦一声 她把筷子丢进了碗里 碗里原本盛着清水 酒段筷子丢进去 筷子就这么在水上飘着 黑瘦女人把碗 递到肃平面前 来把这碗酒龙汤喝了 是 蒋依依和宋瑞 面面相去 尽管村长吩咐过 在马子做法的时候 绝对不能出声 但蒋依依也不能 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人吞筷子呀 搞不好 就伤到喉咙而送命了 看村长夫人 竟然真的端过筷子汤 就往嘴里送食 蒋依依再也坐不住了 她冲到床边 要多下碗 不能喝 哪来的野丫头 来一规矩 黑瘦女人嫌弃地说 并看了村长一眼 村长心领神会 连忙过来 拦下了蒋依依 哎 马子正在看病呢 你不要捣乱 我 捣乱 蒋依依哭笑不得 宋瑞过来 握住了蒋依依的手 轻声说 我们都看 不要轻举妄动 应该不会有危险 蒋依依想想也是 尽管让病人 喝筷子汤很难理解 但这个马子 应该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杀人 宋平并不怀疑 她端起了这碗酒龙汤 满脸的虔诚 竟然真的抱起来就喝 蒋依依把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宋瑞也紧张地看着她 宋平竟然把筷子汤全喝了 她把空碗递给黑兽女人 碗已经空了 突然 她眉头紧皱 一脸的痛苦 似乎有东西卡在她的喉咙里 蒋依依急了 快吐出来呀 快送医院 宋瑞觉得 事情可能更严重 但黑兽女人完全没有慌 村长也没有动 她们只是静静地 看着床上的宋平 宋平只是打了个宝格 就没事了 并没有什么东西 卡在红楼里 刚才可能只是喝得太猛 噎住了 蒋依依的手捂着胸口 那一刻 心脏差点 从身体里跳出来 黑兽女人面带微笑 你好好休息吧 过两天就好了 到时候 你再去和老太的坟上 烧点纸 就彻底好了 宋平连声感谢 之后就继续躺下了 她的气息 还是有点微弱 她有气无力地 冲村长说 老黄啊 你去打点热水 让瑞英洗把脸 再捡一篮鸡蛋 哎呦 不用了不用了 上次给的鸡蛋 还没吃完呢 瑞英黑瘦的脸 笑成一朵花 村长让宿平好好休息 把众人带到了客厅 奇怪的是 除了卧室 村长仿佛变了一个人 对瑞英不再和颜月色 而是变得冷冰冰的 尽管她依然端来了洗脸水 砰地把洗脸水放在地上 一句话都没有说 似乎只是在执行媳妇 刚才下达的任务 瑞英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似乎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子 她倒也不推辞 把手放进了盆里洗起来 你们所说的山鬼是怎么回事啊 村长没再理会瑞英 开始跟蒋依依和宋瑞他们聊起来 蒋依依一愣 她这才回过神来 自己找过来就是想要报警 刚刚被马子一打岔 居然忘了正事 我们昨晚从这里路过 看到山鬼在地里 蒋依依突然说不下去了 她看了看瑞英 似乎在一个女人面前很难启齿 村长倒没有避讳 接着说 是在造的尸体吧 什么 你知道 蒋依依看村长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猜想山鬼兼尸 可能也不是一两次了 她便连住炮事地发问 那为什么不报警 为什么不把山鬼抓起来 谁说没报警啊 出现山鬼不是一两回了 以前报过警 那警察来了 什么也查不出来 以后再报警啊 人家就不来了 村长无奈地摇摇头 毕竟也没有闹出过什么人命 人家警察也忙着呢 宋瑞和蒋依依面面相觑 确实 他们看到的山鬼也是在监视 确实也没闹出人命 但警方也不可能放人不管呢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六集 瑞英嘲讽地说 哼 还抓山鬼呢 真的是可笑 你抓一个试试 真是跟老黄一样可笑 村长似乎动怒了 他瞪着瑞英 在万人面前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呀 我是想抓山鬼 我有错吗 我要像你那样 把山鬼像爷一样供着 我做不到 哼 瑞英似乎不屑跟村长争辩 他只是冷哼一声 并不再说话 对啊 抓山鬼有什么可笑的 蒋依依这次跟村长站在了一边 他来劲了 谁说我们抓不住山鬼 昨晚我们可是提取了山鬼的体液 即使是绝地三尺 一定要把这个强奸犯给抓出来 瑞英冷笑着摇摇头 似乎蒋依依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野丫头 我要报警 让派出所赶紧派人过来提取山鬼体液里的DNA 蒋依依说 对 让他们尽快过来 体液存放在纯净水瓶子里 本来就不符合保存要求 宋瑞补充道 好吧 既然你们坚持要报警 我就把电话拿给你们用 村长摇摇头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 翻看着 我给你找一下派出所的电话 瑞英已经洗好了脸 却没有离开 只是呆呆地站着 村长冲瑞英嚷道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要鸡蛋呢 哼 又不是看在跟宿平乡里相亲一场 你就是给我一车鸡蛋 我也不会登你家的门 把话撂下 瑞英扬长而去 村长继续翻着本子 终于找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蒋依依拨通了号码 说起她看到了山鬼兼尸的事 请对方过来调查 没想到 对方把她给殉了一通 还说他们警力宝贵 不会来浪费时间 还指责蒋依依 为什么不派人看护好尸体 还说早就告诫过他们 蒋依依被人殉了个狗血淋头 还不等她辩解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她握着电话 气得直发抖 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说的没错吧 派出所根本管不了 调查有什么用啊 根本抓不住山鬼 反而会让村民更加恐慌 村长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叶山村哪 这也不知道是招惹了什么 怎么就被山鬼给盯上了呢 我们也想过很多招 可是就是镇不住他呀 镇不住山鬼 蒋依依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急急地说 你们想了什么招 是把山鬼钉在树上 你看到了 村长有点惊讶 又有些尴尬的笑笑 是啊 我们想这样就能治住山鬼 结果山鬼 又出来犯事了 你们是在树上盯了很多个假山鬼吗 宋瑞问 她想到了昨晚遭遇的鬼打墙 你们怎么知道的 村长再次惊讶 你们不是路过吗 这怎么会 其实 不算是路过 蒋依依想了想 还是决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一遍 就把自己连续做山鬼的噩梦 最后找到了这里 她之所以会把这些河盘托出 是觉得村长值得信任 尤其是她对山鬼的态度 她想制服山鬼 而不是向山鬼屈服 村长大吃一惊 你梦到了我们村子的山鬼 难道你们是上天派来 把我们夜山村抓山鬼的 村长这句话明显是一句玩笑 蒋依依并没有太当真 我们夜山村哪 也真是不幸 怎么会摊上山鬼这种事 你们想不想听听山鬼的传说呀 想啊 蒋依依连忙说 通常传说都是代代相传 而流传下来的 尽管传说中的故事 很多地方会变形 但或多或少的 保留着真相的本源 或许听了村长的传说 有助于她解开山鬼的秘密 从而抓到山鬼 这个传说呀 来源于一百多年前 村长招呼蒋依依和宋瑞做好 开始娓娓道来 看来这还是一个 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故事 蒋依依早已竖起了耳朵 宋瑞的脸上虽然波澜不惊 胃口也被吊了起来 那个时候啊 村里有一个叫校风的男青年 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小倩 可是啊 小倩家有钱有势的 校风家却一兄二白 所以呀 小倩的父母不同意 她和校风来往 但小倩不顾父母的阻拦 依然跟校风暗中私会 蒋依依的脸上显出愤然的神色来 但她没有打断 后来啊 这小倩居然怀孕了 可是小倩和校风都不承认 他们做过过火的事情 可没有人相信他们的鬼话 看着小倩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保守的村民愤怒了 他们无法容忍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发生在本村 决定啊 惩罚这两个不知廉耻的人 这是让大家无法忍受的事情 发生了 村长说到这里 稍稍停顿了一下 脸上也多了一丝悲气 后来不仅是小倩 连小倩的妹妹的肚子也大了起来 小倩的妹妹连男朋友也没有 他认识唯一的男人就是校风 所以小倩的家人以为 是校风受性大发 不仅欺负了小倩 连小倩的妹妹也一并欺负了 他们被怒火烧晕了头 带人冲到了校风的家 那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村长有点说不下去了 校风被打了 这对鸳鸯被打散了 蒋依依说 村长摇摇头 如果只是这样啊 那就好了 小倩的家人把怒火 全宣泄在了校风家 他们根本不听校风家人解释 拿起棍子就是一顿乱打呀 小风他和父母 全被活活地打死了 蒋依依呆住了 真是民风彪悍哪 这一时冲动 酿成了两家人的悲剧 村长痛心不已 小风家破人亡 小倩家也没有好结果 在那个时代 女子未婚先孕 她的整个家族都会蒙秀的 所以小倩的父母 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小倩的母亲最先崩溃 骨髓 小倩的父亲 也承受不了中年丧气的打击 精神失常了 如此一来 小倩和妹妹就失去了保护 有人说他们两个是妖孽 说正是因为他们 才害得两个家庭家破人亡 失去理智的村民们 竟然把魔爪伸向了小倩和她的妹妹 他们先是淹死了小倩的妹妹 还把小倩以同样的方式 给淹死了 真是太可怕了 太愚昧了 蒋依依浑身颤抖 宋瑞听得入神 但她并没有说话 村长的眼睛微微湿润 悲惨的传说也让她动容 这个恐怖的传说并没有结束 小倩性格刚烈 她没等村民把她淹死 就拿起刀子切开了自己的肚子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有人都被惨烈的一目震惊了 之后又被小倩的肚子所震惊 原来她肚子里的东西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肿瘤啊 后来有村医发现 她妹妹也得了肿瘤 这可真是千古奇缘 蒋依依不住地摇头 后来呢 怎么跟山鬼扯上关系的 山鬼是孝枫幻化的 村长说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小枫刚好不在家 她娘身体不好 小枫是到外地给她娘抓药的 没想到她回来后看到的是 家破人亡的悲剧 得知真相的她悲痛欲绝 壮树自杀了 壮树自杀 蒋依依不禁脑补那恐怖的场面 她突然想到 村长把塑胶山鬼 盯在树上 大概跟孝枫壮树自杀 最终变成山鬼也有关系 孝枫临死时怒气冲天 恶狠狠地诅咒那些无知的村民 她说自己死也不会放过他们 她说她会化成山鬼 永远诅咒他们 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 生活在恐惧之中 会有诅咒这种事吗 宋瑞还是不太相信 他这个人一向冷静 很难相信这些 没有科学依据的事 说来也奇怪 小枫死后 似乎真的变成了山鬼 村子里几二连三地发生 意外死亡事件 山鬼诅咒传说便愈言愈烈 为了平息山鬼的愤怒 有村民自发组织了山鬼节 向山鬼献祭祈求平安 后来形成了野山村特别的风俗 山鬼节 原来 山鬼节是这样来的呀 蒋一一感慨万千 她又开始了连珠炮事的发问 对了 山鬼节有什么活动项目呀 你刚才说向山鬼献祭 献祭什么物品呢 蒋一一的好奇心又上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的 就是唱歌跳舞 祭品也就是一些食物 村长轻描淡写地说 这些呀都是瑞英 就是刚才给我媳妇看病的马子 他们着手安排的 对于这些我是不赞同的 我还是觉得应该抓住山鬼 把山鬼定死在树上 以劳永逸地解决山鬼的威胁 宋瑞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一味地向山鬼妥协 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27集 村长看了一眼强盛的钟表说 两位留下来吃午饭吧 蒋依依和宋瑞都是一惊 没想到在村长家里 待了这么长时间 妖怪 就把他讲的传说故事太生动了 两人听得都入了迷 他们明白 村长这么说 其实是委婉的下烛和令了 两人当然不能在村长家吃饭 而且白倩还在等着他们呢 就像村长再次道谢 离开了村长家 宋瑞他们的车就停在村长家门口 两人过来时 看到有两三个小孩 正在围着车子追逐打闹 宋瑞钻进车子 打了两声喇叭 这是他和白倩约好的信号 突然 宋瑞觉得不太对劲 车子里似乎被人动过了 他明明记得 自己把一瓶绿茶 放在操纵杆旁边的架子上了 可现在却不翼而飞了 宋瑞叫起来 我的绿茶没了 多大的事 回去我陪你两瓶 蒋依依笑道 有人进了我们的车 蒋依依大吃一惊 他紧张地四下打量 惊叫道 政务不见了 伤鬼的提液瓶不见了 宋瑞从车里冲过来 对刚才围着车 追逐打闹的小孩说 你们从车里拿东西了吗 他似乎是觉得自己过于严肃 马上挤出一副笑脸 如果有就还给叔叔 叔叔给你们买好吃的 小孩都摇摇头 宋瑞后悔进村长家之前 并没有把车窗锁好 他想让车内空气流通一下 就没有观炎车窗 本以为山村民风淳朴 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发生盗窃事件 宋瑞冲到村长家大门前 用力地拍着 横喷喷 铁门发出很大的响声 小孩们似乎受到了惊吓 都跑开了 白倩听到喇叭声出来了 他看着正疯狂拍村长门的宋瑞 一脸惊恶 这是怎么了 村长家的门再次开了个小洞 村长探出一双眼睛 疑惑地问 怎么了 还有事吗 你家大门有没有监控 快帮我查查 看是谁偷走了我的东西 这钱丢了吗 不是钱 但比钱更重要 宋瑞着急地说 是重要政务 是山鬼昨晚遭打尸体时 留下的铁 这怎么会丢呢 村长也是一惊 但他马上做出一副爱慕能助的表情 没安监控啊 那东西贵得很 我们这穷地方哪装得起呀 蒋依依问白倩 有没有看到 谁到过车旁边 白倩摇摇头 说自己一直在朋友家里 一直听到喇叭声才出来 丢了什么贵重东西 白倩关切地问 宋瑞看了白倩一眼 摇摇头说 没什么 刚才的经理让他吃足了苦头 如果不能确定一个人是否可靠 就不要向对方透露过多的信息 宋瑞初步怀疑 这件事跟瑞英有关 因为知道他车上有山鬼政务的人 只有他和村长 现在车上的瓶子全丢了 除了瓶子 别的东西并没有被动过 这是一起目的很明确的作案 而村长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不可能分身出来偷东西 真的是他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真的是他 那偷窃现场会不会留下线索呢 在车周围查看了一番 看到很多脚印 但这些脚印都不大 好像是小孩的脚印 宋瑞冷静下来后 觉得可能是小孩好奇 把手从车窗伸进来 拿走了政务瓶 拿走了绿茶 他们可能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觉得好玩 车窗打开的并不宽 只有小孩能把手伸出来 取走瓶子 如果是这样 政务还有追回的可能 宋瑞再次拍响了村长家的门 说他怀疑是有小孩 把瓶子拿出来玩 要村长在村广播站广播一下 如果你家村民看到 小孩在玩纯净水瓶 马上交出来 这是警方的重要政务 村长苦笑着说 这样说没人会交出来 大家都怕惹上麻烦 担心小孩把政务弄坏 让自己背上官司 他提出 如果是小孩干的 肯定是这附近几家的小孩 他可以带着宋瑞 一家一家的上门找 宋瑞大喜过望 就在村长的带领下 挨家挨顾上门寻找 纯净水瓶子 但大家看到村长带人 到自己家 找一个纯净水瓶子 都表示不理解 那目光分明在说 宋瑞和村长是吃饱了撑的 然而 这番搜索一无所获 没有一个孩子说 见到这个装有山鬼体液的瓶子 不知道是他们真的没见到 还是已经把这个不好玩的玩具 给扔了 宋瑞灰头土脸的坐到车里 身心俱疲 他无力的冲白欠白白手 咱们先去你家的旅馆办理入住吧 好饿 现在还有午饭吗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蒋依依说 回去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太谢谢你了 宋瑞疲惫地说 白欠给他们指着路 宋瑞和蒋依依很快来到了白欠家 白欠家是一栋新盖的两层小楼 雪白的墙壁上用红色颜料写了几个大字 疑心旅馆 蒋依依在心里一乐 真是不专业 连招牌也没有做 看样子还是白欠自己写的 宋瑞看到这四个字 这才明白 白欠拉他们住客时 为什么有些紧张 这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鬼 而是因为刚开旅馆 什么都不熟 这不 店名都是新写的 白欠把宋瑞和蒋依依引上了二楼 你们就住在这里 怎么样 房间布置得典雅 整洁 而且窗外就是一片翠绿的竹林 空气也很好 蒋依依一眼便喜欢上了这里 怎么样 还满意吧 白欠有些紧张地问 还不错 价格 宋瑞不知可否地点点头问 白欠的脸上 立马显出兴奋的神色来 急忙抢着说 不贵 一晚上一百块 还包吃饭的 蒋依依接口道 确实不贵 就这里吧 先住一晚上吧 宋瑞说着 拿出手机付款 这才想起 夜山村根本没信号 只得信信地 收起了手机 拿出钱包 抽了一张红色的钞票 递给白欠 等一下 蒋依依也递了一张红色钞票给白欠 我们要两间房 白欠惊恶地 看了蒋依依一眼 又看看宋瑞 抿嘴笑笑 吵架啦 蒋依依脸红了 宋瑞也尴尬地宠她使了颗眼色 蒋依依明白 这是让她伪装成自己的女朋友 这样也能让当地人放松警惕 他们变装出行 并不想让当地人知道他们是警察 可是 白欠面有难色 只有一间啊 给我们再加一床铺盖吧 宋瑞看看地板 这是竹地板吧 睡在上面也很不错 白欠惆宋瑞意味深长地笑笑 以后要多逃老婆欢心 要不连地板也没得睡 要被赶出家门的 是的是的 宋瑞配合地顶点头 她看了蒋依依一眼 后者的脸修成了红布 蒋依依手里依然拿着那张 没花出去的钱 问白欠 加了一床铺盖 这样要加钱吗 哦不用不用 你们稍稍休息一下 我这就给你们去弄吃的 说着 白欠风风火火地下楼了 宋瑞呆呆地 看着白欠离开的背影 蒋依依拿手 在宋瑞眼前晃了晃 眼都看直了 宋哥 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待会儿我去说个眉 眼都直了 还不是因为某个人 害我也不敢睡 宋瑞瞪了蒋依依一眼 蒋依依吐了吐舌头 下午你休息一下吧 恐怕休息不了 吃过饭后 我们再到村长那里 得确认一下瑞英有没有嫌疑 然后再去 宋瑞说着下午的计划 正说着白欠叫他们下来吃饭了 这是野蘑菇炒腊肉 蘑菇是野生的 虽然样子不好看 不大 但口感很好 腊肉呢 是我们自己家养的猪 冬天杀了 用腿肉腌的腊肉 白欠介绍道 野生的蘑菇切成片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腊肉肥瘦相间 切得很薄 肥肉是透明的 往外冒着香浓的猪油 瘦肉是淡淡的粉色 漂亮又好吃 而且已经是下午了 宋哥和蒋依依早已饿得 前心添后背了 两人没有在说话 一个劲地往嘴里扒着饭 不一会儿 两盘子菜被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后 宋瑞和蒋依依离开了一新旅馆 驱车前往村长家 宋瑞再次敲开了村长家的门 村长看到又是他们 只要头 根本没有让他们进屋 我已经带你们去找过政务了 但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不要总缠着我了 我们想调查一下你们村的马子 瑞英 宋瑞打断了村长的滔滔不绝 就是他听到了政务在我们车里 还装在瓶子里 结果政务就不见了 村长不说话了 若有所思 瑞英住在哪里 你带我们去他家吧 后面的就不用麻烦你了 你这么说也没错 但瑞英好也没有作案的动机呀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这没理由啊 村长面有难色 我这样带你们过去 会被他骂的 村长 你也想山鬼早一天被抓住吧 蒋依依提醒 这政务 没准是抓到山鬼的关键因素 村长眼中闪过一道决然 一咬牙 算了 豁出去了 村长上了车 带宋瑞和蒋依依到了瑞英家 跟村长家比起来 瑞英家就寒酸多了 他住在村头 所谓的家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旧房子 这让宋瑞和蒋依依都难以置信 一个马子 经常给村人看病驱鬼 应该很有钱才对呀 怎么会如此落魄 据村长说 瑞英之前有过一个男人 但已经离婚十几年了 现在他一个人过 果然如村长所料 当瑞英得知 宋瑞和蒋依依是来调查他时 气得对村长破口大骂 说是村长不安好心 栽赃嫁祸他 蒋依依晾出了警员证 说是他让村长带路的 瑞英这才闭嘴 看对方是警察 瑞英客气多了 他说他没有动车里的东西 更没有理由去拿物证 并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 他从村长家出来 又到了两户人家家里去看病 宋瑞没有轻信他 而是让瑞英带路 到他看过病的村民家 对村民进行问询 瑞英没有说谎 他确实是从村长家出来后 就到了另外两家 其中一家离这里还有点远 而且宋瑞他们 从村长家出来时 他还在那家看病 没有作案时间 瑞英盗走物证的嫌疑 被排除了 宋瑞和蒋依依依依依依依一头雾水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众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28集 算了 我们不在这磨叽了 我们回现场去 宋瑞一拍方向盘 现场 你是说 蒋依依打了个哆嗦 伤鬼监视的现场 宋瑞点点头 对 本来昨晚对现场的勘察就不充足 光线差 再加上害怕山鬼突然跳出来 很多地方都没查到 这次过去好好勘察一番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收获 而且 我再提取一次 说不定还能提取到山鬼的铁 如果这次可以成功 正午丢就丢了吧 对啊 蒋依依也眼前一亮 两人马上调转车头 开往昨晚遭遇山鬼的地方 凭着感觉 宋瑞把车子停在了昨晚 莫名熄火的地方 他和蒋依依下了车 就往树林里走去 昨晚就是往树林里走一段后 看到山脚的平地出现了山鬼 他扒开一座坟 糟蹋了尸体 白天光线好 还有太阳给他们定位 他们很顺利地 到达了昨晚看到山鬼作案的地方 一路上 他们不止一次看到 有山鬼被钉死在大树上 想到昨晚他们差点吓破了胆 就觉得好笑 不过 当宋瑞再次站到这里时 突然觉得有点奇怪 山脚的白色不见了 他记得很清楚 昨晚他是把尸体盖好之后才离开的 现在盖着尸体的白布不见了 尸体也不见了 是不是离得太远 看不清楚呢 可是 不太可能啊 昨晚他们在这里 明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山鬼猥胁尸体 而且 他确认就是这个位置 宋瑞在地上 找到了他们昨晚留下的脚印 尽管尸体不见了 但尸体附近的坟还在 宋瑞清楚地记得 昨晚山鬼猥胁尸体的地方 就是坟地附近 于是 宋瑞以坟地为目标找了过去 地面上 已经没有了白色的兽衣 更没有了尸体 更诡异的是 昨晚明明被刨开的坟 现在又合上了 仿佛时光倒流了 宋瑞和蒋依依站在坟地前 一阵阴风吹过 两人同时打了个哆嗦 他们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惊恐 昨晚上的一切 不会是在做梦吧 本来他们还留下了证据 证明昨晚的一切不是梦 现在证据也没有了 仿佛昨晚看到的 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他们只是梦到证据被偷了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 所谓的证据 宋哥 蒋依依哆嗦了一下 我们昨晚 不会是撞鬼了吧 不会 宋瑞俯身 从草地上捡起一片白布 有人帮清理了现场 但他时间有限 不可能太细致 这是昨晚上的兽衣碎片 蒋依依眼前一亮 对 有人移动了尸体 宋瑞私下张望了一下 指着一个坟堆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尸体应该在那里面 那个坟 好像就是山鬼昨晚打开的那个 是山鬼把尸体放回去了 蒋依依疑惑地说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糟蹋了尸体 再把尸体还原 再飞心地把坟堆好 宋瑞冷笑了一下 让我感兴趣的是 到底是谁在帮山鬼做这些 宋瑞查看着地面 渐渐地 她的眉毛拧在了一起 宋哥 怎么了 蒋依依也感觉到了 气氛不太对 奇怪 地面没有人的脚印 只有山鬼的脚印 宋瑞仔细地打量着地面 蒋依依也跟宋瑞一起查看地面 果然 这里并没有人携印 只有山鬼 那特有的找印 而坟地的土质很松软 只要有人来过 一定会留下鞋印 宋瑞和蒋依依就留下了鞋印 难道真的是山鬼良心发现 把尸体放回棺材里了 蒋依依猜测 宋瑞没有说话 继续查看着地上的找印 她仔细地 比对着不同地方的找印 拧成一团的眉毛 渐渐舒展开来 冷笑道 这不是山鬼的 而是人的脚印 宋瑞的话 让蒋依依大吃以惊 她说 人的脚印 怎么会长出爪子 是有人把鞋底 做成了爪子的形状 才会踩出这样的脚印 宋瑞只是一处脚印 你看这处的脚印 脚印很新 是刚刚踩出来的 这处脚印 明显比旁边的要深 是因为它在干活 脚受力比较大 干活 在坟堆边上 干什么活 蒋依依疑 挖坟 把尸体还原呢 宋瑞说 我们昨晚看到过山鬼 它的身形像是人 但它确实是用四肢走路的 所以身体的重量 会分布到手和脚 所以它在地面上的爪印 并不会太深 而这个 这明显是人 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 不断地产土填土 所造成的隐痕 宋瑞只是坟堆边的 一个新爪印说 我明白 你是说 有人伪装成山鬼 在掩埋尸体 但除了这些 这些爪印 还有什么价值呢 价值大了 如果在某人家里 搜到了这种 山鬼爪的鞋 再跟这些爪印比对一下 如果结果一致 就能确定是它到过现场 蒋依依不厚道地笑起来 如果真的从谁家搜出了山鬼爪鞋 不用比对 也可以锁定它了 宋瑞轻轻地扶了一下前额说 还有 如果是一个人穿着鬼爪鞋 只要是他直立行走 那就会不自觉地按自己平时的不服走路 如果我们确定了他的不服 基本就可以确定他的身高 这对锁定前一人也很有帮助 蒋依依向宋瑞 竖起了大拇指 宋瑞仔细地辨认着新鲜的山鬼爪印 这些印痕 确实比昨晚山鬼留下的更深一些 在一片平台的地上 宋瑞找到了六个清晰的印痕 这是山鬼 准确地说 是穿着鬼爪鞋的人留下来的 他走的是直线 这能更准确地测量不服 没有工具 宋瑞就以自己的手当工具 他的手张开时 大拇指尖到中指尖的长度是21厘米 就这样 宋瑞用手量出了这个爪印 主人的平均不长是162厘米 如果不服长度达到了162厘米 此人的身高很可能超过了166厘米 一旦人的身高超过166厘米 身高就是不服长加足迹长的三分之一 因为凶手穿了山鬼爪的鞋 无法看到正常鞋印 宋瑞按42尺码的鞋来估算 推算出 嫌疑人的身高是170厘米左右 穿鬼爪鞋的人 身高大约是1米7 宋哥好厉害啊 蒋依依赞叹 但宋瑞却丝毫没有兴奋 因为1米7的身高在这里比比皆是 实在不算是什么明显特征 我们把坟扒开 看看能不能提取到山鬼的体验 怎么办 蒋依依看着坟堆 又看看自己的手 宋瑞一愣 他这才想起 他们手无寸铁 我们回叶山村一趟 借个工具再回来吧 宋瑞没想到 借个铲子竟然会这么难 他先是到白倩家的旅馆 但家里没人 他又敲邻居的门 但对方一听他们要借铲子 又看他们是外地人 都是一脸警惕 他们再去找村长 但这一次 不论他们怎么敲门 都没有开门 不知是村长被烦透了 不想开门 还是真的不在家 最后 他们进了一户 没有门的老房子 捡了一个 沾满了猪王的铲子 连忙驱车 重返分地 然而 当宋瑞把铲子 刚刚插进坟里时 就听到身后 传来了一个 愤怒的声音吼道 你们在干什么 宋瑞和蒋依依回头 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 他皮肤幽黑 满脸沟壑 正急急地走过来 他愤怒地 指着正在挖坟的宋瑞吼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刨我女儿的坟 这里面是你女儿 宋瑞一惊 我还以为山鬼只会晚上出来 没想到大白天的 也有人敢来挖我女儿的坟 我们不是坏人 宋瑞说 滚 有多远滚多远 我们是警察 警察 男人一惊 气势一下就弱了下来 警察就能挖别人的坟了 你女儿的尸体 已经被山鬼糟蹋了 我们把坟挖开 就是想早点抓到 糟蹋你女儿的凶手 蒋依依说 你放 我胡说 男人战红了脸 我可怜的小月儿啊 男人失声痛哭 待男人情绪稳定后 才向宋瑞和蒋依依 讲述起了女儿的事 我女儿叫兰月 今年才二十二岁 但人长得漂亮 又特别孝顺 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啊 月月这么小 就被山鬼诅咒了 被山鬼诅咒了 是什么意思啊 蒋依依问 就是 梦到被山鬼缠住了 蒋依依突然 想到了自己的噩梦 在噩梦里 山鬼一次次地 将她杀死 也许这就是 山鬼的诅咒吧 兰月被山鬼诅咒 死了 那她呢 能不能逃过一劫呢 她紧张地问 然后呢 然后她就病倒了 怎么也治不好 后来 就什么 去了 兰月爸爸说着 又失声痛哭起来 是在你家院治的 医院有没有说 什么病 宋瑞文 是被山鬼诅咒了 医院哪查得出来呀 到医院查过了 什么也查不出来 后来呀 就让村里的马子治 起初有过好转 但最终没治好 兰月爸爸又开始抽气了 这个大男人 泪陷到还发达 马子 是瑞英吗 对 你们认识她呀 兰月爸爸有点意外 蒋一一和宋瑞点点头 他们不约而同 想到瑞英让村长夫人喝酒龙汤的场面 齐齐打了个冷战 她不会 是给兰月喝酒龙汤吧 是的 就是给月月喝过酒龙汤 宋瑞和蒋一一一惊 兰月喝酒龙汤死了 村长夫人 不会出事吧 这个瑞英 逢人就开酒龙汤 可真是一招打遍天下呀 因为月月是中了山鬼诅咒而死的 所以不能在屋里放 死了以后就得马上下葬 所以 月月死的当天 就连夜下葬 兰月爸爸满脸的悲伤 我们都知道 山鬼会遭他尸体 所以就彻夜在坟头守着 山鬼才没敢出来 你守了两天 但你实在坚持不住了 所以第三天晚上就没来 宋瑞说 谁说的 我一连守了四天了 第五天晚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而且前四天 一直没看到过山鬼 我就回去睡了 守了四天都没遇到山鬼 宋瑞大吃一惊 他昨晚勘验过尸体 明明才死亡三天 他对自己的验尸水平 还是很自信的 他强压着心头的狂乱 问道 第五天晚上 也就是昨晚上 对不对 兰月爸爸点点头 天哪 宋瑞的心里 响起一声炸雷 谁为老汉 你是把女儿给活埋了呀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智隆晴川 由智地有声制作 第二十九集 山鬼就是昨晚 糟蹋了你女儿 宋瑞的语气里带着悲哀 一个可怜的父亲 连续守了四个晚上 还是没能保住女儿 胡说 我女儿的坟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走 你们走 你们不是警察 你们是来故意亲我的 兰月爸爸 在此发疯地叫起来 我们昨晚路过这里 刚好亲眼看到了 你女儿被山鬼糟蹋 今天 有人想要掩盖山鬼的罪行 又把你女儿的坟给还原了 宋瑞说着 把刚刚捡到的一块兽衣碎片 给兰月爸爸看 这东西你认识吧 这是我刚刚在这里捡的 看来掩盖山鬼罪行的人 半时匆忙 没有好好处理现场 看到宋瑞手里的东西 兰月爸爸眼睛瞪大了 他怎么会不认的 这正是女儿所穿的兽衣布料 眼前这个年轻人所说的 应该是真的 但是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怎么会有人 帮山鬼掩盖罪行 宋瑞指着一处山坡说 昨晚我们是站在那里的 看得清清楚楚 山鬼把你女儿 从棺材里刨出来 在糟蹋 兰月爸爸脸上的肌肉 抽搐了一下 山鬼确实很可怕 但他就是一个畜生 我们既然能看见他 就能把他抓住 而且 你说你女儿已经死了五天 但我作为一个专业法医 正中告诉你 你女儿才死了三天 也就是说 你在你女儿还活着的时候 就把他埋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兰月爸爸脸色惨白 惊恐不安地摇着头 如果不是在第五天晚上 如果你在第一个晚上 就没有看好 那山鬼糟蹋的 可不是你女儿的尸体 是你还活着的女儿 宋瑞上前一步 兰月爸爸已经濒临崩溃 只会一个劲地摇头 宋瑞抓住了兰月爸爸的肩膀 你就想女儿死得这么不清不楚 为什么 明明还活着 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 你就不想知道原因 你女儿就这么被畜生糟蹋了 你就不想抓到这个畜生 宋瑞的话 触动了兰月爸爸 这个皮肤粗糙的庄家汉 老泪纵横 宋法医是我们江海市的王牌法医 让他给你女儿验尸体 一定能查出你女儿的死因 还你女儿一个公道 蒋依依看宋瑞已经把火候挑得差不多了 就过来加了把柴 抓住山鬼 好 我同意你们开关 兰月爸爸吼道 声音里充满了悲壮 很快 兰月的棺材被打开 但棺材里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兰月身上的兽衣已经成了破布条 而她的皮肤也随着衣服被撕扯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这些跟昨晚宋瑞和蒋依依看到的一样 而这对兰月爸爸来说 仿佛遭受五雷轰顶 这个结实的庄家汗竟然一头栽倒在地 宋瑞和蒋依依之所以也会目瞪口呆 是因为这兰月的尸体有一处跟昨晚不一样 下体被完全挖走了 两腿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恐怖的是 这缺口像是山鬼用爪子硬生生地挖去的 窗口处很不平整 到处都是粗糙的肉瓣 这下 宋瑞从死者体内提取山鬼液体的计划完全落空 他愈发觉得 今天这事蹊跷 先是装有山鬼体液的瓶子被偷 接着 有可能残存山鬼体液的尸体被破坏 这分明是阻止他提取到有用的证据 这更让宋瑞可以肯定 这个山鬼也是有弱点的 也是可以被抓住的 要不然他不会千方百计的损坏证据 或者说是有人帮他破坏证据 通过刚才蓝月父亲的讲述 宋瑞了解到 蓝月中了山鬼诅咒后 曾服用下九龙汤 后来就死掉了 难道 是这九龙汤有问题 但宋瑞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叶山村的马子 也就是瑞英 在村里行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的九龙汤肯定也治好过不少人 要不然村长夫人生病了也不会拜托他前来 而且村里的人很信得过他 今天他一天可是到三个村民家给他们看病呢 但真的有能杀人的诅咒吗 宋瑞并不相信 看着眼前触目惊心的尸体 宋瑞似乎听到蓝月在诉说 请求他为自己申冤 宋瑞这次出行没有带专业的法医工具 但他家族里有多人当过武作 他从小也学到了很多武作验尸的技术 现在正是他施展自己武作才能的机会 叔叔 你们家有地窖吗 地窖 你要地窖干嘛 掩饰 有 有地窖的 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地窖 太好了 叔叔 还要拜托你准备一些东西 你算一下 需要花多少钱 我给你 你们是帮我女儿做事情的 怎么能让你们出钱呢 你们要什么尽管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照做 上好的白酒两升 陈醋五升 还有一张红油纸 宋瑞如数家珍 兰月爸爸听得目瞪口呆 他的反应完全在宋瑞和蒋依依的预料之内 还不等他说话 蒋依依便说 是不是很难理解 这是因为我们宋大法医验尸的方法与众不同 所以才能捋破其案 之前有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红衣厉鬼杀人案 就是因为有了宋法医的勘验 才最终告破了 没听说过 兰月爸爸诚实地摇摇头 蒋依依尴尬地愣在原地 虽然觉得奇怪 但是我相信你们 你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都会尽力地去办的 白酒 陈醋没问题 但红油纸 我们这里没有卖的 普通的红纸也可以 就是写对联用的那种 越薄越好 好嘞 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呗 对对 还有 造假 你们这儿能买到造假吗 造假 那是什么 就是鸡妻子 是一位去谈指客的中药 你们那儿有中药店吧 里面应该有卖的 这个有 那就赶紧去准备吧 越快越好 接下来 我们把你女儿 抬到你家地窖里去吧 已经下葬了的人 怎么能抬回家呢 蓝月爸爸为难 宋瑞板起了脸 你还想不想 为女儿申冤了 蓝月爸爸一咬牙 豁出去了 好吧 我抬 宋瑞 蒋依依和蓝月爸爸 三人累得满头大汗 踏过崎岖的山路 终于把蓝月的尸体 抬到了车里 宋瑞发动车子 把蓝月的尸体 送回了家 蓝月的妈妈 一看女儿成了这副样子 当即昏厥了过去 得知宋瑞他们 还要把女儿 放在地窖里看眼 再次弃婚了过去 一个劲地 骂老头是老糊涂 宋瑞正要上前解释 只见一向 老实巴交的蓝月爸爸 竟然啪地 给了老婆一个耳光 死老太婆 你敢拦我 刚才还上蹿下跳的女人 一下子就蔫了 捂着脸 乖乖地躲到了一边 宋瑞悄悄地 看了一眼蒋依依 只见她一脸的不屑 宋瑞心想 以后蒋依依结婚了 她老公 要是感动她一根指头 恐怕会被打个半死 想到自己不是她老公 竟然有一丝庆幸 脸上便多了一丝笑意 看到别人打老婆 很开心吗 蒋依依摆了宋瑞一眼 宋瑞在心里直呼冤枉 大家终于把蓝月的尸体 搬到了地窖 宋瑞左右一看 地窖里堆得满满当当 这让她头大 把这些都搬出去 什么 全搬出去 我前几天才搬进来的 整整搬了一天呢 蓝月爸爸简直要跳起来 要不你帮我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没放菜的地窖 我在那里给你女儿掩饰 那怎么行 我怎么可能把女儿 送到别人家去 蓝月爸爸这次 是真的跳起来了 那我们就不等了 动手吧 宋瑞说着 撸起了袖子 蓝菜 老太婆 还在这干什么 过来帮忙啊 蓝月爸爸 冲老婆吼道 可怜的老太婆 赶紧乖乖地过来 要不 让阿姨去买东西吧 我们几个干得快些 蒋依依似乎云心不忍 她最见不得 总是猴女人的男人 家里人什么也不懂 还是我去吧 蓝月爸爸 温和地回着蒋依依的话 但马上又换了一副脸孔 从老婆吼道 死老太婆 手脚麻利点 别耽误了这两位专家的正事 说着 蓝月爸爸就离开了 蒋依依只觉得一阵尴尬 自己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很快 蓝月爸爸采购回来了 老太婆看男人买了这么多醋 疑惑地问 老头子 晚上是要吃酸辣粉吗 宋瑞和蒋依依都扑齿笑出声来 很快 大家终于把地窖里的菜都搬了出去 宋瑞在地窖外面的地上 铺了一张席子 把遍体鳞伤的蓝月放在席子上 又让蓝月爸爸打了一木桶温水送来 她用布沾着水 给蓝月擦拭身体 擦去了身上的灰尘 泥污 那些被山鬼撕扯的伤口 更显得触目惊心 站在旁边的蓝月妈妈 终于控制不住 大哭起来 我的月月 你死得好惨啊 蒋依依连忙 扶住了蓝月妈妈 阿姨 别哭了 我们一定不会让蓝月死得不明不白 一定会为他讨回一个公道 按宋瑞的吩咐 蓝月爸爸把干柴抱进了地窖 并点燃了干柴 地窖的内壁是用石头垒成的 但这样烧了一会儿 内壁上的石头都被烧得滚烫 宋瑞先是拿出一片随身携带的口罩 把口罩打湿捂住了口鼻 并把蓝月爸爸买回的酒和醋 都倒在了桶里 搅拌了一下后 他就提着筒下了地窖 宋瑞用碗盛着酒醋混合液 一碗一碗的颇向烧热的内壁 顿时 地窖内冒出了滚滚的白色烟雾 并散发着剧烈的酒味和醋味 站在外面观看的三人表情各不相同 蒋依依一脸期待 她已经见识过宋瑞用这种方法演示 希望这次也能有新的发现 蓝月爸爸则是一脸愕然 似乎不明白宋瑞这是在干什么 宋瑞吩咐道 快把蓝月抬到地窖里 看蓝月爸爸正要去搬运尸体 他突然叫道 等一下 你先把不打湿捂住鼻子 宋瑞也递给蒋依依一遍口罩 他也学着宋瑞 把口罩打湿后戴上 三人进入了烟雾缭绕的地窖 蓝月的妈妈则在地面上帮忙 大家七手八脚 终于把蓝月送进了地窖 《质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集 宋瑞指挥着大家把蓝月的尸体放在地窖里 并给他盖上了一层棉质的床单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要等酒醋蒸发充分 进入尸体后才能继续查验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里 宋瑞和蒋依依又问了蓝月父母一些问题 他们了解到 蓝月从小一直很健康 力气大 跑得快 甚至比男孩子都不差 蓝月的妈妈自从生了蓝月后 就没有再生过孩子 他们也很遗憾 家里没有男丁 没人给他们养老送终 但蓝月很争气 各方面都不输给男孩 这才让二老略略放心了些 但这么一个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的孩子 怎么就突然病倒了呢 蓝月的妈妈给出的答案也是四个字 山鬼诅咒 她说蓝月是受到了山鬼诅咒 才会突然病倒的 宋瑞不知可否 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诅咒 如果说因为诅咒导致一个人死亡 那里面一定另有隐情 两个小时一广而过 宋瑞他们再次进入地窖 把蓝月的尸体带出地窖 摆放在院子里 宋瑞冲蓝月爸爸说道 红油纸 没有红油纸 只有红纸 蓝月爸爸有点为难 拿出了一张只有A4打印纸那么大的红纸 只有这么一点了 把油倒上去不就成了红油纸吗 蓝月爸爸一拍脑袋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说着 他直奔茅草搭建的厨房 拿出一个油腻腻的瓶子 蓝月爸爸把油倒在红纸上 用手指抹匀 一张红油纸就成功诞生了 宋瑞把油纸拿在手上 微微动着手腕 调整着红油纸的角度 让阳光透过红油纸 落在尸体上 尸体在红光的照射下 微微变红 而宋瑞就凑过去仔细观察 其他人都不再说话 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宋瑞俯在尸体上 勘验了一个小时 然后缓缓起身 活动着酸痛的关节 尽管他没有说话 但大家还是从他脸上的失落 看到了答案 没有特别的发现 死 宋瑞把自己常用的 死者这个词 咽了回去 说道 蓝月身上 并没有检测出生前损伤 这些所有的伤 都是死后造成的 蓝月妈妈气愤地说 这还有你费这么大惊验吗 跃跃去的时候 身上可都是好着呢 这些伤 当然是死后造成的 你不要多嘴 蓝月爸爸冲老婆吼道 马上又温和地对宋瑞说 大法医啊 你不要跟他生气 乡里人没见识 宋瑞有点尴尬 他还是耐心地 向蓝月妈妈解释 我这个勘验 不光检查外伤 主要是检查内伤 你说的没错 蓝月不在的时候 他身上是没外伤 但不代表 他没受内伤啊 你想想看 他身体一向健康 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呢 是 是伤鬼诅咒 诅咒本身就是说话 跟骂人是一样的 大叔总是骂你 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话一出口 蒋一一马上捂住了嘴 竟然一不留神 把自己对蓝月爸爸的不满 给说了出来 宋瑞把蓝月爸爸带回来的造夹 放在碗里 用温水化开 用一只干净的筷子搅拌 待搅拌均匀后 从钱包里拿出一个银币 并用布沾着造夹水 擦拭着银币 蓝月的父母一脸惊恶 蒋一一也是一脸震惊 他不禁问道 宋哥 你这是干什么 验尸啊 蓝月没有外伤 就继续查其他的死因啊 宋专家 你这次是要验什么呀 蓝月爸爸的眼中 重新燃起了希望 验毒 宋瑞头也不抬 依然专心致志地擦着银币 过了一会儿 银币被擦拭得正凉 宋瑞扒开了蓝月的嘴巴 把银币放进了他的嘴巴里 再把他的嘴巴合上 这是专门验毒用的银币 如果过一会儿银币发黑 就说明蓝月中过毒 这也是他死亡的原因之一 下毒 月月是好孩子 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谁会这么狠心的 我没说是有人下毒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 误食了有毒的东西呢 一个小时后 宋瑞打开了蓝月的嘴巴 把银币拿了出来 四双眼睛 齐刷刷地盯上了银币 他们的心情矛盾 既希望银币变色 又害怕银币变色 银币没有变色 蓝月并不是被毒死的 但他是怎么死的呢 现在还是个谜 没办法了 没办法就算了吧 还是让月月 如土为安吧 也谢谢你们 白忙活了一场 蓝月爸爸 似乎已经接受了 这个结局 我是说 没办法 只有得罪了 宋瑞看着一脸 惊恶的蓝月父母说 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 剖开尸体 彻查蓝月的死因 要 要剖开月月呀 蓝月爸爸面有难色 蓝月妈妈 扑到蓝月的尸身上 不行 不行 我不许你们拿刀碰月月 蒋依依依走过去 把蓝月妈妈拉起来 阿姨 蓝月现在死得不明不白 你们也不想 她就这么带着冤屈离开吧 叔叔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们也说过 蓝月死于山鬼诅咒 而山鬼诅咒 已经害死了 很多个无辜的女孩 你们就不想找到 山鬼留下的线索 抓住山鬼吗 蓝月去了 你们很伤心 难过 如果山鬼以后 还出来害人 那乡亲们 不也会伤心难过吗 蓝月的父亲沉默了 她的母亲 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激动 拼命地阻止尸体解剖 虽然月月去了 但她也可以因此 救下更多的女孩 她是夜山村的英雄 大英雄 蓝月的父母 不再极力阻止宋瑞 解剖尸体 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他们最宝贝的女儿 现在 就要被开膛破肚 这怎么不让他们 悲痛欲绝呢 宋瑞明白 必须趁蓝月的父母 现在还沉浸在 英雄梦里的时候 果断解剖 待他们反应过来 很可能会反悔 到时候再解剖 就难了 尽管现在天色已经擦黑 她还是决定 马上解剖 没有手术刀 宋瑞就让蓝月妈妈 把菜刀拿来 宋瑞把菜刀磨了磨 对着蓝月的尸体 认真地鞠了个弓 这才下刀 尽管菜刀 没有手术刀顺手 宋瑞还是麻利的 一刀从颈下 滑到齿骨联合的上方 一字滑开胸腹部 这是我们国家 法医习惯的解剖方式 这样的一刀 也有放血功能 可以防止 下一步的颈部解剖时 划破血管 从而导致血液 浸染肌肉组织 造成法医 无法判断是肌肉出血 还是浸染 也就无法明确颈部 有无遭受过外界暴力了 蓝月的父母 都扭过头 不敢再看 宋瑞对尸体 进行了详细的解剖 仔细地查看了 死者的胃 肝 心脏等器官 不厌其烦地 查看每一处可疑的细节 一个个器官被他取下 反复查验后 放到了一旁 很快 地面一片狼藉 俨然一个血腥的 分尸现场 蓝月的母亲 看到这一幕 实在受不了了 冲过来 想要阻止宋瑞继续解剖 蒋依依拦住了他 我可怜的月月 你的命好苦 先是被闪鬼 早大有被人打下 蓝月妈妈的话 也刺激到了丈夫 她双眼通红 简直要冒出火来 似乎也对刚才同意宋瑞 解剖的决定 后悔不已 而宋瑞 似乎没有听到 蓝月妈妈的哭喊 没有看到蓝月爸爸 眼中的怒火 依然埋头 看眼摘下来的器官 宋瑞把看眼完的肝脏 放在地上 继续要取下一个器官 蓝月的父亲 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冲宋瑞吼道 宋法医 住手吧 已经验了这么久了 还没有验出个名堂 不要再验了 再给我半个小时 我再验最后一箱 不行 不能再验了 你看看你把月月 都倒打成什么样子了 蓝月妈妈要崩溃了 宋瑞进入法医这一行 时间也不短了 做过很多次解剖 但像这一次 当着受害者家人的面 用菜刀解剖 还是头一次 其实 哪怕是死者家属 一句话不说 他也能感觉到 那股巨大的压力 而且自己还多次 没有验出结果 这更加深了家属们的焦虑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法医工作就是这样无奈 就是要这样 一项项地排查 甚至要反复排查 才能让尸体说出真相 运气好的话 一上来就查到了关键部位 找到了决定性证据 运气不好的话 得查到最后一项 才能有所发现 而且尸体不能说话 伤害有多种多样 毒物也是成千上万 想要还原死亡过程 就像是在玩猜谜游戏 凭着经验进行猜谜 猜对了还好 一旦猜错了 很可能职业生涯就断送了 蒋依依能拦得住 蓝月的母亲 但她分身乏术 不可能同时拦得住 蓝月的父亲 蓝月爸爸冲到了解剖现场 天啊 不要再解剖了 这是最后一项 宋瑞头也不抬 继续勘察着蓝月的心脏 我让你停手 你听到了没有 蓝月爸爸咆哮起来 他抓起一把铁铲 仰起来就要往宋瑞身上砸 宋哥 小心 蒋依依急地松开了蓝月妈妈 朝这边冲过来 你就是把我打骨折 我也不会停止 为你女儿讨回公道 宋瑞依然在埋头勘察 宋瑞的话触动了蓝月爸爸 他愣住了 高举的铁铲并没有打下来 果然有毒 宋瑞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这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跳起来 围在了宋瑞身边 我在蓝月的心脏里 检测到了毒物的反应 难怪我昨晚验尸时发现 蓝月的死亡时间 是三天前 而叔叔却说 蓝月已经死了五天 什么 三天前 蓝月妈妈目瞪口呆 脸色瞬间惨白 宋瑞分析道 这种毒药可以麻痹心脏 让心脏间歇性停跳 没有了脉搏 自然会被认为是死亡 再加上 大家都以为蓝月中了山鬼诅咒 唯恐给活着的人带来不幸 一旦死亡就要立即下葬 所以才会被匆匆下葬 蓝月的妈妈突然腿一软 我们真是草叶 我们 我们 我买了 月月 月月 妈妈 对不起你 我这就去陪你 蓝月妈妈说着 就要往墙上撞 幸好蒋依依依眼疾手快 把她给拉住了 宋瑞也赶紧过来 劝蓝月妈妈 阿姨 你别激动 这不是你的错 是有人在暗中害你的女儿 谁 谁 谁害了我女儿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一集 蓝月的父母 异口同声说着 谁 谁 谁害了我女儿 两人的眼中冒着火 愤怒至极 据我初步分析 导致蓝月心脏麻痹的是一种生物毒素 可能是某种有毒动物攻击了她 毒蛇 蓝月的父母一口同声说 但蓝月爸爸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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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村子里真有这么可怕的动物 怎么会一直没有被人察觉 蓝月他们家又不是在村子边缘 是动物为什么特意跑到蓝月家 而不就进攻击村子边缘处的人家 宋哥 你的意思是 有人专门把毒物放进了蓝月的房间 蒋依依恍然大悟 宋瑞点点头 蓝月的父母大吃一惊 是谁 是谁要害我们的月月 带我到蓝月的房间看看 蓝月的父母将宋瑞和蒋依依 带到了蓝月生前所住的房间 这个房间位于二楼 里面还保留着蓝月生前的模样 一切都显得很温馨 浅红色的墙壁 床头的桌子上 也放着精致可爱的摆件 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在尽自己所能地 为女儿营造出一个温馨的港湾 可惜 现在已经进入了很多人 据蓝月的父亲说 蓝月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突然中病 最后死亡的 前前后后 有很多人到过这里 有给蓝月看病的马子 有跟蓝月关系要好的女孩 也有蓝月没有脉搏后 过来帮忙把蓝月 装进棺材的村民 你是说 伤害蓝月的人 就在这些人中间 怎么可能 这都是相礼相亲的 对啊 相礼相亲的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是法医 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专业观察 得出结论 蓝月中的是生物毒 必须是人把毒带到这里 才能让他中毒 所以凶手一定到过现场 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些人表面上对你很好 暗地里却会害你 蓝月的父母不说话了 看得出来 他们的脑子 大概在飞速地运转着 来搜索可能伤害女儿的凶手 宋芮来到窗边 打开了窗户仔细查看着 突然看到了窗户外面 有一个新鲜的印痕 这个印痕 像是一个锋利的钩子 给勾出来的 把窗户外面的粉墙的灰 给刮下了一小块 这是什么 宋芮指着印痕 问蓝月的父母 蓝月爸爸一看到这个印痕 大惊失色 这是山鬼的爪印 山鬼进屋杀害了月月 我可怜的 我可怜的月月 蓝月妈妈再次摊坐在地 哭号起来 蒋依依疑惑地说 可是 山鬼能穿玻璃吗 这玻璃不是一直关着的吗 是一直关着的 月月很小心 每晚睡觉前都会检查一番的 确定把窗户都关了再睡的 那山鬼怎么进来的 蓝月的爸爸也觉得奇怪 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 蓝月父母要留宋芮和蒋依依在家里吃饭 但宋芮他们已经答应了白倩 今晚在他那吃饭 再加上 看蓝月父母这样子 可能没心情做饭 没胃口吃饭 他们留在这里 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宋芮和蒋依依依离开了蓝月家 他们向蓝月父母保证 说他们会继续追查凶手 一定能把伤害蓝月的凶手 缉拿归案 宋芮和蒋依依依在夜山村人生地不熟 他们边问路 边往白倩家里赶 当他们走到一个转弯的时候 宋芮停了车下来问路 蒋依依突然听到一阵若有四无的哭声 她心里一紧 听出那是一个女人的哭声 问路回来 正要继续前进 蒋依依拉住了她 宋哥 我听到有女孩在哭 什么 在哪里 宋芮也大吃一惊 蒋依依依指了一个方向 宋芮望去 那里是田地空荡荡的 根本没有房子 也没有路灯 其实整个夜山村都没有路灯 那里黑乎乎的一片 她竖起耳朵 并没有听到什么哭声 你这是唤听了 我真的听到了 宋哥 我们过去看看吧 宋芮摇摇头 她拗不过蒋依依 就顺从的跟她一起下了车 朝黑乎乎的田地里走去 没想到 二人在田地里竟然真的有发现 田地里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六边形建筑 房顶是吊脚厅模样 没有门 没有窗户的六边形建筑 大概二十平米 就这么直愣愣地 立在一块空地上 周围没有一户人家 宋芮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奇怪 这个亭子是干嘛的呢 住人的 不对啊 住人的房子 怎么可能没有门 没有窗户 而且怎么会盖在这里 跟村子里的其他房子 完全隔离开来 对啊 可能是得了什么传染病的人 怕他传染给别人 所以就把他关在了这里 所以我才听到了哭声 哪有什么哭声啊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要不白线等不及了 蒋依依附在墙上仔细地听听 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这才跟宋芮一起回到了车里 她觉得奇怪 自己明明听到了哭声啊 宋芮和蒋依依回到白金家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刚一踏进家门 就听到了白倩 在跟一个男人争吵着什么 不等了 再等饭菜都聊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行 我已经答应人家 晚上一起吃饭的 白倩也提高了音调 这跟平时的她完全不一样 这饭是我做的 没有我同意 谁都不能弄筷子 宋芮和蒋依依对视了一眼 连忙加快了步子 依依姐 你们可回来了 快吃饭 白倩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招呼蒋依依和宋芮坐下 饭桌前围坐了四个人 白倩 还有两个是中年男女 应该是白倩的父母 另外一个是年轻男人 她正好奇地望着宋芮和蒋依依 最终把目光落在了蒋依依身上 那个中年男人冷着脸对宋芮说 对不起 我们这儿不是旅馆 请你们找别家吧 白倩 你怎么能这样 我这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 有什么不对 倩倩 怎么跟你爸爸说话 要喊爸爸 饭桌边的那边 中年妇女直摇头 说完了女儿 她又一把拉住了白倩 微女开旅馆又不是坏事 她想干你就让她干呗 当着外人的面吵吵嚷嚷嚷 想什么话 白倩爸爸白正气呼呼地说 你自己看看 她像什么样子啊 都是那个罐的 再怎么迟钝的人 也能察觉到 这对妇女正在争执 宋芮和蒋依依 无意卷入别人的家世中去 便要离开这里 另觅住处 白倩一把拉住蒋依依说 别走 我已经收了钱了 你们住下吧 而且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 除了我 谁也没权利赶你们走 白倩把筷子 塞到蒋依依手里 拉蒋依依到自己身边坐下 快吃饭吧 白正阴沉着脸说 白倩 你坐过来 黄蒙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们好好培养下感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培养感情 是为了结婚 培养了感情才能结婚吗 我看不论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都得结婚 不是吗 无法无天 白正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拍 他本能地扬起手 大概是碍于有外人在场 并没有打下来 就这么僵在了空中 打 你把我打死吧 白倩也站起来 毫无示弱 白倩妈妈冲白倩喊 闺女 少说两句 白倩马上换了一张笑脸 大家都饿了吧 快开动 这是我做的酸酸大骨汤 来 大家尝尝 宋芮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年轻男人 就是白倩爸爸口中的黄蒙 始终一言不发 也没有生气 一直面对微笑地看着白倩 通过白倩的话 这个男人很可能是他的未婚夫 但白倩似乎不太情愿 他对白倩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喜欢 欣赏 宋芮觉得都不是 那只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欲望 果然 宋芡的想法应验了 那个黄蒙 爱慕的可能不是白倩 而是她的身体 不 应该说是所有好看女人的身体 她才看了白倩一会儿 就把目光移到了蒋依依身上 蒋依依也能感觉到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黄蒙那双色眯眯的眼睛 就有意无意地往她身上飘 虽然 她根本没看黄蒙一眼 但她的职业可是警察 有着敏锐的感觉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 黄蒙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总往自己饱满的胸口出扫 碍于白倩和她的父母在场 蒋依依并没有当成发作 但一直被人用目光骚扰 还不能当面发作 这股气堵在胸口 让她实在吃不下了 饭吃到一半 她便借口说自己吃饱了 把筷子一量 气呼呼地上了楼 蒋依依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机 还没看几分钟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以为是宋瑞回来了 便打开了门 没想到的是 门口站着的人却是黄蒙 黄蒙满脸堆笑 你是叫依依吧 你好你好 蒋依依脸上的笑凝固了 怎么是你 你可真是个大美人啊 黄蒙说着 脸上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咽了一大口口水 黄蒙这个表情 让蒋依依觉得一阵阵恶心 她忍不住骂道 渣男 我婚妻在身边 还敢年华惹草 黄蒙对蒋依依的蛮骂 毫不在乎 而是诡异地咧嘴一笑 依依 你还是厨女吧 你 哎呀 厨女好呀 厨女好呀 咱们野山村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个厨女了 黄蒙神神叨叨地念叨着 有色眯眯地盯着蒋依依 什么也不缺 就缺一个厨女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蒋依依正疑惑间 一抬头 正好对上了黄蒙的目光 那一瞬间 蒋依依觉得 自己似乎是产生了幻觉 她竟然看到 黄蒙的眼中流露着贪婪的绿光 那是山鬼的颜色 蒋依依惊恐地后退两步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黄蒙狂笑起来 蒋依依被这种可怕的气场压制着 动弹不得 但奇怪的是 黄蒙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只是笑着离开了 蒋依依呆呆地愣在原地 出了一身冷汗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二集 吃完饭后 白倩端着一些山谷上来了 她来的时候 蒋依依和宋芮正在小声地讨论着蓝月的案情 看到白倩上来了 她们就默契地终止了这个话题 白倩有点愧疚地说 依依姐 我估计你没吃饱 就给你带了些点心 还有 那个黄蒙就那德性 你别往心里去 看来 对于自己未婚夫的品性 白倩心知肚明 这不 黄蒙前脚一走 她就登门谢罪了 算了 我没事 蒋依依也是刀子嘴豆腐型 看白倩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仅存的一点怒气也烟消云散了 她抓起山谷 一边吃一边说 白倩 我说句实话 你可别不高兴啊 你这个未婚夫黄蒙 怎么看都不是个正人君子呀 白倩的脸色慢慢沉了下来 我知道 可是 这门亲事是我父母定的 拼金都收了 我该怎么办 蒋依依着急了 恨铁不成钢地说 退了呀 你不是看上她那几个臭钱了吧 当然不是 我当然想退 但我父亲说 之前都跟我读书了 蒋依依一本来想说 哪有这样的父母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不顾父亲的反对 在家里开旅馆 就是想赚钱 输回自己的自由 白倩的声音突然苦涩起来 可就怕有钱也不能退婚啊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 怎么就不能退婚了 没那么容易 黄蒙是村长的儿子 村长说 只要我们家同意这门亲事 就把村里的鱼塘承包给我们 我父母过了几十年辛苦日子了 所以就 村长 蒋依依吃了一惊 今天她和宋瑞 倒是跟村长打过好几次交道 几乎要把村长家的门槛给踏破了 几乎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没觉得她是一个多霸道的人呢 也可能是因为她和宋瑞是警察 村长敬着他们吧 蒋依依不平地叫了起来 哪有这样的父母 为了一点利益 竟然将女儿给卖了 白倩沉默了 半上才淡淡地说 父母生我养我 又供我读书上大学 就当我这是在偿还他们的恩情吧 蒋依依愣 哪有这样报恩的 张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好 所以我才不顾父亲的反对 坚持要开旅馆 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赚钱 还了皇家的聘金 白倩目光暗淡 只希望皇家拿回了礼金后 能放我一条生路 说完 白倩离开了 蒋依依看到她 飞快地抹了一把眼睛 宋哥 白倩一定很不满意她未婚夫 她父母也很奇怪 为什么要把她嫁给不喜欢的人呢 蒋依依不住地摇头 这个夜山村挺偏僻的 风俗习惯大概也比较落后 白倩的这种情况 可能是父母的止婚吧 什么呀 这都啥年代了 还这样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 宋瑞边说话 边止不住地打哈欠 都能看到后曹牙了 睡觉吧 宋瑞从衣柜里 拿出白倩特意多拿给她的被褥 体贴的白倩还给她拿张榻榻米 宋瑞先把榻榻米在地板上铺好 再把尾乳铺上去 这样就舒服多了 她准备倒头就睡 昨晚为了守着蒋依依 她可是一夜没合眼 看着宋瑞在忙活 蒋依依想到了白天白倩说的 以后要多讨老婆欢心 要不连地板也没得睡 要被赶出家门的 她不禁扑吃笑出声来 宋瑞有点奇怪地看了蒋依依一眼 你笑什么 哦 没什么 要不你也睡床吧 床还挺宽的 蒋依依脸红了 宋瑞也脸上发烫 算了吧 旁边有个大美女 我可睡不着 万一做什么奇怪的事 那我就一脚把你踹下去 不用你踹 我自己下去 宋瑞说着 躺在了已经铺好的地板上 夜里 宋瑞迷迷糊糊中 觉得有股淡淡的香味 在鼻尖萦绕 那是女人的体香 她连忙睁开了眼 竟然看到了一片乌黑 她吓了一跳 但马上意识到 这是蒋依依的头发 宋瑞大吃一惊 蒋依依竟然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她给自己留了个背 蜷缩成一团 而且还在瑟瑟发抖 依依依 你怎么了 宋瑞抓着蒋依依的肩膀摇晃 我害怕 但我不想打扰你睡觉 所以就 蒋依依声音细微 带着哭腔 宋瑞坐起来 你又做噩梦了 你应该把我叫醒啊 我不忍心叫你 我没有做噩梦 我是听到了声音 蒋依依转过头来 脸上还带着浓浓的惊恐 宋瑞一惊 她连忙集中精神听 声音 什么声音 没有声音 你今天怎么总听到莫名的声音 那声音 现在还在 蒋依依说着 指了指窗外 疑神疑鬼 宋瑞的话音未落 突然呆住了 她似乎也听到了一阵古怪的叫声 这声音 绝不是人类发出的 难道是山鬼 宋瑞瞬间就清醒了 她随手 吵起了一把木凳 冲到窗边 打开了窗户 她沿着椅带着 一旦有东西进来 她就抡起木凳 狠狠地砸它 但并没有山鬼冲进来 只有一阵古怪的叫声 飘进了屋里 那声音 似乎是受伤的野兽发出的 伴随着这股灵力的惨叫 还有嘈杂的叫声 那是人的声音 但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很多人发出的 寻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隐隐地能看到摇曳的火光 我们过去看看吧 蒋依依一个劲地摇头 咱们到这里来 不就是想解开你噩梦的秘密吗 没准这就是一个机会 我现在已经不做噩梦了 蒋依依突然惊恐地说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宋瑞一惊 他扭头看向窗外 没错 那摇曳的火光 欲发明晰起来 是对方在靠近 蒋依依焦急地喊 快把窗户关上 宋瑞连忙关了窗户 他俯在窗玻璃后面 向外张望 又关了房间里的灯 这样外面 就看不清屋里的情况了 蒋依依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 也捏手捏脚地走过来 跟宋瑞一起 紧张地向外张望 摇曳的火光越来越近 那诡异的嘈杂声 也越发清晰 借着火光 他们看清 走在外面街道上的是一群人 他们个个都是一身白衣 走起路来呆呆的 就像是一对僵尸 更诡异的是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恶鬼面具 黑咕隆咚的眼睛 鲜血淋漓的嘴巴 青白色的皮肤 天哪 蒋依依惊得合不拢嘴 这不是自己噩梦里的一幕吗 蒋依依趴在窗户边向外张望 那对人马正缓缓地走过来 别离窗户太近 小心被外面的人看到 宋瑞拉了一下蒋依依 蒋依依一惊 连忙向后退了一步 只见那群白衣人 僵尸般地走着 缓缓地往这边靠近 尽管他们只是沿着路前进 但依依的心 还是狂跳起来 她总觉得 这群白衣人 是冲着她来的 那群白衣人 在离白浅家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 这更让蒋依依把心悬了起来 突然 一个身影从黑暗里窜出来 跳到了那对白衣人前面 她就像是狼一样 浮在地上 背部竟然是两只黑色的翅膀 蒋依依差点叫出声来 这是山鬼 山鬼似乎感觉到了蒋依依的存在 她往回看了一眼 借着皎洁的月光 蒋依依看到 她眼中带着血泪 长着长长的绿指甲 她嗷嗷地叫着 恶狠狠地向白衣人扑去 白衣人似乎受到了惊吓 他们收住了脚步 但他们并没有逃跑 而是同时挥舞着手里的物件 跟蒋依依噩梦里的一样 这些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物件 有人扛着黑色镰刀 有人举着巨大的斧头 有人托着一根手臂粗细的青木 还有两个人手里 拿着一个硕大的金属野猪头 用棍子使劲地敲着 似乎在用这种刺耳的敲击声 给同伴助威 白衣人们拼命地挥舞着手里的武器 宋瑞他们在远处 就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在这种强大的气场面前 山鬼似乎被震住了 他后退了一下 不过山鬼到底是山鬼 他很快就恢复了凶狠 挥舞着胳膊冲向白衣人 白衣人乱了阵脚 队形被冲乱 很多白衣人四散逃走 但有两个拖着青木的白衣人 并没有逃 他们挡住了山鬼的去路 看到山鬼冲过来时 他们挥舞着木棒 就朝山鬼打来 宋瑞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蒋依依也闭上眼睛不敢看 他们都不相信 一根木棍能奈何得了山鬼 这只会激怒山鬼 这两个不自量力的家伙 可能会被山鬼给撕碎 但眼前的一切让宋瑞愕然 山鬼被打中后 竟然抱着脑袋跳个不停 那个白衣人依然不依不饶 举着棍子就要继续揍他 他只好落荒而逃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三集 蒋依依也睁开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 当她看清山鬼的真面目时 差点笑出声来 这个山鬼根本就是人装扮的 所谓眼中血泪 只不过在眼睛下方点了几滴朱砂 至于绿指甲 只不过是涂了绿色荧光的指甲油 那满口的獠牙只不过是假牙 好笑的是 有个獠牙还装歪了 更为滑稽的是 她的死神之意 那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翅膀 绑在她身上 极不合身 似乎还有点松 她边逃跑 便悄悄地用手往上托 蒋依依和宋瑞对视了一眼 面面相觑 这个人扮山鬼在前面逃跑 她本来是四肢着地 或许发现这样根本跑不快 时不时地直起来身体 小跑两步 样子滑稽极了 那对白衣人追着山鬼 更卖力地挥舞着手里的物件 这些物件发出更喧闹的声音 很快 他们追着山鬼离开了 难不成 我们昨晚看到的山鬼 也是假扮的 宋瑞摇摇头 奔跑的身形完全不同 今天这个明显是人假扮的 他走路的姿势像是人类 而昨天那个明显是动物 他的翅膀动作很协调 应该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蒋依依不说话了 睡吧 宋瑞说着 走到了自己打的地铺 看了蒋依依一眼 你还是睡床吧 我 我害怕 好吧 那我们都睡床吧 你睡里面 要是山鬼来了 先吃我 看蒋依依脸色有变 宋瑞连忙说 没准山鬼咬一口就会说 什么玩意儿啊 人类太难吃了 就走了 蒋依依扑哧笑出声来 两人继续睡下了 蒋依依睡里面 宋瑞睡外面 两人都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宋瑞扭头看了蒋依依一眼 蒋依依也正看着她 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移开目光 继续看天花板 蒋依依依的声音微微颤抖 宋哥 我害怕 你抱着我吧 从后面 说着 蒋依依依侧过身子 给宋瑞留了一个背 看着蒋依依依那白皙的肩膀 一股让人心醉的女人体香 悠悠飘进她的鼻孔 她的心 蓬蓬地狂跳起来 她侧向蒋依依 把手搭在了她的腰上 拥住了她 蒋依依的身体 微微颤抖了一下 竟然往宋瑞这边 蠕动了一下 这一下 两人挨得更近了 宋瑞心跳得更快了 突然 她感到自己的下面 没出息地起了反应 刚好顶在蒋依依依 浑原的屁股上 蒋依依身体一僵 她感觉到了宋瑞的异常 突然大叫起来 一脚踹在宋瑞的小腹上 一下把她给踢下了床 还好床下 就是宋瑞打好的地铺 宋瑞倒也没摔疼 但刚才那一幕 还是让她尴尬不已 哼 不老实 她索性拉过被子 盖在头上 宋瑞看了一眼 苦笑着摇摇头 此日 天气大好 明媚的阳光 洒得到处都是 蒋依依气色不错 尽管昨晚 被假山鬼惊醒 但没做噩梦 总算又睡了个好觉 想到昨晚 宋瑞从后面顶住了她 她的脸又红了 白千一家三口 和宋瑞蒋依依五人 围坐在一起吃饭 或许是想到一天一百块钱 白千的父亲白正 对宋瑞他们的态度 客气了不少 再加上少了个猥琐的黄猛 这顿饭 蒋依依吃得很高兴 或许是看饭桌上 气氛轻松 蒋依依嚼着鲜嫩的鱼肉 口齿不清地问 昨晚我听到了古怪的声音 往窗外一看 是一对戴着鬼面具的白衣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白千妈妈手中的筷子 掉到了地上 她的脸上 有一瞬间的恍惚 片刻之后 她有点尴尬地笑笑说 看我 这么大年纪了 还这么笨 你们继续吃 我去换双筷子 说吧 她捡起地上的筷子 一个闪身便进了厨房 这个反应 让蒋依依有点意外 白千妈妈明显是受惊了 自己的话 是刺激到她了吗 这是 白千开口了 她顿了一下说 这是我们夜山村的驱鬼仪式 每年都要举办一次 宋芮注意到 白千开口之前 看了白正一眼 似乎是在征求白正的同意 蒋依依觉得奇怪 驱鬼仪式 在晚上举办吗 昨晚上的只是预言 不是正式的 那正式的驱鬼仪式 什么时候开始呢 蒋依依就像是一个好奇宝宝 宋芮拉了拉蒋依依的胳膊 示意她不要再问了 蒋依依这才意识到 自从她挑起了驱鬼仪式 这个话题后 之前轻快的气氛 一下没有了 白正的脸上也没了笑意 木人的说 三天之后 蒋依依有点奇怪 她不明白 白千的父母 为何会有这么大反应 如果只是普通的驱鬼仪式 他们大可不必 欲言又止 似乎驱鬼仪式里 隐藏着什么秘密 白倩似乎为了打破冷场 主动给蒋依依夹菜说 驱鬼仪式在我们这里 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情 大家平时都不太讨论的 宋瑞和蒋依依广然大悟 连忙转移话题 吃完早饭后 宋瑞和蒋依依决定去蓝月家里 继续勘察尸体 他们想查明 蓝月中的是什么毒 宋瑞他们刚一上车 就看到白倩 风风火火地 从家里赶了出来 蒋依依叫住了白倩 你这是要去哪里 上车 我们送你一程 白倩上了车 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我要去闺蜜家 说着 白倩重重地叹了口气 蒋依依感觉到气氛不对 怎么了 他被山鬼诅咒了 宋瑞和蒋依依两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真的有山鬼诅咒 蓝月也是中了山鬼诅咒 他已经死了多天 很难堪咽出是中了什么毒 而白倩的闺蜜还活着 如果他也中了山鬼诅咒 如果山鬼诅咒 真的是一种毒 没准可以咽出来 宋瑞当即改变主意 我们也看望一下你的朋友吧 这 不好吧 白倩吃了一惊 没想到 宋瑞会提出这个要求 既然是你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们的朋友 你的朋友中了山鬼诅咒 我们当然也要去看看呀 要不然 算什么朋友 好吧 宋瑞悄悄地冲蒋依依 翘了下大拇指 蒋依依得意地笑笑 在前往白倩闺蜜家的路上 白倩聊起了闺蜜的情况 白倩的闺蜜名叫小和 他这种山鬼诅咒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越来越严重 已经下不了床了 他这些日子 几乎每天都要去看小和 昨天下午 宋瑞他们回到村子 找挖坟工具时 白倩不在家 就是去找小和了 在白倩的指引下 宋瑞开车前向小和家 突然 他们看到车外 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 六边形建筑 在那个建筑旁边 并没有别的人家 感觉怪怪的 仿佛这个建筑 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 蒋依依已经 这正是他昨晚 听到哭声的地方 可他和宋瑞赶过去后 哭声却消失了 他突然发觉 白倩已正盯着那个建筑看 目光里有些悲伤 蒋依依指着那个建筑问 白倩 那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白倩声音冰冷 脸上也仿佛挂着冰 跟之前那个热情开朗的女孩 判若两人 蒋依依依已经 呆呆地望着白倩 白倩依然是那种 冷若冰霜的表情 那是我们夜山村的耻辱 夜山村的耻辱 这是怎么回事 宋瑞的好奇心也被勾起来了 他放慢了车速 这还是得从山鬼的传说讲起 这个传说 源于一百多年前 那时村里有一个叫孝枫的男青年 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小倩 这个传说 村长给我们讲过 孝青和孝枫被冤枉 无辜的他们 被村民害死 所以孝枫变成了山鬼 要永远诅咒这个村子 村长跟你们讲的 白倩冷冷一笑 传说孝枫死后 村子里真的遭遇了恐怖的死亡事件 山鬼诅咒的传说 也愈演愈烈 为了平息山鬼的愤怒 村民组织了山鬼结 向山鬼献祭 蒋依依认真听着 其实这些 他已经听过了 但他不想打断白倩了 白倩的语气 再次变得冰冷起来 村长可曾告诉你们 向山鬼献祭的是什么 村长说 祭饼就是一些食物呀 突然 他觉得事情 没那么简单 白倩突然大笑起来 这让蒋依依和宋芮 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村长说的也没错 圣女汤确实也只是一些食物 圣女汤 你是说用圣女做汤 蒋依依只觉得头皮发麻 宋芮也被吓了一跳 他扭头问白倩 圣女是什么 圣女 其实就是村子里的普通女孩 每次驱鬼节之后 马子将会安山鬼的指示 选出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当圣女 村里的老人们说 萧峰是带着极大的圆去 而撞树自杀的 她死的时候是清白之身 为了赎罪 必须给她处女这趟 以祈求她的原谅 所以 圣女必须得是处女 白倩的眼中 再次被悲伤弥漫 她的声音也哽咽了 蒋依依和宋芮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狗屁罗杰 为了保证她的处女之身 一方面在选中为圣女时 要有马子查验 另一方面选中为圣女后 就要把她关起来 不得跟外界有任何接触 只有一个女看守 定时给她送上生活必需品 圣女将在与世隔绝的地方 度过自己的余生 她只能等山鬼节到来 被做成圣女汤 作为最重要的祭品 供奉山鬼 成为村子的英雄 宋芮沉默了 一股浓浓的怒意 在她周遭蔓延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这么愚昧的村民 将活生生的少女做成汤 献祭给一个莫须有的山鬼 而蒋依依更是怒不可遏 她一把抓住白倩的手臂 大叫道 你们叶山村的人都疯了吗 居然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四集 白倩悲哀地说 圣汤献给山鬼 山鬼就不会出来祸害我们 这种事你们不信 我也不信 但村子里管事的人信啊 我们信不信有什么用 蒋依依行说 当然有用 我们可是警察 但她暂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这个六边形的建筑 跟山鬼的传说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圣女住的地方 叫圣女安 其实就是个监狱 说话前 白倩的闺蜜小和家到了 白倩敲门 小和的妈妈前来开门 阿姨 我来看小和了 她今天好点了吗 还是那样 小和妈妈的目光暗淡了 她看到了跟在白倩身后的宋瑞和蒋依依 这两位是 他们是我的朋友 也是来看小和的 小和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好 你们上去吧 白倩带着宋瑞和蒋依依依 登上了木制楼梯 进入了位于二楼的小和房间 刚一进入小和房间 三人就被眼前一幕给惊呆了 小和的被子被丢到了地上 她的上衣被推到了脖子处 堆积成了一坨 仿佛是一个大号的围脖 而她的裤子被推到了脚跟 其中一条裤管被完全退掉了 露出白净的脚 另一只裤管还反着包在脚上 从脖子到脚踝 中间位置没有覆盖任何遗物 小和很瘦 胸部上赫然有清晰的牙印 凶手是如此用力 上面的牙印还带着血 小和的胳膊和腿都很细 上面也满是抓痕 可一想象 瘦弱的她在拼命抗争过 但最终还是没有能逃过凶手的魔爪 白倩惊叫一声 想要扑向小和 但被蒋依依从后面抱住了 白倩 你冷静一下 小和已经死了 宋芮到了床前 仔细地查看着 从脚膜浑浊程度和石斑的状态来看 小和的死亡时间在六到七个小时前 也就是说 小和是在凌晨一点左右被害的 白倩吃了一惊 刚才还在拼命挣扎 想挣脱蒋依依 突然停了下来 你们是什么人 宋芮是法医 我是一名警察 我们是专门调查山鬼而来的 蒋依依没有在隐瞒 白倩目瞪口呆 这时 蒋依依已经松了手 可白倩并没有扑向小和 白倩浑身颤抖 目光里充满了恐惧 石山鬼干的 顺着白倩的目光望去 蒋依依看到 地面上有一片黑色的羽毛 松芮看到地上的黑色羽毛 也是一愣 她想到当初 到叶山村的时候 看到的尖尸的山鬼 她就是顶着一对硕大的黑色翅膀 凌晨一点 蒋依依吃了一惊 她想到了昨晚看到的驱鬼仪式 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时间 难不成是驱鬼仪式上的山鬼 跑到了小和这里杀人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一声大喝 打断了蒋依依的胡思乱想 门口站着一脸愤怒的小和妈妈 她看到床上的女儿后 发疯般地扑过来 被蒋依依拦住了 小和妈妈扯着嗓子喊 别碰我女儿 孩子她爸 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出现了 他一脸的难以置信 当他看到有人 对自己的宝贝女儿动手动脚 脸都要气绿了 他破口大骂 你们他妈是什么人 蒋依依亮出了警员证 我们是警察 那边都是法医 警察 小和父母的气势都弱了下来 小和父亲疑惑地看了宋瑞一眼 法医是干嘛的 法医也不能碰我的女儿啊 宋瑞只觉得尴尬 蒋依依依和了一声说 法医是验尸的 你女儿已经死了 死了 是你们干的 小和是凌晨的时候死的 法医正在调查死因 叔叔 阿姨 你们不要在屋里走动 以免破坏凶手留下的线索 凶手 小和的父母面面相去 小和是中了山鬼诅咒 他是被山鬼诅咒所杀的 小和妈妈说 他环顾四周 也看到了地面上的黑色羽毛 这就是山鬼的翅膀 是山鬼干的 人高马大的小和父亲 一下蔫了 摊坐在椅子上 宋瑞似乎想到了什么 走到窗边 打开窗户查看 果然看到 窗台上有一个新鲜的印痕 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钩子 给勾出来的 昨天宋瑞 在兰岳家的床外 也看到了这样的痕迹 当时兰岳的父亲 一看到这个印记 就大惊失色 说这是山鬼的找印 小和睡觉的时候 这窗户就一直开着吗 不是的 窗户是我关好的 最近这几天 小和他根本下不了地 不可能是他自己打开的 那最近几日 谁到了小和的房间 小和的父母 目光都落在白倩身上 白倩连忙辩解 我没动过窗户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还有人到过小和的房间 是谁 是马子 小和不是中了山鬼诅咒吗 马子每天都会来一次 给他弄药 又是那个瑞英 宋瑞和蒋依依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那个给村长夫人 弄酒龙汤的女人 是她 小和母亲也点点头 蒋依依突然抽动了一下鼻子 似乎用力地嗅着什么 在屋里搜索着 最后 他把目光 落在了小和床头的一个碗上 里面盛放着小半碗的液体 他指着碗说 这是什么 这是马子给小和开的药 但我觉得没什么用 小和喝了这么多天都不见好 蒋依依眉头微皱 这让松瑞有点奇怪 他问蒋依依 怎么了 还记得萧教授吗 是你带他给我解梦的 开始解梦之前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 就是这个味道 蒋依依暗中瞪了松瑞一眼 松瑞心虚地笑笑 看来蒋依依还记恨了这件事呢 说是让萧教授给他解梦 其实是让萧教授暗中给他催眠 让他回忆起了噩梦的细节 而小和的药竟然也有同样的味道 那说明很可能有同样的成分 瑞英为什么要给小和开催眠类药物 松瑞问白倩 你最近经常过来照顾小和 有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异常 小和的异常 白倩的脸突然红了 没有啊 蒋依依看出来了 白倩真是难以启齿 他冲宋瑞说 宋哥 你到外围勘察一下 我来问话吧 宋瑞心领神会离开了房间 蒋依依拉着白倩的手 关切地说 白倩 你可是小和最要好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知道的全说出来 我们才能帮到小和 白倩点了点头 紧张地说 小和曾说过 他梦到被山鬼 那个 说到这里 白倩又红了脸 白倩回想起 那天他来看望小和 小和却红着脸告诉他 自己在梦里 跟山鬼做了那种事 而且梦中如此的真实 他能感觉到 有东西压在他身上 甚至还记得 看到了山鬼那黑色的翅膀 更诡异的是 醒来后 他甚至能觉得自己的下面 还微微地有点痛 蒋依依想到了自己的噩梦 不禁脱口而出 恐怕不止一次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 白倩惊讶地叫起来 小和确实跟他说过 他做过多次这种诡异 又恶心的梦 蒋依依尴尬地笑笑 他总不能说 自己是做梦梦到的吧 你记不记得 小和说最早有这个梦 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 是十一月十五号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是小和的妈妈 十一月十五号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小和不舒服 我请了马子给他看病 小和也跟我说过这些 但我觉得那可不仅仅是梦 因为 因为 他看了小和爸爸一眼 欲言又止 小和爸爸急了 快说啊 还有啥不能说的 小和妈妈的眼中闪烁着惊恐 也不再吞吞吐吐 索性把心里的疑惑 全倒了出来 因为我在小和身上 看到了那些痕迹 但 这事关系到女儿的明解 我谁也不敢说 蒋依依也大吃一惊 什么 这你怎么能隐瞒呢 应该早点报警抓凶手呀 凶手可是山鬼 你们警方连案都不见 怎么抓 小和妈妈不满地说 蒋依依想到了 她和宋瑞在村长家里 报警的情况 不禁苦笑了一下 看来 当地派出所不接山鬼的案 在这里已经不是新闻了 凶手是山鬼也不怕 只要她留下了犯罪证据 我就能把她给揪出来 我可是刚刚抓住过 红衣厉鬼呢 蒋依依挺直了腰 小和妈妈不信任地 看了蒋依依一眼 悄悄话说完了 宋瑞在此回到了小和房间 小和妈妈指着丈夫吼道 老头子我早跟你说了 不能支持村长 不能站村长那边 你不听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下遭山鬼报复了吧 小和爸爸粘不拉击地 搭拉着脑袋 一句话不吭 不能站村长那边 什么意思 村长就是个粗人 整天就知道喊打喊杀 非要在外面请什么法师 在这里驱鬼辟邪 还搞了个什么驱鬼仪式 还让大家凑钱买假山鬼往树上钉 说这样就会把山鬼吓跑 结果呢 全报应在了女儿身上 你天天跟那个神婆凑到一起 就是好事 天天到处在村子里搜罗着姑娘 还要把她们做成圣女汤供给山鬼 就是好事 就能让咱们女儿逃过一劫 小和爸爸似乎也憋着一股气 宠妻子吼道 那个神婆就是个祸害 天天搞得鸡犬不宁 今年我们的女儿是不用当圣女 可白倩呢 她的妹妹可惨了 叔叔 白倩打断了小和爸爸 宋瑞和蒋依依惊讶地看着白倩 你妹妹怎么了 白倩苦笑了一下 这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 本来我想不告诉你们的 可叔叔已经提到了 也没什么好隐瞒了 我的妹妹白玉杰 就是今年的圣女 那个圣女案里的女孩 是你妹妹 蒋依依惊叫道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昨天从那里经过时 还听到了里面有哭声 那是你妹妹在哭 白倩点点头 眼中含着泪花 还有两天就要祭祀山鬼 那你妹妹 蒋依依的心也揪了起来 白倩灭如死灰 对 她就要被做成圣女汤 供奉给山鬼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五集 宋瑞目光坚定 不会的 如果我们能抓到山鬼 那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牺牲者了 我一定能抓到山鬼 宋瑞的目光落在了小和妈妈身上 想要抓到山鬼 还需要一样重要的东西 我需要提取出凶手留下的证据 这是能锁定凶手身份最重要的物证 宋瑞口中的凶手留下的证据 无疑就是指凶手在小和身上留下的体液 小和妈妈面有难色 这 不行 小和爸爸断然拒绝 如果这件事传出来了 我还怎么在村子里见人 叔叔 求你救救我妹妹 白倩哭喊着 竟然跪在了小和爸爸的跟前 我可是小和最好的朋友 他生病了 我每天都来看他 现在 他已经不在了 如果因为他能救下我妹妹 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会开心的 要不 就依这位法师所说的 让这位法师提取凶手留下的证据 住口 那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女儿 还没出嫁就不清白了 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不行 绝对不行 他挣脱了白倩 蹬蹬蹬地出去了 可怜的白倩还在地上跪着 蒋依依不忍心 正想过去把她扶起来 小和妈妈抢先一步 把白倩给拉了起来 不管他 阿姨给你做主 他对宋芮说 这位法师 齐取吧 是法医 宋芮在心里说 算了 管他们怎么叫 只要他们同意自己提取证据就好 我看谁敢动我女儿 小和爸爸很快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 手里多了把菜刀 他瞪着冲鞋的眼睛大吼道 谁敢动我女儿 我就跟他拼命 宋芮苦笑了一下 他从事法医工作时间也不短了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别说是解剖了 就连提取体液也做不了 他可不愿就这么僵着 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流逝 那我就不提取体液了 小和的身上有牙印 这一定是凶手留下的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比对凶手 跟村里人就说 他是被变态咬死的 一来向大家交代小和的死 二来也让大家知道 小和是清白的 这个方法好 这个方法好 小和爸爸连连点头 宋芮本想再做一个凶手的牙齿捣膜 拿着牙齿模型在村子里比对就好 但一方面 凶手的牙齿咬得并不深 他无法得到牙齿完全的形状 另一方面 这里实在是缺乏材料 宋芮再厉害 也难为五米之锤 于是宋芮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他先用手机拍下了小和身上的牙印 然后找到了质地密度跟人体接近 同时又能印下清晰牙印的东西 放凉了的玉米面 窝窝头 人在窝窝头上咬一口 咬的深度跟在小和身上相当 而且还会留下清晰的牙印 但取证可是个大问题 如果他们直接挨家挨户地比对牙印 村民们可能不配合 我们可以先找到村长 让他把村民们集中起来 再对所有的村民进行牙印比对 白倩表示怀疑 村长会帮我们吗 会有办法说服他的 蒋依依笑笑 宋芮在心里说 你所谓的办法就是威逼呗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 如果村长一广播 犯罪分子肯定有所防范 那我们就不广播 让村长带我们直接挨家挨户地上门 如果真能这样 就太好了 在他们这些老实芭蕉的村民看来 村长总是高高在上的 不可能为了他们的事而安前马后 宋芮和蒋依依到了村长家 村长还是打开了大铁门上的小窗 听他们说话 宋芮他们说明了情况后 村长一惊 他大概也没想到 村子里竟然出这么大的事 当蒋依依提出 要他带路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时 他表示责无旁贷 这个态度让宋芮和蒋依依都松了口气 稍等一下 村长说着 转身进了屋 宋芮这才看到他穿的是睡衣 三分钟后 村长出来了 他已经换上了一件深色的衣服 显得有了官威 他跟宋芮和蒋依依打过招呼 就出发了 小和爸爸也跟着他们 他提了个大竹篮 里面全是窝窝头 在村长的带领下 他们敲开了一家又一家村民的大门 村长不厌其烦地 讲着小和家的事 又让每家的成年男人 在窝窝头上咬一口 大家的反应也是出奇的一致 当听到小和家发生意外时 纷纷表示不幸 但当听说村长要比对牙印后 纷纷表示无辜 有人还表示出了愤怒 村长安抚他们说 是全村每户人家都要比对 村民们这才不情愿地配合 篮子里被咬过的窝窝头越来越多 每一个被咬过的窝窝头上面 都被蒋依依贴上了标签 那是一个个对应的村民的名字 在取得牙印后 苏瑞马上调出手机里的照片进行比对 直接把那些完全匹配不上的村民给排除了 把这些窝窝头被咬过的地方切掉 继续用他们取证 用这种随时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只用了一篮子窝窝头 就采集了夜山村所有村民的齿痕 夜山村并不大 采集齿痕的工作不到一个上午就结束了 宋瑞准备带着这些证物 回去再仔细比对 他对村长说 今天真是非常感谢 给您添麻烦了 村长满脸笑容 说起了漂亮话 哪里哪里 能配合警方 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村长正准备离开 却被蒋依依拉住了 还有人没有采样呢 村长一愣 之后便反应过来 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是说我呀 且不说我是一村支掌 不可能干出那种伤风败德的事情 我的腿扭伤了 到现在还没好 今天陪你们走路都累 怎么可能跑到二楼的窗户 去祸害小河呀 村长大人 我们可是一直告诉你 小河是被咬死的 这怎么是伤风败德的事呢 这称其量是变态的事 村长愣了 旁边的宋瑞和小河爸爸也愣了 蒋依依上前一步 似乎是在逼问 还有 你怎么知道 凶手是从二楼窗户爬进去的 我们可从来没说过 我说你这小姑娘啊 可真是一惊一乍的 凶手咬小河的奶 那不是伤风败德吗 我可是村长 关心村民也是分内的事情 每家的情况啊 我都能不知道啊 就像小河家住在二楼 如果凶手是从正门进去的 那他的父母能听不到啊 所以只可能是从二楼的窗户爬进去的 宋瑞和小河爸爸这才松了口气 村长苦笑人对蒋依依说 真是服了你了 不知道该说你认真呢 还是死脑筋 他说着上前一步 走到小河爸爸旁边 从篮子里抓起一个窝窝头 咬了一下 村长在放到篮子里说 这下你可满意了 谢谢村长 你家里的还没有验呢 村长愣住了 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小河爸爸 联盟拉了一下蒋依依 小声说 蒋依依依 算了 村长的儿子就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要验 村里每个人都要验 村长轻轻地摇摇头 好吧 走 咱们这又到我家 宋瑞一行人来到了村长家 他们看到村长的儿子黄猛后 大吃一惊 黄猛满口是血 脸也肿了 哎呀 你这是怎么搞的 我上午到河里边抓螃蟹 然后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成这样了 黄猛痛得直哆嗦 口齿不清 他看到小河爸爸 提着一篮子窝窝头 不高兴地说 怎么啥都往家里边送啊 咱们家还不至于吃不起窝窝头吗 你个混账小子 村长仰手 朝黄猛头上拍了一下 你见老子什么时候收购村民的东西了 来 咬一口 说着 村长抓起一个窝窝头 递给黄猛 这让黄猛犯难了 不是给我吃的 让我咬 别废话 咬一口就还给我 快点 黄猛大概是被爸爸唬住了 不敢多说什么 他乖乖地接过窝窝头 咬了一口 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又把上面染血的窝窝头递给村长 上面的牙痕并不连贯 这让宋瑞疑惑 他对黄猛说 张嘴 我看看 爸 这人谁啊 叫你张嘴就张嘴 张嘴就张嘴呗 吼什么吼 黄猛小声地嘀咕着 不情愿地张开了嘴 宋瑞赫然看到 他掉了两颗牙 那应该是刚掉不久的 伤口处还有血 你的牙是在哪儿掉的 带我们去找 我说过了 是在河里边抓螃蟹摔了一跤 然后磕在石头上 疼死我了 那牙掉到河里边被冲走了 到哪儿找 我看你们真是没事找事 都是什么人啊 江一一亮出警员证 我们是警察 警察 警察也不能为所欲为 黄猛 你就少说几句 各位啊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以吗 小河的爸爸点了点头 但宋瑞和江一一 却没有表态 他们的目光 在村长的家里四处扫着 最终 宋瑞把目光 落在了黄猛的手上 只见黄猛的右手中指上 缠着纱布 宋瑞疑惑地说 黄猛 你的手也是在抓螃蟹的时候弄伤的 黄猛低头 看了手指上的纱布 摇摇头说 不是 这是削苹果的时候 我不曾经伤到的 好几天了 怎么 也要看吗 不用了 宋瑞摆摆手 他对村长说 黄村长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真是辛苦您了 不辛苦 村长微笑着送河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致 第三十六集 宋瑞一行人回到小河家 白倩看大家回来了 忙赢了上来 怎么样 顺利吗 很有收获 宋瑞指了指 小河爸爸提支的篮子 白倩凑过去看 满满一篮子 贴了标签的窝窝头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比对了 宋瑞说着 拿出窝窝头 比对着小河身上的牙痕 白倩不想就这么干站着 我能帮上忙吗 你来帮我进行初步比对吧 把跟小河身上牙痕接近的放一边 差别较大的放另一边 后面的我再来进行 这样效率会更高些 好 蒋依依也跟白倩一起 对这些窝窝头进行初步比对分类 宋瑞则来到窗边 仔细地勘察着 今天见到黄猛时 他注意到 黄猛有根手指受了伤 那如果是他爬窗户进来 那根手指是无法着力的 这一点在他的手印上 也会有所体现 如果能找到一个只有四指 或是三指着力的手指 就可以判断黄猛有重大嫌疑 如果黄猛是爬窗户进来的 那一定会在窗台的外延用力 应该会在那里留下手印 宋瑞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指印 这让他疑惑 按道理说 窗户的外延不可能每天清理 上面一定会有灰尘 如果有人爬进窗户 一定会在上面留下痕迹 宋瑞再仔细一看 是有人擦拭过 很可能是凶手擦拭了印痕 这更让宋瑞疑惑了 会是黄猛吗 他不像是这样 做事周密的人呢 而且杀人了 还处理了痕迹 却把体液留在现场 这是什么路数 不过 即使凶手能擦去爬窗的痕迹 却无法消除 他留在尸体上的痕迹 尽管有些痕迹 直接看不出来 宋瑞却有办法 让痕迹给显露出来 阿姨 这里能买到烂梅花吗 宋瑞问小和妈妈 看着后者一脸的迷茫 他补充道 中药店里应该有 这是为清热解毒的药 中药啊 我去要点问问 除了烂梅花 还需要川椒和大葱 这两种东西 你们这儿都买得到吧 小和妈妈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悦 非要吃这些吗 我也知道你们查案辛苦 但小和这副样子 我实在没心情做饭 小和爸爸吼起来 这两位是贵客 他们想吃啥 你就去买啥 快去 阿姨 我要这些不是吃 是用来验尸 如果能验出来尸体上的压痕 就能把凶手给揪出来 这样 我这就去办 小和妈妈离开了 蒋依依和白倩 也对窝窝头 完成了初步的分解 宋瑞先快速浏览了一下 被他们视为 明显不匹配的窝窝头 很快就把这些 排除在外了 接下来 宋瑞开始认真比对着窝窝头上的第一个齿痕 最终剩下了五个窝窝头 这五个窝窝头的标签分别是 黄立峰 苏志斌 白烟河 黄强强 黄蒙 这五个人的牙痕 跟小和身上的最接近 如果不是黄蒙现在缺了两颗牙齿 他的吻合度是最高的 宋瑞突然想到 上午去村长家时 村长临走之前 曾回屋了三分钟左右 尽管他说是换衣服 但也有可能向黄蒙通风报信 会不会黄蒙 正是因为被爸爸提醒 这才故意磕掉了牙印 但这只是宋瑞的一个推测 黄蒙也有可能 真的是抓螃蟹时磕掉了牙 现在多想这些也没有用 他打算跟蒋依依下午 去调查一下这几个人 确定一下 他们是否有作案嫌疑 当宋瑞完成齿痕合对后 小和的妈妈 把辣梅花等物品带回来了 在宋瑞的指导下 小和妈妈把辣梅花 川椒大葱等放在一起捣碎 再加入少量的面粉和食盐 做成饼子 再把这种辣梅饼烙熟了 因为加入了川椒 大葱等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小和妈妈在烙饼的时候 整个院子里都是那种刺鼻的气味 呛得众人直打喷嚏 很快 辣梅饼烙好了 在小和妈妈烙饼的时候 宋瑞已经用毛巾 蘸了温醋 给小和擦了遍身子 按照他的验尸体流程 是要先放白纸在小和身上 再把刚刚出炉的辣梅饼放上去 但宋瑞没有想到 在这夜山村 白纸竟然也成了紧缺品 他本来想实在不行 用厕所的手指代替 但没想到 小和家根本不用卫生纸 而是用发黄的旧报纸 宋瑞想到别家见 但小和妈妈告诉他 别家也一样 大家用的都是旧报纸 有的家还用玉米叶或砖头 最后小和妈妈翻出了小和的作业本 虽然作业本上印的有格子 但材质还算符合要求 宋瑞就只好用作业本代替白纸了 他先把作业本的空叶撕下来 一张张地盖在小和身上 再把小和妈妈刚刚烙好的辣梅饼 小心地铺在上面 这次宋瑞咽的主要是小和的脖子 胸口 肩膀这些容易被凶手控制的部位 尽管没有解剖 但通过小和的死相 宋瑞还是能大概判断出来 小和死于机械性窒息 脖子处最有可能检测出手印 看着一排辣梅饼整齐地排列着 又香又辣的味道刺激人的味泪 小和爸爸没出息地咽了口口水 小和妈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 宋瑞掀起辣梅饼 大家都围了过来 期待地看着 除了蒋一一 没有人见过这么特别的掩饰法 然而 当宋瑞把作业纸拿开后 小和的身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这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失望 宋瑞没有被众人的情绪影响 他就把这个步骤重复了一次 换上新的作业纸 重新盖在小和的身上 再把辣梅饼铺上去 这一次 小和的身上出现了清晰的手印 这个手印的颜色 比别处的皮肤颜色要深一些 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尽管手印有点模糊 但大家还是清晰地看到 这个手印是四根手指 本应该是中指的位置空缺着 蒋一一拍案而起 是黄猛 一定是黄猛 我这就去逮捕他 宋瑞一把拉住了即兴的蒋一一 你等一下 我们这可不是在江海市 那你说怎么办 就眼睁睁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我们去报案 不行的 我们这的派出所不接山鬼的案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 凶手就是黄猛 不是山鬼 怎么报案 只有村长家里有电话 这里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你不能到村长家说报案 说要抓村长的儿子吧 跟你们说 村长可不是个善查 我们开车出去报案 直接去试据 到时让他们也派一名法医过来 你自己不就是法医吗 目前 我在这里可没有执法权 而且 我还没有带工具箱 到时 让法医带上相关的工具 详细比对黄猛的DNA 把这个案给办成死案 我也跟你们去 于是 宋瑞 蒋一一和白倩 就驾车离开了夜山村 到市里报案 临出发前 他们顺手 带上了几张辣梅饼 算是午餐 蒋一一在心里说 嘿 还真被小和妈妈说中了 宋瑞要这些 就是为了吃 市公安局很重视 接到宋瑞他们的报案后 立即出警 前往夜山村 在宋瑞的要求下 随他们同行的 还有一名老法医 当然 还有必要的采样工具 夜山村地处偏僻 再加上山路崎岖难行 一直到晚上 两辆车才缓缓抵达夜山村 而诡异的是 到了进村的路上 也就是上次 宋瑞的车熄火的地方 两台车都莫名熄了火 不过还好 这次他们过了一会儿 就再次发动了 并没有被困在这里 夜山村真是个诡异之地 或许是磁力扭曲 让车的负荷 突然增大而熄火 经过一路的颠簸 两台车终于进了夜山村 在白倩的带领下 他们率先开进小鹤家 本地警方可是有执法群的 不管小鹤家人愿不愿意 只要被判断为案件 他们的法医 是有权利对尸体进行强行解剖的 更别说提取体液这种关键证据了 只要能提取到体液 再跟黄猛做个比对 就可以锁定凶手 而宋瑞几乎可以确定 黄猛就是凶手 如果他只比对了黄猛的耻痕 那他还没有确切的把握 现在他可是有双份证据的 一方面黄猛的耻痕 跟犯罪现场吻合 另一方面 他的手印也跟小鹤脖子上的吻合 如果一切顺利 今晚就能把黄猛给抓捕回案 但宋瑞等人进了小鹤家后 他才知道 如果始终是如果 并不是现实 小鹤父母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拐弯 对宋瑞和蒋依依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客气 对他们冷淡的 只有小鹤爸爸一个人 小鹤妈妈 则一直躲在礼物不肯出来 不光是对他们 小鹤爸爸 就连对白倩的态度 也变得冷淡了 当宋瑞提出要到小鹤房间 对尸体重新采样时 才从小鹤爸爸口中得知 小鹤的尸体已经下葬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七集 这下 所有人都震惊了 蒋依依最先跳起来 她指着小鹤爸爸大喊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女儿身上还有凶手的关键证据呢 谁让你们下葬的 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能把她下葬 她被山鬼诅咒了 死后必须马上下葬 要不然 会给整个家门带来不幸的 这也是我们夜山村的规矩 什么诅咒 明明是被人杀的 就是被黄蒙杀的 白倩 黄蒙可是你的未婚夫 你可不能乱说话 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未婚夫 但也不能 往他身上 泼这种脏水吧 白倩瞪大了眼睛 不认识似的 看着小鹤爸爸 我明白了 你们这是收了村厂家的黑钱了 我说你们男人还有没有良心 都会为一点臭钱 就把自己女儿卖了 女儿就是你们敛财的工具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再这样胡说八道 我就只好请你出去了 接着小鹤爸爸又冷着脸 对前来的警察说 警察同志 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事而来的 不是我们报的案 我们也不需要报案 我女儿是中了山鬼的诅咒而死的 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 我不想任何人再来打扰她了 专程赶来的警察们面面相去 蒋依依指着小鹤爸爸吼道 这明明就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不能因为有人想掩盖就糊弄过去 他们这是毁坏证据 要把他们也一并抓起来 你把小鹤埋在哪了 必须给我挖出来 谁敢动我女儿 小鹤爸爸红着眼睛口道 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蒋依依把希望寄托在了白倩身上 他说 白倩 你们夜山村的坟地 是不是大约在一个范围 你带我们去 小鹤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不能就这样看他不明不白地冤死吧 好 白倩只觉得热血上涌 他爸爸为了钱 把他卖给了村长那个混蛋儿子 现在他最好的朋友 先被那个畜生糟蹋 再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出卖 这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你敢 小鹤爸爸急了 他抓起一把凳子 就要往白倩的脑袋上砸 但白倩根本躲都不躲一下 就这么直直地站着 一个警察上前 夺下了小鹤爸爸手里的凳子 把东西放下 警察同志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这些人 就是摆明了想搞坏我女儿的名誉 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小鹤爸爸声泪俱下 蒋依依愣了 还真有这种颠倒黑白 反咬一口的人呢 白倩怒急返笑 你不认识我 哼 全村人都知道你女儿跟我是好朋友 昨天我来看你女儿 你还拿水果给我 今天就不认识我了 好 你不认识我 那更好 那我还顾忌什么 我这就带警察去挖开小鹤的坟 让警察找出糟蹋小鹤的凶手 倩倩 你不能 你不是不认识我吗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白倩冷笑 小鹤爸爸呆立当场 最后 当地警方决定打开小鹤的坟 由他们的法医重新演示 提取关键的体验证据 再跟嫌疑人黄猛进行比对 小鹤爸爸拼命阻止 结果被警察用手铐 靠在了警车里 看自己的丈夫被靠起来 小鹤妈妈主动从里屋走出来 为警方带路 来到了一个新坟前 大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 把新坟扒开 看样子 这只堆匆匆堆起来的坟 连木坑都没有 就是在土里挖了个 勉强够放棺材的坑 将棺材直直放进了土里 不过这样子 倒给警方提供了方便 他们很快就打开了棺材 把小鹤的尸体 重新挖了出来 然而 小鹤的尸体被挖出来后 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小鹤胸前的小山峰 已被削去 变成了一处平地 当然 山峰上的牙印 也随之消失了 上午 为了找出牙痕的主人 宋瑞他们几乎踏遍了整个村子 现在一上午的辛苦复苏 算是白费了 同时 小鹤脖子处 也被人割去了一大块 而那里 曾保留着宋瑞 用辣眉饼辛苦了好久 才咽出来的纸痕 宋瑞的心 一下凉了半截 既然有人针对性地 割去了这两处关键部位 那下面 一定也被仔细清理过了 果然 小鹤的下面 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什么也不可能提取到了 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做这事的人 一定跟小鹤的父母有关 即使不是他们直接下的手 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只有他们知道 小鹤身上这些部位 有着关键证据 如果这些证据被销毁 想锁定凶手 将难如登天 一向好脾气的宋瑞 忍不住 冲小鹤妈妈吼起来 怎么还试人吗 怎么能这样对待 自己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村长给了你们好处 你们才出卖了小鹤 那可是你们的女儿呀 你们养了十几年 把她养大 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女儿遇到了不幸 你们当爹妈的 我想着帮女儿申冤 帮女儿讨回公道 却想着拿女儿挣钱 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小鹤妈妈自知理亏 一直低着头 一言不发 不论谁说什么 她都一言不发 好像是瞬间丧失了语言能力 小鹤父母这种死不开口的态度 也让警方犯难了 现在 尸体的关键部位已经被处理 从尸体上很难再发现 能锁定犯罪分子的关键证据 如果受害者家人再拒绝配合 不提供人证 那案子很难有所突破 最后 当地警方只是给小鹤父母做了口供就回去了 而小鹤的父母几乎一言不发 口供也毫无价值 眼前警车已经发动 就要离去 宋瑞急了 他拦在了警车前 冲里面的法医喊 范法医 你不是带专业工具了吗 你查查尸体周围的创口 再比对一下他们家里的刀具 如果比对不出来 就扩大搜查范围 只要确定了破坏尸体的凶器 凶器的主人就最有嫌疑 范法医摇摇头 凶器就是普通的菜刀 难道要我把全部夜山村的人都抓进警局询问 宋瑞沮丧地摇着头 仿佛一下被抽出了灵魂 有蒋依依拉着她 她才没有瘫倒在地 白倩站在宋瑞和蒋依依的身边 一脸的木然 她万万没想到 本来板上钉钉的事情 会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她更没想到 良知 善良 亲情这些东西 在利益面前会变得一文不值 警车从宋瑞他们三人身边绕过 缓缓地开走了 村长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她站在宋瑞和蒋依依面前 一脸严肃地说 你们两个外地来的 叶山村不欢迎你们 请尽快离开 宋瑞一惊 这个村长跟之前见到的 那个温和的男人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一个叙事待发的猛兽 村长身后的几个人 个个阴沉着脸 他们手里拿着棍棒 那一瞬间 蒋依依产生了错觉 仿佛这些人都戴着一张张 面无表情的鬼面具 就像自己噩梦里的白衣驱鬼石 只是驱鬼石要驱的是山鬼 而这些村民们要驱的是他们 你们村有一桩凶杀案 没查清楚 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宋瑞迎着村长上前一步 把蒋依依护在了身后 村长冷冷地说 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山鬼座的案 你们这些外人的就不要再掺和了 快走吧 到底是什么鬼座的案 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们是警察 没查清楚之前 是不会离开的 你们是南门子警察呀 江海市啊 听都没听说过 你们这些冒牌警察再不走 我就要行使一村支长的权力 把你们绑起来投进监狱去 现你们今晚就离开这里 要不然我就把你们的车给砸了 让你们想走也走不了 村长恶狠狠地说 他身后的男人们很有默契地 挥舞了一下手里的木棍 哟哼 黄村长啊 好大的官威啊 一个声音传来 引得大家都扭头去看 是瑞银 夜山村的马子 乌医 马子 村长微微有点慌乱 瑞银嘲笑般地说道 黄公子的事要败露了 我们的黄大村长也急了 什么叫败露的 我们黄猛从来没有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下 我是为了我们夜山村的安定着想 把这两个祸害给轰走 你个四老太婆 不要来挑事啊 知道你一向看不上我们山鬼节 每年的山鬼节 你总是要给我们捣乱 你是想把警察赶走 让你能无法无天地捣乱 是吗 你这个疯婆子 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揍你 村长气急败坏地吼道 他身后的人再次齐刷刷地 摸了一下手里的木棍 他们的动作是如此齐整 真让人怀疑 那是不是统一程序控制的机器人 一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圣 圣女出事了 我的圣女啊 瑞英一声惨叫 她一脸死灰的弹坐在地 完了 今年的山鬼节 彻底完蛋了 她突然从地上爬起来 抓着村长的衣领说 是不是你干的 啊 是不是你干的 疯婆子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去 村长一把扯下瑞英的手 把她推倒在地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查清楚 一定要把伤害圣女的凶手给抓到 把破坏山鬼节的人 神之以防 宋瑞对那个前来报信的村民说 带我们去现场 大家这才如梦方形 跟着那位村民 赶到了圣女出事的现场 这正是宋瑞讲一一 他们到过的地方 他们第一次进入夜山村时 听到哭声的地方 一个古怪的六边形建筑 圣女安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永生制作 第三十八集 六边形建筑物旁边的空地上 已经站满了村民 几个老人 威严地站在一个少女的身后 他们是夜山村 德高望重的老人 专门负责山鬼节的事宜 那少女有点微弱 脸色是那种 终日不见阳光的苍白 她的头发很长 很柔顺 只是可能因为长期 见不到阳光 而略微发黄 眼睛很大 睫毛长长的 再加一种病态的美 更显得楚楚动人 此刻 这位楚楚动人的女孩 正瘫坐在地上 洁白宽大的裙摆 就这么洒落在地上 她的眼中挂着泪 满脸的委屈 白倩看了那少女一眼 心中痛了一下 轻声喊道 小姐 姐姐 少女正是白倩的妹妹 白玉杰 她看到了白倩 眼中的泪 花就流了出来 蒋依依看到这一幕 也鼻子一酸 如果她有一个妹妹 要做成圣女汤 供奉给山柜 不知她会不会 有白倩这么坚强 一个老人 把白倩推到一边 冷冷地质问白玉杰 少女 我问你 你要如实回答 你的身子 是不是早已不再清白了 老人 老人他这一发问 本来还议论纷纷的众人 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里突然鸦雀无声 无数道目光 锁在了白玉杰身上 是 白玉杰声音颤抖 她似乎是害怕大家的视线 头低着 几乎勾到了脖子里 长长的睫毛挡住了铜人 让人看不到她的眼神 白玉杰的话 犹如平地惊雷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个个目瞪口呆 本来 瑞英还抱着一丝希望 当她听到这个结论后 犹如被人宣判了死刑 她脸色铁青 冲过去 抓着白玉杰瘦弱的肩膀 大声质问道 荒唐 你难道不知道作为圣女 应该受身如玉吗 是谁 啊 是山鬼 什么 是山鬼 所有人再次目瞪口呆 宋瑞和蒋依依面面相去 他们难以置信 白玉杰的意思是 是山鬼把她玷污了 这白玉杰一直待在圣女安里 这个地方 与村子里的任何人家都不相连 没门没窗 山鬼是如何钻进去的 还是说 真的有山鬼存在 她能像孙悟空那样 变成小飞虫 从很少的缝隙钻进去 白玉杰委屈极了 她边抽气边说 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在山鬼 接近说声如玉 可是 我本来就是要被献祝给山鬼的 所以 那山鬼来要我的时候 我根本无法拒绝 宋瑞他们之前 也从白茜那里 听说过圣女的事 知道这个所谓的圣女 是要献祭给山鬼的 但一直半信半疑 毕竟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现在 听到白玉杰亲口说出来 他们才确信 这种令人发指的事 竟然真的存在 世界上真的有山鬼存在吗 真的只是为了平息山鬼的愤怒 就要把无辜少女 做成汤县寄给她 无数个问题 在宋瑞的脑海中翻滚着 她只觉得呼吸困难 仿佛一张巨大的阴谋之网 正在收紧 把她和蒋依依 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 那位老人继续盘问着白玉杰 那你还记不记得 山鬼最早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白玉杰的身子 蜷缩成了一团 愈发显得可怜 那年前 她正像恐怖 脸上满是粗糙的疙瘩 背后还长着一对黑色的翅膀 她一句话也不说 就把我扑到在地 就 做完之后就离开 瑞茵抓着白玉杰的肩膀 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她急急地问 你确定是山鬼吗 不会是别人冒充的吗 不可能是冒充的 她出现得很神秘 仿佛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似的 前一秒生命案例还只有我 下一秒她就出现了 这种能力 普通人怎么可能会啊 对了 今天晚上她还来过 瑞茵松了口气 她喃喃地说 如果真的是山鬼大人的意思 那 那一切还有救 这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说话了 乡亲们 我是圣女的看守 我想多说一句 我看守圣女已经有好几年了 也看守过多位圣女 我敢保证 除了我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见到过圣女 更别说进入圣女庵 跟她发生那种事了 所以 我也相信 一切都是山鬼大人做的 这位女看守的话 也算在理 大家都信服地点点头 刚才围在白玉节身边的老人们 窃窃私语了一会儿 其中一位老人清了下嗓子 大声宣布 这件事情 就算弄清楚了 大家可以散了 瑞茵 你带圣女回去 好好安顿 山鬼街 照常进行 对于这个结果 瑞茵似乎很满意 只见她兴奋地点头答应 大喜落幕 观众退场 村民们纷纷散去 但还有几个人 站在原地不动 他们是宋瑞 蒋依依 白倩 还有不远处的白倩妈妈 蒋依依观察到 白倩妈妈 一直定定地看着白玉节 眼里满是泪水 而白倩爸爸白正 并没有出现 看到白倩妈妈 蒋依依想到 早上一起吃饭时 她说起 昨晚听到了古怪声音 看到窗外 是一对 带着鬼面具的白衣人 而白倩妈妈 听到这番话后 竟然把筷子 吊在了地上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不是她笨 而是他们家里 有圣女 这个沉重的秘密 白玉节此时 早已止住哭泣 乖巧地 跟在瑞英身后 临走的时候 却又回头 看了白倩一眼 轻微地点点头 白倩一正 勉强挤出 一个苦涩的笑容 对妹妹挥了挥手 白玉节 被再次带进了 圣女庵 被关了起来 宋瑞望着 那个六边形的房子 若有所思 刚才 村长要把 宋瑞和蒋依依 赶出村子 没想到 被圣女的事 给打断了 现在 村长似乎也忘了 驱赶宋瑞他们的事 也随着散场的人群 急匆匆地离开了 白倩说 宋哥 依依姐 你们今晚还住我家吧 村长是不会 赶你们走了 宋瑞点点头 她微微有点疑惑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黄村长 最大的乐子 就是跟马子对着干 马子一直供奉着山鬼 把山鬼捧得高高的 村长则一直提倡暴力驱鬼 还把山鬼的模型 钉在了树上 马子要搞山鬼劫 向山鬼献祭 他非要来个驱鬼仪式 要把山鬼赶出村子 现在 山鬼劫还要继续 他肯定还得 忙活他的驱鬼仪式 那你支持谁呢 我支持村长 白倩的眼中 带着愤怒的火焰 如果可以 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想亲手杀死山鬼 把他钉在树上 不 把他碎尸万段 似乎感受到了白倩的杀意 蒋依依打了个冷战 山鬼根本就是个畜生 一味地向他献祭 只会让他变本加厉 得寸进尺 之前他最多会对死人下手 没想到现在竟然对小河下手 小河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杀害小河的 可不一定是山鬼 蒋依依提醒 白倩稍稍冷静了一下 说 每一年 都有一户人家眼睁睁 看着自己女儿被熬成汤 献祭给山鬼 这是何等的煎熬和痛苦 蒋依依也难以理解 你们村里人都疯了吗 居然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一百多年了 村民们对山鬼的传说 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 还有那可恶的马子 他说谁是圣女 谁就是下一任的圣女 如果不把我妹妹交出去 全村人都不会放过我们家 我妹妹很懂事 她情愿为了保全家人 牺牲自己 没想到 还没到驱鬼节呢 她就被人给 白倩的泪水 啪哒啪哒地滴落下来 看得宋芮于心不忍 看来 你也不相信你妹妹 是被山鬼糟蹋的 是山鬼干的 白倩脸忙说 语气里有一丝 掩藏不住的慌乱 这下 连蒋依依也看出来了 她关切地拉着白倩 倩倩 你是不是 有什么隐瞒着我们 白倩 只有你向我们坦诚 我们才能帮到你 你们每周面临着危险 只有我们知道更多的真相 才能帮她脱险啊 难道说你还信不过我们 我相信你们 白倩的眼泪依然止不住地流着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决绝 好 我把我所知道的全告诉你 天色已经很晚了 白倩一身黑衣 脚穿软底布鞋 悄无声息地走在村里的小路上 犹如一只黑色的灵猫 宋瑞和蒋依依同样也是身色的衣服 运动鞋 走起路来 悄无声息 一行人来到了村头的树林 白倩带头遵了进去 这简直是原始森林 根本没有路 树枝肆意生长着 把他们刮得生疼 但没有一个人叫疼 他们一路沉默着 一直走到了树林深处 在树林深处 他们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旧房子 这个房子有点破旧 屋顶还是茅草大成的 这是谁家吗 白倩 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干嘛 这是圣女看守住的房间 圣女看守 宋瑞想到了之前 看到的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住到这么一个古怪的地方呢 白倩似乎看透了宋瑞的心思 圣女看守可是一厢特别的差事 自然也要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圣女看守叫杏花 她是有名的狗腿子 今晚瑞银那么忙 她大概也很晚回来 刚好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叶山村最肮脏的秘密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致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三十九集 白倩说着 从裤子荷包里摸出了两根铁丝 他左右看了一下 确定四下无人 就快速地用铁丝在锁里挨弄着 杏花家大门上挂着的锁被打开了 白倩推开了门 第一个钻进了杏花家里 宋瑞和蒋依依也跟着钻了进去 白倩把门关上 又拿起靠在门后的木棒 把门给抵住 白倩拿着手电在屋里四处扫着 他时而挪动桌子 又搬动柜子 忙个不停 你确定真有密道 蒋依依还是难以置信 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面会有密道 这不会是白倩神经过敏了吧 白倩翻找了一会儿 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密道 我觉得这里不可能有密道 这跟圣女安可不近呢 怎么会有人挖这么长一条密道 我们还是回去吧 白倩没有气馁 他继续翻找着 现在 桌子柜子被他查了一遍 只有房间东南角的木窗没有搜了 白倩静止走到床边 上面铺着一床半心不救的被子 有几件衣服凌乱地丢在床上 看得出来 这个看守的生活状况不太好 白倩呼的 把床上铺的被褥给接了起来 然而 被褥下面是床板 并没有发现密道 正当白倩失望地要把被褥还原时 宋锐伸手拦住了他 怎么了 白倩疑惑地看着宋锐 宋锐用力把床板挪开 他再用手电一照 那里赫然是黑乎乎的床底 这下面果然有密道 倩倩 你太棒了 居然能推测出来 这里有密道 那也得多亏了你们才能找到 可就这样下去 会不会有危险呀 蒋依依依探头 往床底的密道看了看 里面黑乎隆隆的 就像是一个怪物的血盆大口 我先来 白倩说着 他没有一丁点的犹豫 就从事跳了下去 等一下 蒋依依想拉住白倩 他已经跳下去了 白倩跳进了密道 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似乎真的被怪物的大嘴 给吞下去了 蒋依依俯在密道口大喊 倩倩 倩倩 你还好吧 我很好 下面是土 很软 密道里传来了白倩的声音 这让蒋依依和宋芮 才把玄智的心放了下来 宋芮和蒋依依也跟着跳了下去 他们落到了一条地道里 这地道很简陋 两边都是直接把土夯实 地面上零星的铺着一些青石板 倒也算是平整 约有一米半宽 两米高 他们也密道走了一会儿 赫然看到 前方蹲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他的背部 是一对张开的黑色翅膀 蒋依依惊叫一声 山鬼 宋芮一个剑步成前 把蒋依依护在了身后 并把强光手电对上了山鬼的面部 他知道 像山鬼这样生活在黑暗中的动物 最怕强光 然而 明亮的白光打过去 山鬼却没有任何反应 宋芮这才发现 那只是一个木架子 上面挂着山鬼面具 放置着山鬼翅膀 同时还挂着绿色的山鬼塑胶手套 这是一副完整的山鬼套装 如果哪个人戴上这些装备 将完美的变身成为一只山鬼 白倩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她咬牙切齿地说 糟糕我妹妹的不是山鬼 这是太可恶了 蒋依依也怒火中烧 伪装成山鬼去残害女孩 让她的身心遭受摧残 无耻 宋芮脑海里浮现出 那个楚楚可怜的女孩 心里也是一阵难受 她说 这是重要物证 先放在这里 我们回来时把它带出去 如果能提取到使用者的DNA 就能帮我们锁定 侵害你妹妹的人 她想了想 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白倩点点头 绕过山鬼套装 就朝密岛伸处走去 尽管宋芮说要走在前面 但白倩说什么也不让 白倩坚持走在最前面 昏黄的灯光落在墙壁上 总让人觉得墙壁似乎在晃动 趁得地道愈发诡异 果然 这条秘密通道直通圣女庵 当他们打开通道上方的盖子 进入圣女庵的时候 白玉杰正在休息 他们进入的时候 悄无神息 根本没有惊扰到白玉杰 她依然在睡觉 还发出了香甜的呼吸声 白倩伸手轻轻地推妹妹 白玉杰醒了 看到白倩后 大吃一惊 姐 你怎么来了 是看守阿姨同意你来送我最后一程吗 蒋依依小声嘀咕 她能同意才怪 白玉杰看到了白倩身后的蒋依依和宋瑞 我晚上的时候也看到你们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 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 宋瑞想到了之前 白玉杰说过的话 她说山鬼突然就在圣女庵出现了 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 白玉杰的这番话更让她确定 山鬼是人假扮的 是通过密道从圣女庵的地下冒出来的 小杰 你听我说 我的话或许难以置信 但它却是真的 之前屡屡侵犯你的 不是山鬼 而是有人假扮的 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们怎么进来的吗 并不是经过看守同意才进来的 我们是自己进来的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自己进来 姐姐 你是不是看我快要死了 想让我开心一点 才跟我开玩笑吧 小杰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外面有一条密道 可以直接通到这个圣女庵的地下 白浅说着 打开了地道给妹妹看 我们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白玉杰顿时目瞪口呆 而且我们在密道里有重要发现 宋瑞走过来 拿出手机 把他们之前在密道里面拍的照片给白玉杰看 看到山鬼翅膀 山鬼面具和手套 白玉杰顿时目瞪口呆 慢慢的 白玉杰眼中的惊恐变成了愤怒 是谁 小杰 冷静一点 现在没时间激动了 白倩拉着白玉杰的手 想传递给她力量 让她的情绪尽快平复下来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想抓到伤害你的坏人 这两位 一位是警察 一个是法医 他们只要取得证据 就能锁定凶手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跟山鬼做那种事 是什么时候 是前天 做完之后 你的贴身内裤可有清醒 还没有来得及洗 白玉杰的脸 微微一红 但一想到 是有人冒充山鬼 她的脸上 就出现了一丝的业务 白玉杰 指了指旁边的篮子 那里面有很多衣服 我穿过的衣服就放在里面 看守阿姨每周过来洗一次 因为我平时不出去 衣服也不会脏 一周洗一次就够了 太好了 前天的体验 还能提到证据吗 只要没被破坏 半年内的都可以 其实以现在的法医技术 甚至三五年前的体验 一样可以从里面 提取出有用的DNA 宋瑞说着 就在篮子里翻着起来 白玉杰联盟主动翻着 要换洗的衣服 你说山鬼半年前 就过来跟你做过这种事 那洗衣服的姓花阿姨 看到这些污渍 她就从来没有问过你 这是怎么回事吗 没有 我知道了 这个姓花跟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如果没有她的帮忙 别人是不可能进入密道的 所以 这个能进入圣女案做坏事的人 一定跟姓花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姓花是从外村过来的 她其实跟一山村的人 并没有太多交情 她会跟谁狼狈为奸呢 还有一种可能 姓花跟那个冒称山鬼的人 根本就是利益交换 说白了 就是有人给钱 姓花就行个方便 让那人跟圣女 太可恶了 我要把那个家伙给碎尸万段 有人给钱 那至少得是有钱人吧 白钱的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了一个人 黄猛 她就问妹妹 你再仔细地回想一下 你遇到山鬼的时候 她的食指是不是不怎么用力 这个我想不起来了 倒是我很紧张 也很害怕 白玉杰低着头 又害羞又愤怒 你问这些没有用 犯案的人可是戴着山鬼手套的 这是塑胶手套 即便使用着手指受伤无法用力 她自身也能产生一定的压力 这个山鬼一直没有说话吗 也不是 她在最兴奋的时候 叫了一声 叫了一声 有没有觉得像是谁的声音 我不知道 其实我在村子里面 跟男人都不怎么说话 行了 不要再想这些不开心的了 过了 不要再逼问你妹妹了 再逼她 也很难想起更多的事 有这些就足够了 有这条内裤 还有那个山鬼手套 面具 就能提取出证据 锁定凶手了 会有这么容易吗 你说的这种锁定 是要对全村人 进行一次DNA取样比对 你想过没有 这种方案执行起来 会有多难 宋芮沉默了 在这个民风保守的夜山村 想要说服每个成年男人 都主动提供体验 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无论再困难 我们都要走下去 明天 我们再到市公安局报警 让市局派人过来 进行DNA检测比对 好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杰 你放心 你不会死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看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密道 如果情况十万火急 我就直接过来 把你带出去 然后咱们去一个 谁也找不着的地方 嗯 姐姐 白玉杰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白倩他们也不敢 在这里多待 怕杏花回来 发现异常 就处理了地上的痕迹 把圣女安的地面还原 再沿着密道 小心地溜回去 宋锐走到挂着山鬼面具的位置时 取走了山鬼的面具和手套 他没有拿翅膀 一方面 是翅膀上很难提取到有用的皮肤残留 另一方面 翅膀过于庞大 拿起来很不方便 宋锐三人小心翼翼地 从墙下爬出来 外面还是没有动静 看来杏花还没有回来 几个人把屋子收拾了一下 再把密道还原 就离开了新画家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集 他们借着月光穿过树林 回到了夜山村的居民区 回到了白倩家开的一心旅馆 回到家里 他们这才发现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白倩利索地煮了些香喷喷的米线 宋瑞边吃米线边说 晚上我们都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咱们就去市警局报案 一定要抢在山鬼节前 抓到这个凶手 他看了白倩一眼 按你们村的规矩 如果圣女不是处女了 应该就失去了 做圣女汤的资格了吧 这样小杰就能保密 村规是这样的没错 但如果村民都认为 这是山鬼做的 那小杰一样还得做圣女 还得被做成圣女汤 对了 我想到了 什么 假冒山鬼的人 很有可能是黄猛 看大家都恶然地望着他 他连忙警示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也就是住在你们家的 第一天晚上时 他总是盯着我看 我就先上楼了 没想到 他竟然敲开了我的门 问我是不是处女 还说 叶山村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个处女了 有这种事 这跟黄猛半山鬼 有什么关系 他这话的意思是 圣女不是处女了 所以说 叶山村缺一个处女啊 这个太牵强了 我觉得不靠谱 我倒觉得有几分道理 白妾认真地点点头 这个晚上 蒋依依又做了一个噩梦 不过这次 他梦到的 不是遭遇可怕的恶鬼 而是自己到了一个阴暗的 密不透风的房间 在房间的正中央 正架着一口大锅 锅下面 是正在熊熊燃烧的柴火 锅中的热水 正在翻滚着 冒出大鼓大鼓的白气 奇怪 他怎么动弹不得 蒋依依这才发觉 自己的两条胳膊 正被两个粗糙的大手抓着 这手怎么是绿色的 这不是山鬼的爪子吗 他一惊 回头一看 一左一右 竟然是两个山鬼 更诡异的是 山鬼那猙獰的脸上 竟然带着笑 谁说到了夜山村 就不会再做山鬼的梦了 蒋依依拼命挣扎 还是抵不过山鬼 两只山鬼压着他 把他一步步地压到了大锅边 尽管他拼命挣扎抵抗 还是被两只山鬼抬起来 丢进了大锅里 滚烫的水 猛地朝他的喉咙里灌进来 痛得他撕心裂肺 蒋依依大叫一声 呼地从床上坐起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奇怪 那明明只是一场梦 但蒋依依竟然真的觉得 喉咙有一丝丝的灼痛 宋瑞也被惊醒了 他打开灯 白色的灯光洒下来 蒋依依的脸色 显得更加惨白 依依 你又做噩梦了吗 蒋依依一点点头 看到宋瑞在身边 他似乎一下踏实了许多 不过这次的梦 跟之前不一样 也没那么可怕了 准时白千听到动静了 我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白千 不用担心 依依没事 你赶紧休息吧 我把黄猛的正物给你带来了 白千压低了声音 眼睛中竟然带着兴奋 黄猛的正物 什么正物 他突然意识到 白千过来 并不是因为蒋依依的惊叫 白千的眼中充满了业务 黄猛身上最肮脏的东西 她的体验 在哪 白千指了指自己的下面 在这里 什么 什么 倩倩 你疯了吗 就为了取药 你竟然 你太傻了 做正常程序 一样可以取她的药 让她接受体验采药 那太慢了 而且夜长梦多 难免哪个环节会有变数 而且 依依姐不是说过吗 黄猛说夜山村就差一个处女了 她有最大的嫌疑 如果万一不是黄猛 你这牺牲 也太大了呀 蒋依依后悔自己 当时多嘴了 白千白白手 终止了这个话题 宋法医 来采样吧 说着 白千大大方方的 躺在了地铺上 退下了裤子 宋锐道吸了口凉气 白千的下面一片烟红 蒋依依的眼泪 一下就涌了出来 她不住地摇头 倩倩 你好傻 你好傻 宋锐的眼睛也湿润了 她的手 微微颤抖着 完成了取样 白千离开了 而宋锐和蒋依依再也睡不着了 她们没有想到 白千为了自己的妹妹 居然可以牺牲到这种地步 这让两人也倍感压力 她们都想早点抓到冒充山鬼 伤害白义杰的凶手 让白千付出的代价 得到回报 第二天一早 天空还是灰蒙蒙的 宋锐和蒋依依就出发了 她们到了市公安局 见到了上次出警的范法医 说明来意后 范法医二话不说 就接过宋锐的证物 着手去分析化验了 下午的时候 结果出来了 体液的DNA吻合度高达99% 而对宋锐提供的山鬼面具和手套 进行处理 也成功地分离出了皮屑皮肤残留 通过对皮屑的分析 也得到了DNA数据 跟体液的DNA吻合 现在 证据链完全形成了闭环 已经可以确定 戴着山鬼面具 伪装成山鬼 对白玉杰进行侵犯的 正是黄蒙 宋锐在心里说 白倩 你为妹妹的牺牲 没有白费 黄蒙强奸白玉杰 证据确凿 市公安局受理了此案 并派警员跟宋锐他们一起前往夜山村 抓捕黄蒙 但夜山村道路崎岖难行 如果现在出发 到达已经是晚上 警车在夜里走山路返回不安全 于是大家商议后决定 让宋锐和蒋一一 他们两人先回夜山村 确定黄蒙的行踪 警员们次日赶到 抓捕黄蒙后 即刻返回 可是 宋锐和蒋一一 先行返回夜山村 在前往夜山村的路上 宋锐一直在心里祈祷着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小和那次事件 给他的打击太大了 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 结果来了个大逆转 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 他还差点落下 报假案的罪名 宋锐和蒋一一 回到了夜山村 天色已经微微擦黑 他们来到了白倩家 还没有进门 就听到了白倩 和他爸爸白正的争吵 白倩愤怒地说 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就替我下了决定 我是个人 不是你的物品 你不用再说了 事情呢 现在已经定下来了 两家都不会改 你找谁说都没用 现在你还是收拾一下 准备结婚吧 我不嫁 白倩大声嚷道 蒋一一心里一惊 白倩的爸爸 这是在逼婚呢 难道是黄村长那边 得到了什么消息 想用强行成婚的方式 来救儿子 毕竟 在山村人的思想观念里 妻子报案 把丈夫抓起来 是要被人戳几两骨的 宋瑞也是一惊 在回来的路上 他一直祈祷着 希望不要节外生枝 没想到 还真的有了他意想不到的事 但他也没有太过担心 如果他把今天的检测结果告诉白倩 无疑会给白倩吃下一颗定心丸 他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用屈从于家庭的安排 爸 你怎么能这样 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 都定下来了 不会改了 白正翻来覆取 还是这几句 说着他离开了房间 或许不想再听到女儿的哭喊 没想到门一开 就看到了门外的宋慧和蒋一一 白正一惊 但什么也没说 就跟宋瑞他们擦肩而过 离开了家 屋里传来了白倩委屈的哭声 宋瑞故意咳了一声 屋里的哭声戛然而止 白倩看到了蒋一一 就一头扑到了蒋一一的怀里 姨姨姐 我们都听到了 你爸爸又在逼你结婚了吗 不要怕 我们不会让你嫁给黄猛的 检测结果出来了 假扮山鬼的人就是黄猛 警方已经树立了我们的报案 明天就会派警察过来 抓捕黄猛 真是太好了 那个作恶多端的畜生 他真是罪有应得 依依姐 你们还没有吃晚饭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 蒋一一连忙拉住了 要起身做饭的白倩 我们在路上吃过了 你也休息一下吧 宋法医 依依姐 你们到我的房间来吧 我给你们细茶 没想到 你还会查到 等点皮毛 先吵啦 宋瑞和蒋一一 走进了白倩的房间 白倩的房间不大 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 床头立着一个旧书架 上面堆放的横满 都是书籍 屋里没有多余的凳子 白倩就招呼 宋瑞和蒋一一 在床边坐下 她从床下 拿出一个棕色的盒子 只是盒子上 已经落了层灰 她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层精致的茶具 白倩熟练的 洗茶具 洗茶 冲泡分杯 哇 倩倩 你好厉害 这是专业级别呀 好多年没有摸这些东西 手伸了 倩笑啦 白倩把刚刚泡好的茶 递给宋瑞和蒋一一 嗯 好香啊 蒋一一轻轻地 抿了一小口 她的目光 落在了床头的书架上 倩倩 你这儿好多书呀 对了 你大学里 读什么专业的呀 工商管理 白倩依然专注着茶道 并没有抬头看书 但她的思绪 似乎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 也算是无忧无虑吧 工商管理 宋瑞明白 山村的孩子 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专业 心里一定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冲动 那就是迫切的希望 能走出大山 在花花绿绿的都市打拼 甚至在那里 落地生根 那你应该留在大城市发展啊 为什么会回到这个村子 唉 父母供养我也不容易 白倩重重地叹了口气 似乎刚才的喜悦 一下被冲淡了 我回来侍奉他们是应该的 蒋一一想活跃一下气氛 换了一个话题 神秘兮兮地说 工商管理 这个专业难多女少 你人长得又漂亮 在学校里 一定有很多人追吧 但话一出口 蒋一一就后悔了 现在正是村长家逼婚 父亲要拿她当交易品 现在问白倩这种问题 不是会让她更加难过吗 白倩的脸上闪现过欢喜 悲伤 最后只是淡淡地说 之前谈过一个 后来我回到了叶山村 我们便分开了 这件往事 似乎触到了白倩心底的思绪 她连泡茶的心思也没有了 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呆呆地坐着 《质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一集 宋瑞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你爸爸今天跟你谈了什么 白倩重重地叹了口气 是商量我跟黄猛的婚妻 也不知道黄村长给白挣惯了什么迷魂堂 他非要马上把我嫁出去 说是要在山鬼街成亲 什么 山鬼街那天 那不就是后天吗 蒋依依惊叫 宋瑞也吃了一惊 没想到形势一下如此紧迫 黄猛的妈妈一直卧床不起 他们说让黄猛结个婚 冲冲洗 没准他妈妈就能好起来呢 都什么年代了 还冲洗 蒋依依气得想哭 房门突然被推开了 是白症 他根本没有理会宋瑞和蒋依依 冷邦邦的扔下一句话 黄猛在外面等着呢 要带着你去大家一起布置新房 什么 黄猛在外面 我这就去把他轰走 蒋依依最先反应过来 他呼地站起来 白症不满地说 我们家的事 你跟外人瞎招呼什么 蒋依依还想再说什么 被白倩拦住了 他起身挡住了 正想冲出去的蒋依依 依依姐 我爸说得对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们两人忙活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我要去一趟村长家 你们就不要跟来了 倩倩 那个黄猛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一个人过去 不是羊肉虎口吗 谁是羊谁是虎 还不一定呢 依依姐 你就放心吧 你今天给我带来了 天大的好消息 我什么也不会怕了 说着 白倩踏出了家门 宋瑞和蒋依依 也不好在白倩的房间里堕呆 就到了他们的客房 其实所谓的客房 正是白倩自己的房间 这个倔强的女孩 想靠自己的力量 还清皇家的礼金 把自己的房间 拿出来做旅馆 而自己搬进了 一个狭小的房间 白倩刚一走出家门 就被等在外面的黄猛抱住了 黄猛就像是一头饥饿的野兽 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手 往白倩的领口里探去 嘿嘿 你虽然黑了一点 但是跟你妹妹一样滑呢 黄猛的声音里 带着吞咽口水的声音 更显得急不可耐 白倩一把把她的手扯出来 并用力地搬了一下她的指头 这是黄猛本就受伤的中指 这让她痛得叫起来 倩倩 你干嘛呀 不是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怎么还这样 黄猛 你给我放尊重点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不嫁给我 这话恐怕你说了不算吧 首先你老爹就不会答应 他可是把你卖出了个好价钱 不仅得到了鱼桃 还有一处宅基地呢 有了宅基地 你们就能再改新房子了 还有良不果园 就算是白正答应你们 那又如何 你不是最孝顺的吗 那样的父亲有必要孝顺吗 黄猛疑惑地看了白倩一眼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 去看新房布置啊 白倩挤出一丝神秘的笑 到时你就知道了 白倩的笑让黄猛捉目不透 他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一路上黄猛没有再说话 更没有做出任何轻浮的动作 白倩跟黄猛到了村长家 村长笑脸相迎 倩倩 你来了 来 我带你们看看你们的婚房 如果不满意啊 我再让人给你们布置 说着 村长就把白倩往二楼的婚房里 白倩却在屋门口停下了脚步 他一脸严肃地说 村长 我不是来看婚房的 我来是想亲口告诉你一句话 村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什么话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村长的脸色变了 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击响亮的耳光 他恶狠狠地说 白倩真是头蠢猪 连自己女儿都管不住 我这就把她叫来啊 你叫谁来也没用 法律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禁止干涉婚姻自由 哈哈哈哈 你们是来给我普法的吗 这些你回去跟你老爹说 跟他同不同意 我不光是来给你普法 还想告诉你 你的宝贝儿子 明天就要进监狱了 你就是说服了白正 你儿子也结不了婚 你说什么 今天 蒋警官已经到市局报案了 明天警察将会过来抓人 白倩看着村长父子 那惊慌的表情愈发得意 你儿子黄猛的强奸罪名 已成立 最少也得关三年啊 谁说的 你不要血口奔人啊 小心我刺在你的嘴 猛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会不会做这种事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是觉得法医已经对比过 你宝贝儿子的体验 完全吻合 学来 学来 你主动跟我那个 是为了 哼 你以为呢 你这种肮脏的男人 就是让我多看一眼 我都会觉得恶心 忘了忘了 猛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村长也有点慌了 黄猛这才把白倩 昨晚主动以身相许的事 说了一遍 他还以为白倩爱上了他 这才求着爸爸 为白家增加彩礼 早点成婚 没想到 对方根本是另有所图 你个畜生 你 你 村长知道了事情的过程后 气得浑身发抖 狠狠地打了黄猛一巴掌 黄猛的脸马上肿了起来 嘴角还流出了血 他捂着鼓起来的脸 却不敢叫一声疼 畜生 村长恨铁不成钢地吼了一句 之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了黄猛和白倩 两人对望着如同陌生人 白倩准备离开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倩倩 请留步 一个中年妇女正扶着墙 无声地走了出来 正是村长夫人 肃平 妈 你怎么出来了 快躺着 黄猛雷芒过来 扶住了妈妈 肃平看到了黄猛肿得老高的脸 一阵心疼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要我怎么能躺得住啊 白倩本想跟肃平打个招呼 但嘴巴张了张 却什么也没说 肃平苦口破心地说 倩倩 你还是要冷静一点 某而是不对 但你也要想想 有些话如果传扬出去了 会给你 给你们家带来什么后果 孩子 我是真的在为你着想 你年纪轻 不知道有些话的严重性 说出去的话 就像泼出去的水 一旦出去了 可就再也不能挽回了 肃平身体弱 她的身体条件 根本不允许起床 她强行起床 又说了这么多话 身体有点扛不住了 剧烈地咳嗽起来 妈 您别说了 快躺下 看到这一幕 白倩于心不忍 阿姨 您身体要紧 倩倩倩 女人啊 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明节 如果明节没有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妈 您别说了 我求求你 黄猛搀扶着妈妈 就要往里面走 却被妈妈给阻止了 倩倩 虽然黄猛 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这都是我这个 做娘的教育无法 你不要全怪她 要怪你就怪我吧 如果你嫁到我们家 我保证 一定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 如果 如果猛儿敢欺负你 我是绝对不会 答应她 阿姨 你不要说了 我自己的事 我会拿主意的 白倩不敢看素萍 她不知道 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 怎么会生出黄猛这种 不学无术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孩子 素萍的身体确实太弱 说几句话后 就开始出虚汗 竟然昏死了过去 倩倩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我求求你在这看着我妈 我去叫医生 你去吧 我看着阿姨 谢谢你 黄猛说着 非跑着离开了 医生没有来 白倩爸爸倒是先来了 跟他一起来的 还有村长 白倩语重心长地说 倩倩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你要是说了 低这张老脸 在村里边还怎么见人呢 拿女儿换鱼塘 换宅基地 这都能顶着脸在村里走 还有什么不能见人的 白倩丝毫没给爸爸留情面 说得白倩 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 你还没有过门 就做那种事 这个千万不能乱说 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我是没乱说 你怎么知道了 难道是哪个长舌夫 告诉你的 白倩说着 看了村长一眼 村长的脸色 也一下难看了 倩倩的 你就哪人不计小人过 这十万块钱你先拿上 以后每年 我都会给你们包个大红包 就不让你们受一点穷啊 村长辨戏法似的 拿出一摞钱 白倩根本没往前上看一眼 他起身离开了 白正的眼睛一直盯在前上 还悄悄地咽了口口水 村长冲到门口 拦住了白倩 倩倩 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黄猛啊 我不原谅他 白倩冷冷地 丢下五个字 扬长而去 白正联盟把十万块钱 揣进怀里 你放心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让白倩架过来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致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二集 白正果然善于做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 他屁颠屁颠地来到村长家 带来了白倩的消息 白正赶到的时候 一位村医正在为素萍诊治 这次不是一碗九龙汤打天下的瑞英 而是正常给人抓药看病的村医 村医给素萍把了脉 又量了血压心跳 说没有大碍 是气血攻心昏了过去 喝点药调理一下就好 村长一看到白正 马上把村医晾在了一边 拉白正到了最顶楼的一个房间 在这里说话 别人都听不到 村长紧张而期待地问 怎么样 白倩改口了吗 嗯 改口了 他同意嫁过来 太好了 可是 没关系 只要倩倩呢 肯嫁过来 什么条件都没有关系 尽管提 他说 要你把黄蒙绑在树上 然后让每一个过路村民都能看到 然后用皮带抽他一摆下 这个丫头 村长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白正不敢抬头 他说如果做不到 他就不嫁 我这女儿啊 都是被他妈给关坏了 要不 我再回去说说 就这么说定了 你把白倩叫过来吧 不要当她的面 打黄蒙 以免她说我手下留情 快去 再磨蹭 白倩就要睡觉了 那好吧 白倩来了 还捧着一杯自己漆的茶 他轻轻地抿上一口 看着村长用皮带狠狠地抽着被绑在树上的黄蒙 随着一次次的抽打 黄蒙发出一声声惨叫 这对白倩来说 似乎是最大的享受 只见他轻轻地闭着眼睛 感受着曼妙的茶香 感受着月儿的声音 期间 白正多次求情 但白倩根本充耳不闻 终于 一百遍抽完了 黄蒙身上多个地方都被打得劈开肉绽 村长看着白倩 似乎在询问他是否满意 白倩点点头 可以了 看村长就要把黄蒙放下来 他练忙说 今晚就把黄蒙捆在树上吧 明天再放下去 白正有点生气了 倩倩别闹了 你看看 都把黄蒙打成什么样了 你也该消气了 我不想说第二遍 如果被我知道了 有人暗中放黄蒙下来 后果自负 你这闺女咋不听劝呢 白正 这你算是说对了 我呢 就是不听劝 说着 白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走了三步后 她回头补充了一句 不许有人给她吃给她喝 也不许有人看着她 说完 白倩甩甩头发 扬长而去 村长咧嘴苦笑 梦儿啊 就委屈顶一弯了 一大早 宋瑞和蒋依依还没有起床 就被门外的叫喊声和拍门声给惊醒了 那是白倩慌乱的声音 不好了不好了 蒋依依边穿衣服边问 倩倩 怎么了 今天一早 有人发现黄蒙被钉死在窜头的大树上了 什么 我们快过去看看 白倩妈妈摊坐在椅子里 神经质般的喃喃道 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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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口的大树边早已围满了人 宋瑞向上看去 只见黄蒙被捆绑在了树干上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眼中凝固着临死前的恐惧和惊慌 身上的长衣长裤被撕得破破烂烂的 几乎成了一缕一缕的 他的脖子被力气划出了几刀口子 血把上方染红了一大片 更害人的是 黄蒙的胸口被钉着一根拇指粗细的铁爪 铁爪大概是硬生生地穿透了黄蒙的身体 并把黄蒙顶在了树干上 伤口处的血液早已凝固 呈现出一种害人的铁袖色 而且 黄蒙的脸上身上 到处都是长长的抓痕 抓痕很深 伤口处的皮半外翻着 看上去异常猙獰 树底也有一大滩血 血跟地面上的土混在一起 土都扳结成了一块 最诡异的是 这血迹中还混杂着一片粗大的黑色羽毛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哎哟 山鬼啊 这 这个羽毛 看看黄蒙就是山鬼的 这哪是人弄出来的 村长的儿子虽然有点吊儿郎当 但心底也不算坏 对他娘也挺孝顺的 可惜了 蒋依依上前 大家不要靠得太近 以免破坏现场 但没有人后退 反而疑惑地看着蒋依依 窃窃私语着 蒋依依明白 大家这是对她的身份怀疑 她亮出警员证 我是警察 我的同事们马上赶到 请大家不要破坏现场 村民们这才远离了大树 但并没有走开 但有个人并没有走开 他依然瘫坐在地上 那是村长 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说 小黄啊 杰爱 你搞的取鬼节 这是得罪了山鬼啊 你看帮猛儿钉在树上的 正是取鬼节里使用的 钉死山鬼的道具啊 还想着地死山鬼 这下把自己儿子也打进去了 就是山鬼在报复他儿子 又有村民开始议论了 村长看到了白倩 眼睛里突然冲险 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冲过来卡住了白倩的脖子 是你干的 一定是你干的 你不想跟猛儿结婚 就想要杀了他 不 白倩被卡住脖子 说不出话来 他使劲地踢打着 无奈村长的双手 就像是钳子 无法挣脱 江一结盟过来 这才分开了村长铁钱般的双手 村长依然不依不扰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说 就是这个女人 他杀了我的儿子 是谁把黄蒙保在树上的 是谁抓到黄蒙 让他浑身是伤的 村长闻听此言 哀嚎着再次贪坐在地 宋芮一头雾水地问白倩 白倩 这是怎么回事 村长想让儿子把我取进门 我就让他们表示一下诚意 我说除非能把黄蒙保在树上 抽一百下 否则免谈 结果就是 就成这个样子 最毒不过妇人心 如果不是你呢 我也不会把蒙儿保在树上 也不会出这种事情了 倩倩 婚姻起事儿戏 江一一对白倩的这个做法 可是一万个不赞同 你真的要嫁给黄蒙 昨天你不是已经看穿他了吗 我喜欢又如何 我不喜欢又如何 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得到真爱了 那物质一点又有什么错 蒋一一不再说话了 作为职业法医 宋瑞一眼就看出 黄蒙的致命伤在脖子 脖子那处伤几乎一击致命 伤及大动脉 几乎瞬间就夺走了黄蒙的生命 脖子出的血也是最多的 只是奇怪的是 如果有这么大的伤口 一定会出现喷射状血迹 但宋瑞并没有在地上或树上找到证据 宋瑞上前查看着黄蒙脖子出的伤口 是三道深浅不一的伤口 角度相同 是三个戾气固定在一起 同时划破黄蒙的脖子造成的 而且并非是普通的利刃 符合这一特性的只有一种可能 山鬼的利兆 这个发现让宋瑞思索 真的是山鬼所为吗 依依姐 你不是信誓旦旦要抓到山鬼吗 宋法医 你不是说有办法找到山鬼留下的痕迹吗 现在你们怎么都退缩了 有村民说 说什么鬼话 怎么可能抓到山鬼 宋法医 怎么样才能抓到山鬼 我该怎么做 你先冷静一下 后面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不 我一定可以做些什么 要不我来找找山鬼的脚印吧 好吧 白倩似乎满身的精力无处释放 宋瑞苦笑一下 但他不相信白倩会有什么发现 宋法医 我找到了 宋瑞没料到 他只是随口这一答应 竟然真的让案子有了进展 白倩真的在外围发现了山鬼留下的找印 宋瑞和蒋依依都冲了过去 村长仿佛打了鸡血似的原地复活 也冲了过去 很多围观群众也涌了过去 蒋依依健壮连忙大喊着阻止群众靠近 以免破坏现场痕迹 底面上果然出现了找印 跟之前他们在地里看到的一样 果然是山鬼 村长面如土色 宋瑞眉头围皱 难道真的 是山鬼杀了黄猛 可山鬼为什么要杀黄猛呢 难道是因为黄猛曾经假冒过山鬼 摆坏了山鬼的名声 所以山鬼这才出手打假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村长嚎叫着就朝一个方向冲去 拦住他 宋瑞大喊 他不想村长破坏现场的痕迹 但村民们只是跟着村长跑 没有一个人去拦 蒋依依想冲过去 把村长拦下来 但他根本挤不过村民组成的人墙 宋瑞在心里说 如果梦难在就好了 他拿出手机 匆匆地拍了现场的找印照片 也跟着村长往前跑 宋瑞边跑边观察 村长前进的方向 确实不断地出现山鬼找印 这让他暗想 难道村长判断的方向是对的 村长跑到了村头一处 孤零零的旧房子前 宋瑞和蒋依依大吃一惊 这不是村里的巫医 也就是瑞英的房子吗 村长把大家带到这里干什么 村长直接冲到瑞英的门前 使劲地拍着门 把门拍得震天下 司马子 你给我出来 我要你给马儿尝命 至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至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至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三集 宋瑞刚才一路追过来 他注意到 一路上 时时会看到找印 而且找印到瑞英家门口附近就消失了 难道山柜 真的藏在瑞英家里 蒋依依拉住了村长 有话好好说 但村长依然不依不饶地拍着门 看一直没有人过来开门 他一脚把门踹开 把正在屋里缩成一团色色发抖的瑞英拎起来 掐着他的脖子大吼 把你儿子交出来 我要把他打死 要他偿命 瑞英的儿子 宋瑞吃了一惊 他早就听说过瑞英的事 他离婚前确实有一个儿子 但他的儿子早死了 后来就一直没有再结过婚 哪有什么儿子 难道说 他跟人有奸情 又生了一个 可看他那样子 怎么也不像会跟人勾搭成奸的人 村长疯了 有村民叫喊着 惊慌地后退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置之 蒋依依是警察 他可不能后退 他正准备冲上去制止村长 宋瑞小声在他耳边说 你能控制住村长吗 小菜一碟 把村长控制住 就在这里身 我觉得村长和瑞英都有问题 蒋依依冲上去 一把抓住村长 不带他挣扎 就把他的胳膊背在背后 牢牢地将他控制住 前后不到五秒钟 请防审案 所有人退下 蒋依依冲村民喊道 大概是见识到了蒋依依的神武 能瞬间制服一个大男人 再加上村长发疯 村民们都乖乖退下了 宋瑞关上了门 现在屋里只有瑞英 村长 宋瑞和蒋依依 白倩也留在了屋里 这是因为宋瑞觉得 留白倩在场 或许对审案有所帮助 这个女孩有着敏锐的直觉 正是她发现了山鬼的脚印 大家才能找到这里 瑞英慢慢恢复了过来 不再瑟瑟发抖 她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 看着在蒋依依的控制下 半跪的村长 她说道 我说村长大人 你是不是喊打喊杀 喊上瘾了 先是杀山鬼 现在又要杀我儿子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了 我哪有儿子 你瞒得了别人 你瞒不了我 就是你的山鬼儿子 哎呦 罪过罪过 我可不敢把山鬼大人称为儿子 嘿 倒是你 天不怕地不怕 喊打喊杀 这不得罪了山鬼大人吧 你那个小兔崽子 活该被杀 村长拼命地挣扎着 蒋依依把膝盖 顶在了她的后背上 她才没有起身 我要杀了她 杀了你 你 村长 你说瑞瑟还有个儿子 还是山鬼儿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总觉得这两人 都是话里有话 我说村长大人 你说话之前可要想好了啊 你看看我家里 这一瓶如洗的样子 我可没什么好留恋的 要是你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可就不划算了 瑞英很有神意地笑笑 村长果然欲言又止 蒋依依对白倩说 白倩 你还是出去吧 你在这里 大家不能敞开心扉地聊 好的 白倩点点头 离开了瑞英家 好 现在已经没有外人了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 村长大人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儿子已经被杀了 拖得越久 证据提取就越困难 抓凶手的难度就越大 你眼睁睁地看着杀你儿子的凶手 逍遥法外吗 我儿子是被山鬼杀的 你刚才不是说 山鬼是瑞英的儿子吗 我刚才是欺昏了头 神志不清了 瑞英的儿子早死了 怎么可能会是山鬼 是猛而不懂事 得罪了山鬼大人 才遭此报应 这也是他罪有应得 他有什么罪 他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山鬼 他 他凌辱了小和 什么 小和果然是黄某杀的 哼 在我们对比牙齿的时候 他还假装摔跤 故意打掉了两颗牙齿 不是 不是猛而干的 是我脑子不清楚了 你到底还要包庇山鬼到什么时候 他可是杀了你儿子的畜生啊 村长低着头 不再说话 瑞英的神情 也越发轻松起来 坐在椅子上 轻轻地晃着腿 村长不好了 门外突然传来白倩 气喘吁吁的声音 宿平阿姨不行了 什么 宿平 宿平 村长惊叫 一股悲伤突然把他包围 瑞英的脸色大变 他停止晃腿 惊叫道 这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村长 你的儿子死了 是被他的儿子杀死的 现在 你的老婆也死了 是被他亲手杀死的 你还要继续包庇吗 宋哥 你在说什么 蒋依依疑惑地看着宋瑞 后者却是一脸严肃 瑞英 是你故意杀了宿平吗 村长咬牙切齿 他眼睛充鞋 面目争鸣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很认真的 老问你 为什么村子里每年 都有年轻女人 被人治死啊 老黄 你想想你的荣华富贵 你 荣华富贵 没有了宿平 荣华富贵又有什么意义 瑞英灭如土色 木然地摇着头 她知道 此刻不论说什么 都无礼回天了 江警官 我交代 我全交代 村长的脸上 竟然带着笑 那是一种 如实重负的笑 通过村长的讲述 宋瑞和蒋依依 这才知道了 野山催山鬼诅咒的真相 瑞英离婚前 确实有个儿子 但她的儿子并没有死 而是莫名就成了山鬼 变得不会说话 只会嗷嗷地叫 眼珠也变成了蓝色 在黑暗的地方 用手电筒照射瞳孔 眼睛竟然会发出一种 蓝绿色的光芒 就像是猫的眼睛 而且从此以后 她就开始喜欢 去黑暗的角落 喜欢晚上出去玩 四周漆黑 山路崎岖不平 她却跑得飞快 在黑暗中 她的眼睛 总是会发出 绿色的寒光 让人不寒而栗 叶山村 一直有山鬼的传说 瑞英以为儿子 是受到了山鬼诅咒 而成了怪物 如果让村民 知道了这件事 那她将会被村民 活活打死 瑞英就把儿子 藏在了村子外围的树林里 对大家说 儿子死了 为了照顾儿子 她没有再结婚 也搬到了村子边缘 以便照顾儿子 她儿子有时 会到家里来拿吃的 为了让儿子 不被村民打死 瑞英还煞费苦心地 把儿子打扮成了山鬼 她先是在儿子的手脚 都套上了 带有山鬼爪子的鞋 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 留下的山鬼爪印 也会让人望而却步 同时 她还给儿子 装上两只黑色的翅膀 并吩咐儿子 要用四肢走路 这样即使有人看到她 就会以为 遇到了可怕的山鬼 就会躲得远远的 就这样 瑞英的儿子 成了山鬼 瑞英本想就这样 默默地照顾儿子 直到自己老死 再也照顾不了她为止 没想到 儿子身上 又发生了可怕的变化 她长大后 有了性冲动 但她那副怪物的模样 注定不可能有女朋友 于是 她开始对尸体下手 当瑞英发现的时候 儿子已经深深地沉浸于 跟尸体交合的快感中 不能自拔 在妈妈的眼中 孩子永远是对的 作为妈妈 只有无条件地支持儿子 于是 瑞英就利用自己 经常为村民看病的机会 悄悄地 在年轻女孩的汤药里下毒 而且 她所用的 还是一种生物毒 可以麻痹心脏 让心脏间歇性停跳 没有了脉搏 自然会被认为是死亡 再加上瑞英 一直散布着山鬼诅咒 会给活着的人 带来不幸的传言 一旦出现这种现象 家人就会匆匆给女儿下葬 而这些匆匆掩埋的尸体 就成了瑞英儿子的新娘 她会躲在树林里 压抑着体内的躁动 看着年轻女孩被埋在地下 待夜深人静时 她就扒开坟堆 进入棺材 跟自己的新娘相会 对她来说 棺材就是甜蜜的洞房 这些失去女儿的父母 不会想到 他们的女儿 成了山鬼的新娘 而且 被山鬼占有的时候 她伴侣的女儿 其实还活着 然而只是抱不住火的 瑞英的这个秘密 被人知道了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正是村长 村长正要揭发 瑞英却告诉她 一条生财之路 利用山鬼传说脸前 所以 村长先是鼓动村民 搞起了驱鬼节 不仅公然跟山鬼对抗 还制造出很多山鬼模型 把他们钉在树上 以此震慑山鬼 而这些所有的费用 都是村民们凑出来的 当然 最后有不小一部分 进了村长的腰包 而驱鬼节要想延续下去 山鬼的威胁 就要一直存在 所以 村长就默许了 山鬼的存在 这正如聪明的猫 不会抓光家里的老鼠 也就可以一直被主人供养着 为了掩人耳目 村长和瑞英 在外人面前就是仇敌 而且 他们也很好地 为这种对立关系 找到了理论支持 村长是强硬的驱鬼派 而瑞英是顽固的静鬼派 两人所以 水火不容 所以 没有村民怀疑 村长跟瑞英之间 有合作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四集 宋瑞想到第一次到村长家里时 村长对瑞英 那种冰冷的态度 就是做给他和依依看的 我和依依第一次到你家的时候 你故意在瑞英面前提及我们得到的证据 还给我们讲山鬼的传说故事 就是想拖住我们 好让瑞英取走山鬼体验 其实也就是瑞英儿子体验的证据 对吗 村长点点头 对不起 宋瑞转而问瑞英 你当时是怎么去走山鬼体验证据的 你明明又不在场证明 而且村长也带我们询问了附近的小孩 没有一个人承认 从车里偷了纯净水瓶子 我拜托小孩 帮我从车里取出来 再送到我家里去 你们也说了 是村长带你们去的 他自然不会带你们去帮我拿东西的小孩家 村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蒋依依痛心地说 你这孩子 根本就是得病了呀 虽然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 但从你说的这些来判断 这孩子十有八九 是得了眼球红膜上色素 细胞缺乏症 这种病挺罕见的 但不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正是因为你把他关进了山林 把他当成了山鬼 让他没有正常的途径释放 结果导致他心理变态 成了一名炼尸屁 其实 如果在初期 有心理专家进行干预 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治愈的 真正把他们变成山鬼的 是你们的愚昧 瑞英眼中 却满是愧疚的泪水 她低着头呢喃 小宝 妈对不起你 宋锐一正 在外人看起来残暴恐怖的山鬼 在瑞英心里却依然是自己的宝贝 本来你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给你儿子新的人生 眼睛得病了 没有痴 心理扭曲了 没有管 只是一味地掩盖 直到他杀人 彻底走上不归路 小宝 妈对不起你 瑞英依然在重复着 而村长和瑞英两人的关系 出现裂痕 是因为黄猛 伪装成山鬼 强奸瑞英的病人 其实这个黄猛 之所以能屡屡得逞 是因为瑞英在暗中助力 瑞英给病人服用药物 对病人进行催眠 黄猛在病人处于催眠的状态下 前进来 跟病人发生关系 之后再悄然离开 而病人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而且夜山村民风保守 即使发现自己的体内留有体液 也没有人声张 再加上瑞英暗中散步 山鬼有进入人梦境的能力 也能在梦中跟人发生关系 或在梦里杀人 所以受害者都以为 自己是被山鬼诅咒了 惶惶不可终日 再加上警方 不接受山鬼诅咒的报案 这些受害者 即使被山鬼 或是假冒山鬼的黄猛伤害了 也只能默默承受着 宋瑞这才明白 为什么兰月 小和家 本来窗户是关的 山鬼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前进来 这正是因为瑞英这个家伙 在看病时 悄悄打开了窗户 给山鬼行方便 甚至当黄猛要打圣女的主意时 瑞英依然帮她达成肮脏的愿望 她会让黄猛从她的狗腿子杏花甲 进入密道 悄悄潜入圣女庵 警方不接受山鬼诅咒的报案 我的大村长 你为了隐藏这件事 做得可真举 村子里没有手机信号 只有你一家人有电话机 所以要想报警 只能到你家来 你就把所谓的派出所电话 告诉村民 结果 无一例外 这些村民都被公安局拒绝了 因为 那根本就不是派出所的电话 而是你安排好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直接到市局报警 还不能识破你的这些诡计 被你们识破了 我没有被你催眠 却连续三天夜里梦到山鬼 梦到自己被山鬼杀死 还梦到了你们村子的名字 夜山村 之前我不知道原因 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是来撕破山鬼诅咒骗局的 瑞盈 既然你愿意帮着黄猛 去伤害你的病人 为什么要让山鬼去杀死黄猛 我没有要让山鬼去杀人 从来没有 他虽说是我的儿子 但是因为长期不跟我一起生活 我们之间啊 也只能偷偷摸摸摸地见面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后来啊 他可能因为一直不肯别人说话 语言能力 也退化了 现在 他似乎已经不会说话了 他心里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 他只是看起来像怪物 但他不傻 这件事说来也怪我 在我一次喝醉之后 无意间说了山鬼的事 猛儿知道了山鬼 他就以此威胁瑞盈 让瑞盈协助他侵犯他的病人 瑞盈不想自己儿子的事曝光 只能听命于黄猛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也劝过猛儿 可是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我也劝过黄猛 但他根本不听 出了这样的事 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儿子是成了山鬼 但他并不傻 有人总是蛮横的 抢走了他信仰的初焰 这如何不让他发疯啊 蒋依依气的胸口痛 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竟然把黄猛 侵犯自己的病人 说成夺走儿子 新娘的初焰 他冲瑞盈吼道 你有什么权利 把别人的女儿杀死 当成自己儿子的新娘 瑞盈不说话了 瑞盈 你是用什么毒 害死一个个年轻女孩的 我曾查验过蓝月的尸体 发现它种的是一种生物毒 到底是什么毒呢 事到如今 我也没必要隐瞒了 那种毒 取则于一种非常罕见的蛇类 是经过我自己的配方 重新调理它 才能让人打倒好假死的效果 这都是为了我儿子 不要总是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 现在 你杀人了 你儿子也杀人了 你们在黄泉路上也有个伴 蒋依依冷冷地说 宋瑞直摇头 依依还是个警察呢 说起话来根本不过脑子吗 她在屋里翻找着 终于在一个陶罐里 找到了瑞英自己调配的毒药 这种毒药 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白色粉丝 有着一股淡淡的杏仁味 外面似乎响起了警惕声 应该是市局的警车到了 宋瑞一想到自己的两次报案 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先是为小和报案 希望市局的警察能强行对比黄蒙的DNA 把这个案子给办成死案 没想到警车到夜山村后 小和已经下葬 而且她身上的证据全都不翼而飞 这一次是为白倩的妹妹白玉杰报案 黄蒙的犯罪证据确凿 人却早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警笛声 市局的警车来了 我们跟市局的警察一起抓捕山鬼 宋瑞说着出门去看 并没有看到警车 蒋依依惊讶地看着宋瑞 宋哥 你是幻听了吗 没有声音啊 就是没有市局的人 我们也能抓住山鬼 老黄 求你放我家小宝一条生路吧 你觉得 酒饶有用吗 本而是我的毒子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瑞英灭如死灰 不再说话 你放开我 我不会对瑞英动手的 蒋依依看村长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也觉得胳膊酸痛 就松了手 村长胡动了一下胳膊说 今晚 我就带大家去抓鬼 还是等市局的警察到了 一起行动吧 不用了 村长摆摆手 宋瑞的心里有点焦急 怎么已经到下午了 市局的警车还没有来 村长已经行动了 他把支持抓山鬼的民众们集中在广场上 还发表了激昂的演讲 我们今年不进行驱鬼表演了 让我们戴上驱鬼面具 戴上家伙 跟山鬼干一仗吧 广场上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与其说大家支持村长 倒不如说村民们仇恨山鬼 宋瑞找到村长 叫他不要乱来 说他见过山鬼 山鬼中日生活在野外 就像是猛兽 能徒手搬开棺材 如果贸然抓捕 很可能会造成村民伤亡 但村长根本不听 村长表示 他已经制定了完美的作战计划 保证能一举擒火山鬼 但具体是什么计划 村长拒绝透露 也拒绝宋瑞和蒋依依 这两个外人参与 宋瑞想打电话跟市局联系 村长也不给他们用电话 而如果现在去市里 回来就是深夜 没准村长已经进行了计划 最后宋瑞和蒋依依依妥协了 他们表示 绝不会破坏计划 村长才允许他们观战 天黑了 村长在坟地周围 布下了天落地网 其实在下午的时候 村长已经开始了布局 下午有一队人 身穿丧服 吹吹打打地到了坟地 在鞭炮声中 在一生生女儿闺女的呼喊中 一个棺材被放进了木坑里 哭喊的中年妇女 年龄并不大 看来这次下葬的 又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众人将坟地封了土 又在坟前烧了纸 一直到天色擦黑 这才离去 其实 这个棺材里面是空的 不 不是空的 有一个叙事待发的捕兽匣 正等着有人去触动 这正是村长的计划 用年轻女孩 诱出山柜 如果山柜 胆敢进入棺材 等着她的 可不是洞房花烛 而是夺命的陷阱 不仅在棺材里 设置了机关 在棺材的周围 村长派人 事先布下机关 那是一个张着大嘴的捕兽家 如果山柜仓皇出逃 难免会慌不择路 很可能会踩中这些机关 天罗地网已经设置完成 只带客人上门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五集 为了避免山柜有所察觉 晚上留在坟地的人并不多 他们都隐秘地 躲在坟地附近的灌木丛中 不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宋瑞和蒋依依也来到了坟地观战 他们恪守着自己的承诺 观战不语 真君子 宋瑞看着村长有条不紊的布置 满脸都是志在必得 他突然意识到 村长不可能马上就能想到如此严密的计划 村长很可能知道 自己有朝一日会跟瑞英撕破脸 两人一旦反目 他将闪电般地实行抓捕山柜的计划 如果能制服山柜 他将在和瑞英的对抗中占据上风 月光水银般地洒下来 坟地上的柳树影子清晰地落在地上 一阵阴风吹过 影子也在悠悠地晃动 山柜果然按捺不住对新娘子的渴求 出现了 山柜走得有点慢 边走边四下打量 警惕性十足 这是因为 之前村民们对尸体严加防范 让山柜也吃到了苦头 竟然没有人看守 这让山柜喜出望外 他加快了脚步 向坟地奔去 月光明亮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山柜的眼中放着悠悠绿光 他四肢着地跑着 像是一只嗜血的野兽 两只黑色的翅膀有节奏地颤动着 仿佛那真的是从他身上长出来似的 这次 躲在坟头的宋瑞和蒋依依 看到了山柜的脸 那分明是一张人类的脸 还保留着没有发育成熟的志气 他们这才意识到 瑞英的儿子之所以会成为山柜 正是因为过着孤单封闭的生活 缺乏沟通引导 才最后让他心里扭曲变态 把尸体当成新娘 而妈妈发现后并没有给予治疗 而是用溺爱让他越陷越深 最终成为村民人人喊打的坚尸狂魔 蒋依依想到了瑞英那张满是眼泪的脸 有一种想大叫一声 惊走山鬼的冲动 山鬼只是一个可怜的 没有人给他医治的病人 一个声音响起 蒋依依扭头一看 是瑞英 她被绳子五花大绑着 嘴里还塞着一团破布 此刻 她正被绑在坟地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那里枝繁叶茂 坟里的山鬼绝不会看到她 但她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坟地的一举一动 此刻瑞英看到儿子 正一步步地踏入陷阱 心急如焚 但她被绑着 嘴里又被塞着 只能发出嘀嘀的呜呜声 想以此提醒儿子 显然 山鬼根本听不到 她完全被坟地的新花圈吸引了 山鬼离他们更近了 宋瑞他们看到山鬼的手上 脚上都有锋利的爪子 人类的手上当然无法长出这样的爪子 这是瑞英特地给她绑上的铁织利招 有了这些鬼爪鞋 鬼爪手套 她走在路上 就会留下山鬼爪印 即使有人看到她 也会把她当成山鬼 敬而远之 宋瑞想到了夜山村的第二天 她和蒋依依重返坟地 准备再次勘察蓝月的尸体时 尸体不见了 仿佛自动回到了棺材里 而他们在坟地周围 没有发现人类的脚印 而是山鬼的爪印 但这些爪印 是直立行走时留下的 现在推断 留下这些奇怪爪印的人 正是瑞英 她给儿子准备了鬼爪鞋 自然也有多余的 也可以穿着鬼爪鞋 处理现场 自从她在村长家里 听到宋瑞他们收集了山鬼的证据 先是偷走了车上的证物 又到了坟地 破坏了尸体 断了宋瑞 再次提取证物的可能 山鬼到了坟地 她警惕地私下打量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异常 发出兴奋的嚎叫 开始疯狂地 扒着坟头的心徒 很快 坟头被扒平了 划圈也被弄得七零八落 棺材露出来了 山鬼似乎闻到了新娘子的味道 她更加兴奋了 嗷嗷地叫着 像丝纸那样 撕开了棺材 跳进去 瑞英绝望地哭起来 杀 村长大吼了一声 坟地周围的灌木丛中 窜出来了十几个 身穿白衣的身影 他们都戴着 猙獰的鬼面具 手里拿着棍棒锄头 正朝山鬼挑入的棺材冲去 棺材里突然传出一声 淒厉而愤怒的叫声 这声惨叫 让围捕山鬼的白衣人们 更加兴奋 他们嗷嗷地怪叫着 从多个方向向坟地包抄 看到这一幕 宋瑞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这些白衣人 才是邪恶而恐怖的山鬼 而棺材里的 只是一个可怜的 生了病的孩子 棺材里继续传来惨叫声 被绑在树上的瑞英 拼命地想发出声音 但只能发出一声声闷响 外面喊打声越来越大 山鬼似乎意识到了危险 他艰难地爬出棺材 这才看到了白衣鬼灭人 从多个方向朝他包抄过来 月光皎洁 把山鬼的脸色称得更加惨白 他看着来是汹汹的白衣鬼灭人 眼中满是恐惧 他的左臂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扭曲着 低垂着 血不断地流着 低落在了地上 显然是被捕兽夹夹中了 看样子左臂恐怕是要废了 山鬼惊叫了一声 拔腿就跑 他本能的 想用四肢着地的方式奔跑 但左臂的受伤 让他第一步就栽倒在地 山鬼嗷嗷地怪叫一声 从地上爬起来 开始直立跑步 或许 他已经许久 不用直立的方式走路了 跑起来很是亮枪 再加上刚才倒地时 摔断了一只翅膀 这只折翼山鬼 跌跌撞撞地跑着 样子甚是滑稽 但山鬼毕竟是山鬼 他像野生动物般 赤手空拳地生活在树林里 为了活下去 他的身体也如野兽般强壮 很快就找到了 两条腿跑步的感觉 恢复了野兽般的速度 白衣鬼灭人的包围圈 有一个缺口 山鬼嗷嗷地叫着 朝这个缺口冲去 终于抢在白衣人 合拢包围圈之前 冲了出去 白衣鬼灭人似乎很生气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工具 追赶着山鬼 看到这一幕 蒋一一竟然松了口气 他偷笑着 扭头看着指挥围剿站的村长 却看到后者的脸上 竟然浮现出了淡淡笑意 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白衣鬼灭人也嗷嗷地叫着 追击着山鬼 冲在最前面的山鬼 突然一下栽倒在地 他痛苦地发出了一声惨叫 山鬼倒地后 身体蜷缩成了一团 他抱着自己的脚 痛苦地哀嚎起来 捕兽夹 宋瑞和蒋一一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山鬼踩中了捕兽夹 原来这正是村长的计划 他故意给包围圈留出了一个缺口 而在这个缺口方向 布置了大量的机关 而山鬼慌不择路地逃跑 难免会踩上机关 走 去手脚站立品去 村长得意地笑笑 离开隐蔽区 起身朝山鬼倒地处走去 宋瑞和蒋一一也跟上 山鬼的脚被捕兽夹死死地夹着 动弹不得 他用力挣扎了两下 仿佛感受到了钻心般的疼 发出了更凄厉的哀嚎 眼前身后的白衣鬼灭人 越追越紧了 山鬼做出了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他竟然嚎叫着 朝自己的脚踝上摇去 随着一口口撕咬 他再次发出一阵阵 撕心裂肺的吼声 山鬼在撕咬自己的小腿 他这是想咬断脚踝 断脚逃生 追赶的白衣鬼灭人 似乎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纷纷放慢了脚步 后面的村长看到了 不满的吼道 别停下 快追 白衣鬼灭们如梦方形 继续追击山鬼 月光下 白色的身影正在快速地移动着 山鬼也在边哀嚎 边疯狂地咬着 寂静的夜里 响起了恐怖的撕咬声 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白衣鬼灭人 是从不同方向围剿山鬼 自然不可能同时赶到 现在终于有一个白衣鬼灭人 到达山鬼跟前 此时 山鬼已经咬断了脚踝 摆脱了捕兽匣的束缚 但脚踝处不断地喷着血 他一只脚站立着 无法再逃跑了 那个最前到达的白衣鬼灭人 并没有等同伴过来 率先发起了攻击 他扬起木棒 劈头盖脸地朝山鬼砸过来 似乎取山鬼手机 如同探囊取物 山鬼一个敏捷的侧身 躲过了抡过来的木棒 他在用力一跳 竟然准确地 跳到白衣鬼灭人跟前 猛地挥动力照 直取他的脖子 白衣鬼灭人吃了一惊 没想到伤了一条胳膊 断了一只脚的山鬼 居然还能主动攻击 他拼命地向后躲 山鬼的爪子 并没有滑到他的脖子 但打在了他的脸上 山鬼的爪子锋利而有力 硬生生地撕裂了白衣人的鬼面具 并把他的脸上 划出几道深深的血口子 白衣鬼灭人痛不欲生地惨叫着 捂着脸痛得在地上打滚 这声声惨叫 让后面追赶过来的白衣鬼灭人 也慢了下来 他们猛然意识到 自己追捕的可是凶猛的山鬼 即使他受了伤 依然是可怕的猛兽 依然可以轻松地取走自己的性命 村长不满意地吼道 哎呀 傻了那干什么呀 快追啊 山鬼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 把堂鞋的脚踩在了地上 深一脚前一脚地跑着 但即使如此 他依然比人类跑得更快 后面的白衣鬼灭人跟过来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鬼钻进了密林 白衣鬼灭人也想跟着冲进密林 又被山鬼杀了个回马枪 一爪打倒一个 这个白衣人更惨 他的脖子被山鬼的利爪击中 血花似箭 他躺在地上哀嚎不已 当后面的白衣人同伴赶到 他竟然已经断气了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六集 白衣鬼灭人的气势 一下被压了下来 尽管村长在后面咆哮 吼着都阵 但没有一个人敢往树林里冲了 村长赶到了 他脸色铁青 本以为今晚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以轻松抓获山鬼 没想到 自己的人一死一伤 山鬼还逃跑了 一个白衣鬼灭人跟村长说 山鬼受了重伤 血流不止 大概也活不久了 我们没必要现在追 只要等天亮了 我们只要循着血迹 去找山鬼的尸体就好了 旁边的白衣鬼灭人 也在纷纷附和 是啊 这现在冲进去太危险了 可恶的山鬼 居然还敢再伤人 绝不会放过他 村长恶狠狠地说 不能再等了 一秒也不能再多等了 现在就要抓到他 宋瑞实在不忍心 再看到有人出事了 他劝道 村长 你也不想再看到 有村民送命吧 公报私仇 蒋依依小声嘀咕 村长意味深长地笑笑 你们两个 不是说好只看不说话的吗 我当然知道 冲进树林抓鬼会有危险 把他引出来不就好了 引出来 难道再用个空棺材 你觉得山鬼还会再上当吗 瑞音可说过 山鬼不是傻子 对 正因为他不是傻子 我这个计划 一定可以把他引出来 村长脸时的笑 更加诡异了 这让蒋依依心头 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很快 蒋依依依就明白 村长说的是什么计划了 在山鬼冲进密林的地方 也就是密林边上的一棵树上 绑着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瑞英 他被村长从坟边的树上 请到了这里 白衣人把瑞英绑好后 村长从腰间解下了皮鞭 宋瑞心里一惊 村长早就准备好了鞭子 这说明 用瑞英引山鬼出来 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他突然觉得 村长这个人 城府深得可怕 怕 清脆的边响 鞭子抽在了瑞英 那干瘦的身上 他的衣服和皮肤 同时被扯开一道口子 这次 瑞英的嘴 并没有被堵上 瑞英发出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 穿透蜜林的吱吱叶叶 直打蜜林身处 打女人 算是什么本事 快把瑞英放下来 没有人理会他 村长大数一百 有两个白衣鬼灭人 挡在了蒋依依的跟前 又是一鞭子 瑞英再次 发出一声惨叫 还不出来 再也不出来 我打死你娘 村长边抽打着瑞英 边扯着嗓子 朝密林里喊 村长的这番话 让白衣人们 面面相觑 他们以为村长 只是失去儿子 而发疯了 瑞英怎么会是 山鬼的妈妈呢 瑞英也扯着嗓子喊 小宝 别过来 你给我闭嘴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村长瞪着血红的眼睛 狠狠地抽打着瑞英 密林里响起了一声怪叫 接着 是踩在书页上的沙沙声 有什么东西 从密林里走出来了 正是山鬼 他嗷嗷地叫着 从密林里冲出来 直扑向一名白衣鬼灭人 不过 这次白衣鬼灭人 可不像之前那样单兵作战 而是早已摆好了防御 当山鬼从密林里冲出来的一刻 就钻进了众人早已经布置好的包围 而伤了一条腿的山鬼 站立不稳 被围过来的白衣鬼灭人 打翻在地 这次 众人没有给山鬼任何机会 锅头棍绑 雨点般地落在山鬼身上 而山鬼做了奇怪的举动 他并没有反击 也没有逃回密林 而是拼命地 向绑着瑞英的大树冲去 后面 白衣人在追着 山鬼的伤越来越重 速度越来越慢 村长健壮 连忙一阵风势地 逃到了远处 瑞英大吼着 小鹏 快跑 别过来 但山鬼并没有停 他顶着棍棒的打击 最终还是来到了大树前 此时 他不知被打了多少机闷棍 内脏大概已经全部破裂了 他勉强地靠在树上 才没有倒下去 山鬼伸手 要解开捆绑住瑞英的绳子 但他的左手 已经在棺材里 被村长设置的机关给废掉了 单手实在无法解开死结 他索性趴在瑞英身上 要用牙齿咬断绳子 这下 山鬼面对着大树 专心致志地咬着绳子 对旁边的白衣鬼灭人来说 可是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他们一拥而上 抡起棍棒朝山鬼的背上狠狠打去 山鬼的背上传来一声声闷响 但他没有再惨叫一声 一人咬着捆住自己母亲的绳子 瑞英嘴角带着血 挂着笑 小宝宝啊 够了 够了 你做得够好了 山鬼怪叫着 山鬼倒在地上 无助地看着被绑在树上 遍体鳞伤的瑞英 树上的瑞英泪如雨下 正在围犹山鬼的白衣鬼灭人 都是一哆嗦 难道山鬼根本就是个人 山鬼瞪大眼睛躺在树下 一动也不动了 瑞英的身体被捆着 无法动弹 他的头低垂着 泪水珠子般的滴落 落在了山鬼身上 不远处 蒋依依也是泪如雨下 尽管抓住了山鬼 处绝了山鬼 自己以后可能再也梦不到山鬼了 但他却觉得 从此自己将永远无法摆脱 山鬼的噩梦了 山鬼死了 死不瞑目 哈哈哈哈哈哈 猛儿 爸爸给你报仇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村长大笑着 从暗处走出来 手里依然拿着那条 抽打瑞英的皮鞭 村长狂笑着 举起了手里的鞭子 使劲地朝山鬼的尸体上抽去 蒋依依依地看了村长一眼 真不是东西 当山鬼出来时 他跑得比谁都快 当山鬼被打死后 他这才屁颠屁颠地回来 鞭子重重地落在山鬼的尸体上 发出一声声闷响 树上的瑞英哀嚎不已 老花 老花 给小宝留给全世吧 休想 村长 你也给自己祭典得吧 我这是在为民除害 瑞英的这句话 仿佛是提醒了村长 他竟然从腰间摸出一把腰刀 腰刀反射着惨白的月光 让人不寒而栗 村长把腰刀在山鬼的脖子处 笔划了一下 然后高高取起 想要全尸啊 你想多了 啊 求你 不要啊 瑞英偏尽全力的大吼 村长并不听 他宁笑着 将刀砍了下去 空气中出现了一道淋漓的白光 瑞英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 蒋依依也闭上了眼睛 握紧了拳头 其实不光是他们 就连旁边的白衣鬼面们 个个都悄悄地背过了脸去 一声惨叫响起 众人一惊 齐刷刷地望向山鬼 天哪 众人面前出现了诡异一幕 本来以为已经死去的山鬼 死死地咬住了村长的下体 村长惨叫着 刀也丢在地上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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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呼叫 但周围的白衣鬼灭人 似乎都被吓傻了 没有一个敢过来 过了一会儿 他们大概看到 山鬼确实不动了 这才围了过来 而村长已经痛得倒地不起了 有个白衣人 想把山鬼的嘴掰开 没想到 根本掰不开 有三四个白衣人 一起用力 这才用棒子 把山鬼的嘴撬开 白衣村民求宋瑞开车 把村长送到城里的医院救治 宋瑞同意了 但他实在不抱太大的希望 蒋依依也跟他们 一起上了车 果然 还没有到医院 村长就在痛苦的哀嚎中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这样 夜山村村民 终于在村长的带领下 抓住了山鬼 并成功将山鬼处决 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村长战死 村民一死一伤 更重要的是 当众人从瑞英口中 得知了山鬼的真相后 他们才知道 村长到底 在扮演着什么角色 才知道自己的牺牲毫无价值 此日 市局的警察才到 他们说 昨天有起突发事件耽搁了 他们本来是要抓捕 黄蒙这个强奸犯 没想到 黄蒙已经被山鬼处决 更让市局的警察 没想到的是 所谓山鬼 竟然是瑞英的儿子 因为得了怪病 而被母亲藏在了密林里 成了大家眼中的山鬼 而且瑞英 还利用自己职务之便 毒害了好多年轻女孩 满足自己儿子的欲望 而村长 根本早就知晓此事 他不仅没有戳穿瑞英的谎言 反而利用山鬼的传说 为自己谋私利 以抗击山鬼为名 贪污村民的钱财 现在 山鬼案子的真相大白 其中涉案人之一的村长 已经暴毙 正是死于山鬼之口 似乎冥冥之中 早有定数 市局的人 给宋瑞 蒋依依和白倩等当事人 录了口供 最后带走了瑞英 这场山鬼诅咒的案子 也算告一段落 山鬼的案子结束了 蒋依依相信 自己也可以摆脱山鬼噩梦了 至少在夜山村的这几晚 除了有一晚上做了圣女汤的噩梦外 她的睡眠一直都很好 再也没有被山鬼的噩梦惊醒过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七集 宋瑞和蒋依依回到白倩家开的旅馆 准备收拾东西后离开 白倩给他们准备了一些当地的特产 说是让他们在路上吃 盛情难缺 宋瑞和蒋依依只好收下了 正当宋瑞他们正在收拾的时候 一个女孩闯了进来 她一头扑到白倩的怀里 呜呜地哭起来 把宋瑞和蒋依依吓了一跳 原来 回来的女孩是白玉杰 那个被关在了圣女安里将近一年 极有可能活不过明天的女孩 白玉杰怯生生地说 姐姐 今天看守突然打开了圣女安 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就回来了 我不用再做圣女汤了吗 不用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做圣女汤了 那个圣女安大概也要被拆了 白倩的眼中竟然有泪花 他们能揭开山鬼的神秘面纱 彻底终止圣女汤这种丑恶行为 真是太辛苦了 白玉杰一脸的不可置信 真的吗 那山鬼大人不生气了吗 山鬼已经被抓住了 太好了 我可以不用死了 我可以不用死了 小姐 你能活着离开圣女安 还要感谢这两位恩人 白倩指着宋瑞和蒋依依 正是因为他们 我们村才能抓住山鬼 以后再也没有人做圣女了 也再也不用花钱买驱鬼用品了 还不快谢谢恩人 谢谢恩人 白玉杰没怎么见过世面 不知道如何表达如此大的谢意 她竟然向宋瑞和蒋依依跪下了 这把宋瑞二人吓了一跳 两人联盟手忙脚乱的 把小姐拉起来 正当大家在楼上的客房里聊天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一声闷响 似乎是有东西摔倒在地 只听到白倩妈妈紧张地喊 老头子 老头子你怎么了 白倩 你们快下来 你爸爸又突然晕倒了 大家吻讯连忙下楼 看到白正倒在地上 可能是因为突然摔倒 她的脸上还被擦伤了一块 白倩妈妈想把她扶起来 无奈她力气太小 用力地扛了两次 最终还是把丈夫放在了地上 大家一起把白正抬上了床 白正脸色蜡黄 呼吸沉重 阿姨 你刚才说叔叔又晕倒了 白叔叔最近常晕倒吗 白倩妈妈点点头 她在一旁抹着眼泪 其实老头子身体一直很硬啊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总是这样突然昏迷 到医院检查过吗 村里的大夫给瞧过 说是气虚 开了些中药煎着吃 但并没有见好转 还是得带白叔叔到大医院检查一下 她看到了床边有个碗 碗里还有些黑色的汤汁残留 问道 这是给白叔叔煎的药吗 是的 还是倩倩煎的呢 倩倩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是啊 宋芮说着 把碗端起来 放在鼻尖处 用力地秀了一下 宋哥 怎么了 蒋依依看宋芮的脸色 有点异常 宋芮阴沉着脸 没有说话 妈妈 快送爸爸去医院呀 你能送阿爸去医院吗 可以的 不要叫我恩人 你也可以叫我宋哥 谢谢宋哥 白玉杰转而对妈妈说 宋哥都同意了 我们这就把爸爸送到医院吧 不要再拖了 好 白正突然睁开了眼睛 有气无力地说 不用了 不用还那冤枉钱 身体是我的 我很清楚 我真是要死了呀 爸爸 不要呀 我才刚刚回来 还没有计较呢 爸爸 我不能让你死 好闺女 你不用再做圣女了 真是太好了 爸爸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爸爸 一念不见 你怎么说成这样了 芊芊 你过来 白芊走到爸爸床前 芊芊 爸爸 就要死了 就要死了 在我咽气之前 我 我向你道个歉 事到如今 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芊芊 你听我说完 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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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自私了 芊芊 芊芊 看得太重 芊芊 现在 村长的儿子死了 芊芊 芊芊也死了 芊芊 我也要死了 或许 这就是我最有赢得吧 白芊声音低沉 充满了悔恨 白芊没有打断白芊 认真地 听她艰难地说着 白芊的脸上 浮现出了笑容 芊芊 你现在自由了 可以自由地 追求你的幸福了 幸福 我的幸福不是 早就被你杀死了吗 白芊愤怒地说 但宋芮却从中 感受到了一股 浓浓的伤悲 其实 我根本没有杀人 我只是恐吓胡杨 让她离开你 你可以去找她的 胡杨啊 是一个痴情的孩子 她大概 也在想着你吧 我不该为了私利 拆散了你们 芊芊 对不起 请你原谅 白芊的声音 慢慢地低了下去 最终归于一片平静 我爸爸 我爸爸 白玉杰使劲地 摇着白芊的身体 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白芊的脑子里 一片空白 灵魂似乎脱离了身体 半想之后 泪水从眼中飙出 她扑到白芊的身上 大声地哭喊 爸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为什么 快 快送白叔叔到医院 什么 我爸爸还有救 真的吗 宋哥 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 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 那就别磨蹭了 我们上车 大家七手八脚地 把白芊抬上的车 宋瑞蒋依依白芊 一家四口 共六个人 把五座的车 挤得满满当当 宋瑞没有耽搁 他加困了速度 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使医院 进入医院之后 他说自己在医院里熟 就让大家照顾白芊 他跑上跑下办手续 很快 医生就给白芊 开了药缝 挂上了点滴 大约两个小时后 白芊慢慢地 恢复了正常 宋瑞要白芊 跟他一起去抓药 两人便一起 来到了取药处 宋哥 真的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爸爸就活不了了 你把我爸爸送到了医院 还跑前跑后办手续 宋瑞的脸色 突然阴沉起来 他说 你知道我怎么 跟医生说的 才救了他吗 白芊疑惑地 看着宋瑞 宋瑞盯着 白芊的眼睛说 我跟医生说的是 你爸爸可能是 中了生物毒素 要他们使用解毒试剂 医生才能以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你爸爸的病因 对症下药 你爸爸才能转回为安 白芊的脸上 突然出现了一丝苦笑 宋哥真是厉害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为什么你爸爸的碗里 会有瑞盈给小河 准备的那种药 白芊 你很早就发现了 瑞盈的秘密 村长的秘密 山鬼的秘密 是不是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 宋哥的眼睛 宋瑞没说话 默默地看着白芊 眼中却是淡淡地悲伤 其实也不算是 完全知道他们的秘密 但很多情况下 只要知道了一部分 就能推导出另一部分 不是吗 所以 我对村长 瑞盈他们的事 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你应该是通过黄猛了解的吧 你怎么知道 这种事村长不可能告诉你 瑞盈更不可能告诉你 但这个秘密 后来被黄猛知道了 那个家伙只要到了兴头上 就会口无遮挡 而且 恐怕他当时都不会意识到 自己已经泄露了重要秘密 白芊的脑海里 翻滚着无数句 黄猛说过的 没有脑子的话 是的 就是那个没脑子的家伙 昨晚 村长带我们围剿山鬼 你没有参加 可惜了 山鬼不是被抓住了吗 我参不参加有什么关系 我是想让你看这个 宋瑞说着 拿出手机 调出了一张照片 展示给白芊 白芊看了一眼 捂着嘴巴就冲进洗手间 呕吐了一会儿 这才出来 生气地说 真是的 宋哥 你干嘛给我看 这么恶心的照片 这是昨晚抓捕山鬼中 受伤的村民 他的脸被山鬼 抓出了触目惊心的伤口 山鬼本来是要 抓他的脖子的 但他这一躲 就抓到了脸 事实上 山鬼因为长期 用胳膊支撑走路 胳膊的灵敏度 跟人类相比有所下降 很难抓到人的脖子 宋哥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可黄猛是被山鬼 抓中了脖子 一击毙命的 宋瑞盯着白倩的眼睛 他注意到 白倩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而且 那晚没有村民 听到异常声音 山鬼来袭 不可能没有声音 黄猛也不可能不惊叫 但事情就是这么怪异 黄猛没有发出 任何求救声 也没任何反抗 就被山鬼杀了 宋哥 你是不是有答案了 我想 应该是有个熟人 说要跟他亲近 他自然不会求救 也不会防范 当黄猛做好准备 要跟对方亲近时 那人突然亮出利爪 闪电般地切断了他的脖子 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求救 精彩的推断 山鬼的脚印 根本就不是连续的 只有从黄猛这儿 到瑞英家里这段 有山鬼爪印 但山鬼的脚印 是从哪来的呢 这是有人穿 带有山鬼爪的鞋 从大树下走到了 瑞英家附近 栽赃给瑞英 我仔细地查看过 这爪印之间的距离 而且通过 不服的大小推断出 此人的身高 有一米六左右 白倩 恰好跟你的身高相符 白倩没有辩解 他只是静静地 看着宋瑞 面带微笑 这些爪印的线索 虽然破绽百出 但足以激怒村长 让他和瑞英间 本就脆弱不堪的同盟 从内部瓦解 凶手所做的 正是激怒村长 让他失去冷静和判断力 跟瑞英之间窝里斗 当村长目睹 儿子被杀 再加上黄猛脖子处的 山鬼爪印 和地上的山鬼爪印 他被激怒 直奔瑞英家 但到了瑞英家后 慢慢冷静了下来 所以凶手又刺激了一下他 才让他彻底失控 而当时给村长 致命刺激的人 就是你 白倩脸上的笑消失了 当时 你突然闯进了瑞英家 惊叫着肃平阿姨不行了 这一下 让村长万念俱灰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 所以才会决定 跟昔日的同盟同归于尽 在他决定抓捕山鬼的时候 就做好了自己 要身败名裂的准备 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肃平应该没死 厉害 肃平确实没有死 但我了解村长的性格 他脑子里只有复仇 所以根本不会回家看一眼 这样做其实是有巨大风险的 万一村长回家 或者谁告诉了村长 肃平还活着 他就会意识到 自己可能中了圈套 凶手的计划 就会前功尽弃 其实凶手完全可以干掉肃平 让自己的计划更加完美 但凶手并没有 你说是为什么呢 凶手考虑不够全面 不 这是因为凶手是个有良知的人 他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别凶手凶手了 听着真别扭 你直接说我名字就好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八集 宋哥 说实话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从见你的第一天晚上 白切目瞪口呆 第一天 怎么可能 第一天我什么也没做啊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晚上 黄猛到你家里来 你说你要努力赚钱 还黄家的彩礼 可是 你如果仅仅需要赚钱 那为什么不到城里去 那里有更好的条件 所以 你留在夜山村 必然有不能告诉外人的理由 就这些吗 还有 眼睛骗不了人 你看向黄猛的目光 那可不是不喜欢 是极度的厌恶 厌恶未婚夫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你已经有了心上人 世上所有的男人 都入不了你的法眼 另一种可能 是你知道了黄猛不为人知的丑恶 且这种丑陋 很可能是你家人不知道的 厉害了 这两种可能竟然都对 宋哥你真是神了 不过 这一切只是我的推测 我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所以 我不能称你为凶手 但我相信 凭凭宋哥的能力 只要你愿意去找 就一定能找得到 白倩用钦佩的眼神望着宋锐 宋哥 我给你出道选择题吧 我更恨的那个是谁 村长 黄猛 当然是黄猛啊 黄猛侵犯过你妹妹 而你疼爱妹妹 甚至超过自己 当然会更恨黄猛 没错 我疼爱妹妹 甚至超过我自己 但是宋哥 你觉得以黄猛的能力 能挖出一条 直通圣女案的密道吗 什么 你是说 侵犯圣女 你妹妹的人 是村长 当明白所谓的山鬼 只是瑞英那变态的儿子后 村长对山鬼 就没了丝毫的敬畏之心 当村长知道 瑞英挑选年轻女孩 给自己的儿子 做新娘时 村长也生出了银邪之心 而他就把魔爪 伸向了一个个无辜的圣女 所以他才会花钱 从外面雇人 为他开了一条私人密道 宋锐瞠目结舌 这件事 确实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村长说自己是一次喝醉后 无意中在黄猛面前 说起了山鬼的事 黄猛知道了 山鬼就是瑞英的儿子 就以此威胁瑞英 让他帮忙侵犯他的病人 其实 小杰肚子里的孩子 很可能是村长的 宋锐被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白浅的眼中 再次出现了一道狠力 当然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 也是一种不幸 有些话 还是让他烂在肚子里好了 惩罚一个人 不是直接夺取他的性命 而是让他最在乎的人 死在他面前 所以 你杀黄猛 就是为了惩罚村长 是的 我杀人了 其实 我原本计划 还要再杀两个人的 一个是村长 另一个是 另一个人是白正 白倩的眼中 升起一道杀气 但很快就消散了 其实 刚才我给你出的那道选择题 如果有三个选项的话 我爸是排第一位的 他可是我亲爸 为什么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既然你已经叫他爸了 大概现在 已经不是排名第一了 宋瑞笑道 白倩也笑了 所以 你就从瑞英那里投到毒物 悄悄给你爸下毒 但他毕竟是你爸 所以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所以每次的量都很少 错 不是于心不忍 我是想要他痛苦地 活更长的时间 让他生不如死 嘴硬 当你知道爸爸是无辜的时候 你明明后悔得要死 白倩也笑了 他笑得很轻松 笑得了无牵挂 宋哥你放心 我会举自首的 现在 阿爸已经脱离了危险 村长也得到了 隐友的报应 我已经生无可恋了 那 胡杨呢 白倩的眼泪 一下涌出来了 我 我想见他 我想在死之前 见他一面 一年多了 我始终无法忘记他 而且 我也想问问他 阿爸当时到底 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才会不辞而别 要无音讯 我陪你 白倩扑到了孙瑞的怀里 痛哭失声 引得取药处的好多人 都在围观 蒋依依看了白倩一眼 疑惑地说 你们两个去取个药 怎么去了这么久 倩倩的眼睛怎么红了 哭了 宋哥 你欺负倩倩了吗 没有没有 我是担心阿爸 我没事 倩倩 爸爸对不住你 爸爸 你别说了 白倩打断了白症 他强忍着眼泪 你好好休息 我以后想去城里工作 可能很少回来看您和妈妈 可以吗 好 闺女 这是去找胡杨了吧 去吧 这之后 无论你干什么 爸爸都支持 白倩的眼泪 夺眶而出 蒋依依有点诧异地 看着白倩 他总觉得白倩很反常 眼泪似乎特别多 这跟之前他认识的白倩 判若两人 宋瑞趁着跟蒋依依独处的时候 坦诚不公地 跟他讲了取要时 跟白倩聊的一切 蒋依依震惊地 瞪大了眼睛 嘴里只会反复重复着一句话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两天后 宋瑞蒋依依陪着白倩 来到了某个江边城市的一家酒吧 白倩的目光 落在了酒吧里的一个男孩身上 这个男孩高高的 很英俊 笑容迷人 衣着得体 此刻 他正在跟一群男男女女玩得很嗨 只是这群人中 男的举止轻浮 女的穿着清凉 浓妆艳末 白倩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左拥右抱着 左边亲一口 右边摸一下 一股被欺骗的愤怒 袭上白倩的心头 他走过去 强压着心头的愤怒 叫了一声 胡杨 胡杨抬起头来 疑惑地看着白倩 你是 白倩咬着嘴唇 身体微微颤抖 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爱人 这就是让他念念不忘的男人 才一年时间 他就不记得自己了 好半天 胡杨才认出 这是他曾经的女友 他轻飘地笑了 说道 原来是白倩啊 来 一起玩吧 要不要加入我们 你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以前那个阶级向上的胡杨 哪里去了 胡杨怂怂间 贪贪手笑道 我一直是这样的 那个积极向上的样子 是我跟你交往的专用人设 没想到你那么保守 交往快一年了都不跟我上床 没劲 哎哟 还有胡哥没有拿下的妹子 来 走一个 旁边的男女们起哄 都冲胡杨举起了酒杯 有人轻挑地冲白倩笑笑 哟 烈女 来 喝一个呀 喝你妹 白倩冲的人大吼 那个轻挑的男人 拍拍胡杨的肩膀 好烈呀 我喜欢 胡哥 能伤给我吗 我跟你说 这种女人千万不能招惹 惹上了可就甩不掉了 你看 这都一年了 她还来缠着我 而且她爸爸超级可怕 上次我到她家去 她爸爸还恐吓我 说要是再跟她交往 就杀了我 宋哥要为爱献身了 一个女孩浪笑起来 胡杨瞪了那女孩一眼 去你的 我才没那么傻 我当然犯不着惹这么大的麻烦 当然就留着大吉了 胡杨上下打量了白倩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了白倩鼓鼓的胸口上 怎么 你到现在还惦记着我 可以啊 我可以不计嫌嫌 跟你继续 只是我再也不去你家了 你爸太吓人了 还有 咱们进度可得快一点 阿爸 你真是有嫌见之明 你早知道胡杨是个渣男 所以才会阻止我跳入火海吧 白倩突然泪如雨下 怎么指都指不住 他怒视着胡杨 眼睛里几乎可以冒出火来 胡杨 你根本不爱我 所以 只不过是一句恐吓 就足以让你放弃我们的海誓山盟 什么海誓山盟呢 幼不幼稚 我只是看你有点姿色罢了 而且 觉得你是从山里来的 单纯的可以 一定很容易骗到谁 一滴冷水 泼在了胡杨脸上 怀怯愤怒的 将空杯子摔在地上 玻璃碎了一地 他的心也碎了一地 疯婆子 胡杨气急败坏地大骂着 白倩便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酒吧 胡杨叫骂着 跟着白倩冲出酒吧 突然被人绊了一脚 猝不及防地 被摔了个狗啃泥 门牙都磕掉了 正想找伴自己的人算账 那人却抓住他 往他背上一压 他再也动不了了 松锐联盟冲过来 依依 你是警察 克制 胡杨蔫了 他哭丧着脸 警 警察 警察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打人是不行 但打渣男就可以 蒋依依说着 扬起了拳头 松锐联盟拦住了他 胡杨趁机在地上打了个滚 挣脱了蒋依依的魔爪 灰溜溜地离开了 松锐和蒋依依追上了白倩 他正木然地在街道上走着 无视信号灯 静止走进了机动车道 引得路上的车辆连连鸣喇叭 但白倩依旧没有反应 木然地走着 松锐联盟把白倩拉到了人行道上 我真是无可救药的笨蛋 根本就是个睁眼瞎 竟然为了这种炸弹欺骗阿爸 说已经跟他发生了关系 我 我竟然为了这种人 差点害死了阿爸 白倩呆呆地望着灰色的天空 眼神空洞 茫然 仿佛骤然被抽去了灵魂 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宋瑞和蒋依依踏上了回江海市的路 飞机上 蒋依依突然推醒了 在床边睡觉的宋瑞 我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 会连着做山鬼的梦 我也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 如果不是这个梦 我们肯定不会到叶山村 如果我们不过来 这起山鬼诅咒事件 或许会以别的方式收场 你是想说 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不 我突然觉得 没准世界上真的有山鬼呢 他进入你的梦境 就是想拜托你 到叶山村打假 打掉冒充他的假山鬼 蒋依依也笑起来 这个世界上 总有很多事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 人哪 还是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宋瑞说着 把目光移向了窗外 积极依下方 正是连绵不绝的群山 或许某一座山里 真的藏着一只 有灵性的山鬼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四十九集 宋瑞没想到 经历了红衣历鬼案 和叶山村山鬼案后 他竟然在网上火了 声明远播 很多商家甚至还想请他代言 各种试吃试用邀请 也是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人打探到 他还是单身后 便开始跟他说没 这些事情 让宋瑞有点焦头烂额 而更让他郁闷的是 在网友心中 他竟然成了捉鬼专家 不时有人留言 请他到当地捉鬼 这天 江海市公安网站上 又有人请示宋瑞出马 为他们捉鬼 以知吸血鬼 不同于别的捉鬼请求 此人是实名留言 而且讲了一个真实 而又离谱的故事 以下就是请求人的故事 我叫彭雨霄 我弟弟彭舟神秘失踪了 我报了案 却连警方也找不到他 这几天 我总是做奇怪的梦 梦到弟弟 用又虚弱又痛苦的声音 向我求救说 姐 我好疼 救救我 在梦里 我眼前能看到的 只有一片黑暗 似乎还能隐约 听到微弱的沙沙声 好像是风的声音 我只好问他 小周你在哪儿 快告诉姐姐 但弟弟 并没有告诉我 他的位置 只是撕心裂肺地叫着 我疼啊 救救我 好疼啊 这时 我还能隐约 感觉到一丝凉爽 似乎是水气 难道附近有水 人常说姐弟怜心 我好像真切地感受到了 彭州身上的痛楚 这种痛 很强烈 仿佛要把身体给撕裂 让我从梦中惊醒 我和彭州是同胞姐弟 我们的父母 在几年前车祸身亡了 我便和弟弟相依为命 我读的是师范院校 毕业后就到小学当了老师 而彭州 用父母留下来的钱创业 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经过几年的打拼 生意也是风生水起 前两周 彭州说要去苏州那边谈点生意 之后就没了应许 弟弟就这么神秘失踪了 我插了他所有的航班 却发现根本没有去苏州的航班 我不明白 为什么彭州要说谎 可又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四天联系不上小州 就报了警 对了 说出来可能没有人相信 我的第六感特别强 我曾经在父母遭受意外的那一天 梦到了父母来向我告别 而现在彭州不见了 梦中的他却不停地向我求救 他一定是遭遇了什么危险 报警后的一周 警方告诉我 通过路口监控 他们在江海市附近 查出了彭州的车 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监控 拍到过这辆车 再之后 警方那边便没了任何消息 我没有干等着 就在网上搜索江海市 找到了一些新闻和图片 最后 我被一条碧绿的河吸引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条河 就是我梦中梦到的 虽然我在梦中并没有看到河 但我闻到了清凉的水汽 小舟呼救的地方 附近肯定有河 我查了那张照片的相关信息 得知这条河叫索河 这个地方在索河村 就在江海市附近 于是我决定到索河村寻找弟弟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我都要去试一试 我一定要找到彭州 就这样 我到了索河村 到了索河边上 此刻已是傍晚 晚霞当空 凉风阵阵 空气中弥漫着凉凉的水汽 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想要进入索河村 就要穿过索河 索河上没有桥 只有一个个石吨 想要穿过索河 就要踏着石吨过河 我卷起库管 踏上了浅浅没入水中的石吨 感到一丝丝凉意 周围有些吵闹 前面是个长头发的姑娘 哄 天便忽然发出一声惊雷 电闪雷鸣 狂风四起 天瞬间阴沉了下来 我便催促前面的姑娘 小姐姐 我们快点往前走吧 马上要下大雨了 那姑娘站在原地 没有回头 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走不了了 我问她怎么了 她却说 我的血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 只见前面的姑娘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一具干湿 她缓缓地转过身 我看到她穿着 白色纱裙 一层乌黑的头发 脸却像是七老八十的老人 干枯成了树皮 她那双眼睛 狠狠地凸起着 像是又从眼眶里 爆出来似的 她呆呆地说 把你的血给我好不好 天哪 这是遇到了吸血干湿啊 我已经狠狠地摔在了石墩上 吸血干湿逼近我 脸上的干皮皱成了一团 挤出了难看的笑 她的声音 无比沙哑得到 只要把你的血给我 我就能过去了 来吧 帮雨晓 让我成为你吧 我的双脚 被两只骨瘦铃蟻的手抓住 整个人动弹不得 吸血干湿露出獠牙 狠狠地朝我的脖子咬去 我顿时感受到了一股 追星的疼痛 当然 我并没有被吸血鬼杀死 要不然我也不能写这篇留言了 我在被吸血鬼咬住之后 整个人打了个机灵 我并没有死 而眼前也没有吸血鬼 而我 还在索河的石墩上 身前 也没有穿白色纱裙的女孩 刚才被吸血鬼袭击 仿佛只是一场幻觉 如果说 这只是幻觉 那这幻觉也太真实了 我甚至觉得脖子 还在疼着 我快步通过索河 到达索河村 在这住下之后 鬼使神差地拿出手机 搜索索河村吸血鬼字样 时间网页上 赫然写着 近日 索河村突然冒出了吸血鬼 已经发生了 连续三起的死亡案件 受害者全身的血液 都被吸干 脖子上都有恐怖的黑色牙印 有目击者称 他们在晚上 看到了吸血鬼捉住受害者 残忍地吸食他们的血液 我突然想到 噩梦中 弟弟向我求救的内容 姐 我好疼 救救我 天哪 我弟弟 该不会是遭遇吸血鬼了吧 我一个也不愿意夺带 就到了当地 派出所报警 要他们提供一下 吸血鬼案件的 受害者信息 然而 派出所的警察很敷衍 他们既不给我提供过多的信息 也不否认 吸血鬼的存在 就草草地跟我说 受害者没有符合我弟弟的 所以 我怀疑索河村的警察 可能是拿吸血鬼没办法 才不敢查案的 所以 我恳请宋法医能够出马 帮我找到弟弟 即便我弟弟遇害了 我也想要见到他的尸体 你只要无音讯 只是让我心里交瘁 宋法医 您能到索河村帮帮我吗 电脑上正显示着彭雨霄的帖子 宋瑞 蒋依依和梦南 都在电脑前坐着 哎呀 真是奇怪 索河村闹吸血鬼了吗 我怎么一点没听说 梦南有点意外 这也太扯了 怎么可能有吸血鬼呢 虽然现实世界里 还没发现吸血鬼 但确实存在着吸血恶魔 像这样将受害者的血液除干 制造所谓的吸血鬼杀人案 在国外并不少见 比如德国的比特库尔登 被人称为杜塞尔多夫吸血鬼 他为了寻求快感 杀害了九名女性 隔开她们的脖子 喝干了受害者涌出来的鲜血 变态 蒋依依打了个冷战 宋瑞解释道 对 还有一种吸血鬼 就是心理变态 有心理学家推测 吸血鬼犯罪 很可能是患了吸血鬼病的心理疾病 这种人对血液有着强烈的渴望 看起来就像是可怕的吸血鬼 那索河村是出现这样的人了 现在还不确定 宋哥 看来这个彭雨霄 是真的遇到了难处 你说 他弟弟会不会真的被吸血鬼杀害了呢 仅凭一个怪梦 还有所谓的第六感 再加上吸血鬼的传闻 就妄下判断 怎么看都不靠谱 我上次到夜山村 还不是因为一场噩梦 而那里 也确实存在着山鬼 这个世界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太多了 其实我倒是想会会这只吸血鬼的 宋瑞的嘴角微微上跳 露出一抹微笑 只有破了这种鬼案才有成就感 宋瑞没想到 半个小时后 他们的头头 刑警队长杨辉 便把他和蒋依依叫了过去 说索河村吸血鬼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市局要求他们这一对 捉鬼的黄金搭档 前往索河村 协助当地警方把此案调查清楚 想到即将面对可怕的吸血鬼 宋瑞并没有恐惧 反而兴奋难耐 他就喜欢接一些有挑战性的鬼案 蒋依依虽然有点害怕 但更多的是兴奋 最不乐意的就是孟楠 他阴沉着脸抱怨道 上次夜山村的山鬼案没让他参与 这次索河村的吸血鬼案 又把他派出在外 杨队跟孟楠说 你是咱们警队的顶梁柱 所以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 孟楠重重地叹了口气 在心里说 你以后宋瑞越走越紧 再把他们两人派出去 我很有希望 但孟楠最终 还是服从了杨队长的安排 留守警队 宋瑞和蒋依依马上出发 请你走何村 宋瑞两人到达索河村时 天色已经全黑了 他们在一家宾馆 见到了彭雨霄 没想到 传说中的捉鬼专家 真的现身了 彭雨霄很激动 他连忙给宋瑞和蒋依依倒水 不住地表示感谢 今天着实有些晚了 他们原本想在彭雨霄 待的这家宾馆再开房间 没想到这里没房了 宋瑞只得在附近的宾馆 订了两间房 打算明天再到当地派出所 了解一下吸血鬼案件 睡觉之前 彭雨霄给他们讲述了一个 他刚刚听来的故事 一个有关索河的恐怖传说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十集 索河河水清澈 但传说很久以前 每到秋冬交替之际 河水便会泛滥 还有长着鳞片的猛兽 在村子里出没 不仅会让村民所中的庄稼 合力无收 很多人也会因此丧命 渐渐的索河村的人越来越少 索河村越来越荒凉 逐渐成了荒村 就这么过了些年 在大家都这么等死的时候 村里来了一个高人 他说索河之所以每年泛滥 是因为有人冲撞了河神 他掐指一算 说只要把村里的一个女孩 杨梅献祭给河神 索河就不再泛滥 村子里也能泰平 杨梅马上就要嫁人了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但是他们一家人 怎么能拦住 已经疯狂的村民 他们趁着杨梅一家暑睡 把杨梅给绑了起来 这群疯子 怎么能这么对待 一个无辜的姑娘 那时候 人们都很愚昧 再说 索河村与世隔绝 没人能管他们 彭雨霄苦笑一声 蒋依依不忍道 他们 是直接把杨梅 扔进河里了吗 彭雨霄摇摇头 继续讲述着 祭祀河神很残忍 先由村长 把杨梅的手腕隔开 将他全身的血液 放到索河中去 杨梅的父母也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女儿的血 一点点流干 把身下的河水 一次次地染红 杨梅哀嚎着 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她在临死前 用尽最后的力气 诅咒所和村里的所有人 都不得好死 江依依发出一声干呕 她捂着嘴 双眼已经湿润 宋芮拍了拍她的背 担心道 没事吧 我听得太难受了 奇怪的是 杨梅被活击后 索河果然没有再泛滥过 村子里也没有再出现过 长着鳞片的怪物 这让村民们松了一口气 但没过多久 诡异的事情便发生了 不时有村民看到 一个披头散发的脑袋 飞在空中 而这个孤零零的脑袋 还会攻击村民 那是杨梅的脑袋 有人说 杨梅变成了可怕的吸血鬼 被她攻击的人 只剩下了干瘪的身体 血都被吸走了 已经有好几个村民 为此放了命 这时候 村民们才想起杨梅 在临死前 对索河村下的诅咒 她说 她会看着索河村里的每个人 都死于非命 那后来呢 后来 村民们便打开了杨梅的棺木 发现她的脑袋 不翼而飞 传说 只有极度冤屈而死的人 会出现这种脑袋不见的状况 村民们 个个惶恐不安 生怕杨梅的诅咒 哪天落到自己的头上 为了自保 村民自发对杨梅事件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 男人活迹所合 的确可以平息水患 但是 不是一定要杨梅的 只是因为村长的儿子 对杨梅求而不得 才故意指明道姓说要让她活迹 而村长 又以献祭之人 要干净的名义 让一些婆子 趁机对杨梅百般折磨 最后 杨梅被拖出来献祭的时候 已经半死不活了 村民们害怕 杨梅会报复在自己身上 于是将村长一家都绑了 活迹给了河神 虽然没有再发洪水 但杨梅变成吸血鬼杀人的传说 却依然在继续 你信这个传说吗 不太信 但 索河村总跟吸血鬼关联 确实有点奇怪 而我也不止一次梦到我弟弟 被吸血鬼攻击 告诉你 我和弟弟之间的心灵感应 是很强的 别担心 明天我们一起去派出所 没准就能找到你弟弟的下落了 已经很晚了 宋瑞和蒋依依 离开彭雨霄的房间 他们也准备休息了 宋瑞和蒋依依 走在前往宾馆的路上 蒋依依依边走边说 说的是传说 其实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方剑迷心害死人呢 我看 未必是杨梅的诅咒 诅咒这种事情太过玄乎 也有可能是有人利用 这个可怕的传说混淆视听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蒋依依点点头 她想到了之前 发生在夜山村的山鬼案件 说话间 宋瑞订了宾馆到了 这次房源还算充足 宋瑞订了两间房 不知为什么 蒋依依竟觉得 有一丝丝 怅然若实 第二天 宋瑞蒋依依和彭雨霄 一起前往索河村派出所 一位年轻警察 一看到彭雨霄 脸上就露出了苦笑 显然 他跟彭雨霄已是熟人了 那位年轻警察 叫小枫 他在弄清 宋瑞和蒋依依的来意后 将他们引到了一间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 只有一张办公桌 坐着一位年经过百的老警察 小枫跟老警察说 你说 这几位就是 市局派来调查吸血鬼案件的人 老警察跟宋瑞和蒋依依握手 有点尴尬的笑笑说 我刚刚 已经听小枫说了 你们想要调查之前吸血鬼的案件 但非常不强 本案的卷宗被烧毁了 烧毁了 那辈分的卷宗呢 没有备份 我们这里 精力有限 还没来得及备份 就出了这样的意外 真是没想到 宋瑞注意到 旁边的小枫 似乎欲言又止 便问他 是有什么想告诉我们吗 小枫看了一眼老李 这才摇了摇头 没什么事 我来的时候你们敷衍我 说档案被烧了 现在市局派的人来了 你们还敢这么说 档案确实是损毁了 我们也不强的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来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照片 但这些大都是远距离拍摄的 画质很差 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清晰度更高些的照片 只知道案损毁了 电脑里的资料总还有吧 真是不巧 服务器也出了故障 有关西邪柜案件的数据全丢了 所以有关这个案件 我们是什么信息也提供不了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警方的数据服务器都有荣灾备份的 怎么会丢呢 但他就是丢了 老警察哭丧着脸 一副爱慕能助的样子 没办法 宋瑞他们三人 只得幸幸地离开了索河村派出所 彭雨霄一脸不满地说道 这里的警察怎么回事啊 管理档案的能力还不如小学生 这么重要的档案资料 怎么说丢就全丢了 简直是不可理喻 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问题 宋哥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小峰的目光似乎有点闪烁 这里面不会有隐情吧 不错哟 你居然看出有隐情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就这么回去啊 你们不能走 你们不是捉鬼专家吗 连吸血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呢 你们怎么能走 我们是警察 放心吧 我们不走 我已经想到了查案的办法 什么方法 除了警方 还有人能给我们提供更有价值的线索 看着两位女生一脸的疑惑 宋瑞微微一笑说 没什么比亲眼所见还要可靠 你是说 目击证人 蒋一一和彭雨霄恍然大悟 宋瑞点头 发生了这么大事 当地的居民一定都有所了解 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吧 我之前也想到了这个办法 但并没有打探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倒是打听出了索河村吸血鬼的传说 也就是昨晚给你们讲的那个 说起打探线索 还是得由我们这些专业的警察来做 索河村被当地政府开发成了旅游景区 当地的居民建筑看起来仍然有点落后 有的房子年久失修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到了昔日的荒村 不过这或许正是为了旅游的需要 而特意保留了以前的风貌 街上人来人往也算热闹 有不少摆探的当地居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 蒋依依走到一个手制品的摊前 一眼就看中了一个手环 摊主侍卫婆婆 她热情地给蒋依依戴上 一脸慈祥地说 小姑娘 你手真白 戴上这个就更好看了 婆婆 问您一个事 我们听说过这里出过吸血鬼 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 婆婆倒没多大的反应 宋瑞他们一行人心里都是一喜 看婆婆这种反应 索河村闹吸血鬼 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你见到过吗 婆婆摇摇头 彭雨霄追问 她因为激动 声音也微微颤抖 那你知道是哪些人见过吗 我没见到过 只是一直听他们在说 哦 对了 老刘家的瓜娃子好像说自己看见了 你们可以找他问问 那您知道是哪几家出了意外吗 没有人出意外呀 不是说吸血鬼人杀三人吗 难道那吸血鬼杀的人是外地人 我也不太清楚 你们去问老刘家的娃吧 说着朝前方指了指 哦 前面那个旅馆就是他家开的 宋瑞他们告别了婆婆 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走 奇怪 如果是外地人的话 这种事情肯定会被闹得更大 怎么感觉这里还是风平浪静的 哼 看来这件事情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老板本以为 宋瑞和蒋依依是来住店的 没想到是来找他儿子的 他一脸灿烂的笑容 立刻就消失不见 朝着刚从门外经过的小孩喊了声 狗子 哎 过来 小孩本来正在和小伙伴玩耍 突然被他爸爸叫住 整个人都不耐烦 老板对宋瑞他们说道 啊 你们要问什么呢 快点问 这小子他也不一定知道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王者正言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十一集 狗子 蒋依依将自己带来的酥糖给狗子 狗子一看 马上就开心了 他吃了一颗糖问道 你们想问我什么 我听说你亲眼看见了吸血鬼杀人 宋瑞一问 就听老板吃笑了一声 狗子立马神采飞扬起来 嗯 对呀对呀 那天我和林林他们在玩捉迷草 我去找他们的时候看见的 那人就这么倒在地上 旁边还有一人呢 你没有看见他咬人的过程 没有 我要是看见了我还能跑吗 那你知道出事的是谁吗 反正不是我们村里的人 至于是不是外地人 我们也不清楚 所有的事情都是警方办的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啊 宋瑞觉得难以置信 本村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村民竟然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实在太反常了 他们又费了一番功夫 这才找到了另外一个目击者 但他跟狗子一样 并没有目击到案发经过 奇怪的是 跟狗子一样 提到吸血鬼 他并没有表现出惊恐和紧张 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兴奋 这实在太反常了 宋瑞觉得 用寻找目击者这种方法 追踪吸血鬼 很可能无法取得突破 继续查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必须得想出办法 用别的方式继续追查 于是 他停止继续寻找目击者 但蒋依依和彭雨霄 并没有停下来 蒋依依继续寻找 吸血鬼案件的目击者 想从目击者那里 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事实上 警方办案 大多时候 就是这么枯燥无序 不断地调查 排查 如果运气不好 即使费了很大力气 也得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彭雨霄没有跟蒋依依一起行动 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此刻 他拿着彭州的照片 正在四处询问 有没有人见过他弟弟 但他得到的全是没看到 一个下午 他不知问了多少人 问得口干舌燥 却没有一个人见过他弟弟 这让他越来越沮丧 难道 使他的第六感出错了 彭州根本就没在这儿 小姐 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彭雨霄回头 发现是一个长相憨厚的男人 他手上拿着一张照片 递给彭雨霄 很有善地说道 这是你拉下的吗 是的 谢谢你啊 你 见过这个人吗 这是什么人呢 你是在找他吗 嗯 他是我弟弟 但是他不见了 我没有见过他 看到彭雨霄 眼中的失望 男人连忙安慰到 你弟弟这么大个人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你不要太担心了 谢谢你啊 大哥 嗯 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来找我 哦 我叫乌柴 是来这里度假的 来了又有两个星期了 这附近我还算熟 我叫彭雨霄 谢谢你 彭雨霄身心疲惫地 回到住处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整个人无力地 躺坐在椅子上 他看着彭州的照片 喃喃道 小周 你到底在哪啊 手机突然发出 短信提示音 彭雨霄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 猛地站了起来 是彭州发来的消息 姐姐 我好疼 我要疼死了 我没办法疼的 小周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能接姐姐的电话 小周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姐姐就你一个亲人了 彭雨霄联系蒋依依 说他收到了弟弟的短信 蒋依依和宋瑞 马上赶了过来 蒋依依说 只要能跟这个电话通话 警方就有办法 锁定对方的位置 为此 他们还联系上了 上午见到的那位年轻警察 小峰 小峰请求了技术部门支持 等着彭雨霄跟弟弟联系 然而 彭州的手机一直关机 这让警方也无计可施 第二天 彭雨霄脸色苍白地走出门 却意外碰见有个熟人 从对门出来 他微微一惊 吴大哥 吴柴也是一惊 这么巧啊 咱们居然住对门 彭雨霄一脸疲惫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吴柴担忧地说道 你怎么了 彭雨霄昨天彻夜未眠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听到彭州的求救 这让他心神俱罪 昨天没睡好 你又要去找你弟弟吗 只是你的状态 看起来不太好 要不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我不能歇 我弟弟正等着我 我要尽快找到他 你有没有想过 你弟弟长得那么出众 如果他来了索河村 一定会有人记住他 但是你都找了这么多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会不会他根本就没在这里啊 我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他给我发消息了 他一定就在这儿 他给你发消息了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他关机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事情有些诡异啊 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说给我听听 如果我说出来 你大概会觉得我是疯了吧 不管有多理气 只要你说的我都相信 而且 小小 我也知道 你一直都很清醒 我感觉 我弟弟刚刚回来了 他来找你了吗 嗯 我收到了彭州发来的信息 他一直在喊疼 彭与萧将手机 递给了吴柴 吴柴看了看短信 眉头就皱了起来 而且越皱越紧 你不相信我吗 他们在咬我 很疼 看到这个短信的内容 我突然想到了索和孙的一种风俗 这是我之前所说过的 什么风俗 小小 我说后你一定要冷静 这只是我的猜想 你不要太当真啊 你说 我前几天 我前几天在街上听到别人闲谈 说索和孙有一个古老的秘密 受葬 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惩罚意识 在我看到短信内容时 下意识地就想到了这件事情 受葬 这个恐怖至极的词语让彭与萧大吃一惊 他一脸苍白 声音发抖地问道 受葬 是什么 算了 这只是我的猜想 我不敢遮罪他 不行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求求你了 彭与萧下意识地抓住了吴柴的衣袖 吴柴顿了一下 这才说到 听说如果有涂抹不轨的外地人 在索和村被抓了 他就会被处于受葬 受葬呢 就是把他拖到山间的受葬台去喂野兽 难怪 难怪小舟一直在说 自己被饲养 说自己疼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为什么 小小 你冷静一点 我说的只是猜想 而且你想想 你弟弟又不是坏人 他在索和村能有什么图谋呢 怎么可能会被受葬啊 那些短信大概只是巧合 或者是他的恶作剧 对 他还能给我发信息 对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这肯定是我想多了 小小 我也不想隐瞒你 听说人被受葬之后 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安息 会被一直困在 收葬台里 彭雨霄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你说 小舟的手机一直关机 所以有可能 他的灵魂跟你发了消息 再向你求救啊 吴柴说完 连忙轻打了一下自己的嘴 我真是多嘴 不会的不会的 你弟弟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彭雨霄泪如雨下 崩溃地哭出声来 小舟 小舟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不要丢下姐姐一个人 你不是说你长大了 会照顾姐姐的吗 吴柴摇摇头 心有不忍地 拍了拍彭雨霄的肩膀 小小 你注意身体 你弟弟也不想看见你 这么难过的 上午 当蒋依依要继续寻找 吸血鬼案件的目击者时 宋瑞拉住了她 今天不要再出去找目击者了 我带你去找吸血鬼吧 你一直在宾馆待着 还带我去找吸血鬼 做白日梦吧 那我就一个人去吧 宋瑞倒没有争辩 关了房门就要离开 蒋依依拉住了宋瑞 有点嫌弃地说 我跟你一起去 你这身板 就是找到了吸血鬼也抓不住 宋瑞微微一笑 带蒋依依取着吸血鬼了 当蒋依依看到 宋瑞带她来的地方后 目瞪口呆 我说宋大法医 你不会是脑子进水了吧 带我到派出所做什么 吸血鬼就在这里 宋瑞说着 就要往派出所里闯 蒋依依依连忙拉住了宋瑞 摸摸她的额头 没发烧呀 说什么胡话呢 这时 他们看到了昨天见过的年轻警察 小风 宋瑞突然问小风 被吸血鬼杀死的那三个人中 有彭雨肖的弟弟吗 蒋依依一脸尴尬 她拉了下宋瑞的胳膊 低声说 你发什么神经啊 没有 小风的回答道干脆 你们昨天不是说资料损毁 数据丢失了吗 怎么有这么笃定 彭雨肖的弟弟 不在受害者的名单里 这 他 他弟弟相貌这么出众 我要是见过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你能笃定 彭雨肖的弟弟 不是吸血鬼的受害者 并不是因为 他弟弟长得帅 恐怕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人 你也很笃定 他不是吸血鬼的受害者 对不对 蒋依依愣愣地看着宋瑞 一脸惊讶 他不明白 宋瑞这话是什么意思 更让他惊讶的是小风的反应 他居然占红了脸 低着头不说话 宋哥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警察 自然明白一起案件的 纸质卷宗和电子卷宗 同时损毁的几率有多大 几乎是零 而之所以小峰会这么说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上面施加了压力 极力要隐瞒这起案件 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 因为正是事据派我们下来彻查此案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出品的有声书 重案追击之 王者正言 作者 子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十二集 那另一种可能呢 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地派出所在隐瞒此案 之所以会隐瞒此案也是两种可能 一是此案太过惨烈 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恐慌 但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我和依依昨天走访了多名吸血鬼案的目击者 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恐慌 所以就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那就是 吸血鬼案子根本就是杜撰出来的 根本不值得追查 宋芮直视着小峰的眼睛 所以你才笃定彭雨霄的弟弟不是受害者 杜撰出来的 为什么 蒋依依不解 宋芮微微一笑 看到了小峰眼中的心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跟索河村的旅游开发有关吧 宋芮阿姨真是火眼金睛 什么都瞒瞒过你的眼睛 因为索河村是新开发的旅游场地 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 故意用吸血鬼当噱头 至于那些照片嘛 根本就是摆拍的 所以也没有受害者 那吸血鬼的新闻出来之后 自然也就吸引了一大批的游客 竟然是这样的 蒋依依松了口气 依依 我们回去吧 宋芮倒是没有太失望 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啊 回去 对啊 怎么了 好了 还想再多待几天 蒋依依依心想 也对 他们到索河村就是为了捉拿吸血鬼的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吸血鬼的真相 继续在这里待着只是浪费时间 可是 彭雨萧的弟弟还没找到呀 蒋依依想到了那个瘦肉的女孩 似乎不忍心抛下她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 彭州肯定不是索河村吸血鬼案的受害者 而且 现在还不确定 她是不是就在索河村 嗯 好吧 蒋依依点点头 她明白宋瑞的言外之意 彭州的案子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权 得由彭州目前所在地的警方处理 蒋依依打了彭雨萧的电话 想把索河村吸血鬼的真相告诉她 但电话没有打通 他们到了彭雨萧住的宾馆 也没有找到她 蒋依依并没有太担心 索河村的手机信号覆盖并不完全 有很多地方是盲区 没有信号 宋瑞和蒋依依回到酒店 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返回江海市 正当宋瑞收拾东西的时候 听到房间外的走道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之后 是密集的敲门声 书法医 你在吗 宋瑞打开门 只见门口站着气喘吁吁的小风 而隔壁的蒋依依也打开了房门 蒋依依好奇地 看着汗流加倍的小风 心想他不会是专门来送他们的吧 小风松了口气 还好你们没走 出大事了 怎么了 不是说吸血鬼根本就不存在吗 能有什么大事 有人死了 宋瑞和蒋依依都一脸惊讶地看着小风 小风急着直跳 宋法医 您跟我去看看吧 我们这儿好几年都风被浪静的 现在却突然发生了命案 李书急得不得了 我便走便跟您说 宋瑞和蒋依依马上跟小风奔赴现场 小风带着宋瑞和蒋依依到了狗子家的旅馆 老板一见他们便拉长了脸说道 警官啊 您得快一点解决呀 我这小店还得做生意呢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谁还敢住啊 客人都快走光了 不能让他们离开 凶手没有找出来之前 每个人都有嫌疑 凶手不是吸血鬼吗 怎么可能找得出来 吸血鬼 不是说吸血鬼只是杜转出来的吗 宋瑞心里一沉 不是说吸血鬼只是杜转出来的吗 再看蒋依依 她也是一脸的疑惑 小风却提高了声音 打断了老板的嘀咕 听到了吗 谁都不准放走 老板摇摇头 愁眉苦脸的 看着宋瑞他们三人 宋瑞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牢里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眉头紧紧地皱着 地面上有一具 没有脑袋的尸体 无头的躯体 被抽干了血液 死者是一位年轻男人 但因为血被抽干 皮肤苍白的可怕 皱巴巴地贴在身上 活像一具干尸 看起来十分地恐怖 但诡异的是 死者似乎死得毫无痛苦 他的身体并没有扭曲 更是安静地躺着 双手还在胸口合成十字 仿佛是安详地睡着了 老李一看到宋瑞他们来了 连忙上前道 我们这里连法医也没有 宋法医 您这次可得帮帮我们 宋瑞点点头 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法医工具箱 穿好服护服 戴好口罩手套后 就开始了尸检 据老李和小枫说 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死者的头颅 宋瑞俯下身子仔细查验 发现脖颈处切口还算整齐 看来凶手是用锋利的工具 利索地切下了死者的脑袋 但从切口的出血量判断 在切脑袋的时候 受害者已经死亡 所以出血量并不大 宋瑞想到了店老板的话 凶手是吸血鬼 他特地查看了一下尸体的脖颈处 这里并没有发现吸血鬼特有的牙印 他继续检查 发现死者胳膊上有两个血洞 像是被锋利而尖锐的牙齿咬下去后 留下的痕迹 而在这两个血洞附近 留下了很多血乎乎的唇印 很像是有人含着胳膊吸血 死者的血被大量吸走 这才导致尸体几乎没有尸斑 宋瑞没法从尸斑判断死者时间 但宋瑞通过尸温 角膜混浊程度判断 死者是在凌晨一点左右遇害的 宋瑞结合现场的情况 做出了初步的推断 凶手先是控制住了死者 用绳子捆绑住了死者的手脚 这些可以从手脚和脚踝处的伤痕 判断出来 同时为了防止死者呼救 凶手大概还会堵上死者的嘴 之后凶手咬破了死者的血管 开始大量吸血 直到把死者的血吸完 受害者就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死去 事后凶手又残忍地 切下了死者的脑袋 把他的头颅带走了 为什么要带走死者的脑袋呢 是不是为了隐瞒死者的身份 这可是在旅馆 每个入住的人都要登记的 我已经查到了 死者名叫陆佳 今天19岁 是一名大学生来这里旅游的 蒋依依尴尬地扶了下额头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惊叫道 这不是索河村 吸血鬼传说中杨梅的死法吗 被放弃而死 之后头颅不翼而飞 你也知道这个传说 小枫瞬间脸色惨白 他也惊慌起来 喃喃地说 不会是杨梅的鬼魂 回来复仇了吧 不说八道 什么鬼魂复仇 你还是个警察呢 怎么能为烟耸听 退一万步说 如果真是杨梅的鬼魂回来了 那他要报复的 应该也是索河村的村民 他为什么要杀外面的人呢 对不起 我只是想到传说 感觉太像了 宋瑞继续查看死者 他的目光 落在了死者的双手上 死者双手合十 但并没有自然地 只现空中 而是以一种别扭的姿势 转了九十度 指向了脚尖的位置 他的两手合并在一起 成了一只箭头 正指着一个地方 宋瑞下意识地 朝死者双手指向的方向 看过去 透过窗户 他看到不远处 是一座小山 山上郁郁葱葱 长满了茂盛的植被 而在半山腰的地方 可以隐隐约约 看见一块白玉石板 看到宋瑞朝窗外看 大家也不由地 一起望向窗外 宋瑞注意到 当老李看向窗外的 那个方向时 脸上的肌肉 微微抽搐了一下 宋瑞指着那块石板 问老李 李景 那是什么 我在这里任职的时候 那东西就存在了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不然索河村的人 不会就这么把它放在那儿 小枫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那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 没人知道它是干嘛的 那后山基本上没人去过 他的目光再次落到尸体上 问道 宋法医 有什么发现吗 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 行 宋法医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随时找找风 然而 宋瑞对尸体的勘验 并没有新的发现 他和蒋依依一起下了楼 想找店老板 再了解一点情况 店老板宠他们抱怨 客人们都说要退房 情绪很激动 我已经有点拦不住了 放心 不会耽误太久的 你有见过陆家和谁来往过吗 我这一天天的忙得要死 客人这么多 哪有精力去注意他呀 那你有没有觉得 有谁不是这个旅馆的 但是他出现过 我们是开旅馆的 不可能把客人往外轰吧 那每天都是生面孔 我哪儿记得谁是不是住在这里呀 这时 蒋依依觉得 胳膊被人拉了一下 他回头一看 是狗子 他正要说话 狗子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并拉着蒋依依依 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蒋依依疑惑地问 狗子 怎么了 是一个姐姐 蒋依依一正 眼中突然放出光来 你说 你见过一个姐姐 和上面的那个哥哥在一起过 我昨天晚上出来上厕所 看见她和一个姐姐在一起 什么时候 好像是十点吧 狗子 你还记得 那姐姐长什么样吗 只看到了长头发 狗子很厉害了 谢谢你 狗子腼腆地笑了笑 蒋依依又问了其他的客人 是否在昨晚十点钟的时候 见过一个女人 只有一个说 见过一个面生的女人 但是她当时站在暗处 她也没有看清长相 而这个小旅馆 又没有安装监控 狗子的这条线索 又很难发挥作用 女人 会是女鬼吗 小枫小声嘀咕着 脸色惨白 老李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小枫缩了缩脖子 或许 这真是凶手的伎俩 她想让我们以为 是女鬼杀人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质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奇迹文学 出品的有声书 众案追击之王者正眼 作者 紫龙晴川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五十三集 彭与萧 再次来到一片漆黑的噩梦世界 在这里 彭周再次向她求救 姐姐 好疼 声音似乎更清晰了 彭与萧 仿佛能听到弟弟的喘息声 彭与萧 彭与萧从噩梦中惊醒 她崩溃地哭泣 小冲 我到底 要怎么做 才能救你 万般无奈之下 彭与萧 敲开了对面 无柴的房门 无柴倒了一杯水 递给彭与萧 安抚道 小小 没事的 你要相信你弟弟 不会有事的 彭与萧紧紧握住无柴的手 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你说的办法 真的有用吗 我也只是听当地人说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奏效 如果你愿意相信 咱们就继续 要不然就不要再继续了 我也是担心你 这种事情做多了 害人害己啊 不 只要有一线的希望 我就不会放弃 好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无柴轻轻地 把彭与萧拥入怀中 后者并没有反抗 在彭与萧的梦里 噩梦重新上演 在现实世界里 命案的噩梦 已重新上演了 索河村再次出现命案 因为宋瑞 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还是小枫把他和蒋依依 带到了现场 在索河旁的一棵大树下 宋瑞又看到了一具 皱巴巴的尸体 跟上次的案子一样 死者的血 几乎全部吸光了 浑身惨白如指 还有 死者的头颅 同样是不翼而飞 同样是双手合十地 摆在胸口 连胳膊上的伤口 所处的位置都是一样 看样子 也是被咬开了 胳膊上的血管 吸干了血 尸体细节和上一个案件 完全一样 不太像是模仿作案 这才过了两天 怎么又发生命案呢 这凶手到底想干什么 宋瑞查看尸体的温度 再结合僵硬程度 得到死亡时间 大约是昨晚十一点左右 这凶手 还真像是 咒服夜出的吸血鬼 老李不满地 看了蒋依依依一眼 鉴于对方 并不是他的部下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是小枫 说出这样的话 肯定会招来 劈头盖脸的训斥 宋瑞初步检查尸体 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表面上看 凶手是用尖牙 咬开了死者的血管 吸光了死者的血 导致死者在痛苦中死去 但凶手到底是真的用嘴吸血 还是用工具 目前还不得而知 还有 死者的头颅被切去 只能判断出凶器很锋利 但还无法确定凶器的类型 但宋瑞可以肯定 本案跟上一起案子的手法高度吻合 很大可能是同一人犯案 最后 宋瑞的目光落在了死者的手上 在上一起陆家的案件中 宋瑞曾留意到 陆家核实的双手 指向山间的一块白玉石板 当他问起那白玉石板的相关时 劳里的目光躲躲闪闪 似乎是在隐瞒着什么 不过 宋瑞知道 像老李这种老油条 如果他不愿说 很难从他嘴里得出有用的线索 这次 死者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核实 同样也是扭曲地跟身体平行 宋瑞蹲下身子 顺着死者的手 摆放方向看去 入眼只是一排排葱绿的柳树 死者身份确定了吗 宋瑞问 这种无头诗 最难确定的就是诗源 小峰道 死者46岁 姓名方志坚 是本地人 没有固定工作 他的家人马上就要来了 宋瑞暂许地点点头 当地警方办案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不过 他很快就释然了 索河村本来就是个小地方 如果是本地人 即使是无头尸体 还是很容易确定死者身份的 看着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死者 想到上一个遇害的年轻大学生 宋瑞心里冒出一个疑惑 凶手是随机挑选受害者的吗 为什么两人差距会如此大 两人除了性别 似乎没有别的相关性 一个是本地人 一个是外地人 一个是无业 一个是学生 一个是人到中年 一个是风华正茂 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 如果凶手 真的只是按照性别挑选受害者 那要防范的范围可就太大了 还有 他们的脑袋都到哪去了 劳黎脸色阴沉 会不会又有别的受害者 这样下去 左河村怕是要毁了 如果我们不能抓到凶手 按照他杀人的频率 下一个受害者应该很快就会出现 完了 完了 上次的案子里 陆家的手指向的那个白玉石板是什么 劳黎马上停止哭丧 仿佛瞬间石化了 他的嘴巴如动了两下 似乎正准备开口说话 忽然被一阵哭喊声打断了 方指尖的家人到了 方指尖的老婆看了一眼地上的无头尸体 立刻就吓晕了过去 他儿子方薇一脸不敢相信 不住地后退 这不是我爸 这不是我爸 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手机 他确实是你父亲 说着 小枫拿出一个证物袋 里面装着一个屏幕列了两条细纹的手机 这确实是我爸的手机 手机 宋芮一喜 他拿过手机 想查看短信和来电记录 发现手机有密码 就问方薇 你知道密码吗 密码 密码是我的生日 050729 宋芮输入050729 手机果然解锁了 百分百确定 这正是方指尖的手机 死者正是方指尖 宋芮翻了翻短信和来电记录 最后一个来电记录是9点 是一个没有备注的手机号码 昨晚9点 宋芮已经 跟他推断出的死亡时间接近 而且此次吸血鬼杀人案 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如果死者是在11点左右死亡的 那很可能10点就被控制住了 死者在9点接了个电话 马上就被人控制 而吸光了血 这个电话非常可疑 宋芮马上回拨过去 但对方已经关机 这个电话号码的来源能查到吗 可以 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现在 方薇在老李的宽慰下 已经慢慢平静了下来 宋芮问他 你父亲最近有和谁有过矛盾吗 我爸很少和人发生矛盾的 就是我妈喜欢跟他吵架 昨天晚上 他们吃完晚饭之后 两个人因为一点小事 然后又吵了起来 之后呢 我爸就说要出去走走 可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一会儿早知道 我肯定不会让他出来的 方薇说着 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 这或许就是旦夕或福 生死无常 饶氏见过了太多生死的宋芮 也无法波澜不惊 他先是安抚方薇的情绪 之后又问道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父亲 和你不认识的人来往过 没有 孙子就这么大 除了孙子里边的人 也就只有外来的游客了 那些游客 基本上就是问路 我没见过我父亲 跟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结束 宋芮有些失望 拍了拍方薇的肩膀 宽慰道 亲爱 你还得好好照顾你母亲 宋芮跟着小枫 回到了派出所 小枫给他倒了一杯水 试探地问道 宋法医 你看这事情能解决吗 宋芮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你觉得这事 是外地人干的 还是本地人干的 说实话 索河村里的人 都是知根知底的 这里的人都很淳朴 没有开发旅游景点时 索河村都平安无事的 但是外地人一来 就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觉得 是外地人的可能性很大 以你的角度来看 陆家和方之间 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不管是身份背景 还是相貌 年纪 身高 我实在看不出 有什么不同的 小枫挠了挠头 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们俩之间 不会有什么其他联系吧 比如说 其实是私生子 然后被方之间的 家人知道了 一时阴暗深恨 杀了他们两个 宋芮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家伙的想象力 还挺丰富的 那你就查到他们 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吧 好 我立刻去办 小枫居然干劲十足的 马上行动了起来 宋芮苦笑了一下 他已经查看过 两位受害者的资料 陆家是哈尔滨人 从小就在哈尔滨长大 父亲是东北人 母亲是北京人 怎么看 都不像是以前来过这里的 而且陆家和方之间 长得一点都不像 陆家是那种 看起来很清秀的男孩子 在学校绝对很受欢迎 但是方之间呢 整个人看起来无精打采 两人不管五官还是身高 都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 有血缘关系的可能性很低 不对 宋芮突然想到了什么 方之间家在村子的东边 而索和已经到了西边 这两者之间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如果是吵架 想出去散散步 至于走那么远吗 宋芮连忙给方薇打了一个电话 方薇正在处理父亲的后事 家里已经闹翻了天 连带着村子里不少人都知道 有一个吸血恶魔正在频频发案 闹得人心惶惶 这些人都挤在方薇家里 其实多半是打着关心的名义 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方薇被这些人吵得不厌其烦 方薇走到外面 嘈杂声才小了一些 他回道 宋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这不好意思啊 家里边人太多了 你家里怎么这么多人 都是来看热闹的 谁对这种事情会没兴趣呢 起来 不过还是别让村民看见 不然会引起恐慌的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找警察 谢谢你 宋先生 您父亲以前 也会去索河周边散步吗 很少 基本上不去的 索河离我们家太远了 我爸呢 腿脚也不是特别好 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方薇愣了一下 他这才注意到不对劲 方志尖腿脚不是很好 那死在索河边上 就太可疑了 宋先生 我爸不可能这么晚去索河呀 是不是有人故意带他去的 以你的说法 这个可能性很大 宋瑞忽然听见 电话那边传来凄厉的哭声 方母正在私生力竭地说着什么 方薇显然也听到了 他连忙道 宋先生 我妈醒了 我现在得去安抚一下 我先挂了 致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欢迎收听 致地有声账号下 其他精彩作品 我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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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认识